大哥,我眼皮微跳,低声喊了一句 维兄的家事,你莫要插手 在任何道理上,维兄都不会单独去找弟妹,更不会以死相逼 蒋盘半垂着头,他又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示意我出去 他这话,我却接不上来了 苏云颤巍巍地看着蒋盘,哆嗦地说了句 我错了吗?我只想不拖累你,只想我们一家能活下去 但不能用阴阳的命,或是地向堪余的命程来换 蒋盘的眼神变得极为严厉 他又道,身为嫂子,你也算阴阳的长辈,用命逼他去做事,于情不合 于理,更是不容 苏云话音戛然而止 蒋盘又看了我一眼,低声道 阴阳,你也要和傅道人家一起不懂事吗? 忘了他和你说的话,忘了你的所有想法 稍后,我会同你再商议一遍我们现今的计划 蒋盘的态度和语气都太坚决 我很了解他,现在和他对上,他是绝对不会让步了 他说的也没错,在规矩上,苏云的确错了 我往前走了两步,到了厨房门口的时候,我和蒋盘擦肩而过 停顿了一下,我低声说道 大哥,规矩是规矩,人,确实人,有教条祖训 师门规矩将我们约束 但嫂子和牧女毕竟只是寻常妇女,你手下留情 蒋盘闭了闭眼,抬手抓住了厨房一侧的门,将门带上 我就只能走得更快,出了门槛 我又停顿了一下,却没听到哭声和惨叫声 略松了口气,我说了那么多,想来讲盘不至于大打出手 堂屋之中,顿空和柳正道还在画幅 我走进堂屋的时候,两人同时停笔 顿空的小脸上有几分紧张,张望了厨房那边一眼 爹,我听到几句话,薄薄好凶 顿空小声道 柳正道却说道,规矩不可破,错了,便要罚 虽说不知道前因是何,但李先生,你也有错 叔叔怎可和嫂嫂,侄女共处一事 若是在我柳家,少不了吃一顿竹棍 我自然不奇怪,他们会看见讲盘来 毕竟讲盘站在门口那么久,而且说话声音不小 柳正道的态度,也在我预料之内 沉默片刻,我道 柳道长,有些事情,不在场,便很难说出定论 更不能要求一对普通母女承受和我们一样的压力 柳正道垂头,没有回答我,半嗓后才道 如果那人只有几十个手下,我可以将其杀尽,他们都是臭名昭著 杀人不眨眼之辈,我是替天行道 可数百人,太多 我无法全部对付,他们手上有枪,杀了他们的头目 后果,太大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同样低头思索了半嗓 然后我点了点头道,柳道长,若是只有守着红河这些人呢 柳正道抬头,眼中只剩下笃定 无人可敬红河,亦无人能伤一人 我心头顿时一定,只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忧 又问了一句,关于柳正道的毒伤 柳正道露出几分笑容,告诉我 说我给他这次灌的血,有奇效 他觉得要比之前舒服了很多,气血充盈 我更松了一口气,才解释了 我之前没和他说完,不只是我给了血 还有杨青山给了枪足,仙逝的丹丸 说着,我将那玉瓶取出,交给了柳正道 柳正道愣住了片刻,眼中若有所思 紧接着,他倒出来了两枚丹丸,交给了顿空 一枚,留着给你,另一枚,留着给你娘 顿空眼中惊喜,用力点了点头 我迟疑了一下,便没拒绝了 其实,何智应该用不上这单 柳正道看现在的情况,如果能稳住气血 他应该也用不上剩下两个 顿空,才是最需要的 当然,我不可能再问柳正道去要 有两颗,已经算是有备无患 柳正道又抬头看我,正要再说话 我先做了个近身的动作,将其打断 我准备好了,会告诉你 此事,我们不和大哥商议 我说道 柳正道点头,道,好 蒋先生的确在这些事情上,过于人厚 顿空小心翼翼地放好了丹丸 又拿起笔,开始画符了 这时,另一次的房门传来了何智喊我的声音 柳正道低头,持笔画符 我转身,匆匆走向我们的屋子 屋门是开着的,何智站在旁侧 他依旧低头在看宅经 我进屋之后,他头也没抬 却伸手带上了门 还没等我开口,何智就轻声问询 我观宅经,其先天后天 为何方位挂像都完全不同 在先天八卦中,前为男 可在后天八卦中,男又是对离 我稍顿了一下,便回答道 先天八卦,为万无万象之初行 其前卦为上,阳气上浮,归男 而后天之中,男方属于离火 这方位挂像更多以五行区分 何智还是面露不解之色 我长叙了一口气,告诉何智 让他现在只看能看懂的部分 如果看不懂,就将其跳过 要等到他学会扬算之后 我再慢慢教他因数 否则,他现在将心思全部用在了宅经上 就很难扬算入门了 何智微咬着下唇,点了点头 说了个好字 他又回到桌旁,坐下去看宅经了 我在屋内站了一会儿,又回到了院中 天色越来越暗 月亮上却隐隐多了一层雾气,成了鬼月亮 看了一眼厨房,蒋盘还没出来 我也没听到什么话音 索性,我就在思索,应该怎么破那宅了 可蒋盘刚才却说了,我破不了这宅 那又是什么原因 蒋盘不可能随便说这番话 难道那高宅,他做了一些特殊的设定? 阳宅风水中有一处高宅,其地形为四面距地内新高 其宅便是高中一朝出英豪 刚好,蒋盘所说那龙殿的老巢在山上,完全贴合了这种地势 思绪至此,我的确身体僵硬了许多 这宅,当真是不容易破 想要破宅,莫过于在宅前动手脚,或者是其远方正对之处 但这高宅,已经是最高了,还是山顶上的宅 那就找不到其正对之处 我想用冲煞破宅,就毫无办法 可若是要在宅前动手脚,那里必定会有大量兵匪 我更难得手 思索了半晌,我瞳孔紧缩 难难道,不破宅,便断衫 可断衫,定要伤人命 大哥,你因数高超不假,却也给我们带了大麻烦 我闭眼,思绪彻底沉浸下去,再推演破宅之法 冷风在身上萦绕,我也不知道自己想了多久 但冲煞,破衫都无法用的情况下 唯有的办法就是宅前或者是宅中了 许久之后,我才睁开眼 低头,我看着自己抬起的双手,眉头紧锁 片刻后,我闭了闭眼,嘴角露出几分苦笑 玄机,我面色再一次凝重下来 开始想宅前和宅中的破宅之法 无可奈何之下,就只能凭借命术庇护,去冒险一事 否则,这龙巅的威胁着实太大,我必须拨动变数 时间一眨眼过去 不知不觉便到了子时,我想到了一部分的法子 宅前要做布置,以门前朱煞去冲撞龙巅 再在宅中做布置,尽可能地影响兵匪 但我也考虑了一点,那些兵匪并不是龙巅家中人 这种影响很小,最多是在宅内会出事 那这样一来,就还需要更深的手段,譬如当时我们在战山镇遇到的肺牢 那是山中风水出问题,再加上人为将肺牢的源头放进了死门 死门又巧合地和一条溪水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全镇数百口人患病 大量人死于非命 我也可以利用这相似的办法,在宅子被冲撞的同时 让那些兵匪尽可能地失去行动力 想清楚了这些,我睁开了眼 刚好在这时候,厨房的门开了 先走出来的是蒋木女和苏云 蒋木女满脸泪痕,苏云被她搀扶着,走路都有几分不稳 尤其是在苏云的嘴角两侧有红痕,就像是被勒着的痕迹 我眼皮微跳了一下,这才明白刚才为什么没声音 苏云肯定嘴上咬了不条一类的东西,强行止住了发出声响 他们母女两狗着头,都不敢看我,颤巍巍地走向了房间 进屋之后,房门被关拢 蒋盘从厨房走了出来,她整个人都显得很沉默 她一直走到我跟前后,停顿了片刻,才道 于兄看来,我们兄弟二人因固守红河,已不变因万变 有天元地相在此,再加上柳道长 即便针对于兄的人有任何计划,她都不可能实现 等我教授弟妹天元相术,她在学金古相,以及顿空和柳道长出黑之后,再行离开 届时也无人敢拦 这期间,为兄和你还要发帖,寻找善师丹的线索 况且,我们还有廖兄 我会再给他书信一封 蒋盘和我对视,目光变得更深邃起来 我一时间没回答蒋盘 因为我琢磨不定他的眼神 廖成和顿空分魂的事情,我绝不能提起 这是廖成的要求,也是为了顿空之劫难的转机 一旦说了,顿空那一劫就破了,顿空必死无疑 也正因此,廖成要骗他这事,我就更说不出口了 不只是廖成不能指望 还有,顿空无法出黑,只有和志和柳正道有机会 这已经不是变数,而是定数 就算是需要一个安心修养之地,也不能再红河 这就相当于,坐着成了一个靶子 让那暗中的先生,想尽办法来除掉我们 现在他目标还是蒋盘,很快也会蔓延到我们身上来 我思绪间,蒋盘也沉默不言,他一直在看着我 缓缓地,我低下来了头 我并没有点头,也并没有说话 蒋盘却伸手拍了拍我肩膀,语气缓和了不少 莫怪为胸严厉,明日,我就传授和志天元橡树 雨霸,蒋盘转身回了房间 我抬头,看着蒋盘的背影进屋 吐了口啄气,我低声难道 求稳,的确是一种办法 大哥,你想稳中求胜,可此事却是不可能 我内心不再动摇,彻底坚决了起来 进了堂屋,我到了顿空和柳正道前面 柳正道抬头看我,眼中略有问询 顿空的眼神中隐隐藏着不安 柳道长,我要出去一趟 或许一日两日不能回来 保护好院内,看好蒋先生 我低声道 你们的话,我听到了一部分 揣测到了一些,但我无法陪你去 柳正道摇了摇头 我点点头,说了我的考虑 就没有想过带任何人 只需要我一人即可 停顿了一下,我又重复叮嘱了一遍 只要柳正道能看好所有人,确保安全 他点点头,示意我放心 父亲,顿空脸上依旧有几分不安 我爱,好好画福 若是你娘问起,便让他放心 我伸手摸了摸顿空的头 柳正道从怀中取出来一样东西 那居然是杨青山给他的柳家召集令 召集令一共有三根 我给你两根,虽说我醒了 但并没有立即让杨青山来 也是考虑此间情况 还有让他等一等,多想一想无碍 如果你遇到危险 放此召集令 他必会去找你,也不会让你出事 我身体一僵 随后还是点了点头 将召集令贴身放好 就要转身离开 顿空小声又说了句 父亲,要不你带上赤鸥 那群人枪械多 我自保无鱼 带上赤鸥 恐难护他 说完 我没有在停顿 去厨房带上了一些干粮 就走向院门口 出了院子 我静止朝着镇口走去 之所以我没告诉何志 缘由也简单 何志肯定会觉得太危险 但这个危险 我必须为了讲盘去冒 更不能让他们跟着 此外 镇外向稀释礼地 我也没必要骑马 至多不行大半个时辰就能到 一转眼 我就走到了镇口 隐隐约约 我察觉到了有人在看我 那必定就是龙巅手下的人 我并没有理睬他们 继续朝着镇外走去 龙巅不会想来招惹我 还有 我现在离开镇 在他看来 反倒是一件好事 果然 不多久 注视的目光就消失了 我走过了码头 并没有直接朝着西方走 而是先从西南走 一直走出去了接近一里地 我才绕回了正西方 这个细节 也是为了不让龙巅 他们怀疑 毕竟现在他受了伤 就如同惊弓之鸟 我走西边 说不定会让他联想 由于耽误了一些时间 当我赶到蒋盘所说的那山脉时 天都已经快亮了 我取出来定罗盘 分辨了一下方位 找到了蒋盘所说的那座山 让我面色微宁的是 从远处看 那山并不只是独山 而是双山并连 并且 这两座山的山形 似是大雁展翅 在宅经风水上 这叫雁字连镖龙 雁字连镖龙 是一种极为稀少的 殷宅风水局 即便是在宅经中 对其评价都极高 其记载为 如同兄弟变登科 下次来龙跪气多 世代清连观之后 而孙明重镇山河 燕字连镖是所惜 若还正学时为其 一行兄弟同科甲 观至侍郎及茶推 我完全没想到 讲盘给龙点点的宅 会在燕字连镖龙上 这种风水局 虽说是殷宅风水 但往往阴阳成对 如果选对了血眼 往往有相辅相成之功效 譬如龙气血眼藏人 气口血眼住宅 我思索半晌后 又稍稍后退一些 左右走动了一下 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位置 看了这燕字连镖龙的 山形全局 我隐隐有一个猜测 或许 这里并不只是龙边的住宅 其第三座山峰 有两次起伏 旁侧的对应之山 有三次起伏 前者既不是龙龙山 也不是知龙山 后者便是龙龙山 原有简单 龙龙山需要山体 威仪起伏三次或以上 知龙山则只是一个山包 那燕字连镖龙的阴宅 就适合在龙龙山的山腰 第三座山峰 便并非完美的阴宅选址 反倒是可以用作洋宅 宅经都写了 燕字连镖氏所惜 若还正学时为起 这就说明了 只要是燕字连镖龙 无论在什么位置 其实都极有好处 能在正学上 更是有得大造化之功效 我之所以判断 这里会因阳宅连并 而且还在血眼上 也是因为 此地是蒋盘锁点 甚至 蒋盘还说了我破不了宅 起初的推演 已经让我感受到了 高宅之难破 现在成了这种特殊的风水局 自然是更难 再加上是蒋盘的手笔 它性格偏执 只要做了 应该不会留太多后手 思绪了半晌 我便开始向山脉中走去 我并没有直接去第三座山脉 而是前往了第二座 如果是因阳宅双宅 那必定先动阴 再破阳 阴宅会庇护阳宅 我贸然对阳宅直接下手 还可能被风水反噬 这极有可能 是蒋盘说 我破不了这宅的原因之一 若是我没看出来 燕字连镖龙 肯定会失手 但现在却未必 东边的天际 划过一道紫气 黑夜消失 天 亮了 我走了一段路之后 绕进了第二座山 也就是燕字连镖龙那 笼龙山的山口 入山之后 我就静止朝着山腰而去 笼龙山的正学 必定在山腰所在 约某花费了两个时辰左右 我才看看到了山腰 其余的位置草木茂密 而山腰却极为平坦 一块空地之后 山体才继续往上延展 那空地和山体连接的地方 有一条极为厚重的石梗 第一眼 我没在空地上瞧见坟 我还略诧异了一下 难道我分析错了 讲盘并没有充分地利用 这燕字连镖龙的风水 实则没有阴宅 我皱眉上了空地中央 取出来了定罗盘 低头看着指针变化 指针 很快就针头上符 形成了对针 符神护法 必定有分 又过了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指针再一次变化 形成了逆针 从对针到逆针的转变 太过突兀 而这逆针又代表了 此地出五逆之人 并且会人才两败 甚至无风水可言 我额头上 密出几分汗水 从外山来看 这燕字连飙龙的风水 仍旧在 并且此地 也有浮神护法 为何 又会形成逆针 一时间 我便想不到缘由 指针一直在对针和逆针之间跳动 我便借着它 跳到对针的时候 寻找血眼的位置 到了逆针之时 又只能停下 约莫花费了小半个时辰 我总算找到了 对针最为上浮的地方 这里表面看上去 只是和其余地方一样的草皮 但仔细端向 草皮是略有一些隆起的 我差不多能确定 这里就是血眼 为藏坟之地 我没有随身带挖坟的铲子锄头 就只能将捕刀取出 用其撬土 好在此间泥土松软 我用捕刀将土层撬开一些之后 就戴上灰仙手套 将泥土全部抛开 没过多久 这多小半米深的时候 我就碰到了一个硬物 应该是棺材的盖子 深吸了一口气 我继续清理泥土 又过了两个钟的时间 我将泥土完全清理干净 一个黑漆漆的棺盖 进入了我视线中 并且在棺材的头部位置 还压了一块石板 而且 这石板上 居然有碑文 我低头读了一遍 顿时变了脸色 其碑文尚书 葬于此地之人 名为龙莲 是新式的商骨 龙莲一生惊伤 但却心肠仁后 在战乱之年 常开仓放粮 救助百姓难民 其还有一地 自小从航武 多年难见一面 然 天有不测风云 在大局平定之时 龙莲被新式 众多人问罪 因为其地从航武 集结队伍为军阀 之后落草为寇 众人认定 龙莲的家业 明面上是生意 暗地里 却来自于 其地的烧杀抢掠 龙莲未表清白 自裁于新式城门之前 他尸身却被人羞辱 悬挂于墙楼之上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脸色彻底变了 我有联想 葬在此地的人 是龙颠的家人 或者是他签了祖坟过来 但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是他兄长 燕自连镖龙 就是兄弟局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 他这个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之人 居然有这样一个 人心的兄长 我更沉默的是另外一点 我要破阴宅 就要挖坟 让坟种遗谷 曝尸荒野 这样一来 才能将此地阴宅风水破掉 或者我要在坟种里 动手脚 放入一些冲撞的阵物 只有让坟种遗谷不安 死不瞑目 风水被破 才能影响到阳宅的人 也就是影响到龙巅 如果这龙莲和龙巅一样 是无恶不作之人 我自不会有半点犹豫 偏偏 他就是一个善人 他生前还未来得及有福源 就惨遭龙巅连累 而死后 又要被龙巅利用 我若是再让其曝尸荒野 他恐就陷入万劫不复 再难有来世了 做这种事 即便不是杀人害命 不会让命术唾弃 也会让我本身良心难安 龙巅是忤逆之人 此地风水 本来会因此被破 但燕自连镖龙 又是相辅相成的风水局 阴阳连病 一方弱 另一方就补之 然后阴宅风水 又会反馈 好处到阳宅之上 反倒是达成了这种微妙的平衡 蒋盘认为我破不了宅的缘由 恐怕不只是燕自连镖龙的稀少 那只是缘由之一 除了高宅 会有兵匪看守 还有这地方的善人 龙莲之母 我站在坟坑边许久 不知不觉间 已经日上三竿 刺目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 谎眼之间 我似是瞧见棺盖边缘 跪着一个身材薛瘦 和龙颠有几分相似的男人 他大约五十多岁 头发花白 他在向我磕头 这一切过得很快 转眼而逝 在那过程中的时候 好似天光都没那么亮 炙热也消失 而现在 蕴烫又重新出现 我心底更觉得复杂 也就更为沉默了 大阴之时 龙莲在向我求饶吗 抱歉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你的确为人向善 但如今 你却成了护着龙颠的 那把命属伤的伞 他 不可能一直受用这里的贵气 况且 时局已变 即便是大好的风水 也不能拨动整个时局 他只能苟延残喘 而龙颠本恶 残喘之余 便不知道会害多少人 你有兄弟 我也有 你是好人 我大哥 更是人厚 我不能因你之善 留你在此处 如果不能让龙颠成变数 很可能会伤及我大哥一家性命 话音至此 我深深冲着棺盖居了一躬 再接着 我就俯身下来 用捕刀的刀背 卡入了棺材的缝隙里头 稍稍撬开一些缝 又用通鞘分金尺嵌入旗内 将棺盖完全撬开 抓住棺盖边缘 我用力往上一撑 整个棺盖都被我掀开了 躺在棺材底部的 果真是一具甘瘦的男尸 他生的便是一副善人像 可缺福薄 尤其是眉骨极短 代表短命 并且 他的五官和眉眼 很像是龙颠 我盯着尸体看了半晌 又轻叹了一声抱歉 再接着 我眼神就坚决了下来 我下到了棺材里头 用捕刀卸下来了尸体的四肢 这过程中 我身上一直起鸡皮疙瘩 好似这龙莲在盯着我一样 只不过 现在是白天 他根本不可能睁眼 而且他在龙气血眼之中 更不可能化煞 他滋生出来的怨气 只会通过这坟婴蔓延出去 传递到他家中血清的身上 让他们挣扎煎熬 我将卸掉的四肢 用一条布缠绕起来 又解开了龙莲腰间的腰带 将那条布掉了起来 我起身出了棺材 四看了一下周围 便迈步走至空地边缘 到了山腰下方一些的位置 我捡回来了很多枯木 又用捕刀削了一根尖锐的植木 再回到坟头边 我将枯木全部扔进了棺材里头 又将那根尖锐的植木棍 插在坟头前面的土里 最后 我才盖上棺盖 又填回去了坟土 做完了这些 我在坟头边又攻身行礼后 才低声道 除了龙巅 李阴阳必会返回赔罪 恢复此地风水 或是将你千分之安稳的牛面地 雨霸 我拿着他的四肢 又顺着山腰 往山后赶去 途中我也停下来 吃了一些干粮 饮了一些水囊中的水 笼笼山极大 我上山都用了一两个时辰到山腰 横跨山腰到山背 又花费了两个多时辰 好在林木茂密 阳光不能完全直射在我身上 否则 我也无法那么长久地赶路 当我到了山背 又找到了这山死穴的位置后 我没有停歇 砍了一些粗细适中的小树 将其搭在一起 成一个支架 再用腰带 固定了树干连接的位置 顺便将四肢 吊在了死穴的血眼之上 这地方 排泄整座山的污浊怨气 龙巅的尸身部分在这里 他目中尸骨 就会不瞑目 再加上我对他目中 放下那些东西 龙巅的好日子 到头了 今晚上开始 他就别想再好好闭眼 而且他还会倒霉 一定是血光之灾的大霉灵圣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我远离了死穴 没有再停顿 我静止返回 朝着山下而去 等到我下了这龙龙山 天色已经隐隐擦黑 我没有去第三座山峰 而是调转了方向 朝着来时的大道上赶去 我本身的计划 是来这里看过高宅 确定怎么破风水之后 再去行事 因为我不可能只是破宅 那样也没有人能收了龙巅 手下那些兵匪 只是因为意外 发现这里是燕子连镖龙 我才会上山 直接破阴宅坟营 现在破了阴宅 阳宅会受到波及 我也有把握 将其破掉 那现在 我就得去行事 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并且 他还得有足够的实力 缴了龙巅 留在这里的几百号人手 只要没有风水的庇护 他们绝对无法逃窜 等我到了大道上 天已经彻底黑了 恰好 有一辆马车经过 我便将其拦了下来 这是一辆拉货的马车 车夫一眼看上去 便是个憨厚老实的穷苦人家 我给了他十块大钱 和他商议 送我去新市 他再三表示 他不收钱 刚好他也要进城 能顺路 而且他看我的装束 定然是个先生 那他就更不能要我的钱财了 我坐在马车最后边 赶路期间 车夫也和我聊了几句 他问我 红河有个天元先生讲盘 我认不认识 我点点头 但笑着说我认识 车夫就唏嘘无比 他说这些年 周遭百姓大多受了蒋先生恩惠 尤其是他 若非蒋先生当年发放钱财 恐怕早就饿死在了逃荒路上 今天见着了我 他觉得能送我一程 都算是他的福气 能帮上一些先生的忙 我正了正 点点头 轻声说 蒋先生的确是大善之人 再之后 我又问了车夫几句 他知不知道 新市之中 地头蛇最多的地方在哪 车夫立即就说了城北 接着 他就试探地问我 去找地头蛇做什么 他也要去城北送货 而且他在新市和红河 来回跑了很多年 晓得的事情也不少 我顿了顿 示意他不要多问 那车夫就不多开口了 普通的马车 速度极慢 等到新市的时候 天色都已经亮了 我们刚好经过城门 而城墙前头 却有人在指手 过路的马车 都要下来检查 我也顺着下了马车 就在这时 旁边却传来了一个 略诧异的声音 咦 李先生 这声音极为耳熟 我心头一沉 回头一看 才发现 站在不远处的 不正是黄之远吗 黄之远的身侧 还有一个马车 那马车前头无人 再加上黄之远脸上 有些风尘仆仆的感觉 他在赶车 本来遇到黄之远 让我心头沉了不少 可看出来他身上的细节 更让我心神一鸣 黄之远的身份 让他策马赶车 马车上的人 是谁 黄家主 我点了点头 我脸上多出几分和善 再接着 我先和我身后的车夫 点点头 示意他不用等我 然后我就朝着黄之远 走了过去 到了黄之远近前 他冲着我笑了笑 又道 的确是巧了 李先生怎么会来心事 蒋先生没来吗 黄之远朝着我后方 张望了望 大哥还在镇上 我有一些小事 要入城一趟 本来是既然马车一行 既然碰到了黄家主 再我一程如何 我开口说话的同时 便直接上了马车 李先生 你 黄之远脸色微变 他抬手就要来拦我 他只是一个香身 又怎么可能挡得住我 我反手 就抓住了他的手腕 与其更平静 不用搀扶 李某自己上车便是 黄之远额头上 汗水密布 我心头更凝 直接揭开了帘子 马车之中 坐着一个人 一个年纪约末 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 脚上是干净的 一尘不染的白底黑布鞋 老人本是正经危坐 和我对视的时候 眼神却透过一丝不安 你 他语气更是略惊疑 我瞳孔紧缩 死死盯着老人的脸 李先生 我带家父进城办事 黄之远探身过来 他额头上汗水冒得更多 我直接坐进了马车里面 又扭头看了一眼 黄之远的脸 嗯 我只是借一程路 应该不碍事吧 我和黄之远笑了笑 不碍事 不碍事 黄之远又小心翼翼地 撇了一眼马车里面 再接着 他就开始赶车了 我心头却略有几分疑虑 黄之远说家父 他也没有撒谎相格 难道我判断错了 这就是黄之远他爹 他这人虽然狡诈多计 但还是有一颗孝子闲心 再扭头 我看向了那老人的脸 他神色略有几分慌乱 并且 他很勉强地露出一丝笑容 恭敬地喊了我一声李先生 我点点头 脸色很平静 我视线没移动 静静地看着他的脸 他额头上泌出了一些汗水 显然是紧张 老人家 今年贵羹 我轻声说道 老人眼中略有几分茫然 我又笑了笑 和善地说道 我名里阴阳 尸程地向堪于 我大哥讲盘 是尸程天元相术 如今黄家主一直在红河行善 也和我大哥关系不错 既然今天有缘遇到 实属有缘 我可帮你一改命数 再断面相 顿时 那老人眼中 又流露出几分喜色 他极为认真仔细地 说了一个生辰八字出来 我心底默念一番 已经完全记住 这期间 我目光没有游离过 令我心头更差异的是 他也没露出撒谎相格 这就代表他所说是真的 我心底沉默了许多 看来是我想得太深邃 此人并不是黄之远 背后那个先生 因为真是他的话 他绝不敢在我的面前 说出来生辰八字 一个先生 一旦将八字 给另一个先生说了 那先生再对他 不怀好意的话 那他就必死无疑 李先生 我命数如何 老人试探地问了句 他又道 月儿年纪不小 子嗣却不多 只有脸儿 其余都是女子 我还盼他再开枝散叶一些 我再扫了一遍他的面相 让我心头略不适的 从这老人的面相上看 他子嗣很好 命中无健康之隐患 也大致无损伤 黄之远 居然会有这样的命程 这与我来说 我并不想黄之远命如此 因为这预示着 他这次算计撤肘奖盘 并不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老人家长命百岁 可若是要看黄家主的 还得看他本身面相才可 我说道 这话 我已经开始婉拒了 我并不想替黄之远看相 老人点了点头 他刚才的不安 已经完全驱散 笑呵呵地说了句 李先生既然说我长命百岁 那我定能安享晚年 就在这时 黄之远再一次探头进了车内 小声地说道 李先生 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直接送你过去吧 城中 让我下车即可 我开口道 黄之远连连点头 再之后 我没多说其他话 静坐在车上 目光瞥向车窗 看着外面的人 紧 看他们缓缓倒退 我发现 那老人也在看我 他脸上也若有所思 我隐隐地 觉得有几分悸动和不适 故而 我本能地侧身一下 头看向了车门外 黄之远在赶车 那老人也瞧不见我的脸了 我眉头顿时紧皱 成了一个疙瘩 被一个寻常老人看看 并不会影响我多少 可让我悸动 这就有些问题了 难道 他有什么问题 我刚想到这里 黄之远忽然淤了一声 立即 我就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黄之远回头 他毕恭毕敬地说道 李先生 城中到了 我恩了一声 骑身下车 临了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一眼 车帘子刚好落下来 我却没瞧清楚 那老人最后的表情 黄之远又小声说了句 李先生 你什么时候回去 需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 我很干脆地回答 我还要找人去燕自连镖龙 联手除掉龙巅 又怎么可能让黄之远来接我 黄之远点点头 他恭敬和我行礼 然后才上车离去 目睹着马车在视线中消失 我才找了一个路人 问了去城北的路 徒步朝着城北走去 没有直接让黄之远将我送过去 也是为了减少变数 万一他要查我 我很容易就会露现 此时阳光刺目熨烫 我微眯着眼睛赶路 走了一段路之后 我刚好路过一个摊位 那摊位上头摆着一些木人 还有面具之类的玩物 老板还在雕刻东西 我停顿下来 摸出来了一枚大钱 指了指老板手旁的一个光秃秃木头 道 这个给我 拿过木头 我转身继续赶路 后头是那老板产妹道谢的声音 一边走着 我一边取出来了一柄刻刀 盯着那木头 我喃喃道 您错一千 不漏一百 若是你 你怎么应对 若不是你 黄之远也会求你救命 抬手 我直接将刻刀尖头 落在了木人之上 刻刀快速地在木头上雕刻 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木人的雏形 当木人完全成形之后 我先在其正面刻上了六元 鬼害两个字眼 稍微停顿 我又添了三个字 天温日 紧接着 我将木人翻转过来 将那老人的生辰八字刻了上去 我喃喃道 生人点坟饭天温 当温病铃身 手微微一斜 刻刀的尖端碰到了我手指 顿时 一滴鲜血溢了出来 我直接将那血点在了木人的头顶 又往下一拉 整个木人都被浸染了鲜血 我将其放入了兜内 又将刻刀收了起来 可偏偏这时 我脚下一打滑 一个没站稳 朝着斜前方就冲了出去 操 找死吗 惊叫的骂声从身后传来 我猎且穿过了整条路 这才勉强站稳 扭头一看后方 一辆极大的拉货马车 刚好从路中间过去 那赶车的车夫 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一鞭子抽在了马臀上 我眼皮狂跳了数次 心跳也加快了不少 手用力捂着心口 我额头上也有汗水 是因为我对普通人下手 以至于我倒霉 还是因为 那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那先生 他命数不差 我遭到了一些反噬 快速再取出来那木人 我脸色难看了许多 本来黄色的木头 这会儿变成了漆黑一片 其胸口的那一牌子 居然消失了 是你 我心咚咚咚地狂跳 我眉头皱得更紧 黄之远 绝不可能是那先生的儿子 那人一定用了某种法子 让黄之远在说起 和他有关的事情时 撒谎也不会露出面向变化 这样一来 那这生辰八字 是那先生的吗 还是他给了我其他人的 在我面前撒谎 还能让黄之远都不改色 不变面向 我就不太敢对这个 生辰八字下死守了 这阴差阳错的遇见 然后还交锋了一次 我居然落了下缝 不过他这一把年纪 难道说 这天元之劫 不是从蒋盘身上出现 并不是蒋盘得罪了人 引动了劫难 而是天元相术本身 那人的年纪 比起郭天玉 恐怕都不多让 想到这里 我心头急促了不少 得立即除掉龙天的老宅 破了他那些人马 我要马上和蒋盘说这件事 蒋盘肯定会有所察觉 说不定能因此知道 这人的身份 脚下的步伐更快 我又走了约莫两刻钟时间 终于看到了城北的城墙 这里人声喧闹 还有市场 很多拉货的马车 都在四周卸货 更有一些小丝打扮的人 正在来回走动 还有一些人的眼睛 瞄到了我身上 我并没有随便找一个人就问话 目光扫过街道两侧 我才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这路边人稍微少一些 一个约莫二十多岁的汉子 他看起来略憨实 穿着也是小丝的衣服 刚才我注意到了他 有人路过 他想要上前 却屡次被身旁的人越过 其余人大多油滑 他的面向憨厚 代表办事更牢靠 并且 他现在身旁无人 就只剩他一个了 问话 寻人 能办吗 到了他进前 我抬手便取出来了三枚大钱 他愣了一下 还没反应过来 我已经将钱拍在了他手背上 他眼中顿时惊喜不已 先生贵姓 俺叫金师 这憨厚男人 不只是看着老实 声音也更顿厚 我面色不变 难难道 道使人如其名 你叫我苗先生即可 故意说错姓氏 也是我对此事的警惕 还有防备 和黄之远遇到 再加上那人有问题 他们必定会查我 苗先生 你想问什么 找什么人 俺从小在城北长大的 整个心事都能办妥 金师认认真真的说道 金师如今当差 负责剿匪之人 我语气低了不少 金师正住了一下 他眼皮微跳 脸上都透着几分紧张 先生 您要找当差的 金师略不安 我点点头 金师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可否说何事 找人收钱即可 不要多问 我又说道 看出来了金师的害怕 我又取出来了几枚大钱 直接放入他手中 金师吞咽了一口唾沫 他快速收好钱 才做了个请的动作 跟着他一起走 很快又回了城中 然后他就带着我在城内 巷子里头穿过 这期间金师才告诉我 他们心事外 有一大批兵匪 那些人无比猖獗 人手众多 烧杀抢掠不少 但每一次心事出兵去剿匪 都全部杀鱼而归 负责剿匪的官爷 名为郭真明 前段时间 郭真明带了一批人马 出城剿匪 非一旦没有抓到匪徒 反倒是折损了一个副将 以至于现在官衙那边 风声鹤唳 无人敢靠近 要是被当作 才眼看点的人 轻则一顿毒打 重则要蹲牢 至此 金师才小声说 他最多带我到官衙附近 能给我指到地方 可不敢带我到门口去 换成别人 可能都不敢接这单生意 我这才明白缘由 点了点头 告诉金师可以 他顿时神色松缓了不少 不再多言 继续带着我在街道 小巷内行走了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我们来到了一条 极为寂静的街道 这街道宽阔 路上无人 金师给我指了指街道中间 那里有一个大院 门口摆着两对石狮子 石狮子后方 正门院头下面 还有两个穿着灰色军衣的兵 他们站得笔直 枪鞋握在手中 紧贴着胸前 这和以前我见那些大头兵 以及民兵完全不同 金师小心翼翼地指了指 低声和我说道 我恩了一声 又扭头看了他一眼 金师 今天的事情 莫要对任何人提起 我关你面相 你眉毛有损 必定子女有病在身 一马骨黑气萦绕 老父老母也有病痛 若是你不说 拿钱回去治病即可 若是你胡乱对人讲了 我会找上你家门的 我与其很平静 金师却露出惶恐的面容 他不安之急 你怎么知道 我 我又露出几分和善的表情 再取出来了几枚大钱 交与他手中 金师吞咽了一口唾沫 呆呆地看着手中的钱 我慎重地又说道 忘记今天的事情 说完 我转身直接朝着那大院 石狮走去 走出一小半路 我余光瞥了一眼侧后方 金师已经消失不见 此人憨事中后 我刚才那番话 实则有些惊吓到他 但适量的恐惧 再加上金钱 金师必定不敢胡来 我给他的钱 足以解决他眼前的困境 他也会害怕 躲着人眼 应该最近一段时间 他都不会出现在城北了 思绪很快落定 我走到了大宅院之前 门口的两个兵扭头看我 眼神顿时凌厉了不少 来者何人 直播 其中一人语气凌厉地开口 另一人抬起来了手中的枪 眼中透着威慑和警惕 我顿住脚步 抱了抱拳 道 鄙人苗光阳 苗家镇人士 求见郭真明 郭将军 先前开口那人 眼神顿时警觉起来 没等他说话 我就轻声诱道 鄙人修阴阳术 看风水 算人命 游历四方 洗除不平之事 入兴事前 途进红河镇外一山脉 却发现一对兵匪入内 进城诱闻前西南一带 匪徒肆虐 害人不浅 故于有一计 想除灭这群丧尽天良之人 还请两位通报 于爸 我双手抱拳行礼 那两个兵面面相去 另一人犹疑了一下 男男道 是个先生 我去通报指挥 先前说话那人 眼神格外犹豫 他迟疑了半晌 才点了点头 顿时 另一人转身进了宅门之内 我背负着双手 静静站着 低声尼南道 苗先生 借你名号一用 除龙颠这一事 事关重大 再加上我不想被人知晓 减少变数 用另一个名讳 是最好的选择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 刚才那人匆匆跑出了宅门 他气喘吁吁地 做了个请的动作 道 苗先生 请进 我迈不上了门槛 过宅门时 那人却又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苗先生 见指挥 还需放下身上冰刃枪线 他沉声说道 我取出来了接音匕首 捕刀 剪刀 以及刻刀和通鞘分金尺 那人愣了一下 他接过去了匕首捕刀 以及剪刀 又让我将刻刀 这么小的刀自己收起来 至于那尺子 不算锐气 我又装好刻刀 以及通鞘分金尺 他才带着我进宅院 宅院最中间是阎武场 此时空旷一片 这宅院有种特殊的气息 给人一种格外刚硬 煞气外溢的感觉 煞气并非是凶煞 而是阳煞 此地住着将帅 又是剿匪指挥部所在 要比寻常的官崖之地 更为阳煞之气厚重 像是这种地方 即便是凶尸 都很难诈尸 一直到了阎武场 后方的堂屋 屋内放着一张大方桌 桌上却是一个沙盘 沙盘中 竟是起伏山脉 还有一条河 其后站着一个人 此人身穿浅灰色军大衣 领子翻起 头戴军帽 还有一副原矿眼镜 其年纪约莫五十余岁 五官极为刚毅 国字脸 眉如小刀 双眼黑金多过于白 显得极为深邃 更炯炯有神 双耳垂饱满 鼻弱悬胆 鼻梁如笋 直达天灵 高耸的拳骨 却不疯 再加上他将军骨 极为明显 微微从额头两侧凸起 这等面相 不但代表此人极为聪慧 更是有将才统帅之能 我和他对视一眼 他面带微笑 极为和善 不过 从他的脸上 却看出来了几分威慑 这是自身携带的气场 草民苗光阳 见过郭指挥官 我双手抱拳 行了一礼 他却走至我面前 伸手做握手的动作 我抬手握了握 他才爽朗地笑道 什么草民一说 都是那些老官僚主义 我听邵斌说 苗先生是游走四方的先生 先生悬壶济世 哪有给我行礼的道理 倒是我应该给先生行礼 郭真明松开手 还当真给我抱拳 行了一礼 这给我的直观感受 此人心性清明 面向上有雷霆手段 但却丝毫不恶 更无高抬自己的作风 还没等我说话 郭真明就略有期待 道 听先生所说 见了盘踞在这 红河流域的兵匪队伍 我点点头 他眼中顿时喜色更多 还有几分灵力和杀鸡 还请苗先生看沙盘 若是真能找到 那些匪徒的老巢 这就是大功一见 郭真明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低头看了一眼沙盘 接着 我就摇了摇头 沙盘上没有 郭真明皱眉道 此沙盘 大致是兴师外范围 红河距离此地 有半天形成 应该是太远 所以沙盘未能囊括 我如实说道 郭真明神色变得 殷勤不定起来 他才告诉我 这沙盘是盘江下游 一直到兴师范围内 还是城内最好的工匠 对照地图做的沙盘 我低头思索半晌 便略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郭真明 郭真明眼皮微跳地看我 他立即心领神会 来人 取之必来 郭真明冲着屋外 嗓门极大地喊了一声 我抬手 竖起手掌 再接着 我就取出来了地支笔 和天干燕 郭真明也立即抬手 他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门口顿时停住了一个兵 他没进来 我摸摸之后 就立即取了一张马指画图 大致 我画出来了红河镇的雏形 又画出来了一条河道 最后在西侧的位置 画下了一片山脉 尤其仔细地画出来了燕子 连飙龙的山形 我圈出来 有两次起伏那座山脉 郭真明低头看着我画的图 他又在那沙盘上盯着 看了半赏之后 他的手忽然落在沙盘一个位置 喃喃道 先生所画 应该是这里 但这里实则是一片空白 马上去一个人 将坐着沙盘的工匠拿下 好声问询 看看他有什么说辞 再接着 郭真明就双手抱拳 他眼神极为感激 先生 还请在我这里住上两天 我马上派人去此地查探 确认之后 立即出兵围剿 我眉头紧皱 立即就摇了摇头 深吸了一口气 我说道 你们围剿不了他们 就算是看见了 也无法将他们拿下 郭真明却抬手拍了拍我肩头 他笑道 先生 你此言诧异 我们剿匪虽说一直不利 但问题是 在于找不到他们的老巢 他们在山中游荡 劫虐之后 又入山藏匿 只要知道位置 封山之后 即便是轰 我也给他轰平了山头 又怎么会围剿不了 虽说先生有方式之能 但那毕竟是玄之右玄的东西 枪炮之下 没有那么多说道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眉头皱得更紧 因为这时 郭真明的面相变了 他眉着如刀 目录四白 而且交见纹生在眉间 这三种面相 都是兵上相 我语气极为凝重 道 郭指挥 若是你不听我所言 一意孤行 必定出事 眉着如刀 阵亡兵死 目录四白 阵亡 交见纹生在眉间 死于冰润 我话音落霸的瞬间 他脸色就是一尘 紧跟着 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至少有三把枪 处在了 我后脑勺上 枪口冰冷声音 郭真明抬起手来 做了一个下压的动作 那些枪口 才离开我的后脑勺 只不过身后的 压迫感极强 我没回头 晓得现在后边 肯定是一群人 郭真明 微眉着眼睛 看向我 他没有露出怒容 可有将军谷的情况下 即便是眼有几分变色 也是不怒自危 苗先生 我敬重你为先生 刚才的话 就当作没有发生 你暂且在宅内 住上一段时间 出发时 我会请你一起 确认地方正确 郭真明又开口说道 我没有立即答话 又静静地 看了郭真明的脸 两秒钟后 才平静开口 郭指挥 一意孤行 恐有无法挽回的后果 苗某无恶意 若是你不信苗某 苗某说上几句话 让你幸福如何 就在这时 侧后方却传来一个 淡笑的声音 先生此言诧异 郭指挥身为将领 若是你想打听他的事情 并不难 刚才你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大半 真要说 你说我的怎么样 要是你说的对 那我们自然信你 若是不对 就请你配合我们 在此地安心住下 等出发剿匪 如何 随着声音靠近 一个身影 从我旁边擦肩而过 我抬头一看 这是一个身材薛瘦 脸偏长 同样戴了一副眼镜的男人 他年纪要小不少 最多三十岁出头 五官看上去 有几分温文儒雅的感觉 我若有所思 此人看上去 像是郭真明的军师 他生着一颗陆灶鼻 鼻梁高挺 鼻孔却偏大 人中短小 而且不顺直 还生着一张吹火口 吹火口 为贫鉴相割 半短命 人中短小不顺 也是短命相 陆灶鼻更是家境贫寒 缺吃少穿 奔波劳累 最后还要客死一箱 我在看他的眉毛 其眉如斗鸡 这预示着兄弟克行 但他口角两侧 又有黄色 这却是升官像 苗先生 那人的声音再一次入耳 我思绪落定 目光和他对视 阁下遵行 我开口道 林震 他回答道 林先生生有吹火口 路灶鼻 人中短小 三项皆为贫苦相割 年寿短 恐客死一箱 我沉声开口 郭真明脸色微变 林震眼皮也跳了跳 不过他面不改色 然后呢 他又问我 还没等我说话 他又道 苗先生此言 还不足以让我幸福 我们从军航武 多是贫苦出生 将士马格果师 客死一箱是家常便饭 我面色不变 继续开口道 林先生梅如斗鸡 不久前 你应该将兄弟送入牢狱 而你口角升黄 是升官相割 因是此大一蔑轻之举动 让仕途光明 常言道 两道黄光来口角 百日之内必升官 林震的脸色 却彻底变了 这一次 就连他身边的郭真明 脸色都骤变 林震忽然抬手 就朝着我嘴巴舞来 郭真明眼神变得极为严厉 不过他不是看我 而是看向我后方 你们都下去吧 此处发生的事情 不许同任何人提起 今日苗先生来此地 更不能让任何人外转 谁要是走漏了消息 我崩了他 是 后方传来整齐的喝声 脚步声远离 后边的压抑感 都消失不见了 郭真明和林震两人都看着我 林震眼中惊疑不定 他额头上汗水更是直冒 郭真明的眼神 却显得极为警惕 还有几分震撼 先生此言 惊诧林某 本以为先生是侃侃而谈 没想到 林震的惊疑 最后全化作了苦笑 他低声说道 我是前西南土生土长之人 倒是听说过 红河有个天元先生 只是入屋以来 不信这些东西 今天先生给我上了一课 郭真明微眯着眼睛 点了点头 又看向了林震 两人相视一眼之后 郭真明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指着我之前画出来的地图 我走至马指之前 看着那燕自连镖龙 抬手 我先指着其中一个山顶 接着 手落到了另一个 这座山 有两座山头 高度几乎相仿 龙边的老巢 在其中一座顶端 稍作停顿 我沉声继续道 我会先上山 做一些布置 会尽可能让那些兵匪 失去行动力 或部分战斗力 届时我会放心号 你们上山即可 跑轰山头之事 尽量少做 燕自连镖龙 是极为稀少的风水地 大破风水 伤及命数运程 我说完这番话 郭真明和林震 都露出惊疑之色 林震更是问我 有什么妙计 能让数百个兵匪 失去行动力 他们这些匪徒 杀人不眨眼 一旦我出披露 恐怕就惨死在山中了 郭真明也深以为然 地点点头 道 苗先生是能人一事 不应该如此去涉险 剿匪之事 大都有我们将士 我抬手 告诉他们 这事必须我来起头 否则的话 他们还是会失败 而且一旦失败 就不知道这些人 会潜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患无穷 林震和郭真明 两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 都不再开口说话了 我低头看着草图 心底也在思索 思索上山破宅之法 这期间 我没有再开口说话 林震和郭真明 也没有再打扰我 就在旁边等候 约摸过了小半个时辰 我才低声开口道 昨日夜里 我做了一些小小的布置 那宅 如今应该有些混乱 他们领头的龙巅 不会太好受 并且他现在不在宅中 所以 那些兵匪群龙无首 我今夜上山 会点破高宅之余 再给他们一点毒 这毒 就需要林先生来提供了 我扭头看向了林震 双手又抱了抱拳 林震瞳孔紧缩 惊疑地问道 苗先生 昨夜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郭真明若有所思 他又道 看来 苗先生并非偶然路过 见了他们 这龙巅和苗先生 应该有一些仇怨吧 我沉默了一下 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话 我就没有说得太透彻 太清楚了 林震眉头微皱 沉宁了片刻 才说道 既然先生有难言之隐 我们便不再多问 一包谢药 应该够先生所需 林某再多嘴一句 先生真要一个人上山破宅下药 我可以给先生 派遣两个卫兵 先生有一举 我们必须要保证 先生的安危 林震的眼神 格外地认真甚重 像是先生这等奇人 有一丁点损伤 都是大损失 我笑了笑 又摇了摇头 现在 我对这林震的好感 已经不少了 更令我觉得他不错的 是他明知我说得很准 但他并没有问我 应该怎么改变他的命数 仿佛我说他贫困 说他会客死一箱 他毫不在意一般 郭真明抬起手 按住了林震的肩头 又和他摇了摇头 制止了他还要说的话 下一刻 郭真明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道 苗先生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但说无妨 我要休息三个时辰 吃一些东西 再给我一匹快马 越快越好 尽可能让我在子时之前 赶到红河镇附近 我停顿片刻 又道 你们赶来 需要时间 我会在天亮之前 让他们中招 你们要在天亮之前赶到山下 若是看到一团烟火 便往烟火之地来 这一番话 我说得极为沉稳 也逻辑分明 林震和郭真明 同时点头 再接着 林震做了个请的动作 说带我去他的房间休息 确保安全和隐秘 我跟着林震离开 不多时 我们就进了后院一个房间 林震安排我休息之后 就离开了 不多时 他又敲门 送进来了一个饭梯子 我打开之后 里头放着的是一叠咸菜 几个馒头 还有一颗切开的咸蛋 这倒是令我诧异了一下 林震略尴尬地说道 苗先生你先充饥 等此番试了 庆功宴时 后勤会杀猪 给苗先生上好酒好菜 我笑了笑 神色更缓和 无妨 这些已经很不错 我坐下来之后 馒头就咸菜 时不时吃上一块咸鸭蛋 很快就饱了腹 林震又给我添茶数次 我放下筷子之后 他才说 让我好好休息 我回到床上去躺下 身旁的被子打满了补丁 材质也显得很粗糙普通 我心头略沉 看着头顶的房梁 骑上有一张猪网 蜘蛛正在靠近被网住的蚊虫 乱世的平定 并非没有道理 诸如郭真明 林震这两人 他们为官掌权 却并不为享受 并不图钱财 剿匪只为名声 命数是一个巨大的齿轮 这一段的命数里头 他们只是两个齿 譬如他们这样的人 恐怕还数不尽数 大哥 或许你的归宿 是他们这一类人 将生死置之度外 一心只为名 我低声难难 在抬手虚抓了一下猪网 像是他们这一类人 对待百姓 有足够让人钦佩之处 可往往 这对他们的家人来说 也是一种极大的自私 林震大义灭青 将兄弟送入牢狱 即便是客死他乡 他也不在意 那他家中老父老母 又有谁来供养 妻女又有谁照顾 可若是世上没有 他们这群人 那乱世又要什么时候 才能平定 我反问自己 我无法做到这样 轻叹一声 我驱散了脑中思绪 闭上了双眼 不多时 我就沉沉睡了过去 等我在醒来的时候 窗外照进来的光线 已经薄弱很多 起身出了房门 一眼 我就瞧见在院内的林震 她正在来回踱步 林先生 我抱拳 喊了她一声 林震回头看我 一脸凛然之色 苗先生 所有准备已经就位 你出发 我们也会动身 不过速度跟不上你 为了掩人耳目 我们也会在出城之后 将队伍分散 林震沉声说道 我点点头 道 具体事宜 我便不多问 希望你们不要出披露 林震身体站得笔直 她的手却斜着 比在了太阳穴一侧 下一刻 她才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跟着她 朝着后院门走去 到了门外 那里拴着一匹高大的骏马 马身上还挂着两个布包 林震和我交代 布包之中有干粮 水囊 还有一个封好的牛皮包 里头是解药 我点点头 低声道了 居多谢 林震又向我攻身行了一礼 低声道 苗先生大意 希望你平安无事 此番是成 上头也想见见你 我恩了一声 倒是没说拒绝 尽管我不会去 可现在不能直接否了林震的好意 翻身上马 我拉了拉缰绳 又抽起马驳边缘别着的鞭子 轻抽马屯 马儿思鸣一声 便朝着街道另一头跑去 林震做事也小心 我从后院走 更能烧耳目 等我穿过几条小巷子 进入街道的时候 距离刚才的大宅 已经不知道有多远了 暮色很深 天边近视火烧云 就像是燃血了一般的鲜红 路上有一些行人注意看我 更多的还是躲避 朝着路边让去 生怕被我撞到 我大致知道出城的方位 保持了马儿的速度 花费了小半个时辰 我才出城 到了城外之后 我顿时没了顾忌 用力挥边一抽马屯 一声响亮的嘶鸣后 马如同离弦之剑 冲上了大道 快马加边之下 我朝着红河方向快速赶落 天已经彻底黑了 月光映射之下 大道就显得很清冷 格外的估计 耳边只能听到风声 还有踢他的马蹄声 本来需要大半天的路程 我只花了不到两个时辰 就赶到了燕自连飙龙的山脉附近 路边有树林子 我寻觅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将马绑好 这才将包裹取下来 缠在身上 朝着山脉入口赶去 起码过去 如果遇到一些兵匪 一定会引起怀疑 我只是背着行囊 似是赶路之人 反倒是好一些 当然 我也格外小心翼翼 我没有从山脉正面直接进去 而是绕了一下路 从旁侧找了小路进山 月末在亥石末的时候 我到了燕自连飙龙的山脚下 夜空中圆月清冷 心灰暗淡 我取出来水难喝了水 一边吃着干粮 一边朝着山上赶路而去 此时转眼就到了 这也刚好和我要的时间吻合 我如今走的山路 便是那座只有两次起伏的山 高宅 我不确定在哪一座山头 只能先找 我也并没有走正常的好路 而是用定罗盘 确定了八门之中 属于经 伤 死一类的方位 冥冥之中 一切自有定数 人若是未出世 本能也不会走上这些路来 这就是命数 我走这些险落 也就很难遇到放哨的冰肥 上山花费的时间不多 可这一次我运气不够好 好不容易上了山顶 这里却空空荡荡 哪有什么宅地 山顶是凸起的草皮地 只有边缘的位置有林木 这就是极好的风水之地 不是笼山 也不是之笼山 那无论阳宅或者是阴宅 都不会有冲突 只不过 山顶的暖风之中 隐隐又有一丝冷意 暖风是生气 那冷意就是我破坏了燕子莲 镖龙另一侧的阴宅坟营 龙莲死不瞑目 所带来的冰浪 我觉得是冷意 到那龙巅的身上 怕就是让他寝室难安地压抑了 本来 我准备直接下山 可站在山顶中央 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 远处另一座山头 两座并连的山头 距离应该有上百米 我并不能瞧见乌射宅底 只能看见山顶有密林 我眺望了一会儿 又低头看了看下方两峰之间的凹处 我确定了要赶路的方向 才从山体一侧的险处下山 这里的路就不怎么平坦 甚至可以说得上陡峭了 我拉着山壁上的藤腕 或是在树木上借立下山 约莫在子时结束的时候 我到了山腰凹处 朝着另一峰赶去 虽说时间花费了不少 但还在可控范围内 所以 我并没有心急乱了阵脚 这过程中 我尽可能走险峻之地 一直等我到了山顶之外的林子时 都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兵匪 但显然 这里给我的气息 要比另一座风冷烈不少 更为压抑 我折伏在林内 小心翼翼地趴在地上 目光穿过树木 能瞧见在山顶的空地中央 有一座大宅 这宅子墙高 至少超过三米 格外厚重 即便是这么高的墙头 我还是能看到 超过院墙的屋顶 可想而知 这里头的宅院 也是极为高大 取出来怀表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差不多是丑时过半 林郑和郭真明的人马 应该还在路上 按照约定的时间 还有一个半时辰 我沉冰片刻 取出来了定罗盘 我此时所处的位置 属于八门之中的死门 同样也是排泄污秽之所 空气之中能隐约闻到臭气 所以这里没人 我本意是要偷偷潜入宅内 找到水源下毒 顺便在宅内 做一些风水上的破坏 让其成为晒尸房 可现在这院墙如此之高 凭借我的身手 又怎么犯得过去 临近天亮还有一个半时辰 晨曦之时 宅内必定开火做饭 那时候若是水中有毒 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额头上隐隐见了汗 低头 思索了再三 我想到了一个主意 一个极为冒险 但却必定能有大收获的主意 我站起身来 直接从死门走出 绕过林子 朝着大宅正门走去 我没走出几步路 最多二三十米 顿时就感受到冰冷的目光 和芒刺在背的杀意 站住 你是什么人 破罗的嗓音 透着浓郁的杀鸡 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我双手举起 做出放下抵抗和防备的动作 脚步声更为靠近 很快 至少十几个人将我围住 这些人多数穿着布衣 手中举着枪 警惕无比地盯着我 几乎所有人的眼睛 都是凸起 其上能看到密布的血丝 我扫过他们一眼 他们的眼中更是惊疑不定 有人低声说了句 要是给二当家的小德 有人摸上了衫 怕是我们几个都要掉脑袋 另一人应了句 直接埋了 第三人小声骂道 你脑子被门夹了 这人要是有同伙呢 最近这丰盛 我目光变得冰冷下来 双手缓缓放下 那些人的眼神就更警惕 还有人枪口直接对着我脑袋 惊疑道 谁让你放手的 给我举起来 信不信老子帮了你 我面色冰冷 与其更为冷淡 动我一下 信不信龙殿连你祖坟 都跑了出来边湿 我这话落下的瞬间 这群人面面相去 脸色更惊 一时间 没有人敢多说话 都静意不定地瞪着我 我怎么能上来 果然龙殿说得不错 手底下多数人是吃白饭的 带我去见你们的二当家 我双手直接背负在身后 丝毫没有惧怕之色 语气也带着命令 他们更是面面相去 有人忽然小声地说了句 唐庄 他手里头有罗盘 可他也不是蒋盘 嗯 我冷眼瞥了他一眼 骨相大成之时 我看人若是锐利 就能给人心底被冻穿的感觉 此时 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兵匪 我这一眼 直接让他面色都白了 手一抖 枪直接落在了地上 其余人看我的眼神 更为警惕和不安 同样还有茫然 我名为李盈阳 是蒋盘弟弟 我大哥固执 不肯和龙当家 开诚不公地合作 龙当家找上了我 我现在有要事 和你们二当家商议 耽误了正事 仔细你们全都掉了脑袋 我冷声又到 后方又有一个人小声说道 我想起来了 昨儿有人和我说了 老大去找蒋先生的时候又碰壁 蒋先生 家中还来的阴阳先生 是什么地上堪于 和他齐名 我并没有接话 只是目光更冷 下一刻 最开始说话那人 颤巍巍地说了句 您请 他立即做了个请的动作 所有人分成两队在我身旁 带着我朝着大宅正门走去 我背负着双手 即便是我经历那么多事情 现在心头也似是捏了一只手 背上隐隐有汗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与其冒着大风险去下毒 破坏宅内风水 倒不如兵行险招 索性现在龙颠不在 我直接装和他关系匪浅 是他请来的人 只要骗过了他们二当家的 我破坏宅院 说不定还能直接 让兵匪去做 转眼间 我们就走到了大宅正门 大门两边都站着两队人 他们神色警惕 尤其是见到我们过来之后 更是露出金色 此人是谁 门口执手的兵匪 当头那个肩膀上 还缠着黑布 正警惕地盯着我 我身旁 最开始说话那人 立即冷声说道 赶紧让开 没见着 这位是先生吗 大当家没请动蒋盘 但请到了蒋先生的弟弟 现在李先生有要事 要和二当家商议 挡路 小心吃了枪杂 顿时 门口那些兵匪 也露出金色 缠黑布那兵匪 神色阴晴不定 可他却不敢挡路 他看我的神色是金 再看我身旁那人 就是隐落了 这些落草为寇之人 可没有正规的兵那样和善 都是一些唯利仕途 仗势欺人之辈 很显然 我身旁这人 是在隐隐地讨好我 进了大宅之后 这里的守卫就更森严 我掠心惊 还好自己没有翻墙进来 至少入目能见的院墙下头 隔上基里就站着人手着 我跟着他们往里走 很快就到了唐屋 屋内放着一张八仙桌 桌上有一个香炉 正在寥寥升起青烟 李先生您稍后片刻 我这就去请二当家过来 我身旁那兵匪 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又咧嘴笑了笑 谄媚添了一句话 小人叫苏康 我嗡了一声 眼中多了几分满意 他更是兴奋 转身朝着唐屋外走去 其余那些人流露出来的 就是羡慕了 我朝着八仙桌后方走去 到了太师儀前头 我只是瞥了一眼 便直接坐了上去 唐屋内的其余人 更露出几分金色 我面色平静 李说 在这地方是不应该要的 我既然要装作和龙典有瓜葛 又要减少他们的怀疑 就需要震慑住所有人 青烟还在缭绕 我半闭着眼睛静静养身 时间并没有过去太久 屋外便传来了厚重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进了屋 同时落在我身上的 还有一道极其锐利的审视目光 你 就是我大哥请爱的先生 粗广厚重的声音中 夹杂着几分破罗音 我睁眼 入目的是一个35岁上下的男人 他约膜六尺高 身体更是壮硕 少说得有200斤开外 满脸的落腮糊 皮肤更是有黑 此人面相太凶恶 眼珠子都快泛红光了 不晓得杀了多少人 我静静地看着他 并没有立刻说话 而是手轻轻在扶手上敲击 你怎么不说话 二当家语气更凶了几分 他到了八仙桌前 又盯着我的脸 双手撑在了桌子上 而且 你坐在了我大哥的位置上 他语气中 透着极为浓郁的不满 我看他的眼神 逐渐冰冷了下来 语气更冷淡 道 形如诸相 死必分尸 龙颠和我说话 尚且要毕恭毕敬 你不过是他弟弟 敢对我如此无礼 我看 不只是你觉得自己命长 你们这票人 也没多大前景了 你 二当家眼睛瞪得像是同龄 啪的一声 他直接抽出来了腰间的手枪 重重拍在了桌上 二当家 你冷静 李先生是高人 高人 他和蒋先生齐名 旁边那兵匪苏康 赶紧上前 去拍二当家后背 似是让他消气 又凑到 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这期间 苏康神色很慎重 同时他也朝着我 露出了几分谄媚的表情 当然 那二当家在盯着我 就瞧不见苏康的动作了 其余那些兵匪健壮 也纷纷上前劝说 大致他们的话都差不多 大当家对蒋先生恭敬有礼 我们还是得对这李先生有礼数一些 不然大当家回来了 恐怕会发怒 万一把李先生气走了 更是得不偿失 那二当家的气性 才慢慢压了下去 不过 他眼神还是很冰了 低声说了句 我是个粗人 还请李先生见谅 莫要伤及了和谐 我大哥 想必也和先生谈得不错 我半垂着眼瞼 又没有立即回答这二当家了 过了半盏茶的时间 我才抬头看他 这时候 他额头上 已经冒起了不少的汗水 在我看来 他不过是个莽夫 又怎么可能和先生斗得过心境 我估量了分寸 又取出来怀表 看了一眼时间 觉得差不多了 才对他点点头 眼神稍稍松缓了一些 你叫什么名字 我淡淡问道 那二当家的脸上 也露出几分喜色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与气略恭敬了一些 在下好上 他抬手抱了抱拳 紧接着 他又不自然地说道 李先生 你刚才所言 形如诸相 死必分尸 这是何意 我最近运势不好 有凶险上门 他眼中浮现出不安之色 这也是我刚才话术之中的细节 不但以话语和身份去镇压他 还有 我说了一些关于面相上的问题 故意让他产生恐惧 我和他对视 眼神更为深邃 又开口道 印堂上黑气萦绕 脸颊上青黑交加 人中有黑气灌口 三十日内 你必有血光之灾 会暴毙身亡 好胜的脸色顿时惊变 他神色阴晴不定起来 又低声道 先生 会不会是看错了 我好端端在山头 怎么会有血光之灾 我微眯着眼睛 心底计算很快 这好胜能混到今日 倒也非只有莽夫之能 他没被我的话完全震住 手指轻轻敲击在扶手上 我与气更平静 眼肉光拂面带油 娇艳桃花堆满面 唇红齿白记迷头 好二当家 你喜出入风月之所 阳气消耗过多 接触之女 莫不是一点珠唇万人长 败了自身气韵 自然血光当头 我这话落下的瞬间 周遭那些兵匪 全都议论纷纷了起来 他们面上更多的还是惊诧 好胜的脸上 顿时多出几分皂红 他眼中的怀疑 也瞬间消散 双手抱拳 深深向我鞠了一躬 恳切地说道 李先生救我 我刚才那番话 也是通过好胜的面向 判断了他的形势作风 同时也看穿了他号标 说服林镇的时候 我也是看穿了他的底细 最好震慑人的说辞 就是拿出他们不为人知的事情 让其先乱阵脚 他们自然就会坚信不移 此事不急 你一时半会儿 不会有血光之灾 我还有更紧要的事情要做 我一边摇头 一边起身 好胜顿时露出恍然之色 他连连点头道 对对对 我大哥让先生上山 是何要事 我看先生刚才看了时间 我应该耽误先生很久了 我这才点了点头 似看了一眼周围的人 好胜面色一沉 低声道都在这里站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下去 那些人面露荒色 但也有几分不甘 我抬起手 道苏康 你留下 那苏康的脸色更是惊喜一片 这期间 那些人都对苏康投来羡慕眼光 然后迅速离开了 好胜脸上也露出笑容 瞥了一眼苏康 道苏康这小子 眼力见极好 先生喜欢他 就让他跟你 暂且不用跟我 我要苏康去宅内动一些东西 前两日 我大哥要出阵 龙大当家太心急 阻拦了他 惹怒了我大哥身边的道士 被削了半个耳朵 大哥对龙大当家也是不满 这宅院 全是我大哥布置 我担心 他下手 给龙大当家教训 我得帮龙大当家一把 好胜眼中微惊 男男道 这倒是有人上来通报过 我也和大哥讲了 和蒋先生既然已经合作 就不要太过分 他本来不是要去拦蒋先生妻女的 是有人来通风 好胜的话音 戛然而止 他额头上汗水直冒 没有继续往下说了 我心头陡然一沉 好胜的话 已然在我脑海中过了数遍 黄之远 我语气很平静地开口 好胜的眼中 闪过更多的金色 李先生 此事 你也 既然是合作 那必定是开诚不公 我和龙大当家 都是诚意十足 自不可能有隐瞒 我点了点头 语气依旧没什么变化 但我心底 已经沉到了谷底 我可能错看了一点 兵匪虽说是落草为寇的匪徒 但大多是有血性的人 不至于太过阴险 黄之远和龙颠合作之后 显然 他的手段太过阴损 也让龙颠阴损了不少 而且 黄之远和龙颠的交接 恐怕比我想的还要伸几分 若非我今天来到这里 再过一段时间 这里的兵匪 就真的剿灭不了了 我思绪很快 脸色却很镇定 郝胜松了口气 他瞥了一眼身旁的苏康 低声道 有的话听到了 腰烂在肚子里 此事还不能声张 苏康连连点头 神色也极为甚重 李先生 你要苏康去做什么 宅内什么地方有问题 郝胜问道 龙大当家的住房 从左边起 第三根屋梁上的瓦片 将其拆除 连接的墙体打穿一个洞 要露出砖头来 去找里头有没有一个牧人 我开口说道 苏康低下头 在默念着记 我又继续道 如果没找到的话 就去二当家的房间 再一次去各个大屋寻找 一定要找到为止 听明白了吗 好胜语气中了几分 苏康一个机灵 郑重无比地说道 二当家放心 李先生放心 我这就去办 雨霸 苏康就转身 匆匆出了堂屋 好胜却心有余悸 小声道 蒋先生 果然留了后手 大哥真不应该触怒他 苏康去办的 只是一件小事 更重要的事情 还是在这山顶的生气口上 我再一次开口道 好胜面色一宁 不过他又露出几分苦笑 小声道 李先生 我是个粗人 听不懂你说的什么 你直说即可 我立即照办 我恩了一声 道 生发之源为水 山顶有水口 水流淌全山 是为生气游走 大哥打算给的教训 应该就是在那里 他会断几天这里的生气 或者是让水变污浊 好胜更惊 他额头上 顿时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我取出来了地支笔和天干燕 迅速地磨磨 并且 我还咬破了食指 滴出来了几滴血 混杂了血液的墨汁 变成了黑红色 我又拿出来马指 持笔画符 一转眼 我就画出来了石鱼张震杀符 宅内有糯米和猪砂吧 我说道 有 好胜赶紧点头 他又竖起手指 往下晃动数次 同时道 我晓得 避邪 对不对 嗯 黑狗有吗 我又道 也有一头 我大哥养的 好胜舔了舔嘴角 又道 黑狗也避邪 我没有停顿 继续说道 取十斤糯米 将其和一斤猪砂混合在一起 焚了这符纸 灰烬添入其内 要将它们洒入水口中充满全山 去一下邪碎 再起一缸浮水 倒入狗血 让你手下所有弟兄都喝上一碗 他们体内必定有污浊 也需排空 我这一番话说完 好胜已经听得傻眼了 他迟疑了一下 小声道 这事儿 先生您能做吗 紧接着 好胜又赶紧摆摆手 道 我不是不想动手 而是怕出了纰漏 这事儿毕竟甚重 杀狗挑水的事儿 我倒是能做 好胜这话说得极为认真 我闭了闭眼 有句话叫做假戏真做 做得越真 越复杂 反倒是让人越相信 尤其是我说的糯米 猪沙 黑狗血 本身就是常识中 能辟邪的东西 浮水实际上是没用的 但很多地方都认为有用 我已常识混淆了试听 再加上给了好胜 先入为主的观念 说是我大哥动手教训龙颠 我是让他们辟邪排污 这样一来 好胜就更不会怀疑了 当然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 恐怕已经成了软脚下 思绪落定 我睁开了眼 事不宜迟 快天亮了 尽量在天亮之前做完 我朝着堂屋外走去 好胜赶紧走在我前边带路 他低声道 山顶的水源是眼泉 吃饭挑水都在那 我带您过去 不多时 我们就走进了后院 途中好胜随便抓过来了一个人 喊他去把前院的黑狗抓过来 再去弄一斤猪砂 和十斤糯米 那兵匪诚惶惶惶惶地去办事 一转眼 我们就从后院后墙走了出去 这时候 这地方已经有不少人声了 厨房在后院 有人不停地挑水从后门进入 显然 这是要做早饭 羡慕要挑水了 这里的生气不干净 我大哥应该已经动手了 我上山的时候 感觉到的污浊不少 空气中还隐隐有煞气 我说道 话语间 我已经瞧见一眼山泉 其边缘修弃了砖石 泉水勃勃流出 形成了蜿蜒的溪水 朝着山下流去 好胜拦住一个挑水的火夫 力声呵斥道 等着墨挑水 后厨先停下 我喊的时候再来 好生又道 给我弄一口大缸来 再搞两个大点的桶 那火夫赶紧点头 一句话都不敢多问 就匆匆又朝着后院里头走去 没过多久 几个火夫抬来了一口大缸 放下两个木桶之后离去 我又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差不多是凌晨四点半 已经要天亮了 时间 要比我和林震 郭真明他们所说的 稍微推迟一些了 不过我没有放烟火 天没有彻底亮 应该不会太麻烦 几分钟后 刚才那兵匪来到了 我和好胜身旁 他手中提着一个麻袋 里头是糯米和一包猪砂 他另一只手 则拉着一条麻绳 一头黑狗拴在旗上 去那边杀狗吧 莫要将血剑在我身上 我开口道 好胜点点头 他命令那兵匪 去给他帮忙 那兵匪吓得不轻 哆嗦道 二当家的 大当家当他是半个儿子 杀 杀了 是几百个兄弟的安危重要 还是一条狗重要 你他娘的 给老子过去 好胜一巴掌 就抽在了他后脑勺上 他顺手拿起来了一个桶 又踹了那兵匪一脚 他们两人便立即走远了 我背对着他们 立即取出来了身上一包药粉 快速洒入了糯米之中 再接着 我才将符纸点燃 灰尘混入糯米 最后拌进去了朱砂 这过程中 我顺道将药粉的纸也烧了 心跳加速得很快 这件事情毕竟太大 太冒险 我此前从未做过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现在差不多已经是成了 饶食我 后背也完全被汗水浸透 我并没有立即将混了 药粉的糯米 倒入全眼内 转过身 我看向远处的方向 好胜正在和那个兵匪 一起宰杀那条黑狗 惨叫声很快就消失 我闭了闭眼 收起了自己的怜悯之心 几分钟后 好胜一个人回到我身前 那兵匪则在原地买狗狮 好胜提着那个桶 桶里头是一小半的黑红色血液 他舔了舔嘴角 瞧了一眼我身边的布袋子 先生已经弄好了 好胜小心说道 我点点头 你来吧 全部洒入其中即可 我指了指布袋子 好胜放下血桶 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来布袋子 往全眼之中就是一洒 糯米哗哗地入了全眼之内 我能瞧见 这期间好胜的脸色已经有些变化 他的面相已经开始有中毒相割 这是预兆 好了 李先生 好胜邀功似的和我说道 我提起黑狗血的桶 将其完全倒入那大缸之内 提水 装满了 就让你下面的弟兄 来喝 一个都不要漏过 我沉声道 好胜提着另外一个桶 他马上就打水 毫不费力地将水灌入缸内 我基于时间 也要帮忙 好胜接过去另一个桶 他让我在旁边歇着 这事他干得快 果然 好胜有一把子好力气 打水只需要一挥手 倒水也是 大缸之中 很快就装满了下锅药的水 我微眠着眼睛 面色越来越平静 这时候 我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 下锅药的水 外加苏康去做的事 将整个宅子改成了晒尸房 这整个高宅 都会变成凶宅 我并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凶宅 只需要骑士凶宅即可 这样就已经成功 破了此地风水了 我成竹再凶 微微点头 好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道 李先生 成了 这时候 刚才那兵匪 也回到了我们跟前 去喊人来 一人一碗水 已经过了五点 天越亮 效果就越弱了 把所有人都叫来这里 包括宅内的仆人 我又嘱托道 好胜下了令 那兵匪匆匆又跑进了后院 约莫十几分钟后 乌泱泱的兵匪就开始成群结队地钻出后院门 一眨眼 这就来了上百 好胜也叫来了厨房的火夫 让他们在这里分缸中的水 我微眯着眼睛 又补充了一句 如果刚中水不够了 就打进去 血水冲散无大碍 全眼里头还有浮水 好胜瞪了一眼那些火夫 当头那火夫 胆紧打了一碗泛红的血水 递给了他 好胜一饮而尽 紧跟着 其余的兵匪才上前 显然 我的消息 已经在他们身边传开了 每个人靠近我的时候 眼中都带着敬意 都在和我心里 当然 这些人眼中更多的 还是贪婪和渴望 一转眼 就有十几个人喝了水 我估摸着时间 应该要笑快来了 又看了一眼好胜 我说道 二当家 我们去前院如何 我还有事情和你相谈 好胜立即就点点头 他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们朝着前院走去 很快穿过后院 我们就到了前院内 叫走好胜也有原因 等会儿 一群人开始复泻 总有一些人会察觉到什么 或者议论什么 好胜在这里 那难免会出一些纰漏 他不在的话 那些人就会成无头苍蝇 到了堂屋前头 我让好胜先走了进去 忽然间 好胜捂住了肚子 他撕了一声 道 李先生 我这肚子 不行了 我要先去一趟茅房 他转身 又要往堂屋外走 忍住片刻 这是在震煞 我微眯着眼睛说道 好胜额头上 顿时都冒出来了痘大的汗珠 忍 我怕忍不住 我快 好胜话音都在哆嗦 我帮你一把 我还有一阵煞之物 马上二当家 你就会舒服一些 好胜双手都抓在了门框上 他脸色青红交加 显得极为痛苦 我取出来了通翘分金尺 好胜眼中透着一些茫然和疑惑 此物为通翘分金尺 正为阳 反为阴 阳极阴损 也有阴极阳损 你们作恶颇多 此尺可破邪 我又说道 好胜脸色一僵 不自然地说道 作恶 好胜的眼中 出现了惊疑和不安 他的手朝着腰间抓去 只不过 他的手是哆嗦的 我抬起左手 一把就抓住了他的手腕 我手上力道很足 好胜闷哼一声 我直接将他手腕捏得脱臼 他又是一声惨叫 下一刻 他要尖叫 口型已经做出来 我毫不犹豫 通翘分金尺 直接对入了他的口中 这一招 我在马宽身上用过 好胜一声闷哼 惨叫没有出来 他看我的眼神 已经全都是恐惧 愤怒 还带着怨毒了 不得不说 大哥修的宅 的确很好 让你们这些亡命之徒 待了那么久 不过今天 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轻声又道 好胜的眼珠瞪得更大 目自欲裂 甚至他眼珠子上的血丝 蹦裂了几条 眼睛都在一血 一股子恶臭 从他裤裆里传出 他颤巍巍地 摊坐在了地上 这期间 他另一只手 却更快速地 朝着我腰腹中击来 轻微的嗖声中 一柄明晃晃的匕首 从他的袖子弹出 他这动作 怎么能伤到我 我抽出通翘分金尺 用力一扬 直接朝着 好胜的头上砸去 同时我抬腿 直接踹中了 好胜右臂 他匕首落了地 可偏偏就在这时 一声枪响 打破了前院之中的安静 一道火光 在通翘分金尺上蹦射 大力传来 我虎口一震 剧痛中 通翘分金尺脱手而出 我猛地扭头 朝着右侧看去 那边的廊道 走出来的几个人 当头一个 不正是苏康吗 他后边 还跟着几个兵匪 苏康面色恐惧惊疑 他手中还持着一把枪 后边那几个兵匪 也惊疑不定 他们同时拔了枪 枪口全部瞄准了我 好胜口齿不清 颤声道 被摆了一道 杀了他 刚才我那一下 不知道打掉了好胜多少牙 饶事如此 他居然都颤巍巍地 又站了起来 他裤裆一片暗黄 还散发着浓郁的臭气 我眉头紧张 骤然抬腿 在他起身的同时 我一脚朝着他头上踏去 脚重重地落在他天灵盖上 好胜再发不出来声响 整个人瘫软倒地 这一切发生得极快 同时 苏康等人的手 都扣动了一下 枪响并没有出现 他们一共有四人 全都面色惊异地 看着手中枪 苏康哆嗦了一句 见鬼了 卡糖了四把 你们对付他 我去后边叫人 苏康又咬牙说了句 那三人都面露凶狠之色 同时从腰间抽出来匕首 或者短刀 苏康朝着院子 角落狂奔去 他那方向 是要去后院 我心底很沉 因为刚才那一声枪响 肯定会引来人 苏康再去后院 必定会打断那些人喝血水 现在能拖延一点时间 就是一点 毫不犹豫 我从腰间 拔出来了接音匕首 紧跟着 我猛地朝着苏康的方向 飞之而去 小心有人低喊了一声 那三人也同时 朝着我冲来 苏康面露惊木 他陡然回过头 身体朝着右侧闪避 但我早已经 预判了他的躲闪 刚好就是他闪避这一下 匕首直接就插进了 他的右胸 苏康一声惨叫 直接扑倒在地 他挣扎着要爬起来 我快步朝着他冲去 那三人被我甩在身后 与此同时 我抽出身上的三根柳架 召集令以及火折子 同时点燃 嗖嗖的声响中 三根召集令射入天际 炸开三团烟火 我已经冲到了苏康的身侧 他正要爬起来身体 抬腿 我朝着他头踹去 李先生 放我一条生路 我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 苏康站立哀求 不过他在右侧捶着的手 却也扬起来一把匕首 要朝着我脚上扎来 我本身就没有丝毫停顿 腿先踩中他小臂 接着另一条腿抬起 一脚踹中他的头顶 苏康身体 也软倒在了地上 那三人已经追到我身后 我骤然转身 他们同时探刀 一人搁向我脖子 一人扎向我心口 还有一人朝着我眼睛扎下 他们当真是凶狠 招招都是必杀 可这也省事 不消我再用致命处 去碰他们的匕首和刀 最快下刀那人 瞄准的是我的脖子 他的脚忽然一滑 身体朝着右边一个裂前 身体就挡住了 刺我心口的匕首 他一声惨叫 口中溢血的同时 他那短刃一挥 就刚好扎进了 那刺我眼睛的人口中 两人转瞬间丢了命 最后边那个 被吓得惊魂失措 我面色冷冽 早已拔出来了捕刀 刀身冲着他的胸口 就是一斩 当然 我没有斩他致命处 血光乍现 只是一道皮外伤 他惨叫一声 蹬蹬蹬后退 我逼近往前 再次扬起捕刀 翻转了一下刀身 刀背直接斩中他头顶 这最后一人 也贪婪倒地了 我呼吸粗重 转眼之间对付了这四人 饶食我 心跳也在加速 目光警惕地斜看 后院和前院之间的门 我快步朝着 堂屋跑去 捡起来了地上的通窍分矜尺 我已经听到 后边有脚步声传来 毫不犹豫 我又朝着正门跑去 几秒钟的时间 我就冲出大门 后方传来惊慕的大喊声 停下 我哪会理会他们 朝着门外的树林狂奔去 天际之上 柳家召集令的焰火 已经逐渐散去 这召集令有两个作用 其一是将杨青山召来 我怕出现别的意外 杨青山能带我下山 其二 那就是我给林郑和郭真明的信号了 他们只要如约来到山下 这山上的兵匪一个都逃不掉 我刚奔入树林 身后就传来嗖嗖的声响 连续的噼啪声中 显然是那些人开枪 不过一颗子弹也没落在我身上 我调转方向 朝着死 惊 伤三门跑去 密密麻麻的嗖嗖声 枪响不断 当我冲进死门方位的时候 小腿的位置 却陡然传来一阵钻心的刺痛 我双眼睁大 发出了一声闷哼 骤然扭头去看 小腿肚那里 一团雪花迅速散开 整个小腿都被鲜血浸满了 我粗重地喘息着 快速扯下来身上的一节糖妆 用补刀割断 更为快速地去馋死了伤口 我才朝着山下跑去 右腿几乎都麻木了 我一蹶一拐地跑下山 最开始没有留下血迹 但是我跑出去二三十米后 还是有血水开始落下 我额头上汗水直冒 疼痛让我意识都有些模糊 我才体会到 这枪伤和刀伤 是完全不同的 命术庇护能保住我的命 但这些扫射的子弹 却显然不足以杀了我 我不知道跑了多久 总觉得时间格外地漫长 我才看看到了半山腰 钻进了一处茂密的灌木丛 我已经跑不下去了 颤巍巍地弯腰 去看受伤的右小腿 我快速地解开了 缠着的糖妆 蟹已经将其完全尽头湿润 腿上的裤子也破烂不堪 我看到了肉絮之中的一个弹孔 那里的血都是发黑的 我将通窍分矜持咬在口中 再接着 使用捕刀的刀尖割开了伤口 疼痛让我脑袋一抽一抽的 更是在昏厥边缘 脑子里头想起来的 却是当年柳天牛伤了胳膊 在雨中挑开伤口 取出子弹的一幕 我嘴巴里头都是心甜的味道 不知道是咬破了牙关 还是咬到了舌头 站立地取出来接银剪刀 手靠近伤口的时候还在颤抖 到了弹孔旁边 我反倒是镇定了那么一瞬间 剪刀一挑 一颗子弹被我挑了出来 刹那之间 我觉得浑身都是冰凉的 全部被冷汗进尸 我更粗重地喘息 又摸出来一个小瓶子 里头是金创药 将其全部撒在了伤口上 我割断了一条干净的糖妆布 将伤口包扎 血腥的味道在空气中弥漫 做完了这些 我整个人的意识都有几分恍惚 但我不敢在这里停下 钻出灌木之后 我撑着身体 扶着旁边的树身 要朝着山下跑去 偏偏就在这时 尖头的位置忽然被人拍了一下 我大惊失色 右手的捕刀 狠狠朝着后方一扎 同时 我猛地回过头去 在我身后的 是一个略瘦弱的身影 他穿着一身青灰色的道袍 头顶还有一个发际 穿着一柄细小的桃木剑 此人 不正是杨青山吗 我已经来不及收到 杨青山的左手 顿时抬起 他双指 夹住了捕刀的刀尖 紧跟着 他右手朝着我脖子上斩来 我双目远睁 杨青山这动作 不正是要将我打昏吗 身体猛地朝着后方倒去 我躲开了杨青山这一手刀 不过 我并没有摔倒下去 因为杨青山 还夹着捕刀的刀尖 我死死握紧了捕刀的刀柄 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 杨青山眉头微皱 他顿时松开了左手手指 我已经保持了平衡 便蹬蹬蹬地后退了数步 右腿的伤势更为疼痛 我站立着才能站稳了 杨青山又踏步往前 又要动手地举动 杨青山 我是为了除这一山匪徒而伤 你要趁人之威 便枉费了刘道长对你的认可 早知如此 便不拿着几根召集令 我声音粗重 喘息地低吼道 此时我中创 若是杨青山要抓我 我根本毫无办法 没有抵抗之力 杨青山的身体 顿时停止在了原地 我心头狂跳 眼皮也在狂跳 杨青山看着我 我也死死地盯着他 这时候 我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神态 恐怕争鸣了不少 有人靠近过来了 数量很多 杨青山略皱眉 他看得是我身后 我不会打昏你 但你若是反抗 我们就得和他们撞上 他们有很多枪 杨青山轻致的声音 同样透着凝重 我瞳孔紧缩 身上冒了不少汗水 举着补刀的手松懈了下来 我将补刀插在腰间 杨青山往前两步 他直接抓住我肩头 身体朝着斜边的树一靠 他的腿抬起 蹬在了树上 他居然一跃而起两三米 斜飞的身体 靠着另一棵树 他双脚踏中树干 就这么借力之下 我们两人最后落到了一棵 起码十米高的树上 杨青山的手放着唇边 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我自然清楚事情的严重性 凭住呼吸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半盏茶的时间过去 下方的确传来了 密密麻麻的脚步声 很快 视线中就进来了一大队人 不过 这些人并不是兵匪 他们自山下而来 朝着山上赶路 当头的两人 其中一个是林郑 在他身旁的 自然就是郭真明 他们停在了我们站着的树下 林郑和郭真明对视一眼 我的确听到了苗先生的声音 他显得很急促 好像是受伤了 林郑话音中也有些惊疑 郭真明低声说了句 的确受伤了 地上有血 他放了烟火 山上的事应该成了 我们不能耽误时间 得和大部队进行包抄 不能让那些兵匪逃了 林郑的语气 透着挣扎和犹豫 郭真明抬手 拍了拍林郑的肩头 他看向其余人 沉声道 分出一个食人小队 在周围搜查 找一个身穿堂装的先生 苗先生此次立了大功 若是找不到他 或者他出事了 我拿你们是问 郭真明语气很郑重 命令很严厉 我却听出来了其中的一些意味 大事之前 个人的一条命 是无法阻拦他们的行动的 杨青山低头看着下方 他又扭头看了看我 我并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同样也没感受到 一丝一毫的不适 郭真明和林郑 算不上是利用我 倒是我有几分利用他们 约莫过了一刻钟左右 所有人全都从我们下方走过 又等了约莫一刻钟 杨青山才拉着我肩膀 在周围的树身上借力 我们落至平地上 右小腿传来一阵剧痛感 我额头上冒了不少的汗珠 杨青山没有停顿 他抓着我朝着山下赶路 林快到山脚的时候 杨青山又变了方向 转从另一侧又进了山 我倒没觉得有问题 反倒是对杨青山的警惕 觉得很难的 他不过十四五岁 比顿空也就大了几岁而已 这等身手 坚韧的星星 恐怕顿空到了这个年纪 也难以企及 很快 我们就远离了燕子连飙龙的山体范围 杨青山才从另外一条山路 带我出去 回到大道的时候 这里居然已经是靠近 红河的地方了 苗先生 杨青山松开了手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没有用真实名讳 减免一些麻烦 我喘了口气 声音沙哑地说道 我父亲也用了几个名讳 他和你相仿 说行走在外 减少麻烦 杨青山点点头 又说道 我 本来我平稳下来的心境 这会儿却觉得有些愈结 他曾用什么名讳 我深吸了一口气 问询道 你再试探我的话 杨青山忽然道 我并没有接杨青山的话 又说道 我非恶人 你也并非恶人 很多事情 口说无凭 我便不多说 你随我回去见柳道长 我又道 我一蹶一拐地 朝着前方走去 我走了几步路 后方并没有脚步绳 稍微停顿了一下 我正准备回过头 结果 胳膊却被一只手 从后方搀扶 余光能瞧见 是杨青山跟上我 我们两人便这样 朝着洪河阵的方向赶去 阳光格外刺目 照射在我眼睛上生疼 小腿已经麻木了 最开始我还勉强能走 再之后 就完全是杨青山搀扶着我 我只能用左脚去跳着走了 这样缓慢的速度 我们想到洪河阵 恐怕天黑都未必能到 你不怕死 走着走着 杨青山就忽然问了我一句 我不会死 我回答 世人就总会死 师尊教授我 或有一死 只要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便在所不惜 杨青山又说道 你不理解我 若是你在我这个位置 你也不会死 况且 先生和道士是不一样的 我再一次开口 你差一点死了 杨青山撇了一下我的腿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即便是你未曾出现 我最多和林阵 他们碰到 麻烦一些 但我也不会出事 我回答 杨青山愣了一下 他忽然说道 但如果你死了 凭借你所做的这件事情 我佩服你 数百匪徒 不知道能祸害多少黎民百姓 你此举视为苍生 我不和杨青山说话了 我发现 他年纪虽小 虽然心思单纯 但他太轴 而且 他还很可怕 我和那么多柳家 倒是相接触 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 对姓名看得有他透彻 不 这或者说不是透彻 而是柳三元 给他灌输的思想 这其实很可怕 因为就连他自己的命 他都可以计算 在合适的时候用出去 隐隐的 我有一种猜测 杨青山被秋天元 培养成了一个 能利用的工具 这其中 有几分父子情义不好说 柳三元在其中 也有自己的打算 杨青山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又开了口 嗯 杨青山略疑惑地看我 藏隐观山 并不只是在枪族之中 你信吗 秋天元和仙师 是为了那本书 而要绝你们祖宗坟 此事为大逆不道 我知晓你对枪族之心 但此事 未必需要去绝坟 我扭头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和杨青山对视 杨青山的脸色陡然一变 他驻足在原地 一动不动了 跟着我 我会给你线索 和找到藏隐观山的机会 我语气更为凝重 杨青山久久没有言语 阳光映射在他的脸上 他轻质的脸 轮廓格外分明 在下一刻 杨青山走到了我前方 他身体微微倾斜 直接将我背在了背上 朝着红河阵走去 莫骗我 否则上穷必落下黄泉 我一定会要你给个交代 杨青山一边走 一边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不骗你 我说道 一言为定 杨青山的语气 隐隐透着几分振奋 我呼吸平稳了许多 闭上了双眼 极力调整自己的思绪 用藏隐观山来引诱杨青山 并非我本身的计划 还是因为杨青山和我所说的那些话 让我对他有了一些认知 对邱天元和柳三元 有了一些认知 留下来杨青山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有柳正道在一旁扭转他的思维 还有 我们或许要改变一下计划 去开阳了 冥冥之中 我觉得善师丹的消息 太虚无缥缈 不能寄希望于料成 只剩下顿空一人的身体 先找开阳大先生 或许几率会大很多 届时还能找到柳天牛 有柳天牛在 杨青山见了他之后 一定会被其正气所感染 其实 最开始见到杨青山的时候 我敌意也不小 现在小了许多 甚至想要破坏秋天元和柳三元的计划 还有一个缘由 我为人父 杨青山和顿空年纪差距不大 他若是被父亲利用 这太过悲惨 思绪逐渐落定 我打定了主意 就以这种方式行事 届时 我在带上讲盘 一定要度过天元之劫难 身旁两个身手高超的道士 再加上我和何志 以及顿空 我就不信 这劫难这么凶 能力压天元地向 还要压过徐福福朔和柳家道法 思绪间 阳光也逐渐减小了 我们到了红河镇外 入目的一切 让我心头一惊 镇口的牌楼 以及地面 还有一些墙上 有很多弹孔 地上还有不少血迹 分明是经过一场恶战 还有十几个村民 正在拖着一些人的尸体 朝着码头上走去 码头那边 已经堆积了不少尸身 我略松口气 因为那些衣服看上去 都是龙典手下的兵匪的 我略有猜测 应该是我放了那些柳家召集令 柳正道也看见了 他盼到我动了手 所以 他也动了手 看如今这状况 柳正道应该是得手了 我内心隐隐有些欣喜 只要跟出了龙典 就能形成一个极大的变数 黄之远和他勾结那么深 那先生又那么诡异 龙典不亚于他 撤肘讲盘的半条胳膊 往里走 我要见柳道长 我沉声说道 话音中有忍不住的催促之意 杨青山脚下的速度快了很多 我给他指路 他在阵内穿梭 不到半盏茶的时间 我们就到了讲盘家宅外 杨青山脉步 直接朝着门上走去 他腿一抬 碰到了门 门直接就被踹开 我们进去的同时 院内树人 大都警惕无比地看着我们 何志 顿空 柳正道 蒋盘 他们四人都在 在顿空身旁的赤骚 更是浑身毛发都炸立起来 冲着杨青山狂吠 阴阳 何志略惊慌 他直接按住了腰间的板斧 顿空也按住了身侧两条腹带 蒋盘眼中惊疑 柳正道却是唯一一个 神色无比镇定的人 他和我点了点头 便将视线落至了杨青山身上 我回应的 给柳正道也点点头 挣脱了一下 杨青山将我放了下来 何志 顿空的眼中都是惊疑 就连蒋盘 都略惊了一下 杨青山胆了胆袖子 冲着柳正道 鞠了一躬 我更松了口气 果然 上一次让他断了针带 他对柳正道的看法 已经完全改变 能行礼就代表他并没有再将柳正道 当成叛徒了 大哥 柳道长 青山兄弟会和我们共处一段时间 与此事 我有一些计划 大哥我们稍后再演 我说话的同时 看过了蒋盘和柳正道 蒋盘面色凝重的点点头 不过 他看我的眼神 明显和之前有几分不同 他的眉头一直是紧促的 没有松开过 我知道原因 但没有现在多说 我又看向柳正道 慎重说道 龙颠死吗 他山上的所有手下 一个都逃不掉 全部都会落网 柳正道面色微宁 不过 他却闭了闭眼 摇了摇头 这一次 变了脸色的 就是我了 逃了 我语气也变了变 我看到烟火之时 就立即动手 不过出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逃窜了 正旁有几条船 一共五六十人 我拦下来二十余个 其余逃走 柳正道说道 穿 黄之远 我脸色一瞬间 冷冽无比 不过 只剩下二十多人 就算龙颠逃了 他也无用了 更威胁不到红河阵 我重重涂了口濁气 才看向蒋盘 蒋盘的脸上却没洗色 他看我的眼神更为复杂 大哥 我开口 话还没说完 蒋盘闭了闭眼 我有些累 要去休息了 明日开始 何止来草屋 我教他天元橡树 我本意是想说出来 黄之远和龙颠的问题 可蒋盘却不大想和我说话 很显然 对于我这次所做的事情 蒋盘应该有了不满 就像是刚才他神色的变化 我其实都能猜到 他知道我破了龙颠的粉 我思索间 蒋盘转过身 朝着后院草屋走去 停顿了一下 我没有立即跟上 何止有些不安地 看了一眼蒋盘的背影 又看了看我 无碍 我低声说了句 何止的目光 落至我的腿上 眼中都是心疼 父亲 你的伤 顿空低声开了口 先回房间 我给你处理干净伤口 何止微咬唇 低声道 先给青山兄弟 安排一个房间 让他休息 我和柳道长要说一些话 我抬手 先做了个制止的动作 何止立即按照我的吩咐 向杨青山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柳正道 则朝着他的房间走去 进屋之后 我顺手关上了房门 我并没有立即说话 而是侧头看着门缝外 杨青山已经进了 何止安排的对面房间 我的确没料到 他会跟你回来 态度还有这么大的变化 你都做了什么 他不可能直接就这样来 柳正道问询 枪组想要的东西 我也能给他 我让他跟我几年 我微眯着眼睛 回过头 慎重地看着柳正道 说道 几年 他略有疑惑 具体多久 就要看柳道长了 你之正气 可将杨青山 引导到更正的路上 我还打算带他 去见大长老 这样一来 他才能知道 为什么秋天元错了 我自聚更慎重 柳正道的眼神 陡然亮了不少 道 许多年了 见父亲 的确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何时出发 柳正道又问道 同样要看柳道长 何时能够彻底悟了 这幅树 还有这儿 他也虚出黑 我答道 嗯 柳正道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晓你的意思了 我冲柳正道抱了抱拳 便朝着房门退去 一瘸一拐地出来之后 何志和顿空在门外等我 他们一左一右来搀扶我 杨青山休息了 他等你或者柳道长去见他 我先给你治伤 何志眼中更担忧心疼 回了我们房间 何志拆楼腿上的布条 时间过了半天有余 有一些布和血肉 粘连在了一起 撕扯开布条的时候 血又流了出来 何志仔仔细细 给我弄干净了腿上的伤口 重新上药包扎 等到伤口清理好了之后 何志有些反常 他居然一句话都没说没问 收拾干净了东西 就到桌旁 继续去读宅经了 他还催促了顿空 让他去外面画幅 我一个人坐在床边 倒有些无所适从 困意逐渐涌来 我躺下床 沉沉睡了过去 在等我醒来的时候 天快黑了 何志过来 给我检查了一下伤口 又换了一次药 雾门恰逢其时被敲响 苏云的声音随之传入门内 喊我们去吃东西 何志低头 搀扶着我出了房间 我刚回来的时候 苏云其实是不在的 这会儿他看了我一眼 眼中流露出来的是感激 若非何志在这里 恐怕他都会给我跪下 院内已经摆着一张圆桌 蒋木女正在摆菜 我们过去坐下之后 苏云又去叫来了 堂屋里的顿空 柳道长的房门是开着的 其中没人 杨青山的房门也是开着 同样无人在内 那两位道长 刚才出去了 苏云小声说了一句 我若有所思 柳正道要和杨青山单独说话 这也正常 我去叫爹 蒋木女最后放下碗筷 向我行了一礼 便转身走向后院 约某等了一刻钟的时间 杨青山和柳正道回来了 我示意他们入座 又过了半盏茶 蒋木女一个人回了前院 她不安地和我说 她爹在睡觉 没有叫醒 场间的氛围有几分压抑 等会儿准备好饭时 我送去草屋 我开口说道 蒋木女点点头 略松了口气 这一餐饭下来 大家都吃得极为安静 饭吧 苏云立即就去厨房 取出来了一个饭梯子 我接过之后 朝着后院草屋走去 不多时 我到了草屋外 先敲了敲木门 又喊了一声大哥 屋内没传来任何回应 我又敲了敲门 讲盘还是没来开门 也没回答我 我放下了饭梯子 低声道 大哥 此行我见了一些人 一些同你相仿 以世间众人为众的人 我承认 你们有大意 但阴阳 与你们终究不是一类人 阴阳眼前的世界很小 龙爹那一群人 必须被除掉 必要的牺牲 会换来更多人的安全 回头 我会将龙莲千坟 尽量给他一个好结果 另外 我打算这儿和柳道长出黑之后 我们兄弟二人带上他们 去一趟开阳 我话说完 讲盘还是没来开门 我心头轻叹 转身朝着前院走去 院内一片寂静 柳正道和顿空在画幅 和志在门口看书 而杨青山 居然到了房顶上 盘西坐在最顶端 我在院内待了一会儿 就回到了房内休息 后半夜 和志才进房间 顿空并没有回屋 他告诉我 顿空单独住到另一个房间了 我点点头 示意他安排就好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吃过早饭之后 我让苏云装好讲盘的餐食 我送去后院 顺道送和志过去 结果和志却告诉我 他去草屋 顺道带吃食过去 我去的话 讲盘可能还是不会见我 我皱眉 还没等我说话 和志就解释了一番缘由 他认为 讲盘和我生气 不只是因为我们沟通的问题 还有我已身犯险 低头 和志看了看我的腿 我本来就微皱的眉头 顿时皱紧得更多了 顿时回想起那天 讲盘的确说过类似的一些话 一旦不注意 地上看运没了传人 李家也要断后 和志轻声又道 我本来也生气 可生气又有什么办法呢 十几年了 我早就了解你了 你答应了我不止一次 不会独身犯险 可你没有信守承诺 我会尽快学会阴阳术 届时 你也没有独身犯险的机会了 雨霸 和志就取了给蒋盘送饭的竹梯子 朝着后院草屋走去 我没有再跟上和志 时间 就这么一连过了几天 红河阵都显得异常平静 当然 我指的平静 是没有人再做出针对蒋盘的事 黄之远就像是完全消失了一样 龙颠也未曾出现过 第三天的时候 以镇长起头 全镇还办了一次大宴 宴席请了我们去参加 一直到这时候 蒋盘才从草屋出来 参宴的过程中 镇长在台前 高兴地面色战红 说这次宴席是庆祝 庆祝盘踞在红河阵范围的 那一批落草围扣的兵匪 被兴师的剿匪队伍连根拔除 全镇人都高兴地手舞足蹈 镇长却又叹了气 说此事也有遗憾 又有不少镇名表示不解 问询遗憾是什么 镇长才解释 说从兴师那边传来的消息 之所以剿匪队伍 能够连根拔掉了那几百人的兵匪 是因为有个过路的先生 他偶然发现了兵匪的藏身地 那先生名为苗光阳 不只是给了剿匪队伍 那些兵匪的藏身之所 甚至他以身犯险 独自上山 先让大部分兵匪都失去了行动力 还及时地发出了信号 可剿匪队伍上山之后 却没有发现那先生的踪迹 匪匪没有到达的一处地方 发现了血迹 还有疗伤的迹象 话音至此 镇长叹息 说那苗光阳先生 恐怕死在山上了 众多镇名兴高采烈的情绪 都被错下不少 在之后的宴席 就几乎都沉静了下来 临宴席结束 我们回了蒋宅 蒋盘又回了后院 何志跟着去学天元巷术 顿空同柳正道 又开始辩论服术 苏云以及蒋木女 一直在收拾院落 或是做一些缝补衣服 那鞋垫一类的活迹 我一人就在院内 显得无所事事 当然 不只是我一人无所事事 还有一个杨青山和我相访 时间一会儿过 差不多过了半个月 蒋盘终于出入前院的次数多了一些 他会看顿空 柳正道画幅的时候 偶尔和我说上几句话了 我也总算放松了不少 距离除掉龙颠团伙的第一个月 快要结束的时候 杨青山问我 难不成要一直留在红河镇 那这样一来 我什么时候给他藏颖观山的线索 我告诉杨青山 稍安勿躁 我们肯定不会在这里待很久 说这话的时候 我一直看着唐屋内的柳正道 杨青山没有马上答话 过了许久之后 他才忽然说道 我听闻你们说话几次 你想等到他们三人全部出黑 出道的道士 需要常年累月的修行道数 还需要心静 你的儿子距离出黑上远 而且他好像遇到了瓶颈 杨青山的话 让我顿时一惊 我没有打断他 示意他继续说 杨青山才诱到 正道诗书所学之符 由柳家福传作为基础 而且他心静沉稳 只要再继续下去 一段时间将所有符都融会贯通 必定能出黑 你妻子何志 他认真刻苦 天赋也不错 再加上有天元的向两个先生指导 也不会太久 问题 在你儿子李顿空身上 我微眯着眼睛 一直没有回答杨青山 杨青山也扭头看着我 他看了我许久许久 不需要等顿空 只需要等这儿和柳道长 他们出黑之后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见一个人 届时 我就告诉你线索 我沉声说道 杨青山亲自的脸上 总算也松缓了不少 那你还需一段时间 我要出去 他说道 去哪儿 我皱眉问询 准你苗先生除灭兵匪 却不让我出去行走吗 师尊教导我 此行无需考虑时间 路见不平之事除之 路见奸邪之人斩之 替天行道 为柳家本职 杨青山再道 我低头思索了片刻 说道 可以 不过你半个月 要回来一趟 我语气依旧慎重 杨青山也似是在考虑 不过 就在这时 院门却匆匆跑进来了人 来人不正是蒋石吗 蒋石晒黑得脸红扑扑的 他手头还拿着一封信 李伯伯 蒋石匆匆跑到我跟前 你爹在后院草屋 我抬手 指了指后院 这信是九和县寄过来的 是找您的 蒋石又喘了一口气 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我愣了一下 九和县找我的 结果蒋石手上的信件 骑上歪歪扭扭的字眼 写着李阴阳亲戚 我当时就想到了黄七 这字迹就是他的 他很少写字 所以这笔记 我就记得清楚 我拆开了信封 取出来了一张薄薄的信纸 骑上写着 先生 我揣测 您应该一直在红河 进来 红松县出了一些事情 那边的捞诗人 董锋托我来给您带话 有一个大户到了 董锋他们村子 买下来了李家大宅 将宅子拆了 修成了一座坟 而且 他们封进了那一段的 悬河河道 不允许任何人下水 不允许任何人经过 董锋还被他们 另另过去办了事 下水找尸体 不过他什么都没找到 其余人也一无所获 村上有一对老夫妇 被那家人带走 听说是气死了 董锋还让我们 也赶紧离开九河县 或家主揣测 说那家人可能是您的救敌 信件的内容 到了这里 戛然而止 我的心跳 忽然落空了半拍 下一瞬 却又猛地咚咚直跳 我整张脸都涨红起来 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事情能够这样 直接掀起我的情绪 豆家 我声音沙哑了很多 老夫妇带走 被气死 光天化日 在村中修坟 一旁 杨青山皱了皱眉 显然 他刚才也看了新的内容 那户人和你有仇 但不至于在村中如此胡来 杨青山语气不怎么好听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我没有回答杨青山 直接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 杨青山立即接口道 不用 我自己便能处理 这是血仇 我断然摇头 血仇 他们是否知晓你的身份 杨青山却忽然问了别的 我又皱了皱眉 片刻后点了点头 您得知道 那我更要和你一起去 杨青山的语气更为笃定 你是成名多年的地相先生 他们都会直接下手 这显然是引你过去 或许是压根不管你 前者 他们必定准备好了手段 要你姓名 后者 那就更需要警惕了 不过我觉得 九成是前者 此时 杨青山的话音 也慎重不少 李盈阳 你不要太自信 我在看杨青山 却忽然觉得 有些说不出的感觉 杨青山不过十几岁的年纪 相比之下 若是我早些娶亲 我的年纪 当他父亲都足矣 他现在却一副 说教的样子 和我说话 我沉闷的心境 忽而松懈了不少 我要报仇 报仇 就会有人死 我微眯着眼 又说道 先生杀人 杀之有道 地相先生不会忘下杀手 这点浅薄的道理 我是懂得 不要忘了 我父亲是枪族先师后人 我也不只是一个道士 杨青山说道 如果他们是无恶不作之人呢 我又问杨青山 杨青山的眼中 忽而闪过一丝凌厉的杀鸡 不过 那杀鸡随之隐匿 如果只是仇敌 我保其不死 如果他们无恶不作 那我取他们人头 杨青山的手背负到身后 看他那股少年老成的感觉 更让我重重地吐了口浊气 唐屋内 柳正倒不知道什么时候 抬起了头 冲着我点了点 顿空同样抬头看我 眼中颇有几分渴望 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顿空是想跟我一起去 不过此行我不能带他 其实 若非龙巅被解决 黄之远被震慑 那先生也再未出现过 我也不会选择 动身去九合县 现今唐正的捞尸人还没来 我反倒是有一些时间 届时 等我解决了窦家的隐患 便毫无牵挂 思绪落定 我对顿空摇了摇头 顿空低下头来 什么时候出发 杨青山开口问我 我同家人交代一番后 我回答 杨青山不再多言 我快步朝着后院方向走去 不多时 我便到了草屋外 木门开着 何志正坐在木桌旁 他眼睛蒙着一层黑布 在桌上摆着一颗 没有血肉的骷髅头 蒋盘坐在另一侧 手中捧着一本书 正在低头看着 我进门 蒋盘抬起头来 何志也停下来了手上的动作 阴阳 何事 你如此急匆匆 蒋盘问我 蒋盘的话音不如以前清静了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两人生疏了不少 何志立即抬手 掀开了眼睛上蒙着的布 我先冲何志点点头 目光和蒋盘对视一眼 沉深开口 我要回一趟九合线 有一桩就是未了 蒋盘眉心促起 我取出来的那张信纸 推到了蒋盘面前 我又简明扼要的 将窦家和我李家之间的事情 说了一遍 蒋盘一时没开口说话 只是拿着性质 许久之后 他才恩了一声 却又道 顿空 弟妹 还有柳道长 不能跟你去 还有 阴阳 微兄必须要告诫你一句话 冤冤相报何时了 如今这两年 你杀意越来越重了 若是一直这样放任下去 终有一天会铸成大错 蒋盘再道 我 何志刚开口 蒋盘却瞥了他一眼 目光都严厉不少 项术 想要入门 便需要投入足够的精力 时间 若是你学了小半 而又半途而废 下一次还想要再亏门禁 就会难上加难 蒋盘的语气 也更严肃 如今他说话的态度 便不再像是大哥和弟媳 完全是师父和弟子了 我已经和柳道长知会过 我不会带着他们 这儿 你好好在红河 学通阳算 我回来之后 会教你音术 我语气甚重 何志微咬下唇 不自然地低声说了句 可窦家肯定知道 你是地相先生 如今你的名声传出去不少 他们居然还敢这时候动手 去动你家的两个老人 去动婆婆的尸身 他们肯定准备好了手段 要请君入瓮 而且 你谁都不带 肯定会吃亏 何志的话音更不安了 我沉宁了片刻 才笑了笑 说道 并非谁都不带 我带一人 何志面色一僵 就连蒋盘 脸色也微变了一下 凝重地看向我 下一刻 何志的眼中反倒是有喜色 蒋盘却叹了口气 只是摇了摇头 阴阳 你紧急我的告诫 人命关天 我没有接蒋盘这句话了 只是抱了抱拳 低声道 请大哥看好顿空 也照顾好这儿 阴阳会尽快归来 我在抬头 蒋盘已经闭上了双眼 何志 冲我轻轻点头 唇形动了动 是在说放心 我转身走出草屋 走出去两三步路后 后边忽然传来了 蒋盘的声音 若是廖兄近日赶到 我会让他留在红河 再来九河县找你 我顿了顿 脸上有了几分喜悦 回过头 我再一次冲蒋盘抱拳 深深一攻腰 当然 关于廖城的话 我只字没提 再到前院 杨青山已经拉出来了一匹马 那是我以往用的枪足大马 怎么只有一匹 我略疑惑 转身 要去拉另一匹马 我的马在阵外 杨青山拍了拍马脖子 又将缰绳往前一地 我若有所思地 接过去缰绳之后 翻身上了马 杨青山转身 急不出了院子 马通灵 都不笑我抽他 他就跟着杨青山跑出院门 快步朝着阵口跑去 到了阵口 杨青山双指捏在唇间 一声长哨 不多时 一匹骏马 就从一旁不远处的山林跑出 马转眼到近前 杨青山纵身上马 我们两人便快马加鞭 朝着九河县赶去 一黄眼 时间就过了七天 我带着杨青山 到了九河县 我并没有直接去洪松县 是因为 我要去看看黄七 以及霍昆明 豆家来得突然 我怕他们殃及吃鱼 只不过 黄七家我不知道 还有信件之中 黄七说 他会和霍昆明离开 确保安全 我就只能先去霍家一趟 至少 得从相关的人口中 知道他们已经去了安全的地方 不能侥幸 我到了霍家的时候 霍家的大门都关得严严实实 当年霍家被军阀占过 就搬到了现金住的洋房 只是大白天的 铁门都关着 而且还从外面上了锁 不正式说明霍家无人吗 这样一来 我就无法知道他们 现如今的情况了 杨青山忽然说了句 这整个宅中都无人 你是怕你此前的手下 被抓走对吧 我点点头 我去看看 他与爸 直接纵身一跃 轻而易举地过了门头 几分钟后 杨青山又从院墙翻了出来 他告诉我院中无人 同样没有打斗过的迹象 想要将一整个宅子的人带走 怎么都会弄出点痕迹 这样毫无迹象 只能说明人是好端端自己离开的 杨青山的话的确有道理 我认同的点点头 还有 黄七跟了我那么多年的时间 以前也吃过不少苦头 他捕捉到危险的气息 也会有所防备 心平稳下不少 这样一来 就只需要干净利落地对付豆家 我思绪间 杨青山开口问我 现在是怎么打算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先不直接去洪松县外的村子 豆家必定在等我 当年我给豆开业设了一个坟营 这么多年过去 他们没少吃苦头 他们敢直接找我 就如同你说的那样 肯定做好了准备 请君入瓮 我自然不会如他们所愿 杨青山若有所思 他道 你要和他斗风水 我点了点头 又沉声道 豆家将李家的宅子买过去 修成了坟营 不出我所料的话 他修的必定是豆开业的坟 要占李家老宅的气韵 同样也是在羞辱李家 这样一来 那座坟就是村的血眼 吸收生气的所在 还有 豆家想要在水中寻我娘的尸身 我眼睛微眠了起来 道 山水须有敬畏 那水 已经立过福气 他们还是能入 代表有所镇压 不过他们没找到我娘 先让我来添一把柴 让玄河的水 动一动 说着 我就加了加马赋 朝着九河县城外赶去 杨青山跟随在我身后 他又问我 你娘的尸身 怎么回事 我沉默了片刻 才告诉他 我娘属于母煞 还是活青尸 当年我是阴生子 形若死人 如今我脱离了阴生子命数 我娘和我阴阳两个 再也不能见面 又看了一眼杨青山 我说道 我娘不杀人 不作恶 你莫要起其他念头 嗯 杨青山点了点头 不多时 我们就到了九河县码头 我目光扫过码头 最主要的 还是在看悬河这一段的水 洪松县那一段的悬河 处于上游 我想要冻水 就很麻烦 往往是上游风水一动 下游被波及 想要下游反噬到上游 若非山崩之势 或者是河水倒流 否则根本不可能 洪松县在什么方向 杨青山又问我 我指了指悬河上游的方向 杨青山点点头 又道 那我们在这里没用 得去上游一趟 我皱眉思索了半晌 我的确想到了一些办法 但如果那样做了 整个九河县都要遭殃 这样一来 我们还真的只能去洪松县 更上游的流域动手 并且 动上游的话 我有很直接的法子 就是顿空画的符 这段时间他学符 画出来不少特殊的符传 大都让我看了 交给了我 只是 绕路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微拎着眼睛 我扭头再看向杨青山 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杨青山问询我 去一趟上游 寻觅一处地方 要山吹出生气之地 还有 那气要吹进玄河 帮我贴一张符 贴在生气和玄河的入口上 我直接说道 生气 符 杨青山眼中也有了疑惑 他又道 符的作用是破坏生气 让玄河变阴 再让河中凶师更凶 杨青山本身就是一个风水先生 他一直跟着秋天元学风水术 可风水总归只是风水 未曾学阴阳术 便不能精通阴阳之变化 我也没藏私 直接就解释到 完全相反 我将符取了出来 交于杨青山手中 同时我解释到 此符为流神水龙符 更为催化生气 让生气变得更浓郁 当生气浓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并不是震湿的作用 而是仰湿 我话音刚落 杨青山面色更是微变 他盯着手中符纸 看了半晌 一张符 就可以催化 嗯 我点点头 杨青山如此神色 并不令我意外 当我第一次发现 徐福的一张符 真的可以镇住一座山的时候 我的情绪把控还不如他 现在我所说的 还带了一些阴阳术的性质 杨青山还能平稳 已经是心性极强了 若是太凶 你要能制衡得住 否则的话 会出事 我同样会出手 杨青山的语气 顿时就正中了不少 不会有意外 我娘 并未曾作恶 养师 未必只有一个凶子 让他更能自保 也是另一种方式 我眼睛微眯 语气冷硬了不少 杨青山皱眉 他亲自的脸上 更为凝重 你在何处等我 片刻后 杨青山说道 我去撑一条船 靠近内村的方向 我在河面等你 我闭了闭眼 说道 先不要贸然动手 杨青山又道 水若是动了 我看他们怎么解决 不会贸然动手 你尽快赶来 杨青山点点头 他直接一加马赴 朝着上游方向 急迟赶路而去 我目光再扫过码头上 又看看身下的马 拉了拉缰绳 我调转了方向 要朝着桑葬街的方向走去 要用船 我就骑不了马 我这一匹大马灵性 始终比不上杨青山的 不能随意安置 先生 就在这时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 略熟悉的声音 我立即回过头 入目的是个样貌憨厚 身材矮小的男人 他年纪也不小了 并脚斑白 谢满仓 我拉了拉缰绳 让马停了下来 谢满仓匆匆 走至马匹前 他和我行了一礼 方才就瞧见了先生 但先生身旁有人 黄七说 最近得小心 我就没敢直接过来 我点点头 又问了句 黄七和霍家没事吧 他们躲山里头去了 谢满仓小心翼翼地说道 洪松县当差的差人 来过一次九合县 说黄七犯了事 不过黄七走得及时 没被抓走 我眉头紧皱 顿时就知道 肯定是窦家动了手脚 谢满仓又小声道 他临走前 让我一直在码头上等先生 说先生肯定会回来 我好替先生 做一些琐碎小事 我点了点头 心头却略唏嘘 黄七逃难之时 也不忘给我留了个人手 翻身下了马 我拍了拍马身 道 牵着他去纸扎铺 等我即可 谢满仓愣了愣 他不自然道 先生 我也在九合县多年 我能做的事情 很多的 我看出来了 谢满仓的情绪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头 道 不是用不上你 帮我看好他 已经是帮忙 我现在要办的事情 性命攸关 谁贸然跟着我 都可能死 我 谢满仓连有些战红 我届时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还要立刻离开 赶往红河 若没了他 少说多耽误半个月时间 你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我又说道 谢满仓抿着嘴唇 他这才用力点了点头 再之后 谢满仓便牵着大马离开 我在码头上买了一条小船 又要了船服一身衣服 在船棚里头换了 这才到船尾把乘船 朝着上游 红松线的方向赶去 我乘船的速度不快 相较于杨青山侧马 恐怕连其十分之一的速度 都赶不上 等我乘船 快到红松线流域范围的时候 天都已经成了暮色 姑娘这时间 杨青山应该已经到了 上游更远处 这时候 悬河水流还没变化 应该是他 还在找生气入河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 除了和蒋盘料成同行 一直到如今 也只有杨青山 能够和我配合 蒋盘因为心性缘由 他下手太多顾虑 杨青山足够果断 加上身手好 风水术也不弱 简直是最好的同行之人 我一边思索 一边继续朝着 前方撑船 不多时 我就瞧见 水面上还有好几条船 这里 已经是红松线流域外了 悬河的岸边 就是李家所在的村子 甚至远眺岸上 我还能瞧见我娘的那个木屋 那边的船 停下 从那几条船的方向 传来了低贺的声音 我立即便停下来 手头的动作 没有继续往前撑船 很快 一条船 朝着我这边撑过来 片刻后 船挡在了 我这条小船前头 那船上有三人 当头一个 穿着紧缎材质的衣服 他上下扫射了我一眼 眼中透出厌恶 不是在下游码头 给你们这些穷酸发的钱了吗 这段河不过船 不过人 又过来 想要讨钱 赶紧滚开 不然直接把你船先了 那人话音落罢 又低声说了句 穷乡僻壤的刁民 掉前衣儿里头了 这三言两语 我就听出来了一些门道 他们拦河 并不是直接拦的 而是去了九河县 码头打点 我脸色不变 思索却更深 距离当时黄七给我寄信件 再加上我赶路花费的时间 至少过了得有二十天左右 这么久 他们都没找到我娘 不过 豆家的人没有放弃过 才会一直拦着河 处着干什么 船不想要了 那人又骂了几句话 这时 后边的另一人走上前 他手里头捏了个钱袋子 朝着我船上一扔 才皱眉道 拿了钱就走 年纪也不大 怎么学着和那些老无赖一样 天天过来讹钱 我微眯着眼睛 稍微躬身低头 捡起来了钱袋子 再接着 我稍微撑船 朝着回返的方向而去 我并没有撑出去太远 约莫四五十米外 我就停了下来 差不多到了这距离 那艘船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了 显然 我这个位置并不会影响到他们 他们也懒得过来驱逐我 我坐在船头 将钱袋子丢在了船底部 微眯着眼睛 眺望着前方 天色 越来越暗了 我又从船服衣服下头的糖妆里 取出来了定罗盘 低头看着定罗盘的指针 暮色越来越深 夕阳的余灰落在定罗盘上 反射出淡淡的铜芒 现在指针指向的是正常用地 我现在停船的位置 在服器的范围之外 杨青山还没有贴服 否则的话 定罗盘必定能感应到生气的变化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我注意到远处的岸边 多了一些人 只是距离太远 看不清那些人的模样 不过我推断 天要黑了 那应该是窦架安排打捞我娘尸体的人手 即便是屡屡不得手 但他们没放弃 天越来越暗 终于 夜色取代了暮色 暗边那些人都上了船 到了河中央 一蹴一蹴的火光在河面晃动 我能看见 水面也在波动 也就在这时 定罗盘的指针动了动 缓缓地移动到了 浮神护法的对针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河面上映射出来了一个极大的圆圆 夜色都仿佛被驱逐了不少 我微眯着眼睛 心头微跳 喃喃道 娘 而给您添了一点生气 便不用一直躲着他们了 在有福气的情况下 我娘都只能躲藏 让他们无法找到 缘由很简单 他不是窦家安排这些人的对手 本来福气在玄河 只是将此地化作了鬼地 玄河本身有一些阴气 生气并不强烈 但流神水龙福开始起效后 一切都会变一个模样 有一个简单的比较 就像是诗在血眼之中 只要福利未曾消散 那这一段流域玄河 就相当于一个血眼 血眼其中生气流淌 我娘在其内 尸身就会更强横 还有 内服的作用 不只是这一个效果 当这段流域成了血眼之后 附近的生气 也会流淌过来 我推断李家大宅被改坟 是窦家将窦开叶葬入其中 而当村中生气 都被玄河带走之后 那座坟 就会成死坟 窦家就要搬起来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窦开叶会继续带给他 他们家族没韵 我手轻轻地敲击在船边缘 微眯着眼睛 看着河面 随着对真变得越来越强 玄河的水 已经开始升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浪 水面有一点薄弱的风 但风肯定带不起来这么大的浪 我瞧见那边水上的火光 开始朝着岸边靠近 显然是那些人 开始逃散上岸了 就连刚才守在河道上的船 都赶紧朝着岸边靠去 几分钟之后 水面上已经没有丝毫的火光 不过 却出现了一张竹筏 那竹筏似是在冒着悠悠的绿意 格外的森冷可怕 我正正地看着那竹筏 此时心头生起的 却是说不出来的苦涩了 因为我娘还没有出现 上一次 何止连亡人化道都用了 我都未见到我娘 反倒是福气出现了一次 让我清楚 这是命述的不相见 现在这竹筏出现 已经代表我娘出来了 在远眺着岸边 那些火光在上岸之后 又迅速地远离 很快 岸边也是寂静一片 我闭了闭眼 收起来了定罗盘 依旧坐在船上 我没有靠近那边 现在过去 有可能遇到我娘 但那仅仅是可能 窦家的人 现在肯定惊魂未定 我娘是活青师 再加上这风水的影响和加持 必定给了他们极大教训 否则 他们不会逃得那么快 我要是过去了 会让窦家知道 问题出在我身上 矛头一下子就会指向我 不出现 就会让窦家知道 他们的计划失败了 我要一点一点地逼窦家 先用风水 让窦家 那先生溃败 差不多小半个时辰后 我进处的岸边 出现了一个身影 杨青山骑着马 马到了岸前 我撑船到了岸边 杨青山扭头 看着另一个方向 他脸上略有几分金色 不瞒你说 我白天时候也经过了这里 未曾感觉到这么凶的气息 这里生气盎然 可凶气也冲了天 还未曾出现死气 这么凶的事 未曾死人 我顿了顿才告诉他 我娘的活青狮 和他认知的青狮 有本质的不同 杨青山长于一口气 他点点头 少年的轻质脸庞上 更多了几分深思 我们往九河县方向走 我开口道 杨青山面露不解之色 他皱眉道 去九河县 离开 我推断没错的话 生气灌河 河中令堂会给那些人教训 难道不是成圣进入村内 这只是下马威 我笑了笑 同时我撑船 朝着下游而去 杨青山不多言语了 他家的加马富 就这样 我们一船一人 一人一马 又朝着九河县方向返回 在路上的时候 我同样在观察四周 能瞧见的山 等到半路的时候 我上了岸 因为这岸边有一座山 这山的朝向 正对着上游的村子 谁有上下游 但山河路来说 就看朝向了 这山下的道 正对着那村子的方向 属于生气流淌入村子 我到了山前 寻觅了一个隐蔽的位置 贴了一张鸭龙符 山上的生气 在迅速消散 冷风吹拂之下 让我连打了几个寒颤 我做完这些之后 又回到船上 继续撑船往前 这期间 杨青山一直跟着我 他变得沉默了很多 看我的眼神 隐隐带着几分心惊 一直到了九河县范围外 杨青山才低声说道 我想清楚了 合成血眼 不光是震慑了那些人 生气还被吸入其中 你刚才又用符 压住了山的生气 成了死气 朝着那村子灌去 那村中主事之人 不但要解决 生气消失的苦恼 还有这死气灌入 川青龙过村 要么他们放弃这里 要么就得挡住 好手段 我没有抬头 还是在往前撑船 目光时不时 看过一眼岸边 差不多我估计到这里 是丧葬街外流域的时候 我将撑船的竹竿 插进了岸边 将船停稳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夜 我开口说道 杨青山下了马 我上岸之后 走在前面带路 杨青山则是跟在我身后 这片林子 也是当初 苗光阳落水的地方 我娘还在这里 撞碎了河志 不多时 穿过了林子 一眼就看到了 丧葬街的牌楼 走进街道 很快又到了纸扎铺外 纸扎铺的门紧闭着 我用力伸手 推开了房门 微微地刺痛 从掌心传来 我眉头微皱 同时收回了手 掌心之中 有一处细小的伤口 里头还扎着一段木屑 血流了出来 将木屑浸透 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升起一股 说不出的心机 杨青山的手 忽然按在了 我肩膀上 他的目光极为警惕 盯着前铺内 下一刻 他迈不进了前铺 马没有跟着他 只是在原地 踏了踏蹄子 这会儿 就成了我跟着杨青山了 我心神也警觉了不少 手被扎伤 还有那星际 这都是隐隐的预兆 片刻 我们进了后院 后院里头很安静 可这安静 却格外的甚人 月光映射而下 一眼 院内 我没瞧见马匹 泻满仓 却不可能不回来 在下一刻 我目光落至那棵老槐树上 树身被包着一层 黑棕色的皮 地面一片尸痕 月光映射之下 那并不是水 而是血 黑棕色的皮 是马匹 我脸色变了 死死地盯着老槐树 胸口就像是 被人狠狠捏住了一样 呼吸都变得粗重无比 我正要迈步 朝着老槐树走去 杨青山 却走向了 另一个房间门 他的手 却隐隐压着腰间 我心头更生起 一股不好的念头 像是闷了一口气在胸口 没有走向老槐树 我跟着杨青山 走到了那房间门 临门前 杨青山一抬手 浮尘陡然被抽出 啪的一声打在了门上 门开之后 就是一股子浓郁扑鼻的血腥味 那血腥味太重 重得让人作呕 地上满是鲜血 鲜血之中 却是一匹被包了皮的马尸 杨青山的脸 一瞬间成了铁青色 我死死地盯着那马尸 胸口也像是被人狠狠 击了一锤 就在这时 斜上方忽然传来一丝凉风 我扭头往上一看 刚好和一双通红的眼珠对视 他正在朝着我吹气 杨青山的左手瞬间抬起 一柄桃木剑 朝着那头扎去 这时候 我脸色骤变 抬手就去抓杨青山的手腕 因为那头是谢满仓的 瞬间我抓住了杨青山的手腕 杨青山的手顿住 谢满仓通红的眼珠 还是盯着我 他嘴角朝着后方咧了脸 脑袋却陡然朝着我冲来 我闪过身体 拉着杨青山后退了树部 躲开了谢满仓 砰的一下 谢满仓从屋门内斜上方落下来 他此时的模样 也让我心头被压上了一块大石 有种难以呼吸的感觉 完全被血水浸透的衣服 还在湿漉漉的滴血 他胸口贴着两张符 符纹繁杂 而且透着一股阴霾感 还有 他胸口有一道伤口 里头插着一把袖剂斑驳的刀 微弱起伏的胸口 代表谢满仓 还有一口没咽下去的气 但那刀上 已经足够要了他的命 活施 不除掉 他也会死缠我们 杨青山微眯着眼睛说道 他话音刚落 谢满仓猛的踏步 他又朝着我冲来 我一把推开了杨青山 声音沙哑 你不要插手 杨青山蹬蹬后退两步 下一瞬 谢满仓到了我身前 他双手狠狠朝着我肩头抓来 剧痛传来 我额头上汗水密布 谢满仓的脸上更闪过凝饿 他的脑袋朝着我脖子上袭来 张开口 一嘴的黄牙 更是透着恶臭的味道 李阴阳 一旁的杨青山 轻致的脸上 闪过一丝严厉 他抬起手 手中就握着一柄桃木剑 我心里头 却有种难以言说的煎熬 闭上眼 我同时却抬起手来 啪的一声轻响 在等我睁开眼时 谢满仓已经没动了 他直挺挺地处在我面前 血红的双眼 似是要变得清晰起来 只是 他脸色更加痛苦 嘴角也在往外一些 在他胸口上贴着的那两张符 正在逐渐地浸透 变成黑色 杨青山说的的确没错 谢满仓成了活尸 我用通鞘分金尺去镇压 他就会咽掉那口活尸器 可不这样的话 杨青山的剑会诛灭掉他魂魄 仅仅一天不到的时间 我让谢满仓留在这里 他直接就出了事 是有人早就在九河县盯着我了 黄奇以为谢满仓 没有经常出现在我身边 他也没有在窦家 第一次带人来的时候 被盯上 可实际上 是有人在放线 那人是在利用谢满仓等我 可这里头又有别的问题 如果说是窦家的人 那我撑传到了悬河上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之后悬河出事 窦家的人却未曾对我下手 这件事情说不通 那下手的人又是谁 九河县还有什么人和我有仇 能让谢满仓一天成活尸 这人的手段很强横 是窦家和这人有合作 这人和他们的关系 也没有多好 所以他知道 我来了 也未曾通知窦家 还是说 这就是阴差阳错 窦家对我下手 那个和我有仇的人 也到了这里 刚好也对我下手 我一瞬间想到了这些事情 谢满仓的双眼 已经快要闭上了 他脸上的痛苦彻底定格 胸口的符纹也完全变黑 我将通窍分矜持取了下来 伸手覆盖在谢满仓的双眼上 往下倾抚 不管是谁杀了你 冤有头 债有主 他害人性命 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的后事我会处理 你家若有家小 我会从皇妻那里问道 管他们三代风水 手完全俯过谢满仓的眼睛 我抬起手 谢满仓的痛苦的脸上 嘴角又似是勾起了一点 图马还杀人 狠狠力的手段 如此歹毒 网坐了人 我会替天行道 杨青山的视线 也落在了谢满仓的尸身上 这马 应该是他逼着 谢满仓图的 或者是控制了谢满仓 我稍微挣脱了一下肩膀 谢满仓的双手落下 他手上的鲜血更多 我将他尸体收敛 拉进了堂屋 又找了一张白布格上 这期间我一直在想 那人可能是谁 谢满仓爱马如命 他这样做 无疑也是在折磨谢满仓 让其好成活失 同样 他也是在破坏我的心境 枪足的凉匹马 跟了我近十年 早已经成了习惯 而且马通灵性 死前也必定极为痛苦 九和县 不安全了 我又说了一句 去什么地方 杨青山沉宁了一下 说道 直接进那村子 这事情是有八九和他们有关 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取死之道 不 不太可能是窦家 我将我的猜测 和杨青山说了 杨青山瞳孔紧缩 他皱眉道 天元地象名声很大 可仇家也当真不少 那你不知道是谁 我们就很被动 我低头 再思索了半晌 然后我想到了两个人 一人是赖迁 多年前 赖迁逃出生天 他儿子赖仲金 找了两个阴阳先生 外加老庚夫 吴贤长吴荣一行人 直接来唐震 对我下手报复 之后 何致用赖仲金 当作练手的靶子 将他批掉了命数 成了吃傻之人 再之后 赖仲金虽说活着 但在唐震里头 也如同行尸走肉 那件事情之后 赖迁也无半点消息 就像是被我们打怕了一般 而除了赖迁的第二个人 就是当初在十年镇 要利用汉拔的先生 结果被我抢占先机 将他逼走 可他的本事也不弱 以汉拔的十宝作为算计 剩我一筹 一直到如今 顿空 何致 还有柳道长的毒 都没有解开 这第二人 要比赖迁更可怕一些 因为他手中的毒 太过阴狠 可这只是我的猜测和推演 这两人到底 是哪一个 或者都不是 都有可能 我定了定神 又开口说道 我们去我家老宅 明日 我还要继续改风水 要给窦家一些压力 再进村内 杨青山点点头 示意听我的安排 离开了纸杂铺 我们又静止 朝着悬河岸边走去 到了地方之后 我乘船 杨青山在岸边骑马跟着 就这样 一人水路 一人陆路 我们朝着李家村赶去 夜色寂寥如水 悬河这一段流域 却显得不那么平静 生气灌注河内 从洪松线上 由外溢而出 即便是此地 都能瞧见水面上 似是有漂浮的人影 或是一些浮起的头顶 不多时 我们就到了李家村 到了我家的院外 院子和上一次来 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院墙是青色石砖 院头也是琉璃小瓦 干净不失气派 那时候 我就和黄七 叮嘱了修缮宅子 并且还叮嘱了他 让霍家去通知 九和县的人 不能再给李家村人 多少恩惠 我直接推门进了院子 院内干干净净净 堂屋门开着 里头的布局 还是和当年我家的摆设一样 只不过 让我脸色微变的是 堂屋的墙根深处 似是站着一个人 正在那里盯着我们 我抬起手 拦住了杨青山的肩头 杨青山的目光 同样望向了堂屋内 月华挥洒在院中不少 但屋内却显得一样漆黑 那人不只是 找到了九和县 他还找上了我家这老宅 不是活人 也不是死人 杨青山忽然说了句 我没心促起 成了一个疙瘩 不是活人 也不是死人 那是什么人 杨青山直接脉步 朝着堂屋走去 我的手也落了下来 三两步 杨青山进了堂屋内 我跟进去之后 视线也逐渐习惯了这黑色 入目所示 在墙角处着的是一个人 不 那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纸扎 那纸扎的脸 画得极为怪异 眉眼口鼻聚在 看似唯妙微笑 但实则 却诡异到极点 纸人许是从来不会给自己的纸扎画脸的 即便是在管仙桃木学所在的过阴山脉 我们看到了许千章的纸扎 他也没有给纸扎画脸 一张皮 很怪异的皮 杨青山微眯着眼睛 又低声说了句话 许昌龄 我闭了闭眼 声音沙哑了许多 你认识 杨青山又道 这就是你所说的仇家 不 他不是 我再睁眼 语气就复杂了很多 如果不是这个纸扎人 我是怎么都想不到 许昌龄可能回来 这样一看 马被包皮 这倒是纸扎将的手段 可这里又有一些问题 纸扎将 怎么会用上了符 还是说 许昌龄会和其他人合作了 杨青山 那人出现 不能下杀手 我又开口道 你刚才不是这个态度 你说 冤有头 债有主 杨青山的话语 就格外直接了 我一时间答不上来话了 可许昌龄 是许叔唯一的儿子 屋内的氛围 一瞬间僵持下来 杨青山深深地看着我 那张少年脸庞上 更是若有所思 此人和你什么关系 他问我 我有个叔叔 一师一父 正是因为这种关系 许昌龄和许叔闹翻 还因为其他一些缘由 我成了他眼中钉 肉中刺 可许昌龄是许叔唯一的骨血 我若是杀他 无法和许叔交代 我声音沙哑地说道 那你如何和你的仆从交代 杨青山又问我 杨青山看我的眼神 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审视 他摇了摇头 道 师尊告诉我 每一个先生 都是优柔寡断之人 若是先生有行道之心 能发挥的作用比倒是更大 可惜先生都没有 我算是伴的先生 我大致能体会你的心态 可这件事情 对你那个惨死的仆人 太过自私 他能一个照面就杀了人 必定所造 杀孽不止一个 此事 你拦不住我 杨青山的眼中 溢出了杀鸡 不过这杀鸡之中 又透着一股子浩然正气 不杀他 扣下他 交由他父亲处置 如何 我又和杨青山说道 自欺欺人 将决定交给其余人做 杨青山摇了摇头 他这话 当真是将我所有的话 掖了回去 抬手 我直接用通俏分矜持 朝着那纸扎一抽 纸扎歪歪扭扭地 朝着地上倒去 只不过 他刚倒下了一半 忽然又一颤 整个纸扎又立了起来 充盈无比 那张唯妙唯笑 五官俱全的脸 更是透着一股 无比甚人的笑意 吃得一声清响 那纸扎人口中 却喷出来一股 黑漆漆的血水 我距离他太近 眼看血水 就要射在我脸上 杨青山忽而冷哼一声 他一手推我 另一手则抽出来了 腰间的扶尘 扶尘一甩 血水直接被打飞 全部落在了 后方的墙上 痴痴的声响中 白烟升起 墙上多了几个 腐蚀了的洞 那纸扎又是一颤 从他身体各个位置 又弹射出来了 数把匕首 眼看那些细小匕首 要射在杨青山身上 杨青山的身体 忽然在原地一个悬身 他速度快到极点 扶尘就像是 形成了一圈屏障 那些匕首并没有 击中杨青山 就直接被浮沉弹飞 我在后方 却看出来了 这纸扎人 和纸人许所做纸扎 本质上的不同 这纸扎的怨气太重 那血还带着尸毒 这很像是 纸人许活泼了 吴显长的那种活人纸扎 可吴显长是无恶不作 伤天害理之人 许昌龄能找到那种 人屈包皮 他的性子 也完全不是那种人 活泼人皮做纸扎 这太过狠毒了 我思绪之间 杨青山的身体转速 似是更快 还有一声凌厉的咒法传出 斩草破地亦可降 斩鬼可巨殃 树人通用 他身上 同时射出数把桃木剑 那些桃木剑 稳稳地定在了 那纸扎人的身上 将其钉死在墙面上 纸扎颤动无比 就像是风吹得快裂开 又像是他本身在发酵一样 不过下一刻 他忽然围抿下来 也不再动它了 这一招 正是当时杨青山对付和志 赤鸥 还有顿空的 我抬头 四扫院子四周 纸扎能有反应 许昌林必定在附近 林木为阵 他必定是在阵挂之地 我立即转身 走出我家院子之后 立即朝着东边走去 不多时 杨青山就急不跟上我 我没有说话 一直闷头往前走 没过多久 我就走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这里是李家村的后山 光秃秃的山体顶端 能看到一些枝棱出来的老树树干 还有一些绳索上挂着几具尸身 这是当年我爹做捞诗人 要挂诗的地方 下方则是一片老林子 月光映射下 其林木漆黑无比 仿佛染了墨水 这就是阵挂的硬挂之地 站在林子入口 我盯着旗内林木 隐隐晃动的枝条 就像是有一个人刚钻了进去一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 低鹤出声 许昌林 我知道是你在这里 一不错 不不错 你已经比当年走得更偏 出来 我带你去见许叔 只要你肯回头 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杨青山皱眉 又看了我一眼 他不说话了 林子里头安静无比 没有任何回应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又沉声道 你杀不了我 你也躲不掉 若是你不愿意束手就擒 我就只能先废了你 再送你去见许叔 林内却传出来一个音译的声音 大言不惭 多年没有听到许昌林的声音 他的话音已经十足的陌生 可他这番话中 却透着十足的自信 再接着 许昌林的声音又传出林子 李阴阳 我本来不想再和你有交集 可你倒好 将我家的宅子 当成你家的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仆人也随便进来捐马 我回来之后 也听了不少酒和仙人所说的事情 正好 我看看你的本事 是不是和传闻中的一样 届时 我添一道阴阳先生的尸皮 再去见我那连儿子 都不要的清点 我倒要让他看看 就他的眼光 选上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还有 他根本不知道 纸扎匠到底有多强 天天守着坟里头的尸体 又有多大用处 活人的皮 才是最好的纸扎 话音落罢 林子外刚好起了风 乌叶呼啸的风声 就像是鬼哭狼嚎一般 我眉头皱得更紧了 许昌林是回来了 住在了纸扎铺 我让谢满仓过去 所以激怒了他 可即便是再怒 一言不合 直接杀人 这也太过狠毒 而且他所说的话 就和我猜测的一样 他现今果真是用活人取皮 我正要迈步 杨青山却一脸杀意凛然 他直接跨不进了林子内 我心头知晓 是许昌林那最后一句话 彻底激起了杨青山的杀计 这也令我心头更恶寒 如此一来 我不可能在杨青山手中 保住许昌林 他做的孽也太大 饶失我和许叔的情分 也让我很难再留情 杨青山的速度太快 我极为勉强才能跟上 甚至杨青山 就像是知道方向一样 时不时地调转一下 很快我也不意外了 因为杨青山本就是风水先生 我能用八卦法 杨青山也能用 约莫半盏茶的时间后 我们两人来到了林子正中央 这地方我还记得清楚 当初我爹的尸体 先落到了这里 苗光阳还说过 第三罪记凹风穴 铁定人钉绝 不过 我爹被拉出来 又换了上好的风水急让 我有顿空 二叔有了平江 也破了这个禁忌 出来吧 杨青山冷冽地喝了一声 他的话音在四周回荡 形成了回音 东侧 几棵歪歪扭扭的老树下 走出来了一个人 那人 赫然便是许昌林 多年未见 许昌林已经年近中年 他整张脸多了不少风霜 他眼中除了阴霾 就是带着讽刺 李银阳 还是如同当年一样 你随时都要带着人保护你 一辈子了 都没多大长进 现在居然还带这个小道士了 我 都不忍心包他的皮 许昌林说话期间 脸上还带着阴冷的笑 下一刻 他忽然喃喃道 这小道士 是你儿子 我倒是听说你儿子十来岁了 这样一来 我倒是确知不公 我眼神彻底冷裂了下来 杨青山的眼神 反倒是变得格外的平静 他不是我爹 若是我爹在这里 你已经死了 杨青山说道 不是你爹 那你跟着他 活像是他儿子一般 我就包了 你这不孝子的皮 替你爹好好教训你 许昌林冷声道 他身体朝着前方一倾 双手在胸前交织 速速声接连不断地传来 四周的林木之中 出现一道道的人影 当那些纸渣全都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 我心头更更为恶寒 所有的纸渣都泛着泄光 每一个都微妙微笑 和我家中那个一样 这些全都是活人皮 许昌林变色更为冷漠 十余个纸渣直接朝着我和杨青山冲来 所有纸渣全都倾斜身体 双臂绷直 手上是锐利的匕首 我抬起手来 手中捏着的是数张符转 这也是顿空给我的符 现在还没必要用上帝之笔 直接临摹符转 这些符应该足以对付许昌林 他的确变强了 但他也太狂妄了 可杨青山的动作比我的更快 他右手一推 直接就推中了我的肩头 一股大力清洗我身体 我朝着后方蹬蹬地后退 在下一刻 杨青山身体陡然往前倾斜 他双手落在身侧 下一瞬 杨青山踏步冲出 他双手拔出 紧握在手中的是两柄长约一尺的青铜剑 开赛鬼路 永必诸凶祸恶 转眼 他就冲出树米开外 那些纸渣和他刚好碰撞在一起 瞬间 他们就斗在了一起 纸渣在许昌林的操控下 就如同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恶鬼 杨青山在其中 他的剑挥舞着 在月光之下 似是形成了一道道剑花 只不过 那些纸渣显然和普通的不同 柔韧性要更强 并没有被杨青山斩破 每每快要直接斩破的时候 纸渣又巧妙地后退一些 躲掉了那种力道 眼看着纸渣越来越多 几乎要将杨青山给死死缠绕起来 许昌林的身体 又有几分倾斜的动作 并且 他还在收紧纸渣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类似的动作 这是指人许用过的千丝分尸 当初指人许用这一招 让那羽化 恶尸都吃了苦头 当然 如果不是羽化恶尸 恐怕真的给指人 许将尸体弄得支离破碎 杨青山不过是血肉之躯 他怎么可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招式 况且 这些还是更诡异 森毒的活人皮脂扎 思绪至此 我低声喝道 杨青山 这是他的杀兆 不要被困死其中 我话音落霸的瞬间 就感受到一个更森冷的目光传来 悠悠的话音入耳 老家伙还真当你是儿子 千丝分尸都告诉你 许昌林的话音 更透着恨意了 而杨青山正气凌然的喝声 更是穿透夜空 神剑射之方 其万邪不清 嗖嗖的声响之中 足足十数根弩剑 直接射穿那些纸扎皮 半空之中 也不停传来崩断之声 转瞬间 杨青山的身影 重新出现在我眼中 他周身大部分纸扎 都落在地上 这活人皮纸扎 果真和普通纸扎有所区别 要是寻常纸扎 这会儿早就全部软倒在地上 这种纸扎 还是助力在地面 就和死人一般 杨青山双膝微微弯曲 就如同扎着马步一般 他一手持桃木剑 另一手却横举在半空 我见过柳天牛和柳花岩手臂的弩剑 心知杨青山也动用了相仿的招数 不过 那招数又有些像是风水术和倒数 结合出来的新招 许昌林的面容更冷烈了 眼中怨恨更多 下一刻 他的手再尖头一抓 狠狠一转 衣服撕拉一声裂开 许昌林的布衣之下 是一层紧紧覆盖在身上的皮 这是一张深青色的尸皮 有一部分挤压搭拉在许昌林脖子上 他抬手 就将那皮完全笼罩在了头上 只能许用过这种招数 伸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而且青尸皮坚韧无比 是极好的防护 下一刻 许昌林身体往前一斜 他速度快到了极点 直接就朝着杨青山冲去 在距离杨青山只剩下一半距离的时候 他守在半空中一颤 我隐隐看到了一瞬 他双手不只是湿皮覆盖 有漆黑的指甲 那手指之中 竟然还缠绕着钢丝 这不只是控制指扎的手段 也是杀人不见影的凶器 再下一瞬 许昌林就冲到了杨青山的面前 他双手朝着杨青山一抓 许昌林这动作 当真是毒辣 而且狡诈 看似他抓杨青山的脖梗合脸 但实际上 那钢丝应该被他甩到了后方 一旦他第一招没得手 在等他后退 或者被杨青山击退的时候 甩在后方的钢丝 足以斩断杨青山的头 小心钢丝 我沉声喝道 杨青山反应极为迅速 动作也快得惊人 他一手持青铜剑 横着在脖子前面一挡住 紧跟着他左手往肩头一举 嗖的一声 一根弩剑从左袖射出 他握住了弩剑后半截 又在半空中一绕 顿时 弩剑和许昌林的手之间 就绷紧出来了一道明晃晃的钢丝 李英阳 你就像是一个苍蝇 嗡嗡地让人厌恶 许昌林咒骂一声 他猛地抬起腿来 半身跃起 朝着杨青山胸腹一踹 杨青山也动了 他持着青铜剑的手 狠狠朝着前方一压 紧跟着 他左手又往后一转 同时 他抬起一条左腿 接住了许昌林蹬下来的那一脚 只听许昌林一声惨叫 他整个身体在半空中 绷成了一道弓形 本来杨青山的青铜剑 接住了他压下的双手 杨青山反压 应该是两人退开 再加上脚上的力道 还会退开得更远 但偏偏许昌林手上还有钢丝 钢丝又被杨青山 用一根弩剑缠住 这一次碰撞极快 不过是几个呼吸之间 杨青山又完全占据了上风 在许昌林被牵制的同时 我迅速迈步往前 抽出来了通翘分矜持 我准备从后方给许昌林一击 让他失去行动能力 还没等我到他们进前 许昌林忽然又是一声闷哼 他双手未止的尸皮 竟然生生断裂 钢丝是缠在尸皮上的 瞬间 他就和杨青山分开了身体 许昌林飞退了至少七八米外 他身体没入了密林之内 我猛地顿住脚步 就要朝着许昌林追去 可杨青山的速度更快 他左手丢下弩箭 又在腰间一抚 并且他身体绷紧 双臂猛地往外一挥 盖文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无精斩除 除去百秧 一斩去天秧 天逢道路鬼 斩雀诸魔鬼 永远离家乡 二斩去地秧 地户将吉祥 南邪女归正 斩灭自消亡 三斩去鬼秧 百怪远前藏 断阙诸厄史 家眷自安康 无缝御黄律令射 陶木剑 冒陶剑 青铜剑 瞬间从杨青山双手间 挥射而出 咒法落下的瞬间 所有剑全部没入了密林之中 只不过 我并没有听到许昌林的惨叫 下一瞬 一道血煞化青的纸扎 从密林之中窜出 这一个 要比之前那些纸扎更凶 除了许昌林身上穿的青石皮 就属着血煞化青的最凶 也是因为这是活人包皮 完全折磨出来的化煞 要比正常的青石皮 给人的压迫更大 那血煞化青的纸扎直冲杨青山面门 我似是耳边都听到了破空声 杨青山冷喝一声 他再往前迈出三步 同时 他双手再次落在腰间 又往前一挥 三柄青铜剑 从他手中传射而出 一展去天阳 妖魔尽损伤 星辰来护卫 日月显三光 咒法之中 三柄青铜剑直接洞穿了 那血煞化青的纸扎 整个纸扎瞬间都变成了漆黑色 这一切还没停下 因为密林之中 又射出一道纸扎 同样是血煞化青 不过这一次是两个 杨青山的动作也未曾停下 他再次往前踏步 喝到 二展去地央 雾脊坐中方 浮尸皆化散 亡良总消亡 再一次三柄青铜剑射出 不过这一次 分别是一柄射穿 一个血煞化青的纸扎 最中间那一柄 直接朝着密林之中射去 很显然 这一次青铜剑 只是勉强扎穿了 两个血煞化青的纸扎 它们正在变黑 那第三剑入了密林 又一次湮灭了声息 杨青山的眉头 紧皱了起来 他再次踏前三步 沉生喝道 三斩去鬼秧 鬼魅进前藏 亡魂超仙剑 学内勇真详 最后三柄青铜剑 传射而出 可这一次 从密林之中窜出的 是三个青狮皮纸扎 灵散的月光 透过丛林 照射在那三个青狮皮纸扎上 我才看清楚 哪是三个青狮纸扎 纸扎只有两个 最中间那个 是穿着青狮皮的许昌林 另外那两个纸扎 连仿佛都还在挣扎扭曲 似是死不瞑目 不想被许昌林操控一般 还有 那两个纸扎的头顶上 居然贴着符 繁杂无比的符文 不只是有一些八卦的图案 怎么还有一些阳算的印记 阳青山的三柄青铜剑 分别射中了他们三个 另外两个青狮纸扎被射中脸上 没有造成任何伤口 许昌林接住了阳青山的青铜剑 他狠狠朝着地上一甩 在下一刻 他们四散开来 但在这期间 却还是朝着阳青山包围而去 半空中 似是有钢丝 正在缓缓落下 我心头惊疑 脚下速度更快 转瞬间 我就到了阳青山身旁 你过来做什么 以为我对付不了他 阳青山的语气沉了不少 那少年老成的感觉 更重几分 我低声道 活人皮的青狮纸扎 你天赋再高 也要慎重 这恐怕又是千丝分尸 许舒的千丝分尸 只是用了青狮皮 就让羽化恶事吃亏 话语间 我抬起头来 盯着半空中落下的钢丝 他们已经快要接近到 我和阳青山的头顶了 连带许昌林在内的三个青狮纸扎 呈现一个三足包围的模样 将我和阳青山笼罩其中 李盈阳 你倒是有几分自知之明 不过 你到这小道士身边 也没有用 不过是你一起死罢了 本来只想用普通纸扎试试这一招 没想到你逼得我 用出来了压箱底的青狮皮 许昌林幽冷的话音 在林间回荡 阳青山双手又要在腰间抚过 显然 是他又要用倒数 可在这种情况下 倒数恐怕没用 刚才阳青山都无法穿透那些纸扎皮了 抬手 我直接就按住了阳青山的肩头 送我上去 然后去一边等我 我低声喝道 同时我眼睛瞟了一眼上方 阳青山的脸色微变 你疯了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许昌林每每见我都 如此控制不住情绪 唯有一点 他总被我压着一头 我强过于他 得到的也比他多 杀人 要诛心 我眼神严厉了不少 阳青山额头上见了汗 不过他同样伸手 直接按住了我肩头 再接着 他狠狠往上一发力 我双腿随之在地上用力一蹬 杨青山松手 我身体直接冲高了两三米 这下 我直接用身体 接住了许昌林 和那两个青狮纸 扎散出来的钢丝 瞬间 钢丝就在我身上缠绕 绷紧 与此同时 杨青山朝着右侧一闪而过 身体瞬间出了钢丝的包围圈 我重重落至地面 许昌林没有立刻动手 他反倒是正住了 眼神惊疑地看着我 李盈阳 你这是什么赵硕 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就直接将命送给我 束手就擒 许昌林语气又变得幽冷起来 我微眯着眼睛 静静看着许昌林的脸 道 束手就擒 不 我只是告诉你 我站在这里 即便是你用千丝分尸 也不是我的对手 你杀不了我 许叔未曾选你是有缘由的 而今你没有奋发进取 反倒是以伤天害理的手法 获取失皮 更是令他失望 许昌林的双目 顿时泛红了不少 他低声道 李盈阳 你满嘴地胡说八道 我杀不了你 你这张皮 我看着都厌恶 不要也罢 下一刻 许昌林身体往后一转 与此同时 那两个轻尸指扎 也在他的操控下 同他同时转身 这期间 那两个轻尸指扎 似是变得更为身轻 月光映射其上 他们却显得有几分挣扎一般 许昌林的身体 猛地往前一跪 他低声吼道 千丝分尸 只不过 我只觉得自己胸前 有一股距离 是钢丝拽着我往前 至于左右两侧 那两个轻尸指扎 并没有往前冲 在许昌林发力之下 他们反倒是 朝着许昌林搜的一声 回反了过去 就好像许昌林 用错了钢丝的力道 明明是要操控他们 将我分尸 可却成了将他们收回 下一瞬 许昌林侧头 朝着后方看来 他脸上本来是冰冷是血 眼中还透着兴奋 和我对视的刹那 许昌林眼中 透着的就是恶然 我微眯着眼睛 眼神却更为平静 那两个指扎 瞬间就到了许昌林身前 可他们 却没有停下的征兆 许昌林眼中的金句更多 我这才发现一点 这两个青尸指扎头顶的符 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不是许昌林将他们收回去 是刚才符掉了 他们没有被许昌林控制着杀我 是要反噬许昌林 前一刻 这两个青尸指扎出现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他们的不对劲 怨气太重 太甚 像是这种活人取皮 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就是太凶恶 要将其生生 折磨成化煞的尸体 包皮和死亡 都是同时进行 还有 纸杂将 就是杀他们的凶手 这就会让他们的怨气 予日俱增 其实 许叔那么对吴昌常也有风险 只是我们对那吴昌常的恨意都太重 再加上有我护着 许叔的经验又足够老到 这危险能控制 况且 那活人尸皮就一张 许昌林却完全不同 加上刚才那些 他少说活泼了几十个活人的皮 且不说这造孽多少 这两个青尸指扎 他就压不住 能操控的缘由 恐怕就和青尸指扎头顶的符有关 他必定是遇到了高人 给予了他符 现在符落了 他自然被反噬 命数庇护之下 他的命完全比不上我 才会呈现在 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状况 我思绪飞快 这期间 那两个青尸指扎 才将将缠住了许昌林的身体 搜的轻响声中 他们的胳膊 腿都完全缠在了许昌林的身上 若非许昌林 现在穿着一张青尸指扎的皮 恐怕他已经丧命了 即便是如此 许昌林也露出痛苦之色 他脸胀红无比 是那两道指扎缠得他脖子太紧 几乎没有呼吸的能力了 我挣脱了身上的钢丝 微眯着眼睛看他 我觉得 他肯定还有什么后手 只不过 许昌林的脸却越来越胀红 他喷的一声 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艰难地挤出来了几个字 李兄 就 就我 我爹就只有我一个儿子 你 要眼见他卷 好吗 许昌林的脸 从红色逐渐变成了紫色 他脸上的确出现了死相 杨青山走至我身旁 他没去看许昌林 脸上金色却不少 低头再看地上的钢丝 又看了看我 他又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我对付杨青山的时候 同样用了命术庇护 他如此聪明 应该快联想到一些了 深吸了一口气 我看许昌林的眼神 愈发凝重 脉步 我朝着许昌林走过去 这期间 我心头疑惑也颇多 刚才我没有立即动手 是在等许昌林的后手 他无法完全制住那轻尸指扎 帮他画幅的先生 肯定要准备一些东西给他 作为被反噬时候救命的手段 可许昌林居然没有 那他和这先生的合作 就有些说不出来的怪异了 转眼 我走到许昌林近前 他显得更为痛苦起来 眼中哀求更多 我快速取出来了两张符 直接拍在了许昌林身上 顿时 许昌林脖子上的指扎皮 就松开了 许昌林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他睁大了眼睛 露出几分劫后余生的喜色 紧跟着 我抽出通翘分金尺 就要朝着许昌林眉骨上抽去 可要落下的那瞬间 我手又僵住 最后 我用左手承掌刀 狠狠一掌 记在了许昌林的脖子上 许昌林闷哼一声 他朝着地上瘫倒下去 可就在这时 身后忽然传来凌冽的破空声 心惊之余 我抬手朝着身侧一批 铿锵一声 通翘分金尺 打落了一柄青铜剑 你不能留他的命 你不动手 我来 杨青山凝重的话音传来 我手指下意识地握紧了 通翘分金尺的齿身 指观截在逐渐发白 我没能反驳的了杨青山 下一刻 杨青山走至了我身旁 又沉声道 就算现在 正到师伯在这里 他要做的也和我一样 再接着 杨青山转身 他目扫四周 你看看 这里有多少人的皮 多少人的亡魂不散 就因为他和你尽重的长辈 有血脉关系 你就要 让一个该死之人活着 那他残害的那些人 何其无辜 你那惨死的手下 又何其无辜 杨青山的眼神 愈发地冷冽 他再次扭头看我 少年的脸庞上 凝重更多 李盈阳 如果你真要留他的命 我不介意和你再斗一场 若是你赢了 我无话可说 若是你败了 那就不能拦我 我 现如今面对面 我怎么可能是杨青山的对手 还有 他说的话 的确是有道理 只是我又怎么和许叔来交代 低头 我死死盯着地上的许昌林 这会儿 杨青山又抬起手来 他没有立即动手 目光警惕地看着我 我沉默片刻 又看着许昌林的脸 我这一眼 看的就是他的面相 他相隔之中 英志功饱满 这是许昌林有后了 我瞳孔顿时紧缩了一下 心头顿时落下来了一块大石 往后退了几步 我声音沙哑道 他的确死有余辜 杨青山那少年面庞上出现了几分满意 他手袖中滑出一根弩箭 挥手 他就朝着许昌林眉心落去 我闭上双眼 又深吸一口气 要保持镇定 可偏偏在这时 我却听到了扑斥一声清响 口鼻之中闻到的是一股难闻的恶臭 这臭味陌生 可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没有听到穿透血肉的声音 反倒是还有杨青山的一声闷哼 我抬手猛地捂住鼻子 平住呼吸的同时 我睁开了眼 我瞧见的是杨青山蹬蹬蹬后退竖步 他身体仿若僵硬了一般 刚刚昏迷的许昌林 却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 让我心头大惊的是 许昌林的肩膀两旁 各自趴着一个皮毛发白的黄皮子 他们尾巴甩动 其中一个的爪子 还扣着许昌林的人中 很显然 他们放出来的臭气 又抓醒了许昌林 我闷哼了一声 要迈步往前 同时伸手 又去抓通翘分矜持 可身体着实难以控制 那种久违的僵硬感 太过彻肘行动 李茵阳 我一定会回来杀了你 许昌林颤巍巍地低喝一声 他更为艰难地撑起来身体 朝着林子另一头跑去 那两个黄皮子 趴在他的肩头 晃动的尾巴 更为妖艺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许昌林跑了 身体麻木地难以跟上 转瞬间 许昌林就逃得不见踪影 我扭头去看杨青山 这会儿杨青山已经盘膝坐在地上 他双目紧闭 口鼻也是紧闭 脸上还有些泛滤气 先前他离许昌林最近 那两个黄皮子放的屁 恐怕都打在他脸上了 我只不过是受到一些余毒轻扰 不过杨青山的脸色正在慢慢好转 我坐在地上 用力煽动脸前 干净的风吹散了余味 我也稍微好了一些 我眉头皱紧得更多了 因为许昌林简直太怪异 他消失多年 回来手段变得很利了不说 纸扎上有阴阳先生的符 而且这幅特殊 好像是阴阳术混合在一起了一样 还有 他身上居然还带着黄鲜 当初在白先生手里 我们吃了大亏 他师姐更是带着黄皮子 找上我们麻烦 最后还抓走了徐白皮 早年的经历 让我对这些东西都有一些认知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觉得怪异 许昌林遇到阴阳先生也就罢了 他是上哪儿弄来的黄皮子 还是两个这种老成精的跟着他 我思索了许久 身旁的杨青山总算脸色恢复了正常 他睁开眼 眼中尽是阴霾 让他跑了 他少年的嗓音透着几分不甘 我正要开口 杨青山却又到 一个纸扎将 身上却带着出马饲养的黄鲜 他好诡异 只是黄皮子都不足以威胁到我们 那两个却不一样 也好在他身上只有黄鲜 如果刚才还有柳鲜 恐怕会要了我们的命 师尊说得没错 狮子薄兔 一须全力 我应该在远处就给他致命一击 不该让他有逃生的机会 杨青山的眼中出现了几分奥猛 我脸色也在变 出马的仙家 带着出黑鹰杨先生的福 又带着出马仙家的黄仙 这许昌龄是在搞什么鬼 此次的许昌龄 从各个地方都透着十足的诡异 之前我之所以没想到许昌龄 也是因为谢满仓的死 我此前是没看出来死相的 从我学医到如今 只有在黄之远 以及那马车老人身上 面相没有完全起作用 可我也因此知道了 骨相不是真的万全之法 当先生足够厉害的时候 还是能瞒过一些事情 当时看到谢满仓的尸体 我就只想到 赖千和那十年镇的先生 现今看来 就是因为谢满仓身上的福 那幅太特殊 大概率是阴阳术结合起来的福 以及还有出马的黄仙 因此 我没看出来 谢满仓要遭遇的命捡 我思索很快 杨青山迈不要往前走去 穷扣莫追 而且时间已经很长 你追不到了 我抓住了杨青山的手腕 杨青山没有追出去 他闭了闭眼 也不说话了 此事 回头要告诉许叔一下 许昌龄吃了这么大的亏 恐怕不会来找我们了 我说完 就朝着林外走去 杨青山紧随我身后 我们两人很快就出了林子 顺着我家的方向走去 这期间 我一直在推演 关于我娘他们村子 以及窦家的事情 许昌龄会不会和窦家那先生有关 可看上去 这种概率性不高 大概率 是我偶然间撞上了许昌龄 那窦家是看低了我 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样一来 窦家背后那阴阳先生太弱 也太狂妄了 不多时 就回到了我家宅子里 我检查了一下宅内 并没有再留下什么纸扎 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熟悉了一下房间 给杨青山安排了一个之后 我也回了一个屋子 躺下休息的时候 我又想起来了我爹 心里头难免还是有些唏嘘 只是时间没办法倒退 这世上也没有起死回生的灵药 困意袭来 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四日清晨我醒来 杨青山正在院内练剑 他手段伶俐 招式也很迅猛 和我对视一眼 杨青山就停下来了手头的动作 我告诉他 今天再不一个风水局 针对一下窦家 夜里头我们就可以进村了 杨青山点点头 他也道 三个风水局 要么那先生直接被你窦垮 要么窦家就准备好了 对付你的手段 你这些风水局都没用 我微眯着眼睛 杨青山所说也是一个可能 我做了个请的动作 示意他往外走 两人走出李家 到了岸边 我撑船 杨青山上了马 我刚撑了竹竿 杨青山忽然说到 村口过来了很多人 我摇摇头 甚至没回头看一眼 就直接撑船 杨青山家的家马夫跟着我 他略疑惑 为什么你不等他们过来再走 只会耽误半盏茶的时间 这些村民应该要和你说不少话 我爹每每出门 都有成名百姓相送 我 邱天元只是虚假作作 他这种相送 也是百姓被蒙眼 他不能用来和我相提并论 此外 李家的村民 又怎么可能感激我 他们会更虚伪 不过是想见我的名声而已 我爹死了 这村内之人 虽说无拍手叫好 但却觉得他该死 恨不得土上几口唾沫 我还未死 他们就给我上了灵堂 奸诈小人 不需他们送 我直接说道 杨青山醋梅 他不说话 跟着赶路 到了九和县的时候 我先去买了一些吃的 和杨青山分而食之 再之后 我就继续走水路 杨青山在一旁的岸边 跟着我往前 沿途中 我又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贴下来了一张符 这张符的作用就是震水 能让悬河水的生气 不返流至岸上 这样一来 我娘他们村内 就只剩下生气外移 越来越死寂了 三种布置做完 至少在风水上面 豆家已经被我死死压制 他们想要用风水 来针对我 已经不可能 眼看距离村子近了 我告诉杨青山 让他将马仙放置安全的地方 跟我一起上船 杨青山皱眉 问我 为什么不直接进村 我沉默了片刻 才告诉他 我是要找豆家报仇 而不是单纯的 要和他们斗 我从水上走 就是从我娘身边走过 虽然我见不了他 但是他能目睹着我 去找豆家人要个交代 同样 这也会给豆家一种压迫力 杨青山若有所思 他沉默了片刻后 翻身直接下了马 再接着 他一拍马屯 那马斯鸣一声 就直接钻进了岸边的林子 杨青山跳上我的船 站至我身旁 我乘船的速度快了很多 并且慢慢移动到了悬河中央 终于 岸边的草屋 出现在我视线中 和前一日不同的是 水上那些人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就连船都没剩下半个 我进入了这范围水域后 饶式大白天 也觉得一阵阴冷 而这阴冷之中 又透着几分暖意 阴冷是来自于浮气 暖意便是盎然的生气 距离近了 甚至能瞧见 岸边的十粒地 居然都长出来了薄薄的草皮 这也是生气变得浓郁 风水极佳的体现 当船停在草屋 正对着的悬河中央时 我停了下来 盘西坐在船头 我静静地跳往岸边等待 杨青山坐在船另外一侧 他在低头看水面 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也取出来一块螺盘 我并不意外 枪族即便是 没了藏影观山 风水树也不会太弱 否则秋天元 也到不了如今这一步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天慢慢地黑了 只不过 岸边却一直没有来人 一直到完全入夜 依旧没有一个人来过 你好像算错了 杨青山早就收起来了螺盘 他和我说了一句 我半垂着眼瞼 视线落到了水面上 无论他们来或者不来 都是我占据了先机 我摇摇头 回答杨青山 嗯 杨青山疑惑看我 来 我会让我娘看着 他们是怎么死的 不来 那就是他们怕 他们只能够固守在算计好的地方 所谓请君入瓮 只不过是一群缩头乌龟 我话音刚落 岸边更远处的村路上 传来了火把的光亮 片刻后 那光亮靠近了 是一个穿着滑跪颈段 却是一副管家模样的人 带着两个仆丛 此人生着一副小脸 身材又高大一些 看着就极为奇怪 他没有靠近岸边 而是在草屋外延那条路上 就停了下来 他身边的一个仆丛 忽然扯着嗓子 大声喊了一句 船上的人 你 你是不是李阴阳 他声音极大 吼声中也带着破罗音 现在来了三个 杨青山忽然说道 不是郑主 他们着急了 我微眯着眼睛 回答了一声 雨霸 我撑着竹竿 缓缓朝着岸边靠近 不过 我并没有回答那人 紧跟着 另外一人的吼声 又传入我耳中 李阴阳 你连明信都不敢认吗 他的破罗音更重 我依旧平稳撑船 两个仆人中间 那似是管家的人 忽然从袖子里 取出来了一样东西 我现在已经距离岸边很近 能看得清楚 他手中拿着的是一个锦盒 下一刻 他打开了锦盒 拉起来了其中一节绳子 月光下 那是被穿起来的四只耳朵 血早已经干涸 耳朵的断口处是黑色的血甲 他声音略尖锐 李阴阳 不管你打的什么算盘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来了 都必死无疑 这两双耳朵 你知道是谁的吗 船 靠到了岸上 我目光落在最中间那人身上 他目瞳突起 眼睛上竟是崩起的血丝 破罗因 木同生血线 印堂短小 中间凹痕未裂 颧骨尖尖 薄唇发黑 不止杀人 至少沾染人命数十条 旁边两人也是杀人不眨眼之辈 你们斗家 果然如同我所料那样 心狠手辣 我轻声开了口 那管家脸上露出冷笑 道 哦 心狠手辣 李盈阳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心狠手辣 家主命迷立即至你李家大宅门前 若是你半个时辰内不到 那这红松村内将无意活口 还有 你外公外婆的尸身 也要被乱刀剁碎 他说着 手一甩 那两双穿起来的耳朵 直接就朝着我甩来 我微眯着眼睛 没有动 下一刻 我身边却传来了轻微的风声 不 不是单纯的风声 而是阳青山洞了 带来的凌冽进风 再下一瞬 是三颗抛飞而起的头颅 血 建设在夜空中 形成了三股血花 那两个仆人的眼中 还是愕然 震惊 包括那管家 他们四事都完全没想到 前一刻 他们还在耀武扬威地威胁我 这一瞬 就全部人头搬家 我并不意外 换句话说 这也在我的计算之中 豆家要计算我 还用了整个村子 村内必然是留不下来 什么活口了 只是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留下来了村民的命 直接来威胁我 看来他们动手前 了解了我太多事情 可他们绝对没了解到 我身边还有一个阳青山 从小就被柳三元灌输 除恶无尽 替天行道 天生道士的阳青山 阳青山落地 刚好停在了那三人尸身前方 砰砰砰地声响 三颗人投落在地上 朝着悬河水面滚去 我从船上走了下来 捡起来掉在地上的绳子 耳朵也被我提起 月光照射下 这一双耳朵显得很是苍老 你没和我说 豆家那么心狠手辣 能用一村人命威胁人 阳青山扭头 此时 他眉心几乎形成了 一个树纹的穿紫 他手中一柄细长的青铜剑 剑身上没有一滴血流下 我还没有说话 阳青山看我的眼神 忽而又变得凌厉了几分 你 再算计我 用我当你的剑 月光将阳青山的影子 拉得极长 他手中的剑更长 我没有半分躲闪 直视着阳青山的目光 我没有算计你 我们是朋友 我开口道 朋友 阳青山额头的竖纹更深 我点了点头 说道 如果只是仇敌 你保我不死 如果他们无恶不作 那你取他们人头 这是你和我说的话 阳青山点了点头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又道 你本可以不来 但是你来 所以 我觉得 你当我是朋友 即便你想要的是藏颖观山 不想要我死 但我依旧这么认为 这世上之人 大多利欲熏心 你不为己 即便是有图谋 也不是算计 我为报仇 你来护我 便是我之友 你护我是义 杀他们 却并非为义 而是为胸腔正气 为师尊教导 若是他们只是小人 我让你杀人 那是算计 可如今 你为算我 我为算你 你又怎么是我的剑 杨青山的眼中 露出更多的深思 我依旧目光深邃 他十四五岁 依旧是质子 虽说聪慧 但依旧心智算计 没有那么老谋深算 在我统筹的计算中 杨青山的确是一把利剑 可我也的确为算计他 因为道士必定替天行道 若要说算计 那也是 我利用了柳家道士的手段 而并非诓骗杨青山来杀人 杨青山当真是聪明 他隐隐察觉到了一些 才会那样质问我 我的话 应该足够点拨他了 此外还有一个缘由 我这样做 会给杨青山一个警觉 以后 邱天元和柳三元 在利用他的时候 他必定有所对比 有所联想 也会有所发现 这是一举两得之法 我和杨青山对视 约莫了半盏茶的时间 他点了点头 眉心的树文 虽然未曾消散 但他看我的眼神 缓和了不少 片刻后 他又说道 我们要以村民性命为重 既然你外公外婆已经命运 你再被被尸身所挟持 实为落了下城 人死如灯面 再如何也如何不了了 保住其余村民 杀了那些恶徒 方是正宝 你莫要怪我 最多 看在朋友情分上 我将你仇人留下 交由你处置 雨霸 杨青山直接转过身 他朝着村路之中 急驰而去 我没有停留 快步往前追去 只不过 我却隐隐觉得 身后有一个注视的目光 那目光很阴冷 可那阴冷对我来说 透着一股子熟悉 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让我觉得割脸 我本来想驻足回头 可我怕我一回头 就抑制不住心境的变化 现在窦家想请君入瓮 杨青山在我预料之中动手 这样一来 无论窦家是怎么胸有成竹的算计 他们背后那先生多厉害 杨青山这巨大的变数 都是他们未曾预料到 这才是我来这里最深的评鉴 如果不是杨青山在身边 我也肯定不会单刀直入地来 而是会在暗处慢慢算计 我脚下的速度更快了 也逐渐追上了杨青山 此时 我就没有再和杨青山 说他应该怎么做了 本身杨青山就是在 窦家算计之外的变数 让他我行我速 才会让窦家更无法应对 不多时 我们就到了村内正路上 杨青山的速度 忽然慢了下来 他脚步平稳地往前走 双手背负在身后 而他的手中 已经不是一把剑 而是两把 我自然也慢了下来 这条路就是正通往李家大院的 不多时 我就瞧见了李家大院 不 现在已经不能算成是大院了 院墙仍旧在 但院墙上方的是 雷起起来的瓦顶 仔细看是瓦顶 但粗看一下 就是一个极大的坟头 李家大院的门大打大开 空气中隐隐流淌着 一股子黑气 灌入旗内 地面上还能看出痕迹 门前应该是修起过一个墓碑 现在被拆掉了 除此之外 院门两侧被绑着不少人 密密麻麻的村民 围绕在院墙角落 那些村民身前或是身旁 堆砌的就是木柴 那些木柴在月光下 反射着淡淡的湿液 还有几分油量 显然是浸透了油 还有一部分 穿着和刚才那三人 相仿的窦家人 正在周围巡逻 看守那些村民 我微眯着眼睛 难难道 他们将计就计 本来宅子是养尸的集坟 生气被抽走 死气被灌入之后 干脆被改成了凶坟 囊括凶器入内 让窦开业做凶尸 这些村民 看来 窦家人是没想 让他们活下去了 那些看守之人 手中都拿着火把 只要火把落地 木柴一瞬间就会焚烧 再仔细看 那些村民身上 都仿佛沾了油 凶坟承受凶器 在火烧数百人 怨气冲天 里头的死尸 不知道多凶恶 一口气打定了杀几百人 好个窦家 杨青山的话音更为冰冷 我们靠近的更多 守在李家大院门外的那些窦家人 似是反应了过来 他们几乎同时回过头来 当前有一人面露惊疑 我和他对视 一眼 我就看出他惊疑的原因 谁由我们来了 没有刚才窦家那三人 他正要开口说话 只不过 他话音还没出来 杨青山身影一闪而过 一颗头颅抛飞而起 他的尸体 更是从后背遭受重击 被砸向了村路远处 连带着他手中的火把 也成了一道弧线 落至村路远方 杨青山的身体 也骤然停在了李家大门前 显然 窦家那些人没有料到 杨青山会直接出手 他们口中咒骂 大踏步朝着杨青山冲去 还有人直接甩出火把 要火烧了那些村民 惊恐的尖叫声 从众人口中传出 同时 一道正气凛然的声音 从杨青山口中传出 他在腰间一抽 落入手中的 竟又是一条牛尾边 咒曰 天牛古墓中 神边往外攻 子孙兴万代 富贵出三宫 无缝玉皇设令 急急如律令 牛尾边在半空中呼啸抽过 豆家那些人的惨叫 穿透夜空 没有任何一个 火把落地 全都被抽飞到了 数十米开外 而牛尾边并未曾停下 完全展开之后 被杨青山抽回 灵力的劈啪声 有三个豆家人 被鞭子抽中胸口 鲜血狂喷之中 抛飞而出 这一招 让剩下那些豆家人 全都体弱筛糠 他们本来脸上的胸利 完全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都是惊恐 转身 他们拔腿 就要朝着远处逃跑 杨青山急冲而出 腿猛地蹬地 直接就跃起了数米高 前缘亨利针 针法里游甚 能寄至宅室 阴阳庙有灵 秘诀四神通 至灵妄感应 凤寝苗光桥 赵光浦 袁天刚 李淳峰一切先师 西谷真香 并同供奉 今有道士 杨青山 求灭奸邪 天有三奇 地有六疑 精灵异怪 固气浮尸 黄泥赤土 瓦砾坟墓 放光百步 随真见之 急急如律令 树道燃香 从杨青山秀中射出 落在地面 白烟寥寥升起 再接着 一道被絮上的真布 被杨青山挥出 他身体陡然在半空一旋 力道便落在了针袋上 暴设的阴针格外刺目 以往柳家道士的针 符 道法 全都落在凶狮身上 但柳家道士 绝不是指诸灭凶狮之人 杨青山受的是 最为正统的柳家道士教导 诸邪灭 呃 替天行道 才是他们的本质 当然 因为正气 因为诸灭的都是邪碎 杀人不眨眼的恶徒 命述并不会唾弃柳家道士 反倒是赋予其更强的证 就连面相之上 都没有杀人相 转瞬间 那些银针全部刺中了 豆家那群人的身体 惨叫声 再一次响彻夜空 几乎一瞬间 所有人全部都倒在了地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再爬起来 杨青山落地 他眉心的树纹 才略有几分松散 收起来针袋 他看了我一眼 就立即转身 看向其余村民 那些村民也都傻眼了 分明是被吓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站起来 我这才发现 他们的身上 还被捆着绳子 是一条极为长的绳索 将所有人都圈在了墙边 这种捆绑方式 就像是当时 管仙桃坟墓外面 那些被抓来之人 不过 那些人用的是钢锁 这里用的就是普通的 但他们 每个人脚上都被绑住 根本无法逃跑 我快速取出来了补刀 急步走至村民身前 直接就去挑断了 其中一个村民脚上的绳索 那村民颤微微 颤微微地站起来 他冲着我和杨青山 用力鞠躬了好几下 又哆嗦地看着人群中 哀求道 救救我老婆孩子 这一下 村民之中 声音就都成了哀求 都住嘴 李先生会救人 不要吵闹 这人群中低吼的声音 格外耳熟 一时间 村民都寂静了下去 我才瞧见 右侧基米外有一人 那不正是当初的 捞试人董锋吗 只不过 董锋居然瞎了一只眼睛 脸上还有不知道多少伤口 他艰难地站着 手却撑着一个村民 才站得稳 李先生 放了人 你就赶紧走吧 这里头 千万不能进去 进去了 一定会死 董锋哆嗦地说道 那独眼之中 尽是恐惧 我眉头紧锁 走到了董锋身前 割断了 他和旁边村民脚上的绳索 那村民扶着董锋走出来 董锋扭头瞧了一眼 李家大院的门 沙哑道 还有一些村民在里头 走吧 李先生 就不了了 你也不要再和他们扯上关联 我心下沉了不少 杨青山正放出几个村民 又分给了他们两把青铜剑 他们开始放开其他村民 他们在里头做了什么 我问董锋 董锋眼中又闪过了几分不安 他低声难道 李老汉和他老伴 被火烤了尸身 烧出来了尸油 我看不明白他们想做什么 但他们把尸油浇灌在了一具尸体上 我要是记得没错 那是豆开业的尸身 几十年了 不知道他们怎么将豆开业找回来的 李老汉和他老伴已经炸尸了 寻常水尸鬼的油都很凶 更何况凶尸的 这会儿就不晓得豆开业成了什么模样 嗯 我知道了 我点点头 董锋还想说话 杨青山却走到了我身旁 李盈阳 他们会放开所有人 既然这里头还有村民 你仇家也在里头 走吧 杨青山语气很平静 毫无半分惧怕 这 董锋又张了张嘴巴 他欲言又止 再接着 董锋挣脱了扶着他的村民 头也不回地朝着村路另一头 跌跌撞撞跑去 散开的村民 帮着别的村民解开绳索 很快 李家大院的墙下就空无一人 我一手持通俏分矜持 另一手持着的是一张符 顿空给我的五月证命符 脉步 我静止走进了大院门内 杨青山紧随我身后 大院的门头 挂着一串串的白色铃铛 我们进入其中 铃铛便发出叮铃叮铃的声响 外面看李家大宅 顶部被瓦片累气 成了圆顶的坟包一般 可实际上院内依旧是廊道四通 有假山水潭 视线穿过其余地方 一直看到堂屋中央 才瞧见一个坟包 那坟包极为有黑 一眼看上去 就要将人拽入其中一般 其四周有竹台 烛火犯着幽绿色 从现在这位置 只能看到这些 多余的就瞧不见了 豆家主要的人 还有豆家那先生 以及其余村民 不知晓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丝毫放松 扭头看向杨青山 杨青山微眯着眼睛 道 既然留着坟在这里 先斩了坟种 读了骑尸 他们再有什么算计 也无计可施 他纵身一跃 直接没走狼道 而是冲入了假山水潭之中 朝着堂屋轻声乐去 我自然没那么好的身手 只能从狼道之中挤走 杨青山这法子 是以一粒相识会 坟种内豆开业的尸体 是豆家临时生计 也是对付我的凭借 灭了它 至少能断掉 豆家一个计谋 转眼间 杨青山落入坟种之中 我走入狼道后 就瞧不见堂屋的情况了 耳边骤然听到了 嗖嗖的声响 同时 我还听见了杨青山的 一声闷声 我脸色骤变 可我没办法继续往前 警觉无比地看向四周 那嗖嗖的声响 就来自于我身侧 三具身体 从狼道中坠落下 他们脖子上都挂着绳索 双目圆睁地看着我 猙獰的脸上 透着浓郁的怨恨和绝望 他们的嘴巴 忽然齐齐张开 三道黑红色的血剑射出 正袭我面门 我身体猛地朝着后方一倒 可我身后又传来一阵近风 后心的位置 忽然遭到一股距离 我被重击了一下 胸口一闷 不过 我将将躲开了那三道血剑 身体骤然朝着旁侧翻去 同时我挥动手中通翘分金尺 朝着后方就是一屁 啪的一声轻响 一只手接住了通翘分金尺 不过他手上却传来痴痴的声响 还冒起来了一阵阵白雾 我借力而起 已然瞧清楚我身后那人 他模样老迈 阴阴有些熟悉 不正是董峰他老伴吗 我阴阴记得 董峰他老伴叫张大娘 这自然不是他名字 别人对他称呼如此 我也才明白 刚才董峰为什么欲言又止 他老伴 也是被抓进宅内的村民之一 董峰是实实在在地 和我诠释了一遍 什么叫做 夫妻本事同龄鸟 大男龄头个自飞 思绪只是电闪之间 我飞速拔出通翘分金尺 朝着张大娘的头顶 又是一批 我掌握了力道 批了他姓们 并且 我用的是羊齿 用鹰齿重批 会让命数变得破损糟恶 羊齿去批 则可以起到化煞辟邪的效果 张大娘是被撞碎而已 打醒过来就好 羊齿面击中张大娘性门 他直挺挺地朝着后方倒下 可狼道两侧 又冲出来了另外两个村民 他们手中持着两根 类似枯桑棒一类的棍子 漆上缠着白铃 只是白铃格外油腻 还有浓郁的湿臭 我定住心神 微眯着眼睛 公布往前一冲 通翘分矜持 先抽向一人头顶 同时抬腿 踹向另一个村民的胸口 这狼道 当真是危机四伏 我走进来这里 刚好就落了豆家的算解 杨青山走中央的水潭假山 反倒是没有布置 只是他应该在坟头前 边中了招 我得尽快赶过去 不晓得他现在情况如何 能否应对 通翘分矜持 抽中了第一人的头顶 腿踹中另一个村民 另一个村民 却手狠狠地抽向我的腿 那油乎乎的棍子 落在我身上的同时 我只觉得 心头一股强烈的心迹 耳边似乎还听到 两声淒厉的惨叫 心顿时落空了半拍 我没将那村民踹开 他反倒是用力 抱着我的双腿 被我击中头顶性门 那村民倒了地 已经昏迷不醒了 滚 我嘀吼一声 是在驱散心头 那些心迹杂念 也是在呵斥 那抱着我腿的村民 他却神色变得更尖锐 似是牙口都层次不齐 露出鬼牙 你这个不笑的东西 不管我们的死活 这声音极为老迈 愿毒 完全不似这中年村民 能发出的话音 我浑身顿时起了一层 细密的冷汗 撞碎这几个村民的 是李老汉 在血缘关系上 李老汉和他老伴 是我娘的父母 也是我外公外婆 碍于他们当年 对我娘做的那些事情 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情分 可我当年离开的时候 依旧给足了他们钱财 足够他们治病养老 他们未曾养我 甚至是害我 哪有什么资格 说我不笑 只是如今 惨死在窦家人手下 恐怕窦家 做的那些事情 还激发了他们 对我的怨恨 我没有回答他 腿上再一次发力 往下踹去的同时 通翘分金尺抽了过去 那村民 也一下子瘫倒在地 狼到后方 又有人影传动 居然还有村民要冲上来 这一次有四人 多出来了一辈 他们的神色更阴霾 现在看上去 当真是神似李老汉 和他老伴 我心头更沉 再和他们纠缠下去 恐怕就要 踏入窦家的算计之中 现在窦家人 可都还没露面 我收起来五月真命符 本来这是打算进院子 遇到窦家人 或者是窦开叶尸体用的 转而我摸出来了 另一个纸匣符 看上去 这是一个空白的纸匣子 可实际上 其中放了一张朱纱符 尚有六根天形 六根主栽 天形为节 这幅也有强横的震煞作用 抬手 我直接将纸匣符 朝着头顶一扔 它被卡在了几根房梁之间 我绕过那三具尸体 迅速朝着狼道后方退去 那四个村民朝着我追来 却停在了纸匣符下方 没有再往前 顷刻之间 他们身后又挤上来 少说十几个村民 那些村民 早已算不上村民 完全成了窦家人 对付我的凶器 一转眼 我就跑出了十几米外 这会儿 我已经能瞧见堂屋了 杨青山一动不动地 站在那坟头前边 让我心头骇然的是 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 那人手中持着一个竹灯 歪歪扭扭的灯心 燃着微绿色的火苗 他立一只手抬起 在半空中轻微地捏动 口中还在喃喃什么 这一幕何其妖异 杨青山没有反抗 他显然是中了招 杨青山 醒来 我低吼一声 脚下的速度更快 狼道到了拐角的地方 再往前击敏 就是堂屋 我刚过拐角 那里却站着一个人 我被其挡住 他穿着一身黄色的中山服 留着两撇胡子 手里还持着一根油亮漆黑的浮管 此人病脚斑白 头顶的头发剃成了短寸 少说得有七十岁左右了 他五官生得极好 面相极佳 有言道 五月风潮四库冲 家财万贯入千中 这是大富之相 很显然 他是窦家的人 我微眯着眼睛 毫不犹豫 直接扬起通窍分金尺 就要朝着他头顶砸去 他眼中顿时露出金色 不过他没闪躲 而是低声道 李盈阳 你动我 那堂屋里头的小道士 恐怕保不住命 我是要和你谈谈 给你一个机会的 我脸色在变 本来我不管他们如何说 都要直接下杀手 可杨青山这会儿中招 反倒是成了一个掣肘 你是窦开业的什么人 我驻足而下 目光锁定在老人身上 老人闭了闭眼 脸上显然闪过几分哀伤 道 开业 是我最为得意的大儿子 我名窦开阳 自然是他爹 与爸 他又睁眼看我 道 李盈阳 我们同李家的恩怨 是同李家的 本无意牵连你 将你引来 也是想和你商议一件事情 替我窦家办一件事 我们之间的恩怨 一笔勾销 如何 窦开阳 那开阳二字 太过耳熟 是巧合 还是他和开阳有什么关系 还有 他所说那番话 却让我觉得极为牵强 和李家的恩怨 与我无关 只是将我引来商议事情 他们所做的布置 却不像是这样 我眼神更冷 脑中飞速地推演思索 窦开阳又开口道 本来 我们只是借用红松村的生气 要养开业之师身 你对窦家做了不少事情 让窦家遭了一些劫难 但当年的事情 窦家也有一些过于很绝的地方 李化荣已经死了 开业丧命多年 很多事情成归成土归土 后辈完全不用牵连其中 说着窦开业就叹了口气 找你仆人给予他施压 是想你来这里 可没想到 你下手太狠 只能让我们应对 我们的目的 只是想要你跟着去一个地方 算一挂 话音至此 窦开阳的神色 已经变得很诚恳 隐隐地 我却又察觉到 一股心迹和心惊 就和当时我面对 黄志愿车上 那老人差不多 这并非说明 他们是同一人 而是其中有问题 李盈阳 窦家之才 富可敌国 本来李花荣嫁给开业 你就是窦家的子嗣 如今 我们不用为仇敌 总归你对李家人 也没有 窦开阳还没说完 我的心迹和心惊 便落在了一个点上 这是窦开阳在拖延时间 若是要商议事情 即便是我动手数次 他们也有商议的方法 绝不是让管家 拿着李家老两口的耳朵 来见我 更不是让窦家人 守在门口 缘由只有一个 那会儿 他们还成竹在胸 觉得能拿下我 现在变数来了 杨青山看似被那先生制住 实际上 那先生也被杨青山拖住 那先生肯定是想下杀手 只是他下不了而已 我若是过去 就会打断他 杨青山一定能脱困 杨青山是变数 窦家人 则是在见招拆招 思绪在转瞬之间 窦开阳的话 刚说到我对李家没有情分 我再次扬起手来 通俏分金尺 直接抽向窦开阳的头顶 窦开阳大惊失色 他低喝道 李阴阳 你这是何意 杀母之仇 不共戴天 好一句没多大情分 窦家害人不浅 不光是要还我娘的债 你们还要给柳家一个交代 我语气很绝 通俏分金尺 已经要打中窦开阳 窦开阳后退数步 我踏前数步 不光是动作 还有气势上 都压得窦开阳 抬不起头来 可偏偏就在这时 头顶上方 忽然传来哗啦一声清响 我心惊更强 本能的反应 让我朝着旁侧冲去 结果半个身子 还是被一股黏腻腥臭的油颇肿 窦开阳眼睛微眠成了一条缝 脸上竟是奸济得逞的笑容 我只觉得 湿臭不停钻入鼻翼 那股恶臭的 让我头脑发昏 更是要作呕 耳边在嗡嗡作响 我又听到了一阵阵 断断续续的骂声 都似是李家劳两口的生命 这油应该是湿油 是李家劳两口的湿油 我心头更沉 忽然想到一个可能 窦开阳一来是拖延时间 二来 他们故意想要破湿油 刚才那村民手中的棍棒 就沾了湿油 弄了我一腿 这 有什么作用 思绪间 我身体只是一顿 又朝着窦开阳冲去 窦开阳脸上的尖诈 又变成了金句 它快速朝着糖污方向跑去 湿油太多 地上太滑腻 我追出去险些滑倒 毫不犹豫 我直接扬起通翘分金尺 朝着窦开阳后脑猛地支出 瞬间 通翘分金尺 击中了窦开阳的后脑勺 它就连惨叫都没惨叫出来 直挺挺地 就朝着前方摔去 窦家和那先生 在见招拆招 我中了招不假 但窦开阳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怎么可能从我手下逃走 再走出几步 我到了窦开阳身侧 拔起来了 通翘分金尺 转眼 我就到了堂屋前方 刚才那先生的脸 都快贴到了杨青山的脸上了 他的手轻轻按着杨青山的头顶 喃喃道 开眼 你父岛于此恶贼身前 将他制住 教由你父处置 否则的话 他还要将你挫骨扬灰 又要将你父亲残忍杀害 杨青山的脸 隐隐地浮上了一层黑气 我面色在变 他要利用杨青山 让窦开业撞碎 要是倒是被撞碎 这还了得 杨青山 醒来 我又一声嘀吼 杨青山却依旧处在原地 一动不动 脉步 我直接跨入了堂屋之中 那先生猛地扭头看我 这会儿 我才看清楚他的长相 瘦长的瓜子脸 眉骨极长 眉毛都长出来了太阳穴 一双眸子精卫分明 不过他的眼珠上 满是血丝 他的英质功很饱满 但一马骨 却一直是低线的 人中虽长 但又凹凸不平 这先生杀人不少 可寿命却不短 英质功代表了子嗣多 一马骨却是家庭病灾 人中更是子女薄寿 此人伤天害理 他借用了子女来承受天前 自己避灾 先生若作恶 得用各种方式来躲避灾祸 否则一定遭到天前 这些方式不会有任何一个代价 会小 子女家人遭劫难 是最直接 最简单的 同样这是最狠心 也是效果最好的 我在看他 他也在看我 心狠手辣 形势决绝 不留生机 好个地向看愈的先生 那先生迈不迎向我 他手中却再次抬起来了那油灯 我虽说在看他 但脚下动作未停下 目光落向油灯 整个灯盏居然是八边形 似是一个八卦盘 这是先天八卦盘 害人不浅 却用子女挡灾 又害如此多村民 你必定遭天前 夜暴就在今天 我丝毫不落下风 言语很利 转眼间 我们就要触碰到一起 油灯似是飞溅了一下 几个小油点 朝着我脸上射来 心头陡然升起心悸的感觉 我抬手挡住了面门 只是那湿臭 却让我极为难受 下一瞬 我挥开胳膊 有点没落在我身上 我已然和那先生不足半米 他手中的油灯 朝着我脸上贴近 扬起通翘分矜持 我就要披向那油灯 可胳膊上却传来一阵 麻痒和钻动的感觉 再下一刹 那麻痒感似是到了我脸上 又飞速钻进了我鼻翼之中 我只觉得身体一阵僵硬 似是四肢都要失去控制力 那东西是活物 油灯里头的虫子 这也是一种多 地象堪于海纳百川 几乎天下阴阳术都有涉链 再斜碎的阴阳先生 都不可能凭借一个油灯定住人 用阴阳术之外的斜术 再配合阴阳术 不但诡异 更能事半功倍 我通翘分矜持挥出的力道 骤然变弱了不少 那先生另一只手 直接将其接住 并且从我手中将其夺过 他舔了舔嘴角 眼中露出几分贪婪地顶着我 还真有几分本事 居然没有一瞬间被定住 比那小道是厉害一点 我呼吸粗重 用力一咬舌尖 短暂清醒那一瞬间 我摸出来了五月阵命符 直接朝着那先生的脸上拍去 那先生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他显然没想到 我还有在挥手的力道 与我来说 这就是膳师丹的功效 我清晰地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在抵抗那股控制力 只是说 很难将其完全反抗 若是这先生在从中作梗 我更是无法挣脱 他和我距离太近了 我中了他的招 他毅然没躲过我的符 啪的一声轻响 五月阵命符落在了 他的头顶正中 瞬间 他就僵直地站在原地 双眼都变得呆滞了起来 粗重地喘息着 我因为太用力 嘴角一出的鲜血太多 流出来了一道滑过下巴 身体的控制力还在减弱 我也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在反抗 目光落在了那先生的油灯上 我瞳孔紧缩了一下 勉强支撑着胳膊 一把打向他手中的油灯 啪的一声 油灯直接落了地 先天八卦盘的灯盏 和底座分离 底座摔得四分五裂 灯油洒落在地上 却有密密麻麻的虫子 在其中蠕动 我不只是觉得恶心 更是头皮发麻 更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发生了 那些油腻的细小虫子 居然快速地朝着 堂屋正中的坟营爬去 转眼间 他们就全部钻进了 黑漆漆的坟土内 我只觉得心计更重 可这段时间过去 我稍微恢复了一点 身体的控制力 扇尸丹完全改变了我的体质 那种僵硬的感觉 逐渐消失 我粗重地喘息着 却顾不上看坟营 视线落在了杨青山的身上 此时杨青山的脸上 黑气更多 在黑气缭绕之下 他嘴角勾起 露出了一个阴影 并不属于他的笑容 我脸色在变 又从腰间摸出来了一张五月正命符 此符是最后一张 我来不及多做考虑 朝着杨青山的头顶 就拍了下去 扶落之后 杨青山定住不动了 他嘴角的笑容也消失不见 可这时 那坟营却在颤动 我还听见了轻微的痴痴声 似是有指甲在扣动棺材板子 豆开叶的尸身 承受了这里家大院 灌入的最多阴气 凶气 煞气 除去了刚才那先生的算计 最凶的 必定是这豆开叶 还有刚才那些虫子 一定诱发了某种变化 它们都能让我和杨青山无法移动 是制住了我们的身体 那它们会不会让豆开叶能动起来 这刚好 就吻合了那扣动棺材板子的声音 一瞬间想清楚这些 我心头恶寒不已 现在我来不及做别的 杨青山这样子 容易出事 我只能快速将他背在了背上 转身我要走出堂屋 目光又扫了一眼那先生 他头顶贴着五月正命符 依旧一动不动 我停下来的刹那 一手抽出来了金银匕首 我毫不犹豫 将其刺入了那先生胸口 血肉被穿透的轻响 还有那种阻力感 让我心头生起一股子寒意 可我没有半分手软 一把又将匕首抽出 本来的白刃沾血 他胸口更是鲜血不停一出 这人杀虐太多 又如此处处置我于死地 若不在这时候结果了他 又是大麻烦 迈步 我朝着狼刀外跑去 本来我还想要顺到了结调 窦开阳 但之前他昏迷的位置 却空无一人 要么是他刚才醒来了 要么就是院中还有人 将他拖走 身后不只是指甲挠动的痴痴声 还有一些闷响 似是有东西在撞击棺材 可又有泥土隔了阴 我呼吸很急促 鼻翼间一直能闻到血腥味 还有难闻的湿臭 身体 星号控制恢复得差不多了 我一手背着杨青山 另一手摸出来了一把符 此时我无暇再管 那些都是什么符了 临近院门的出口 还有一堆被李家劳两口撞碎的村民 我也得对付了才能出去 很快转过了廊道拐角 可让我一愣的是 我之前放下纸侠服的地方 一个被撞碎的村民都没有 别说人影子 就连半个鬼影子都瞧不见 他们不可能就这么走了 只能说明 这院内还有人 他在利用李家劳两口的尸身 控制那些被撞碎的村民 这其中定然有深意 我更为警惕 迈步朝着前方走去 转眼间 我就走到了李家大院门口 结果到了这里 都没遭到什么阻碍 迈步走了出去 到了村路上 一股幽冷的风吹拂在我身上 我打了个寒净 浑身都被冷气给穿透了 扭头看了一眼背上的杨青山 他还是昏迷不醒 再抬头看一眼李家大院的门 我迈步继续朝着前方走去 我脚下的速度极快 走的方向正是悬河那边 李家大院有诡异之处 明明他们还能困住我 拖延时间下去 很可能豆开叶会在那些虫子的附身下爬出来 可他们却没那么做 反倒是将我放出来 这其中定然有鬼 我得先让杨青山清醒过来才行 那虫子万一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那就得不偿失 悬河生气盎然 又有我娘 刚才那注视感必定就是我娘的 所以我才没回头 现在过去 那里最为安全 脚下的速度更快 在穿过村子的时候 我更觉得怪异了 因为整个村子透着的 都是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死记 我们开始来的时候 死记都没那么强 按道理来说 村民都被我和杨青山放了 生气应该会更多一些才对啊 不远处已经能看到悬河 以及这村子的码头 可我旁边就忽然探出一道身影 他直接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大惊失色 抬腿就朝着他踹去 李先生 是我 站立的声音传来 我猛地收脚 这才看得清楚 从路边抓我的 不正是董锋吗 别过去 那边有问题 先进来 董锋这会儿 身处两个院子土墙夹缝中 所以我刚才没发现他 我心头极为警惕 又瞥了一眼村口码头那头 点点头 我跟着董锋 钻进了院子夹缝 他带着我穿过去之后 另一侧是个后院 我们进入其中 天色更暗了 月亮似是蒙着一层泄光 董锋停下来 他脸色极为苍白 额头上都是大颗大颗的汗珠 我刚才没跑 我停在大院前头了 我老婆 他还在院子里头 董锋哆嗦地解释了一句 我心头一沉 看董锋的眼神都复杂了不少 董锋站立又道 我想着 万一李先生 你能对付他们呢 我那老婆子 还能捡回来一条命 可没想到 你刚进去一会儿 他们就出来了 就是之前被带进去的村民 连带我老婆子一起 都撞碎了 他们中间还夹着一个人 那是个老先生 起码得有八九十岁 我当时就觉得 李先生恐怕你们遭难了 我本来想逃 但又没忍住 跟着他们去看了看 他们 董锋脸色更苍白 一字一句道 他们把刚才逃了的村民 全都抓出来了 都赶往了悬河旁边 我不晓得 他们要做什么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没多久 李先生你就出来了 董锋这一番话 虽然急促慌乱 但我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让我心头更惊的是 豆家 居然还有一个先生 我刚才对付了一个 那先生已经很邪碎妖艺 还有一个更老的 先生越老越厉害 那才是豆家最大的评价 我低头思寸了片刻 并没有盲目地 将那先生本事抬得太高 同样也没有轻视 我和杨青山的动手 一定给他们造成了 极大的变数 他也是在见招拆招 思绪落定 我示意董锋给我找个房间 我知道情况了 董锋领着我和杨青山 进了一个屋子 我将杨青山放在了木床上 稍微掀开了一点 五月真命符 他脸上的黑气已经完全消失 鼻翼间还流淌出来了 两道微微发黑的血 我心头一沉 不再犹豫 直接就扯掉了五月真命符 距离豆家已经那么远 就算有什么问题 也影响不会太大 我应该能应对 扶落之后 杨青山的眉头颤动一下 眼睛缓缓睁开 我警惕无比 手握着通窍分矜持 万一杨青山还有被撞碎的征兆 我就得震他 不过杨青山睁眼后 他眼睛和正常时候无二 只是神色略微暗淡了一些 我顿时松了一大口气 杨青山先看了我一眼 他顿生不少疑惑 再四看周围 疑惑变更多 我们怎么在此店 刚才明明 杨青山的脸上多出了不少阴霾 他声音低沉了不少 那堂屋之中 当真有些诡异 我进去之后 就闻到了一阵烟气 那应该有毒 让我行动吃缓了一些 再接着 有东西钻到了我身上 我就失去意识了 我点点头 他这样一说 就让我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那烟气 恐怕是用来对付我的 只是杨青山先进去 就让他中了招 再之后我进去没有 那能令人行动迟缓的烟气了 只有油灯中的虫子 那个先生才没能制住我 我在思索间 同样和杨青山 说了之后发生的事情 我也讲了 那人被我了结了 当然 董峰所说 那一切我也没隐瞒 杨青山直接从床上 撑起了身 我皱眉 按住了杨青山的肩头 可他即便是略有虚弱 我也按不住 他站了起来 就要朝着门口走去 董峰看出了些许苗头 面露不安之色 你需要休息 我们需要计划 才能再去对付他们 我声音更沉 杨青山和我对视 他道 刚才的村民 足有数百人 全都被抓去了悬河边 如果不去 可能他们就会死 我们计划 赶不上他们要杀人的速度 话语间 杨青山的眼神 都变得严厉了起来 我心也沉了几分 杨青山所言的确没错 我刚才也有所预料 可杨青山那时候没醒 我不可能背着他过去 现在虽然他醒了 但我们一点计划都没有 那就成了盲目撞上去 必定要吃大亏 我脸色愈发的沉 杨青山忽然眯着眼睛 说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也看出来了 你和其余先生的区别 但我要去 你可以走在后面 算计他们 雨霸 杨青山直接就从我身侧走过 可这一瞬间 我却发现 杨青山面向上有了变化 他印堂的位置 出现了一道隐隐的开口 黑气从那里传出 朝着人中流淌而去 黑气灌口 是暴毙相 我脸色陡然就难看到几点 东风没敢去拦杨青山 他直接就出了屋门 我毫不犹豫 立即转身跟了出去 一道影子闪过 杨青山已然上了屋檐 我跟你一起去 我抬头 低声道 你的面向有 我话还没说完 杨青山却再次纵身一跃 从屋顶落了下去 他身影消失不见 我耳边听到一阵余音 不一起用事 是对的 先生应该去算 我心头更沉 杨青山是柳家道士 他的确不可能看着那些村民 死而坐视不理 可他不让我说完话就走 我哪儿 还能留在身后算 他面向已经有了暴毙相 这样急匆匆追上去 肯定会出事 我立即从刚才来路往外挤走 要去追杨青山 董峰在后边追我 他气喘吁吁道 李先生 那道长不是说了吗 他去逗那些人 你在后边算计 这才是万全之策 我脚下的速度更快 低声道 计划 赶不上变化 你不要跟来 我会尽量保住张大娘的命 董峰跟来 完全就是累赘了 果然 我说完那番话之后 没过几步路 董峰就停了下来 我隐隐能瞧见 远处的房顶上 有一道身影 在不停地跳跃落下 顷刻间 他就消失在了村口 再往外 那就是码头了 追杨青山之余 我没停下计算思索 只是我的确没想到 董峰口中那老先生 能用什么法子 转眼间 我就追到了村口外 一眼 我就能瞧见外边的码头 同样我也瞧见了杨青山 杨青山站在村口之外 二十多米 并没有往前 码头上站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身穿堂装的老人 身材高大 头发完全是白色 他背对着村口 脸是朝着悬河水面的 我急步走到杨青山的身侧 杨青山的脸上 只有浓郁到极点的肃杀 我眼皮一直在跳动 盯着码头上那先生 他的背影 却给了我一种 说不出的熟悉 就好像我见过这人一般 除了那先生 他周遭就没有一个人了 人呢 怎么都不见了 身后又传来一个 略战里的声音 不正是董峰的吗 我眉头再皱 扭头看董峰 低声道 你怎么又跟上来了 董峰面露几分惨然 他哆嗦道 李先生 我还是放不下我那老婆子 他们把我留在外面 把他抓进去院里 就是知道我和你有关系 故意这样做的 他们折磨我 我晓得今天危险 我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董峰说着 老眼都红了不少 全都沉了河 我刚出来的时候 就只剩下几个人 脑袋飘在水面 现在也全部下去了 杨青山开了口 他声音前所未有的沙哑 杀鸡喷波而出 我心头亥然 全部沉河 悬河这么重的生气 人若是死在里面 那产生的死气 会格外庞大 甚至可能压住生气 一旦生气被压制 那先生想做什么 李阴阳 幽冷而又苍老的声音入耳 码头上那先生 缓缓地回过了头来 他声音也透着一股子熟悉 只不过 他的脸上 蒙着一层鬼脸的面具 月光幽冷 那张面具花花绿绿 极为甚人 他熟悉的身形 逐渐和我记忆中的 一个人重叠 七年了 李阴阳 整整七年 我等这一天 七年来 几乎都夜不能寐 你果然没让我算错 总是能带来变数 但无论你今天怎么变 这条命 都必定要交代在此处 想要查清你的底细 可当真不容易 没想到 堂堂地向堪余的阴阳先生 还是个心狠手辣的 是父之人 而你娘 还是个活情师 你还用福气养师 若是让阴阳界的人知道 我看你地向堪余 还焉有半分名声可存 他的语气是平静的 可平静之中 反倒是透出一股子争鸣 这是对我的恨 这恨 入了谷 我死死地盯着他 声音也沙哑到极点 是你 那人拆下自己的面具 露出了一张满是伤疤的脸 从脸型和模样上 我还看得出来 他是赖谦 只是 他脸居然伤成了这个模样 让我完全没预料到 他和窦佳 居然联系在了一起 更让我没想到过 李茵阳 你怕了吗 赖谦嘴角抽起 笑了笑 他微眯着眼睛道 当年 你们如此决然 不但要我死 还要我身败名裂 甚至还害了我独子 早知今日 你现在是不是懊悔无比 自己的秘密完全被揭穿 到时候 你也会是阴阳界唾弃之人 赖谦的脸上 透着一股子疯狂 杨青山在皱眉看我 他并没有开口说什么 我看着赖谦 眼中逐渐平静镇定了下来 可我的镇定 显然让赖谦的脸色 不那么镇定了 他死死地盯着我 又一字一句道 你怎么不怕 不恐惧 为什么要恐惧 我反问赖谦 你的秘密被揭穿 你是负杀人 大逆不道 赖谦低贺质问 你去打听那么多消息 的确很为难你 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太不容易 想来 和你说这些事情的是唐九宫吧 我轻声回答 赖谦脸色一沉 我更平静到 是负之言 荒谬无比 我负流水鬼 被人害死 我只是报仇 你还狡辩 既然知道 我是从唐九宫那里知晓 难道我会不知道周金叶 赖谦语气冰冷 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道 他无我娘亲民 害他一生 明知他有身孕 却依旧让他被祭祀 此人 和我有不共戴天之血仇 他必须死 我娘被害 死不明目 不肯投胎 我持笑之心 以生气大学养之 至于你身败名裂 难道不是 因为你贪心作祟 害死那么多同行 再被人唾弃 还有你那独子 他成了吃傻的行尸走肉 是有缘由的 你将贪心授予他 害他的 不是你这个父亲吗 窦家如此残虐凶恶 连仆人都是杀人不眨眼之辈 你和窦家同流合乌 居然残害上百村民 今天 你要死在这里 也不可能污蔑地相堪于 我这一番话说完 赖谦忽然凝笑了起来 他头往前撑了不少 脸上的伤疤 都变得更为明显 李盈阳 你还是怕了 你怕地相看于因你而回 你巧舌如黄 我不多和你争辩 我调查了你数年 找到了窦家 和窦家商业好了对付你 你的确令我意外 弄来了这小道士 可今天 你必定不能幸免 赖谦说完 他忽然从身后 取出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长条的木盒 他将木盒打开 直接往外一倒 落在地上的 居然是两颗圆滚滚的人头 只是 这两颗人头无耳 并且他们格外苍老 死不明目的眼珠 更是透着绝望 他们好像 还在盯着我 我耳边隐隐都听到了尖锐的嘶吼 这是李家老两口的头 并且在他们的头顶上 还有符 在下一刻 水面忽而波涛汹涌 本来映射在水上的月亮 直接被波浪冲散 一道暗涌 自河面正中心出现 他朝着岸边冲来 几秒钟后 哗啦一声 一道浪打在了岸上 浪花建设中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码头上 不 他是站在了那两颗头颅的旁边 他身材鲜瘦 头发披散在身后 身上的布衣 透着淡淡的青色 而他的脸上 却贴着一张符 那是一张符切 我没看到他的脸 可我心颤了一下 他 是我娘 只是 我的确和他再无那种联系的感觉了 他身上透出的 只有浓郁的悲怆 两颗头颅被他捡了起来 抱在怀中 他胸口颤动起伏 淒厉的哭声穿透夜空 在下一刻 我娘猛地转过身 他正对着的是赖铅 赖铅从怀中抽出一把玉尺 那尺子在月光下 透着银润的光泽 其上更有不少符文 不过 赖铅的脸上并无惧怕 只有癫狂 他嘴唇忽然颤动一下 就在这时 我从侧面瞧见了李家老两口的头颅上 那两张符忽然跃起 直接覆盖在了我娘头顶的福气之上 我心头生起一股子悸动 还有浓郁的不安 杨青山忽然往前迈了一步 他拔出了腰间的浮尘 我面色在变 这时候 杨青山脸上的死相变得更重 现在我才知道 这死相的缘由 他 不是我娘的对手 玄河本身就是大龙脉 生气厚重 我娘有福气 再被我用大福加持 吸干了村中生机 生气是养尸 赖千在用人头盒 死气灌入盒底 更多的 还是让我娘利用 他现在那两道福 必定也是 用来利用我娘的手段 他果真是早就准备好了 我直接往前两步 挡在了杨青山的身前 语气严厉无比 你靠后 往前 你会死 这同时 我娘不再正对赖千 他颤巍巍地转过身来 三张福挡住的脸 正对着我们 他身后的赖千 更是凝笑 这两张福 足够驱使这活青狮 福中竟是你外公外婆 对你这不孝孙的怨气 同样 他也能制衡这活青狮 我这张脸你瞧见了吗 他是为了这两张福付出的代价 我还付出了很多东西 但只要能杀了你 一切都值得 李花荣 杀了他 赖千抬手 直接指着我的脸 我娘的身体再次一颤 他发出一声尖锐凄厉的叫声 水面颤动之余 竟然似是有人要浮上水面 赖千仰天宁笑 他道 生气之汹涌 人死不厌气 不厌气之活尸 怨气更重 他们都为李花荣所用 他要杀你 那他们都要你命 李阴阳 你要遭百事分尸 而且 还有一个人 你也欠了他债 赖千话音落下 我就感觉到我后方 也传来了一阵阵阴冷的气息 那冷气缭绕在我身上 更让我觉得 芒刺在背 我扭过头去 便瞧见了村路正后方 正有一个人肢体麻木 脚步蹒跚着 朝着我这边晃动而来 杨青山面色极为凝重 低声道 活青狮已经很凶 后边那个不是活狮 他身上有东西 怨气很重 不知道是什么在驱使他 你对付不了他吗 而且 你死 我都不会死 走过来那人 是豆开业的尸体 豆开业自然不可能有活尸器 咽气之后就无法逆转 但那些虫子 钻进了坟头 果然和我所料一样 它们不只是能制衡活人 也能控制死尸 你自信不假 但你别忘了 刚才你也中了招 我低声和杨青山说道 豆开业越来越靠近 我娘下了码头 同样朝着 我和杨青山靠近 水面那些头到了岸边 一个个走上来的 就是之前被赖千逼下去的村民 现今 每一个人身上都怨气冲天 不但是活尸 甚至都化了黑煞 还有一些是血煞 杨青山神色冷冽 他没有辩解 只是诱到了一句 我靠后 你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杀不出去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雨霸 他的目光就落在了我娘的身上 我心头一阵压抑 可一时间 我却想不到 什么破局之法 这会儿 不只是我们父辈受敌 豆开业好解决 我下手没有顾虑 可我娘那脸 我又怎么和她下杀手 赖千视线更多在我身上 她脸上凝笑也更多 就好似在看戏一样 五月阵命符 已经全部用完 我身上也没有更强的阵符了 杨青山抽出来了腰间浮沉 我声音沙哑 你对付豆开业 我娘这边 交由我来 抬手 我就指着村路那头的豆开业 她没有她胸 你确定 杨青山又道 你面相却有凶险 要小心为上 我娘虽然凶 但她是被服控制 只要弄掉了那两张符 我话还没说完 杨青山就又沉声道 既然如此 我去破那两张符 你对付她 拖住时间 我知道你的顾虑 我不会伤她 我眉头紧皱成了疙瘩 杨青山语气缓和不少 她是不一样的活情师 朋友之母 我自不会伤 多谢 我双手抱拳 诚恳地说了一声谢谢 杨青山一挥手袖 骤然转身 手中便夹着一把 颜色各异的石子 东北安青石 东南安红石 西南安白石 西北安黑石 穴中安黄石 昼曰 五星八地神灵保佑 碎星居左 太白居右 迎获在前 陈星立后 振星手中 避除殃旧 妖异灾变 五星涉案 亡者安宁 生者福寿 急急如律令 正气凛然的咒法声中 五色石子 飞射而出 四眉落在我娘四方 一眉落着她头顶 我娘的身体 陡然停住在原地 杨青山把腿冲出 一跃至半空中 手中再次出现 一小把翻棋 后妥 明堂 千墨 幽堂 柳氏正牌 倒是杨青山 昭告五路幽神 凶魂不散 金犯神底 仰后得之宽容 使亡魂安宁 四方同进镇宅院 一柄浮尘作眼 摄五色番旗 宫姓黄白番 商姓清白番 脚姓清绿番 紫姓清红番 羽音清黑番 立本因缘柳位 上封天元 下封地界 痴魅王两无处遁形 嗖嗖声中 旗帜飞射而出 全部都插在了岸边 还有四面同进 分别夹杂在 每两个旗帜中间 还在从水中爬出的村民 被困在了水里 没有继续上来 在岸上的 约莫有三十余人 那些村民 朝着杨青山冲来 我娘正在颤动 挣扎 地上的四色石子 在抖动 她头顶那一颗石子 也是颤动不止 似是要裂开 杨青山落地的瞬间 溅起一大片尘土 她冷冽地冲着赖千贺道 为什么 他们不伤你 从你身旁掠过 你身上 定有什么古怪 她的身影 顿时消失在原地 朝着码头上急冲而去 我心神一震 这就好比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娘中招 始终乱了 我一些思绪 这在杨青山的角度去看 就有所不同 码头上的赖千 露出几分金色 她跳上下方一条船 撑船就要朝着水中心逃去 我没有再看杨青山了 因为豆开夜 已经到了路边 她此时的模样 甚人可不 深青色的皮肤 其表面似是流淌着黑气 她双目是闭着的 身上只有死气 可她的肢体却在动 我隐约能瞧见 她脸上爬着一些细腻的虫子 而在豆开夜身后 还跟着两个人 一人是豆开阳 她脸上净是阴霾 另一人被她搀扶着 不正是之前那个定住了杨青山的先生 可她分明被我一刀扎穿了胸口 怎么现在还活着 那先生手中端着一盏油灯 悠悠燃烧的火苗映射着灯油 灯油里头细腻的虫子在游动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来 她胸口的确还有匕首的伤口 可显而易见 我刺中她左胸并没致命 那就代表她心在右边 还有 她那油灯也不止一盏 那先生嘴唇颤动了一下 似是念叨了什么 豆开夜身体一颤 她手臂歪扭抬起 陡然朝着我冲过来 我抽出了通翘分金尺 迎面朝着豆开夜冲去 转瞬间 我们碰撞到了一起 通翘分金尺狠狠抽中了豆开夜的心门 可豆开夜毫无半分异样 手直接插向我胸口 我没有闪躲 再次扬起通翘分金尺 要去捅穿豆开夜的拳骨 我不信 她居然不怕破骨像 同样 我要用命术壁虎来硬抗 下一瞬 尺子一头重重落在豆开夜右脸拳骨上 咔嚓的轻响声传来 她脸几乎被我砸碎 可我胸口 却传来一阵钻心的剧痛 我大惊失色 猛地抬腿 狠狠踹中豆开夜的腰腹 距离冲击之下 我随着惯性倒飞而出 重重落地 我胸口的位置 却在勃勃流出鲜血 那种疼痛 还有在死亡边缘走了一圈的心计 几乎将我吞没 命术庇护 怎么失效了 刚才若是我反应再慢一些 豆开夜这双手 就要将我胸口完全刺穿了 我一手捂着伤处 另一手撕下来 身上一截步 快速朝着伤口缠去 豆开夜失身 又朝着我逼劲来 阴逸冰冷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李阴阳 是不是很诧异 先生的命术庇护 怎么没保护你 说话的 赫然就是那拿着油灯的先生 他脑袋撑着看着前方 还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 我头上汗水直冒 一部分的注意力 在豆开夜身上 另一部分的注意力 却到了那先生身上 他的话 的确让我惊恶不已 但现在明显不能 被他乱了心神 胸口隐隐传来 麻痒和刺痛 豆开夜是凶狮 他指甲黑成那样 必定有尸毒 虽说 我服用过膳尸丹 但这毒素显然过强 一时半会 毒并没有被化解 我朝着右侧 急不退去 豆开夜紧追而上 我注意到 那先生手中的油灯 晃动了一下 豆开阳搀扶着他 朝着我们急不逼近 顿时 他手中晃动的油灯 平息了下来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那先生 还是凭借那盏油灯 完成了对豆开夜的控制 换句话说 是控制了那些虫子 擎贼先擎王 杨青山发现了 赖迁是破绽 这先生 同样也是现今的破绽 可我没有立即表现出来 我发现了这些 而是陡然驻足 迎面朝着豆开夜的头顶 又是一击 他就连晃动都没有晃动 双臂朝着我胸前一扫 这豆开夜 也完全克制了我 破骨像没有丝毫作用 这一次 我不敢再拖打 没有命树庇护 只能自己猛地朝着右侧 再次闪避 豆开夜踏步往前 这一次 他机械地朝着我一抱 我也反应过来了 他就是一个行尸走肉 没有活尸器的凶尸 完全被那些 不知名的虫子控制着 除了他们 就只剩下撞碎的作用 而他又撞碎不了我 就只能和我肉搏 发现这细节 我稍微后退几步 直接弯腰弓身 朝着豆开夜身侧一冲 豆开夜的双臂 朝着我冲向的那侧扫来 他这动作更僵硬 灵机应变 显然弱了太多 我冲到了豆开夜的身后 直接正面看着 十余米外的豆开阳 和那持着油灯的先生了 豆开阳略有金色 那先生面色镇定 他口中颤动 还在发出低难 我心头沉了更多 察觉到的细节也更多 下一刻 身后进风传来 豆开夜再一次攻向我 我朝着前方一扑 闪躲开的同时 我将通翘分金尺插在腰间 另一只手拔出来了补刀 我骤然转身 豆开夜迈动的双腿 已经静止眼前 我挥起补刀 朝着他右腿脚腕一展而去 手起刀落 只听咔嚓一声 豆开夜的右脚自脚踝处 完全和小腿分离 他身体陡然朝着旁边倾斜 又小腿处在了地上 身体直接失去了平衡 可他本身就在攻击我 我斩他腿 就没能完全躲过他 我只觉得 背后一阵剧烈的刺痛 是豆开夜的双臂 在我的后背扫过 丝拉的声响中 我感觉身上的衣服 都松垮不少 那刺痛告诉我 我背上肯定劈开肉绽 衣服也完全断裂了 我扑了出去 和豆开夜拉开了距离 再次爬起身体 我疼得眼前发黑 我强忍着昏厥感 转过身来 豆开夜那根处在地上的右腿 往前迈动 又一次处在地上 黑漆漆的血液粘腻无比 他立直脚完好无缺 往前也迈了一步 晃晃悠悠的险些摔倒 果然如同我所料 是外力控制豆开夜 他肢体不全厚 行动直接大打折扣 双手握紧补刀 我盯着豆开夜 他朝着我 缓慢晃动而来 后方的豆开阳 还有那先生 已经变了脸色 我集中精神 死死盯着豆开夜 猛地把腿 再次往前一冲 豆开夜双臂扬起 朝着我双手抓来 我灵活地闪躲开来 又再次逼近他 补刀直接斩过豆开夜的脖梗 手起刀落之下 一个头颅抛飞而起 黑漆漆的鲜血 箭射出来 我更心惊 又朝着相反的方向 快速闪避 那股血洒在了地上 头颅落到了更远处 我心口咚咚直跳 死死盯着豆开夜的尸身 断了头 他却未曾倒下 我心神一沉 可也想得通了 他能动 本身就靠着那些虫子 这断头对他来说自然没用 还不如再劈掉一条腿 我刚想到这里 地上的血液 却飞速流淌散开 几股血液 竟然同时朝着我流来 不 不是血流过来 而是血中 有不知道多少密密麻麻的小虫 我只觉得头皮发麻 不只是地上 豆开夜脖子流淌出来的 血尽满了他的身体 大量密密麻麻的小虫 覆盖了他全身 我浑身更升起了 大片的鸡皮疙瘩 直接放弃了对付豆开夜 拔腿 静止朝着豆开阳和那先生冲去 那先生脸上近视阴霾 忽然间往前迈了两步 我才发现 他手中的油灯 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下一瞬 他直接从腰间拔出两道匕首 顷刻间 我冲到他面前 扬起补刀 朝着他头上斩去 他双手挥起 匕首挡住了我的补刀 铿枪一声 火花蹦逝而出 这先生手段不弱 之前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 还中了他的招 手上没能站上风 我抬腿 狠狠踹中了他腰腹 他却同时抬起腿来 直接小腿勾起 夹住了我小腿 我闷哼一声 扬起补刀 朝着他胸口扎下 他同样挥动匕首 又一次挡住我的同时 他低声嘶哑地说道 你浑身沾满了你外公外婆的石油 他们怨你不笑 你这个不笑之人 还凭什么被命术庇护 我压根没有理会他 不为他所说之话 动半分心神 石油肯定有问题 虽说影响了命术庇护 但我肯定 不可能一直影响 我可以将其清理掉 碰撞之后 我再一次扬起补刀 他继续用匕首来挡 强烈的心迹陡然传来 我觉得腿上一阵怪异的麻痒感 瞬间 我右腿居然失去了控制力 低头看去 是他的腿上爬出来了 两道漆黑细腻的虫子 爬上了我的腿 有一部分已经钻进了衣服里头 我心头大害 可这会儿要挣脱 已经来不及了 那先生脸上 只剩下奸计得逞的宁笑 他嘴巴颤动 发出一阵阵怪异的声音 那些虫子钻动得更厉害了起来 我无法挣脱 双腿都完全失去了知觉 另一侧地面上 那些黑鞋已经到了我进前 其中蠕动的虫子 也要朝着我身上爬来 这更让人头皮发麻 李阴阳 你完了 那先生悠悠道 我额头上 汗水大颗大颗直帽 我没有看他 而是看向了 机里之外的豆开羊 豆开羊的手中 正端着一盏油灯 此时 那油灯中的火苗 微微跳动 就像是一张猙獰的鬼脸 我将仅剩下的力道 全部用在了手上 手肘狠狠一甩 捕刀呼啸声中 破空而出 你敢 那先生顿时面露金色 低吼出声 豆开羊也发现了我的动作 他脸上更精确 朝着右边就要扑倒出去 只是 他的速度哪快得过 我已经挥出去的捕刀 况且 我们距离又那么近 铿锵一声轻响 捕刀先扎在了那油灯上 灯盏直接四分五裂 灯油四箭落地 那烛火在半空中熄灭 捕刀扎中油灯偏移了方向 但还是深深嵌入了豆开羊的尖头 豆开羊一声惨叫 整个人扬倒下去 重重地撞击在了地上 他并没有能爬起来 他脑袋接触地面的位置 溢出来了大量的鲜血 你找死 那是我最后一盏骨火 那先生撞入癫狂 伸手就掐住了我脖子 我俩直接扭倒在了地上 我双腿无法控制 完全麻木 可那种感觉没有再蔓延 而且我上半身没受到过影响 脖子瞬间被锁紧 我呼吸都困难了不少 但我没有坐以待毙 双手立即探出 直接扣住了那先生的脸颊 我双手大拇指压在他下巴上 食指和无名指在他左串骨掠过 在他耳骨下方狠狠掐了进去 然后我用力一抓 一声惨叫从那先生口中传出 骨相破骨的手段 差不多是地上堪于中 唯一能打的招式了 而这招式也极为毒辣 骨头上传来的疼痛 又有几个人能忍住 我完全不留于力 甚至都听到一声轻微的脆响 惨叫陡然消失不见 脖子上的力道全都消失了 我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手却还没有松开 那先生整张脸都通红无比 耳朵下方被我卡入骨缝那里 溢出来了不少鲜血 我死死地盯着他 确认他已经完全昏死了过去 我才松开了手 我发现 爬在我身上的那些虫子 全都已经死了 正散发着一股怪异的苦臭味 好像是因为那油灯碎了 他们才死 我呼吸更为粗重 爬起来后 我还是盯着那先生 迟疑了片刻 我没有立即杀他 双腿还没恢复知觉 我怕那些虫子太多 还有 知觉告诉我 这先生和豆家 肯定有更多的问题 我摸出来了身上的刻刀 将那先生的手腕翻过来 直接挑断了手筋 紧跟着 我又将其脚筋挑断 如法炮制 我又爬到了豆开羊身边 将他的手脚筋也完全挑断 另一侧 豆开叶尸身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他的头颅滚在远处 我胸口上下起伏 目光在眺望至悬河方向 刚才我全部注意力 都在豆开叶和那先生身上 压根无暇顾及杨青山这边的战况 爬上岸的那些活石村民 已经全部倒在地上 没了气息 我娘还被困在原地 他双手抱着李家老两口的头颅 几张符贴在他的脸上 遮住了他的脸 杨青山正在码头那边 他半个身体都湿透了 几根弩箭划破夜空 落入了水中 可赖千已经到了悬河中央 正站在河面上狂笑 小牛鼻子 你当真是厉害 比我见过的倒是都凶汗 可那要怎么样 你还能动我 有种 你下水来 赖千的声音很大 都形成了回音 他更为张狂 杨青山并没有转身 他从腰间一拔 那牛尾鞭落入手中 鞭子狠狠朝着码头上一抽 啪的一声碎响 码头上的木头 被打碎了 不知道多少片 再接着 杨青山朝着前方一甩牛尾鞭 那些木板呼啸声中 全都落上了悬河水面 老匹夫 你定然有问题 但我下不了水吗 杨青山的声音穿破夜空 直接将赖千的话音压了下去 他纵身一跃 踩在了一块木板上 紧跟着 他又借力跃上了另一块木板 这期间 牛尾鞭不停地在水面抽动 那些木板朝着悬河中央接近 张狂的赖千 顿时掩气息鼓 他开始撑船 朝着河对岸逃跑 可杨青山也没那么轻松 因为水中还有活尸 时不时地钻出来身体 要去抓杨青山的腿 杨青山不能太慢 因为一旦慢下来 木板就会被踩沉没 我呼吸平稳了一些 腿居然稍稍地开始恢复知觉了 强撑着身体 我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晃一晃 歪歪扭扭地朝着我娘那边走去 杨青山察觉到了赖千的问题 他又用这强横的手段 震住了我娘 这反倒是机会 杨青山牵制赖千 甚至可以做掉他 我也能破开我娘身上的 那两张怪异符文 脚步蹒跚裂切地 到了我娘身前 我没有走进石子的范围 视线落在他脸上的两张符上 我愣了一下 因为这两张符极为奇怪 他们和我当时见许昌林用的符 略有相似 其中既有阴术又有阳术 这居然也是阴阳符 可许昌林和豆驾 应该没有任何关系才对 我额头上滋生出来了细腻的汗水 镇定思绪 我抬起手 准备直接掀掉这两张符 只剩下符戒 我娘肯定就能脱困 可就在这时 我只觉得 耳边听到了两声尖锐淒厉的惨叫 那声音太远毒 我娘抱着的李家老两口头颅 居然都流淌下来两道血来 他们双眼死不明目地瞪着 就像是在看着我一样 我手才刚刚抬起来 依旧没碰到石子的范围内 内心的激动 还有危机感告诉我 要后退 不后退 就要死 猛然间 我把腿往后退去 这同时 我娘头顶的那颗石头 崩散成了枣粉 她身周四块石头 在一瞬间四分五裂 安五金振服在刹那之间 完全崩坏 李家老两口的头颅落到了地上 咕噜咕噜 正好朝着我滚来 我娘的双手举起 朝着前方横着一甩 这速度快得离奇 要是我刚才还在那里 恐怕已经是伸手一触 李家老两口满是血泪的双眼 都怨毒无比地盯着我 我娘身体往前一倾斜 骤然朝着我冲来 那一瞬间 我心里头难受到了极点 几乎是要撕裂 母子之间 却弄得如此薄命 这全都是赖谦做的好事 我对赖谦的杀迹 一瞬间暴涨到顶点 我没有拿出通俏分金尺了 面对我娘这个程度的活青师 持法派不上半点用场 我娘既不会怕损伤到命数 也不怕伤到自身 福气所在 她就是这一段悬河的阵眼核心 悬河的生气 会补足她受到的任何损害 我没有停下脚步 快速朝着后方狂奔 同时我取出来的是 地支笔和天干燕 咬破舌尖 我一口血喷在了天干燕上 地支笔飞速在旗上搅动 再次提笔 豪尖已经沾满了血沫 我娘的速度太快 她已经到了我身后 娘 得罪了 我心头站立 猛地驻足 转身抬手 地支笔饱满的豪尖 直接落至我娘的头顶 她双手瞬间举起 抓住我的小臂 刹那间 我已经勾勒出来了一道符 一道我师尊蒋依侯 用来镇压凶师头颅的六符符 在先生写加上地支笔的作用下 这道符的作用 绝对不逊色于 顿空给我普通的五月证命符 小臂传来一阵剧痛 那里的皮肉 都被我娘抓得近乎扭曲 我娘的身体 迟钝了一瞬间 我抬起另一只手 要去抓掉她头顶的两张符纸 可没想到 她又动了 双手狠狠朝着左侧一甩 我只觉得一股大力席卷身体 整个人直接就被我娘甩飞了七八米 重重落地 我又连续滚出去了十多米 忍受不住那种几乎浑身散架的剧痛 我闷横出了声音 看看要从地上爬起 我娘却再一次到了我身前 她的腿 朝着我胸口飞踢而来 这一脚结结实实地击中了我胸腹 我还没起身 就又被踹飞 这次落下之后 我腰背撞到两个滚圆坚硬的误式 剧痛几乎让我快断了腰身 我再滚出去机密才发现 我刚才撞到的居然是李家老两口的头颅 他们的脸几乎都被我撞得破光了 可我感受到的凶器却越发地强烈 我用力抿着舌尖 疼痛让我清醒 再一次强撑着起了身 进风袭来 我娘再一次到我进前 我抬起地支笔 豪尖狠狠落在她眉心 一道六丁手目转纹勾画了三分之一 我娘双臂击中我胸口 不过这一次我没被她击飞 她打中我的瞬间又用手掌抓住我的衣服 斯拉的轻响 糖妆破损了一半 她双手握拳又一次击中我胸口 我嗓子眼一甜 一口鲜血喷出 可我借此机会 六丁手目转纹又画出来了三分之一 我娘抓紧我的衣服 将我朝着她身前一拉 她的头猛地朝着我脖子上凑劲来 风吹之下 两张阴阳符 一张符器被掀开小半 露出我娘小半张脸 我大惊失色 她这是要咬断我脖子 我左手猛地探触 朝着我娘的脸舞去 她分外警觉 骤然停顿下来 紧跟着 她又是一甩手 我再次重重落地 六丁手目转纹并没有完成 还剩下最后的三分之一 只是 我却没有将那道符画完的机会了 我娘并没有一次救下杀手 她就像是在刻意折磨我一般 不 这不是她的念头 而是赖迁的 我双目血红 余光扫过悬河水面 才发现杨青山已经到了和中央的船上 赖迁却消失不见了 赖迁绝对想不到 她让杨青山有种下水 杨青山真能跨过半条河 显而易见 赖迁是跳河逃生 我娘再一次要逼近 几次交锋之下 我差不多了解了她的速度和动手的方位 提前半个呼吸闪躲的方向 勉强避过这一击 把腿逃窜 我脑中飞速地推演 想着破局之法 我娘又朝着我追来 我再次预判她的进攻方位 又闪躲数次 忽然我娘停住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我粗重地喘息着 忽然脑中一阵醍醐灌顶般的清明 猛然间扭头 我看向的是李家老两口的头颅 命数庇护的失效 是因为失油 之所以这样 不光是因为他们在血脉上是我的长辈 更因为他们在斗家和赖迁的折磨下 对我有怨恨 遮蔽命数避讳的 是这同根同源的失油 还有恨 那如果 我镇住了他们 让这怨恨无法生效 那命数庇护大概率会恢复如常 这样一来 我才有和我娘周旋的余地 当然 我同样也想过 镇住他们 是否会让我娘停下对我的攻击 可这概率微乎其微 那两张符 绝不是靠着李家老两口来驱动的 思绪只是转瞬之间 我朝着李家老两口冲去 而这时 我娘反倒是朝着反方向跑去了 她要下水 我一时间不明所以 可我很快就到了李家老两口的头颅前 没有我娘的压力 我快速取出来了两张画煞符 啪啪两下 直接拍在了李家老两口的头顶 又怕这幅的效力不够 我口中吸满了血 一口喷在了他们的头顶 瞬间 李家老两口的头颅都冒出来了微微的湿臭 我内心那骨子压抑和悸动 稍稍消散了一些 呼吸愈发的急促 我低头盯着自己的一双手 黏腻的感觉 还是在身上挥之不散 可我觉得 我猜测应该是对的 深吸了一口气 我猛地抬头看岸边 头皮顿时发麻了不少 这下 我才明白 我娘做什么去了 杨青山开始插下去的那几道番旗和铜镜 已经全部被她拔了出来 虽说她的双手 在不停地滋生起来白气 番旗和铜镜 不停地对她造成伤害 但是 没了这五路幽神的镇压 和中那些村民的化煞活尸 开始密集地爬上岸来 月光变得更为凄冷了 那些湿漉漉的村民 每一个都格外凶利争鸣 死寂的双眼中充满了空洞和怨恨 我身体在微微发抖 多年来 除了上一次在管仙桃坟墓中 墓室坍塌 让我举手无措 这一次 我罕见地又感受到了那种压力 我娘已经很难应对 几乎让我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现在 这么多活尸村民 被她放了上来 她是知道 我能预判她的行动 要借着这些村民 生生将我困死 这么多年来 我手段已经不弱 她这么难对付 更大的缘由 还是因为我用了那张流神水龙符 我死死地盯着那些活尸村民 他们晃晃悠悠地 朝着我这方向冲来 拔出来了 通窍分矜尺 同时 我冲着悬河上头大喊 找不到赖迁 先回来 不是那些村民和我娘相加的对手 我强称着 毫无意义 等我倒下 我娘兄弟再上一个台阶 杨青山也只有隐恨 这恐怕就是他挂象的应验之客 河面上的船 快速朝着岸边来 杨青山手中的鞭子 正在河边上猛抽 那些村民 已然冲过来了大半的距离 我抽出通窍分矜尺 朝着他们迎了上去 靠近第一个村民 我下手极为狠利 直接用通窍分矜尺羊尺的一面 狠狠抽中他姓门 不过是一个黑煞活尸 只听咔嚓一声碎响 他头顶被我完全抽裂 整个人朝着后方倒下 只是 难对付的 向来就不是一两个村民活尸 而是这众多的数量 我打倒第一个 很快 第二个第三个 就冲了上来 我又打倒后方两个 第四个 第五个 蜂拥而上的村民 让我无法再进攻 只能够拔腿逃窜 可我刚转过身 才发现 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 到了我身后 我要朝着右侧逃跑 那一边也围上了 至少十余个村民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我已经被活尸完全包围了 我娘没有再多快 而是缓步朝着我逼近 我双目愈发通红 一手攥着通翘分金尺 一手持着地支笔 声音沙哑地低喝道 娘 她却没有丝毫反应 娘 我再次大吼出声 太阳穴清金 都彻底鼓了起来 她距离 我只剩下两米不到 那些活尸村民 也在同时逼近 这种范围的收缩包围 不知道让我 对哪个下手是好了 重要的是 我只能对付其中一个 剩下的那么多 根本无法针对 也无法离开 我几乎被逼到了绝路上 可我还有一招 这一招 却绝不能使用 金算盘可以打出来一挂 我将其用拨乱反正 强行变挂成平安挂项 此间的危险 必定可以破掉 可那样一来 我也会用掉最后一挂 从此无法再起算 他们靠得越来越近了 我耳边 忽然听到了一阵进风 我猛地扭过头 看向了左侧 李盈阳 抓住 搜声和进风同时逼近 一道鞭子穿过那些活石村民 直接缠在了我肩头 鞭头甩动之际 一部分抽中了我胸口 剧痛之余 我抬手死死抓住了鞭子一截 一股大力细卷我的身体 我硬生生被拽起 那些活石村民 都朝着我身上抓来 他们的速度却不够快 我娘速度极快 但她也只抓住我的裤腿 撕拉一声 我右腿膝盖下的裤子 完全被撕烂 等我落地之后 却到了数米之外的杨青山身边 杨青山快速收起牛尾边 转 他双手从腰间拔起树把青铜剑 一战去天央 妖魔尽损伤 星辰来护卫 日月显三光 二战去地央 雾以坐中方 浮尸皆化散 亡良总消亡 三战去鬼央 鬼魅进前藏 亡魂超仙剑 学内勇真详 一共九剑暴尸而出 这瞬间 那些活石村民刚好转身 朝着我们冲来 久见 扎穿了九个村民的尸身 可后方还有近百 更怪异的一幕发生了 悬河的水面 滋生了浓郁的白雾 这些白雾在风吹之下上了岸 除去了被我打穿信门 直接破掉了魂魄的那些村民 无法爬起 其余的活石村民 不但缓缓站了起来 甚至他们身上的黑色绒毛 都在朝着血色转变 生气 这算不算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杨青山忽然说了一句 我额头上 汗水大滴大滴地密出 杨青山又沙哑地说了一句 银针 已经用光了 针法无法使用 桃木剑耗尽 我只剩下刚才那几把寻常青铜剑 除了一根牛尾鞭 我身上只有五十四柄柳叶青铜剑 能用两次百扬九剑绝 你还有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 用光这几招 我就要带你逃命 否则的话 还真被你说准了 我们都要陨落在这里 随着那些活石村民 再一次朝着我和杨青山逼近 我娘在那些村民之中引现 她虽说被控制 但依旧聪慧 并没有上来 硬抗杨青山的道法 我呼吸愈发粗重 胸口上下起伏 杨青山又微眯着眼睛 低声道 从赖千身上下手 是我们唯一的破局之法 可那老东西 逃进了水中 我不善水 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 他应该不敢走太远 杨青山话语间 将一只手落在了自己的尖头 我瞳孔紧缩 心头却是一害 我想起来了 当初柳正道用过的招式 正是他当时用了那一招来 对付汉拔 以至于他身上伤口密集 还有一道自己拉出来的伤痕 让汉拔失报的时候 嵌入了太多骨刺 中毒最深 这一招不但凶力 付出代价也极大 百扬九剑决 杨青山居然能用两次 我抬手 按住了杨青山的尖头 这些活尸 对你无法造成威胁 不要动用那么狠的手段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你母亲的威胁太大 我不破掉其余活尸 他们干扰之下 我被他近身 就要出事 杨青山语气 肃然地低声说道 我心头又是一僵 我呼吸更为急促 沉声道 那还有没有福 能镇住我娘 或者镇住这些尸体 效果不够 杨青山果断回答我 你换上这支笔 这个燕台 再用上我的血试试呢 保住自身 镇住它们 只要你拖延够时间 我必定能将赖千 从水里揪出来 我语气慎重地说道 同时拿出了天丹燕 再次咬破蛇 我将一口鲜血喷在其中 连同地支笔 一起递给了杨青山 杨青山眉心的树纹 愈发深邃了 地上堪于的法器 他看我的眼神 忽而戴上了几分复杂 他低头瞥了一眼 自己的腰间 抬起头来 忽然道 我有一道符 若是用上你的法器 应该足够 我尽量拖延到你上岸 雨霸 杨青山忽然也喷出了一口血 落入了天干燕中 再接着 他将地支笔的豪尖 进入天干燕内 待豪尖吸满血膜之后 他直接将燕台放在地上 地支笔 却被他夹在了指缝中 下一刻他抽出腰间牛尾边 我听出来 杨青山话语中的复杂 还有那骨子坚韧 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再看他 转过头 我目光落至悬河水面上 拔腿 我快步朝着 已经破损大半的码头走去 这期间 我目光一直没离开水面 赖千不可能离开悬河太远 当他远处一定距离之后 对我娘的控制 必然会失效或者减弱 他绝不会放弃 这个能杀我的机会 所以绝不会走 他更不可能上岸 上来 他就必死无疑 所以他还在水中 而且是在视线范围内 杨青山不擅长水 我却从小在水里头扑腾长大 满是水是鬼的 红河我都赶下去 更何况是去水里抓一个赖千 转眼间 我就到了码头前头 雾气遮掩了不少视线 让我一时间不好寻找 我镇定心神 没有乱了镇脚 细细地观察捕捉 同时 我还在等杨青山出手 他再一次动手后 这些雾气 肯定会被岸上吸走一些 那时候 就是我找到赖千的机会 奋出一部分余光 我也在观察杨青山 此时 他将牛尾边自边头的位置 放入手中 用力握住边身 狠狠一拽 血光四溅 整条牛尾边都浸染了鲜血 杨青山朝着众多活尸 迎面上 在狂奔之中 他手中的牛尾边 在半空中连抽三下 那劈啪的暴音 简直像是 要抽烈了这夜空 秘诀曰 持天牛尾边之道人 空想三边 以破诸邪 杨青山双腿骤然一灯 跃至半空中 整个身体凌空一旋 整条牛尾边抽抽 凌厉的咒法声 甚至都带着几分暴音 咒曰 天牛古墓中 神边往外宫 子孙兴万代 富贵出三宫 无缝御帝射令 积极如律令 这一边抽下 前方那些活尸村民 全部都被抽飞而出 我不止一次 见过柳家的边法 可杨青山这样用 却是第一次 那空想的三生 好像加持着咒法的威力 那些活尸村民落地之后 一时间都没能从地上爬起来 唯独还站在原地的 就只剩下我娘 他头顶的三张 扶转依旧 双手垂在身侧 四十公身 要朝着杨青山逼近 水上的雾气 缓慢地蠕动了起来 似是要朝着岸上逼近 只是 这雾气移动的速度太慢 杨青山只是困了那些活尸村民 伤害不够大 就无法引动这里的生气 有没有办法 重创他们 我嘀吼一声 给杨青山受益 杨青山的身体一顿 他本来已经将地支笔握进手中 那牛尾边也缠在腰间 下一刻 他又将地支笔夹在指尖 另一只手却抓住肩头的道袍 狠狠将其一丝 道袍瞬间破裂 月光下 杨青山上半身片无寸铝 他年纪太小 只能说身形精瘦 在他腰间缠着两道步 骑上别满了柳叶式的青铜剑 这步的数量多过柳正道一张 自然柳叶青铜剑多了一倍 杨青山拔起一把剑 从胸口划过 我面露不忍之色 可现如今 却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我娘本来在前冲 她陡然停下来身体 却瞬间抓起地上的两个村民 挡在了自己身前 恐圣赐我玲瓏心 我必还事于天庭 以血肚剑灭斜碎 以心破魔死无余 杨青山的声音变得格外风锐 那股正气从中正平和 似乎都变成了尖锐的刀锋 从我娘都停下来挡住身体 就能见得 这一招有多强横 杨青山踏步往前 每一部落地 地上的石子都暴势而出 盖文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无精斩除 除去百秧 九剑去天秧 九剑去地秧 九剑去鬼秧 斩雀诸魔鬼 亡两自消亡 斩雀诸恶事 俗世自安康 无缝御黄律令射 咒法之中 杨青山抽出腰间第一条布袋 以守成掌刀 狠狠击中布袋背面 柳叶青铜剑九把 为一股击射出 每一把 都分别扎穿了 其中一个活尸村民的胸口 一共二十七把剑射出 并没有一剑射中我娘 很显然 是杨青山刻意将其避过 咒法尽了 水面上的声气疯狂涌动 朝着岸上冲去 杨青山又要拔起第二条布袋 他此时已然有些 强弩之末的征兆 够了 我嘀吼一声 绝大部分的注意力 完全拉了回来 剩下一点点余光 是我怕杨青山红了眼 再用完剩下的剑 那样 他必定元气伤得更重 杨青山的手一顿 没有再取步 他反手一握 地支笔却落入了手掌中 我娘猛地推开身前 两个活尸村民 他骤然起身 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 像是看出来了杨青山的顾虑 直接朝着他冲去 转瞬间 杨青山和我娘碰撞在了一起 我娘双手成掌 直接插进了杨青山的尖头 指甲入血肉三分 杨青山手中的地支笔 却落在了我娘的头顶 符文飞速勾勒 杨青山低吼 咒约 天元地方 律令九章 无金下阵 逐央皆退 万鬼前藏 家宅平安 出入皆岁 人口永康 这赫然是我当初见过的压阵神咒 咒法似乎透着血光 穿透了我娘头顶的两张符纸 那两张符 几乎要碎裂 可最后那一层符气 却变得一样深邃 水面涌出的生气 大量地 灌入我娘的深周 道士和先生的血 地上堪于画符的法器 让我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浓郁的生气中 杨青山所画的符 居然在薄弱下来 可杨青山还没有后退 他再一次低吼道 以法正根 永无后患 他 又开始画符 我心头大害 当初 顿空说 这道符不完整 柳正道说是要用出来完整的 他却没有机会 用出 杨青山是要用完整的压阵神咒 这顷刻间 水面上已经没有武器了 我也看到了 在距离岸边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 长着一团漆黑水草的水面上 隐隐有一个人头浮现处 赖千 这老皮肤的藏身之处 果真是隐蔽 与此同时 杨青山的咒法声 让沉寂的夜空 似是响起了惊美 诗人持咒 以刀三斩 灵气时 停救处 埋壁央煞 鬼剑仇 鬼剑雨 血浮下阵 凶魂安息 血光 在我娘的头顶炸现 地支笔 似是形成了一道残影 金河血 交织呈现出诡异的色彩 只是一瞬间 杨青山就停了手 我娘的头顶之胸前 出现了一道大幅 这幅要比正常的鸭阵神咒 复杂了太多太多 前一刻 我娘还要撕碎杨青山一般 可现在 她却僵直在原地 一动不动了 杨青山的身体 颤巍巍地后退了半步 我娘的手掌 从她的肩头拔了出来 她似是要倒下 可临在倒下的关头 又歪歪扭扭地站稳 一时间 我觉得杨青山 当真像是一座薛兽的山 以她并不宽阔壮硕的身躯 顶住了她头顶的道 头顶的天 我强行抑制住心头的翻滚 我娘暂且无碍 被震住 剩下要解决的 就只有赖欠 这期间 我已经到了码头的边缘 我猛地一蹬双腿 身体呈现 一个斜下的充饰 入水之后 快速摆动双腿 直接就没入了水中 我选择入水的时机 很巧妙 那是杨青山 落伏后退的瞬间 就算是我 都用了极大的毅力 才从那种震撼的状态中 平复下来 我娘是赖欠最大的贫鉴 她现在被震住 必定会让赖欠乱了震脚 她肯定注意不到码头 一直在看杨青山和我娘 在水下 我游动更快 并且这种深度 我可以肯定 如果赖欠没有发现我下水的话 她根本不知道 我在朝着她靠近 此时我才领会到生气浓郁 带给我唯一的好处 那就是 月光照射进河中的时候 悬河里头的能见度更高了 半盏茶的时间 我估摸着 自己已经游出去了几百米外 隐隐约约 我瞧见了前方有一团阴影 那阴影处 没有多少光线 是水草挡住了月光 赖欠 就在那里 双腿摆动得更快 我隐隐感觉到 憋气快到了极限 因为没有提前准备要下水 我也没随身带猪尿包 毕竟那东西比较占地方 临到水草前方的时候 彻底憋不住气 我快速摆动身体 养身往上 骤然就破开了水面 大口大口地呼吸 空气灌入肺部 我才从快憋炸了的状态中 恢复过来 水草前方 一个人脸 直愣愣地看着我 眼中近视愕然 还有难以置信 我视线猛地落在他身上 双眼刺烫 通红 瞬间我就自目欲裂 低喝道 老匹夫 你受死的时候 到了 赖欠那张面目增悟的烂脸 变得极为惊恐 他猛地转过身 朝着对岸游去 可他的速度 并不快 甚至 他是抱着一片木头在游 这也着实诠释了 杨青山水性不好 赖欠下水的时机 一定是卡好了 杨青山还没接近到船的时候 所以 杨青山到了船上 赖欠已经逃到了 杨青山无法发现的地方 我冷眼看着赖欠奋力游动 他扑腾起来的水花 也越来越大 深呼吸数次 我完全调整好了身体状态 缓缓地没入了水下 这种距离 我完全能看见赖欠的双腿 我平缓地朝着赖欠的方向游去 这时候 我并没有游太快了 我已经看到赖欠 除非他是资历比我更高 体力比我更好的捞尸人 否则 他绝不可能在我手中逃掉 他所做的事情 太让我厌恶 也让我憎恨无比 我又怎么可能给他痛快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我就在身后 现在 我让他逃 差不多追了半盏茶左右的时间 我还和赖欠保持了约末十米的距离 又一次浮上了水面 我平缓地换了气 赖欠游得更快了 可这个快 就像是人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我看得出来 他差不多到了极限 再一次没入水中 我三两下便游到了赖欠的下方 抬手 我双手狠狠抓住了赖欠的脚脖子 赖欠的身体剧烈挣扎了起来 双腿狠狠地往下蹬 这种蹬 就是人在水里 双腿失去控制 那种乱蹬 发生这种情况 上半身也要失去平衡而枪水 紧跟着 我直接往下游去 声声将赖欠拖入了水里头 赖欠入水的时候 更是在拼命挣扎 不过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他就成了一团烂肉似的 挣扎不动了 我松开了赖欠的双腿 稍微往上游了一些 又用双手抓住他肩膀 带着他往水面去 出了水面后 我一只手撑着他肩头 另一只手中击他胸口 他挖的一口 吐出不少水来 咳嗽的整张脸 都变成了青紫色 赖欠咳嗽的差不多 清醒了过来 哆嗦着抬起头来 我一只手 直接就按住了他的脑袋 将他再次压入了水中 他又一次在水里头 疯狂挣扎 不过这一回 他就挣扎了几个呼吸 身体又软了下来 我再将他提出水面 手狠狠地掐着他人中 赖欠一边吐水 一边身体颤动 艰难地又抬起来了头 颤巍巍的话音 从他口中传出 李 李阴阳 你心 心狠手辣 枉为先生 心狠手辣吗 我只对伤我家人 害我家人性命之人心狠 若是你气到我娘头上 我还要对你仁慈 那我才枉为人子 我一把揪住了赖欠的衣领子 将她往我面前溢辣 赖欠那张凝恶的脸 顿时到了我面前 我俩的额头 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砰的一声闷响 赖欠疼得闷哼了一声 赖欠 你是如何用那两张符 治住我娘的 他们来自何处 我一字一句 嘶哑着喉咙质问道 赖欠的脑袋搭拉了下来 他已经撑不起来脖子了 他并没有回答我 只是身体抽搐 一边抽搐 一边凝笑 我抬手 直接就抓住了他的下巴 食指和大拇指 扣进了骨缝中 我狠狠往下一转 赖欠口中发出一阵 凄厉的惨叫 这叫声几乎破了音 再接着 我的手又狠狠往上一推 掌心撞到下巴底部 直接将其复了圆 赖欠双目睁大 死死地瞪着我 你做梦吧 做梦就会知道 是谁在盯着你 赖欠说着 更是放肆地凝笑了起来 这过程中 他脑袋扭到了一侧 似是在看岸上 我顺着也看了一眼岸边 顿时 我脸色在变 岸上的活石村民 刚才只是被杨青山 用百羊九剑绝扎穿 不到三十个 剩下的那些 是用牛尾边抽飞 我娘虽说被震住 一时半会儿生气 无法让她恢复 但余下的生气 已经让其余的活石村民 又有了行动力 他们正在围攻杨青山 杨青山连续用了 那么多强横的咒法 又透支了身体 最后还画了那样一道符 他完全就是强弩之末 这会儿被村民逼得节节败退 也距离我娘越来越远 赖谦的宁笑声越来越大 他喋喋地笑着 在水面上回荡 那小道士 无法活着离开洪松村 你李阴阳是否 最后却要死在你娘手里 而且 能报仇 我活了九十多岁 死都不亏 我猛地回过头 一只手摊如赖谦口中 一把就揪住了他的舌头 粘腻的温热 让我觉得格外恶心 我狠狠一拽 却把空了力道 没有将其拽断 赖谦眼睛几乎要瞪了出来 我再松开手 又将他完全没入了水中 在等我将其提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昏死了过去 只有微弱的呼吸了 我没有再将赖谦弄醒 不打算和他再费唇舌 赖谦的态度坚决 即便是死 也要拉着我和杨青山陪葬 但是 制衡我娘的东西 必定在他的身上 我一手将赖谦撑着 另一只手飞速在他身上摸索 我几乎将他身上所有东西 都一样样拿了出来 玉尺先生一门的阴阳术 我只是看了一眼 就直接丢出了手 他的罗盘 铜钱袋 符本 很快 我摸到了他腰间坚硬的雾石 将其拿出来之后 发现是一根玉尺 我心头狂跳 顿时就想起来 我娘抱起来李家老两口的头颅时 赖谦就是拿出来这根玉尺 那两张符才落到了我娘的头顶 我盯着玉尺 很快就发现了蹊跷的地方 尺子正面是正常的 有关于天干地支 八卦五行一类的 转刻文字 可其在月光下的透明处 又有一些转刻 快让尺子断裂穿透的痕迹 我快速将玉尺翻转了过来 在玉尺背面 画着两道符 这两道符 和我娘头上的极为接近 这两道符的中央 还有一道怪异的符传 其中心 是生辰八字 生辰八字的下方 写着三个小字 正是我娘的名字 李花蓉 最下方还有一行字眼 恶徒李阴阳 算计徒害李氏老夫妇 轻女李花蓉 当手刃筹笛指 我盯着这玉尺 在看赖谦的脸 他好大的手笔 玉尺先生的传承都不要了 用他祖传的尺子 刻了蒙蔽我娘双眼的符 就算是这次杀了我 他玉尺先生的玉尺 也要废了 更别提这一次 他竹篮打水一场空 压根就要不了我的命 思绪落定 我毫不犹豫 扬起玉尺 朝着赖谦的头顶 就是一抽 咔嚓一声 玉尺碎裂 赖谦的印堂 多了一条 深可几股的伤口 我接住了 断掉的一半玉尺 再拽着赖谦的脖子 朝着岸上游去 我不敢耽误 游动的速度飞快 因为我怕 现在杨青山太虚弱 在阴沟里翻了船 被那些活石村民给害死 这同时 我的注意力 也全在岸上 月光变得更清冷了 水面上又开始 滋生起来白雾 刚才那些 生气汇聚凝结成的雾气 完全被我娘和那些 活石村民消耗 玄河本身就是水龙脉 再加上流神水龙福的作用 这里生气凝结的速度更快 新生的白雾 带着一股股暖意 就连我的身体 都感受到了 一阵阵滋养的益处 他们又一次 朝着岸边涌动而去 我的心 却彻底沉了下来 人在生气浓郁的环境中 的确会得到不少帮助 可这对于 我和杨青山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可对于活石村民 还有我娘 那就是源源不绝的生计 一转眼 雾气就全部上了岸 视线被遮挡了不少 可我却看见我娘的身体 似是动了 她朝着活石村民 和杨青山的方向走去 也就这同时 浓郁的白雾 彻底阻碍了我的视线 我身体微颤 心慌的近乎要裂开 游动的速度更快 我现在都恨不得 要将赖迁无马分尸 活石村民的命 都是赖迁害死的 和我娘无关 但我娘若是杀了 杨青山这道事 不光是我无法 和柳正道交代 毁了杨青山 这样的好苗子 更是损绝了 我和杨青山的情谊 我对不住 这举头三尺的神灵 还有 我娘必定遭天前 杨青山的正气 与生俱来 她的确是天选的道士 就算我娘不被天前 魂飞魄散 也再无投胎的可能 天 开始阴朗 是一片乌云 遮住了月亮 月光瞬间暗淡了下来 就算是我拼命游 也足足花了一盏茶的时间 才游到岸边 杨青山 还没有冲上岸 我只是撑起来了身体 就大吼出声 我这一嗓子 几乎破了音 杨青山却并没有回应我 我的喊声 就像是石沉大海一般 你该死 我一把将赖铅拽上岸 在落脚的时候 我狠狠踩中了赖铅的一条腿 只听见咔嚓的声响 她的腿断了 我一头就冲进了雾气之中 朝着杨青山的方向冲去 十几米外 我就瞧见了地上的村民尸身 浓郁的血腥味 让人作呕 很多村民都成了残枝断壁 伸手分离 还有一些则是咽了气 像是被吸干了生气 生气的白雾 都像是融入了血色一般 我又往前跑了十几米 村民的尸身更多了 这些全都是咽了气的村民 即便是生气再浓郁 也就不了他们 更前方 是一片淡粉色的血雾 我瞧见了两个人影 一个头发披散在肩后 是个女人 另一人身材削瘦 却坚韧如山 那不正是我娘和杨青山吗 别杀她 我站立地喊道 那些活尸村民 全都被除掉了 可想而知 杨青山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这会儿 我娘就在她身前 她都没动 恐怕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喊完那几个字 我继续迈步往前去 我呼吸很粗重 胸口也上下起伏 谁离那么久 我也早就是强弩之末 完全靠着意志力在往前 忽然间 我身边刮起了一阵风 这风吹之下 雾气似是变得更浓郁 又好似是要散开 总归我眼睛 被吹得迷住了一瞬间 我硬顶着往前 在等我视线恢复正常的时候 雾气 居然全部都散了 我身前的身影 只剩下来了一人 那便是杨青山 我娘已经消失无纵 杨青山的身上 并没有其他的伤势 他站得笔直挺拔 身碎成刻印的印堂 居然都松缓了不少 他的手中持着一张符 那张符很宽 并不是我娘头顶 两张窄符的任何一张 我走进杨青山的身前 已经上下将他打量了一遍 他的确没有在受伤 身上也无影伤 杨青山也在看我 并冲我点了点头 他手 他将符递给了我 不用死了 杨青山绷紧的脸 忽而松缓了一些 露出来了一丝笑容 劫后余生的笑 也是极精复杂 透着叹息的笑 我很难形容 一个少年的脸上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神态 低头 我接过来他给我的福 我却发现 那是我画给我娘的福气 这 我死死地盯着福气 一时间 我思绪完全紊乱了 杨青山的目光 从我身上挪开 看向了那些村民尸身 不是我动的手 生气太浓郁 我只剩下27把柳叶青铜剑 灭不了这么多活尸 他们刚才全都画了蟹杀 用了压阵神咒的后半符 损耗了不少生机 伤了元气 差一点被分尸了 杨青山这番话似是轻描淡写 可足以见得 刚才到底有多凶险 我隐隐猜测到了一些可能 杨青山没有明说 我却不敢真的落下那个思绪 我没打断杨青山的话 杨青山闭了闭眼 稍微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道 你应该得手了 我注意到了 水面上你抓到了赖千 没过多久 你娘头顶的符掉下来了 他帮了我一把 这里的活尸村民 全都魂飞魄散了 他留下来了这张福气 然后离开 我眼眶红了 杨青山摇了摇头 他看我的眼神复杂了许多 他投不了胎了 虽说是活青师 又如此强横 但他不是道士 饶是我 也没真的让他们都魂飞魄散 这些村民 全都是无辜之人 应该超度往生 然 他不想看着我死 我觉得嘴角有些心甜 有一股温热的液体 从嘴角流下 杨青山又说道 他让我告诉你 活青师 已飞人 母子孽缘已断 他一无颜面再见你 至此以后 他望你成龙 又一股温热的液体 从眼角溢出 从脸颊滚落而下 我没有和杨青山说话 转身 我再次朝着悬河边走去 我脚步已经变得蹒跚 堪堪走到了悬河边上 我双腿彻底软了下来 砰的一声 直挺挺地跪了下去 天上的乌云散了 月光再一次挥洒下 悬河表面变得极为安静 雾气完全消失 皎洁的月影倒映在河面上 我视线磨火 居然觉得 那月影都像是我娘的脸 而不笑 事不够狠辣 让赖千这丝 居然还能找到九河线 还能找到红圆线 能获及到悬河 事蠢笨 没有直接将豆家算计致死 让他们折服多年 成了毒蛇 可娘 如今是地相先生 总有办法 让您遮蔽天命 往生投胎 断的是殷生子的命 命数断不了 你是我娘 我声音沙哑 哽咽 一边说 一边冲着悬河磕头 可我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悬河水面 依旧平静的 像是一面镜子 这会儿 就连风吹的声音都消失了 一切都变得无比安静 脚步声自身后传来 杨青山叹息的声音入耳 虽说 我现在这样说 似是有一些薄情 但李阴阳 仍死如灯面 活人 当行活人之事 死人 当行死人之道 他 其实早就看得比你透彻 你愧疚 亏欠 却何必要用你的愧疚 去枷锁了 想要脱离一切的亡人 我回过头 再看杨青山 我才发现 杨青山的容貌 已经脱离了很多亲子 虽说依旧削寿 但他的样子 居然成了二十来岁的少年 压阵神咒完完整整的福 居然会消耗这么多的阳寿 这恐怕都和生树 付出的代价相仿 一时间 我却不知道 怎么反驳杨青山了 因为他这番话 完全说在了道理之上 可要洒脱 要想清楚 人死如灯面 又何其艰难 过了许久许久 黑夜逐渐被白昼驱散 我娘也再没出现 杨青山过来搀扶我 将我拉起了身 世尊说 世人结婚沉 能清醒看清一切的人 少之又少 李盈阳 你的本事早已经脱俗 可你眼睛看到的还是俗事 只要你稍微往上看一眼 你会发现 这世界大不相同 我闭了闭眼 视线在落置杨青山脸上 若是上一任大长老 在教授你一些倒数 你必定会超过柳三元 年纪轻轻 我的确佩服你 杨青山 我沙哑到 十几岁看透生死 岂能让人不佩服 可这也和他的环境有关 出生 他就在枪族的保护之下 虽说秋天元用虚假的扇 遮挡了杨青山的眼睛 柳三元用所谓的正 蒙蔽了杨青山视线 但杨青山的正和善 都不是作假 他坚信自己 坚信正气和道 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 可与我来说 那太难太难 这辈子 有太多我放不下的东西 试问 普天之下 又有几个人能那么洒脱 我看杨青山的目光 更深邃了 也只有借此 我才能稍微驱散一些 我娘决决远离的伤痛 杨青山却笑了笑 说道 柳家的倒数 我已经学权了 上一任大长老 我的确想见 李茵阳 你很顽固 想要你这样顽固的人敬佩 我很好奇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柳家倒数 看来 的确有一些问题 说着 杨青山便低下了头 似是在深思 我却正了正 杨青山 是想到了秋天元和柳三元的问题 那这就是意外之喜 还有 他主动要见柳天牛 就免去了 我暗中猝食的周折 就在这时 我却听到了另一侧 传来了轻微的爬动声 我立即转过头去 一眼 我就瞧见 几十米外 岸边的赖千已经醒了 他正在艰难地朝着岸上爬行 我眼神顿时冷冽下来 脉步便朝着赖千的方向走去 很快 我就走到了赖千的身边 一脚 我就踩在了他的后背上 赖千艰难地侧过头 他在看我的眼神 就只剩下惊恐 刚才我在玄河里所做的一切 早就让赖千吓破了胆 他一句话都不敢说 恐惧的双眼中 透着绝望 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了 告诉我 我给你一个痛快 我平静地开口道 赖千忽然张了张嘴 眼中的恐惧 却变得更多 可他这种恐惧 就让我觉得怪异了 因为 这好像不是因为我 李盈阳 我不想死 赖千哆嗦地说了几个字 你保住我 你就能知 赖千刚说出来这八个字 他的脸上 悄无声息 就出现了死相 下一刻 他便黑气灌口 硬堂开裂 嘴巴里头咕嘟咕嘟地开始吐血 我心头亥然 猛然蹲身下去 一把揪住了赖千的衣领 将他拉了起来 可已经来不及了 赖千的双目 变成了死灰色 彻底没了呼吸 自杀 杨青山的话音 从身后传来 我盯着赖千的脸 一直到杨青山走到我身侧 我才沙哑道 不 他没有 他想活命 赖千最后的话 的确是想活命 他还让我保住他 那这意思 就是如果他说出来 服侍谁给他的 是谁在盯着我 他就一定会死 现如今的确是这样 他死了 我根本来不及保他 他也没有来得及 说出来半句有用的信息 我将这一切 也告诉了杨青山 不只是赖千和窦家的问题 还有许昌林的问题 我也又说了一遍 杨青山沉默了半赏 才说道 的确很怪异 世上巧合的事情 不会有太多 你的仇家也不少 不多了 我摇摇头又说道 仇家之中 没人有这样的本事 有人会盯上天元先生讲盘 同时又有人盯上你 这好像也不是巧合 杨青山又道 我面色在变 杨青山的话 如同醍醐灌顶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天元之劫 只是单纯的天元之劫吗 天元地象本一家 那地象呢 还是说 这暗中盯着我的人 是我师尊那一辈的 和地象看予有素食仇怨之人 暂且小心为上 我慎重地说道 嗯 杨青山点点头 他又扫过四周一眼 沉默片刻 到 生灵涂炭 我目光落至更远处 瞳孔再一次紧缩 因为那边还有两个火口 豆开羊 和那用虫的先生 尽管直觉告诉我 他们是赖千的棋子 是赖千半途有目地找到了他们 可我又影响到 那盯着我的人 利用了许昌林 他这一次主要的手段 虽然是赖千 但他未必 没有对豆家动什么手脚 这十几年来 我见识过的事情太多 他真想要对付我 就必须要足够地缜密 计划足够周全 我朝着豆开羊 和那用虫的先生走去 很快 我就到了他们身前 两人还没有醒过来 地上的血迹不少 全都是他们的手脚流淌的血 杨青山一直跟在我身边 他身上的气息 顿时冷冽了下来 顺手 杨青山抽出了一柄柳叶青铜剑 我还有话要问他们 问过之后 交由你处置 我立即说道 杨青山踩点点头 不知不觉间 天居然亮了 紫气东来 出阳冉冉升起 我蹲身下来 先掐住了豆开羊的人中 片刻后 豆开羊站立地睁开了眼睛 他身体挣扎了一下 才发现了 自己手脚已经被废掉 李盈阳 豆开羊哆嗦地开口 我平静地瞥了他一眼 便伸手去掐那先生的人中 你能说的话 不多 我想知道 是谁在你们身后指点 算计我 若是 你说得让我满意 豆家除了你 其余人无恙 若你让我不满意 你死 豆家 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话音变重 手头的动作也重了下来 下一刻 那先生醒了 他睁眼的刹那 眼神是茫然 在一瞬间 他眼中就是金木 不过 他和豆开羊是相仿的反应 要起身 才发现手脚被废了 最后脸色苍白 我没有立即和他说话 依旧看着豆开羊 杨青山一挥手 浮沉就落在那先生肩头 那先生静若寒蝉 一点都不敢移动了 我 豆开羊哆嗦了一下 才道 赖谦 他说和你是死仇 你也害了他毒 独子 现在的豆开羊 全然没有之前的威风 他不只是恐惧看我 更是金帕的四嫂周围 我眉头一皱 然后道 你是豆家之主 若是将你葬入一个四金沙县之地 豆家应该会断子绝孙 说着 我扭头看了一眼那先生 又道 你虽然用的是这等诡异的手段 但你也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那先生的额头上 也泌出了汗水 他没有骗你 那先生也开了口 豆开羊和这先生 都没有撒谎的面相 可经过黄之远那档子事 我已经不太敢用骨相 来判断所有的先生 如果何志在这里 就好了 何志在的话 他就可以拔魂 就在这时 杨青山忽然道 你 真的没说谎吗 他这话 是对那先生说的 那先生点了点头 杨青山恩了一声 又道 那你没价值了 这个村的人命是其一 你所害的其余人 是其二 话语间 杨青山的浮沉忽然一提 收紧的沉思 死死勒住了那先生的脖子 那先生的脸 瞬间涨红成了猪肝色 拼命地挣扎起来 豆开羊更是被吓得体弱筛糠 杨青山给了我一个眼神示意 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将带着沈温的严厉目光 落至了豆开羊的脸上 豆开羊面色更加苍白 整张脸都哭丧着 除了赖谦 我真不知道还有谁在算计你 定然是赖谦还和人有合作 但不是豆家了 豆开羊站立地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 豆开羊依旧没有撒谎像 他脸上的恐惧愈发多 如此一来 他在撒谎的可能性已经极低了 杨青山稍微松了一下浮沉 给了那先生半课喘息的机会 你没有其他想说的了吗 杨青山淡淡地问那先生 那先生双目满是血丝 死死地瞪着我和杨青山 如果你们敢杀我 三苗一脉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他声音嘶哑 色力内忍地说道 杨青山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平静地说了句 放了你 这红松村全部的村民都不会答应 他与爸 手猛地往上一提 浮沉再次收紧 那先生腰身被拉直 脖子却发出咔嚓一声轻响 邓元的双眼 完全是死不瞑目 窦开阳已然面如死灰了 我取出了一把匕首 准备了结了它 像是他这种无恶不作之人 我杀了 也不会对命数有半分影响 李先生 你的 等等 能不能把它交给我 远处一侧的路边 有一棵老树 董峰从树后跑出 踉跄地朝着我们跑来 这村里 恐怕就只剩下董峰一个活人 他到了进前后 死死地盯着窦开阳 董峰哑着声音道 我老婆 给他们害死了 李先生 把它给我 成吗 我看了一眼杨青山 试问杨青山的态度 他松开了扶沉 那先生的尸体落地 同时杨青山也点了点头 我稍微让开了一点身体 董峰的眼中 竟是对我和杨青山的感激 等他看向窦开阳的时候 就是怨恨 蹭得一声轻响 捕刀从他腰间拔出 窦开阳身体如动 朝着后方躲去 董峰挥刀 就像是恶狗扑石一样 扑到了窦开阳的身上 他一手死死捂住窦开阳的嘴巴 另一只手的捕刀 已经没入了窦开阳的胸口 再之后 我们在洪松村约莫待了三天时间 这三天之内 大致就是将所有亡固的村民 尸身收拢 安葬 虽说他们都已经魂飞魄散 但死者为大 所有村民都是无辜之人 最后 又将窦开阳的尸身葬入了李家大宅 这地方已经被窦家改成了凶坟之所 窦开阳葬在这里 他们就自食恶果 我并非下手狠利 而是窦家自仆人起 都是杀人不眨眼之辈 那些逃走的窦家人 没有死在这里 必定去其他地方为恶 像是他们 哪有什么资格 拥有那么多财富 第一位 以窦开阳入凶坟 风水破窦家命述 让其破败 才是窦家的报应 至于那先生的尸身 就交给了董锋 董锋的仇人 不只是窦开阳一个 那先生也有一笔 我自不知道 董锋是怎么对待那尸身的 总归 从洪松村离开的时候 一切事物 都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 杨青山在下游的林子里 换来了他那匹马 这一次 就是我们两人用一匹马 才回到九河县 我去了一趟货家 但我没见到任何货家人 留了一封书信 告诉他们 现在已经安全 又和黄七交代了几句话 我还留下来了几张符 都是留给黄七的 凭借货家和黄七的聪明 他们应该一段时间 就会回来查探一次 到时候看见我的书信 也就不需要躲躲藏藏了 在之后 我们就离开了九河县 朝着红河方向赶回 只是 这一路上 我们没办法多快了 我的那匹大马 丧命在许昌林之手 不能一直骑杨青山的 而且我和他身上都有伤势 因此 只能买了一辆马车 让杨青山那匹马拉车 我们交替赶车休养 总归红河是安全的 河制 顿空 柳正道都在学相应的术法 我们也不用太赶时间 一晃眼 路上就过了七天 距离前西南之地 已经不远 第七天的夜晚 马车路过了一个驿站 我们停下来 要让马休息 也要补充一些干粮和饮水 杨青山在马车上等我 我进一站内 较里头的小厮出来 其实 杨青山这马的灵性 并不需要人看守 只是往来这样的地方 杨青山不愿意多进 似是闲吵闹 我一人往里走 一站不小 外头有很多马就 几乎都没空着 还有很多同为赶路之人 正在喂马 最里头才是一栋木楼 我进了一楼堂内 此处灯火通明 有十几张桌子 都坐满了人 大多人都风尘仆仆 桌上放着酒肉一类的吃食 还有小厮在堂内招呼 下意识地 我便扫过了堂内一眼 这是本能 这么多年在外奔走 到一个地方 打量一个地方的环境 已经是必备的警觉 赶路之人 大多是生意人 有一部分低着头 小声私欲 这一类人所做的事情 要么需要小心谨慎 要么就是见不得光 在堂内一个角落 还有一群人略特殊 几个男人穿着模样尚渴 他们桌旁 却跟着不少女人 粗略一看 女人大抵都十几岁 到二十岁之间 他们看似正常 但眼中都隐隐有惶恐 其他那几个男人 则是红光满面 明显更多是 按捺不住的兴奋 我皱了皱眉 这一群人 问题最大 客人是打家 还是要过夜 略谄媚的声音传入耳中 我回过视线 身前多了个尖头 搭着白布的小丝 买一些干粮 饮水 再来一个人 帮我们的马车清理清理 喂马粮草 我半垂着眼说完这些 磨出来了几个大钱 小丝连连点头 我转身就要往外走去 与我来说 这种路途上的事 多一件不如少一件 有问题的人很多 我管不完所有的 还需要一个人 换一下马蹄铁 杨青山的声音 从后而来 我刚好和杨青山对视 点了点头 我又回头看小丝 不等我嘱托 他就笑呵呵地说 马上就来 两位稍等片刻 小丝这样说了 我也就没立刻走了 同杨青山一起站在大堂门口 有很多人都开始打量我们 其实我还好 糖妆已经发旧 没多大特殊 但杨青山一身淡青道袍 发际疏得高耸 再加上 他用了压阵神咒 损耗了阳寿 像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 就更透着一股轻松如剑的气息 很难不引起人的注意 也就在这时 杨青山忽然往前迈步走去 整个大堂 忽然安静了不少 杨青山这方向 他是朝着刚才我觉得有问题的那张桌子走去 现在想拉住 杨青山已经迟了 他动作看似平缓 可实际上却很快 一两个呼吸 他已经走了过半的距离 堂内赶路的人 大多眼力极好 发现了苗头不对 几乎一大半的人 都注意着杨青山 和那张他走向的桌子 我皱眉 也快不跟上了杨青山 那桌上的几个男人起身 神色略有匆忙 直接推散了一个女人 示意他们往后走 他们旁侧就是一个后门 显然那后边 就是一站休息的地方 那几个女人起身 才脚步 蹒跚裂切地往后走去 慢着 杨青山忽然说了一句话 他声音很清冷 虽然不是红中那般 但却很有力度地 穿透了整个大堂 那几个男人 走动的动作更快了 杨青山眉头一皱 他骤然停顿了脚步 下一刻 他手袖一挥 他身旁一张椅子 顿时扫飞而出 本身椅子上有人 那人惊怒地看着杨青山 险些没有摔倒 可他却敢怒又不敢言 椅子砰的一下 砸中了其中一个男人 他惨叫一声 直接倒在地上 其余几人面色一狠 几乎同时拔刀 吓得那些女人 顿时就躲在了墙角 一瞬间 大堂内的人 快速朝着四周散去 外出赶路之人 大都明白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这个道理 我停在了杨青山身旁 不过 我没有质问杨青山 而是在看那几人 杨青山和我 始终是不同的 他是极恶如仇的道士 遇到不平之事 自不会像我一样了 既然他现在要管了 我就没有拉走他的道理 况且 我也拉不走 一眼扫过那几人 此时距离近了 我就能看清他们的面相了 他们一共五人 大都薄唇 有句话叫做 舌尖唇薄 轻浮且尖 不只是如此 他们还眼有三角 眉中间断 或者斜视不正 这是粗浅面相 说的是虚伪狡诈 在神色之上 那四人都是神如精 色如构 准尖地消 这是主下流盗贼 我微眯着眼睛 再扫过那几个女人 一共六女 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一二 年纪最小的 居然只有十一二岁 他们大都神色端正 神貌温柔 虽说他们现在惊怕 但都目不斜视 这种相格 为真洁之女 属于梁家妇人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一种相格 鼻尖准头泛红 骨相有言 鼻准头带红 避走西东 好端端的梁家妇女 又怎么会背井逼香 这两种人的相格联系在一起 我便有了判断 这几个男人 必定是拐骗了这几个女人 我判断面向很快 不过是瞬息之间 杨青山神色冷冽 那五人被砸到一人半天没起来 另外四个都是神色金木 杀鸡肆意地瞪着杨青山 牛鼻子倒是 你有病 当头一个五官薛兽 还有阴沟鼻的男人 直勾勾地盯着杨青山 骂了一句 杨青山面色平静 他背负着双手 语气更淡 我说了 让你们慢着 你算什么东西 叫我们慢 我们就慢 信不信老子等会儿就剁了你 操 那人又立声骂道 其余三人 面色也更凶利了 大哥 老五腿给砸断了 起不来 弄了这小子 给老五出口恶且 又有一人语气凶狠道 杨青山眉头微皱 他嗡了一声 又道 本来想好好问你们几句话 看你们凶神恶煞 一言不合 就想要人性命 看来的确不是好人 话语间 杨青山抽出了腰间浮沉 那四人几乎同时一声力喝 直接朝着杨青山冲来 杨青山开始没动 一直到他们接近至身前 几乎四人同时朝着杨青山头上劈刀的时候 杨青山动了 他身体猛地一旋 白色的浮沉 形成了一道残影 那四人同时撞击齐上 发出闷哼 紧跟着就如同炮弹一般四射 砰砰砰地倒飞出去 每一个喷声 都是他们撞翻了一道桌椅 只是一招 他们全都倒在了杨青山的手下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爬起来 最开始倒下的那个被叫做老五的男人 站立地支撑起半个身子 恐惧地喊道 光天化日 又饿到是杀人越货了 不过 他的喊声 并没有让周遭看戏那些人帮忙 甚至还有一些人 已经不看热闹 匆匆离开了驿站 地上那几人都在哀嚎 想要爬起来 那老五被吓得不停发抖 杨青山开始朝着他走近 此时 两侧总算跑出来了几个人 这些人的穿着 不正是驿站内的小丝吗 为首那个小丝 正是刚才接待我们的 他面色苍白 哆嗦地挡在杨青山面前 道爷 还请手下留情 你刚来这里 他们也没得罪你 咱这驿站 还得做生意 这光天化日的 不能 这小丝话还没说完 我已经走至杨青山身旁 我平静地开口说道 天 已经黑了 还有 这几人虽然没有得罪我们 但 他们都是抢掠的贼人 这几女 要么是抢 要么是骗 都是被他们胁迫的 若是你们驿站的生意 还想做下去 不是拦着我们 而是应该马上找官来处理 我花音落下 杨青山就没看我 强得那几女看 我的眼神都变得惊疑慌乱 不过也有人眼中有喜色 至于那几个小丝 则面面相去 那段腿的老五 傻眼地看着我和杨青山 顿时面如死灰 就在这时 又有一个体态胖瘦的中年男人 脚步蹒跚 朝着我们走来 他穿着一身掌柜的衣服 一脸陪笑地到了 我和杨青山进前 他双手抱拳 善笑地说道 这位先生 这位道长 空口无凭 我们驿站总不能 他话还没说完 那几个女人中 最小的那个女孩 忽然挣扎一下 站了出来 虽说 他脸有些灰扑扑的尘土 但依旧掩不住他的俏里 饱满光洁的额头 精致挺翘的鼻梁 还有一双极为好看的琉璃色眼睛 他围绕着下唇 小声道 我可以作证 我将拉脚 他们这几个人 把我叔叔给绑了 把我拐来的 他刚说完 另一个女人 就赶紧将他拉了回去 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很显然 另一个女人是害怕 不想惹是生非 杨青山的目光 他目光依旧很平静 接着 他又扫过了那掌柜 和其余小丝一眼 小丝们面面相去 掌柜低声道 还不去报官 再命几个人 先将他们全部拿下 那几个小丝得了命令 有人朝着驿站 外面跑去 有人去抓住 已经倒地不起的五人 掌柜胆了胆袖子 向杨青山行了一礼 道 还请问道长尊姓大名 杨青山却压根不理回掌柜 朝着几女的方向走去 掌柜显然很尴尬 他又对我抱了抱拳 李阴阳 我微微点头 掌柜愣了一下 低头难道 李阴阳 他似是在思索 我也跟着杨青山 走到了那几女身前 刚才出来说话的那几儿 又挣扎着往前走了走 还小声地和旁边女人道 姐姐 有人救我们 你们还害怕什么呢 一直到现在 其余那五个女人 才反应过来事态 他们神色恍然地 看着刚才那几人 被小丝捆住 已经有人眼面哭泣 姐儿走到了 我和杨青山跟前 她好奇地看着杨青山 眼中显然有钦佩 她侧身向杨青山行了一礼 道 拉姐儿谢过道长 清脆月耳的声音 好似银铃一般 此时 后方几女才纷纷上前 同杨青山和我道谢 就在这时 惊恶激动的声音传入耳中 李阴阳 我知道了 你是地上堪于的阴阳先生 李阴阳 那掌柜急匆匆走到我身旁 双手抱起 直接攻身 和我行了大礼 她面色更是激动 没想到行走天下 匡扶正义的李先生 居然会到我们这等微墨小地 简直令小人觉得棚壁生辉 杨青山略诧异地看向我 我面色不变 抬抬手 示意掌柜不用这样大礼 其余几女也呆呆地看着我 尤其是姐儿 眼中有了几分疑惑和异样 我从怀中取出来了一个钱袋 稍稍掂量了一下 将其打开 把所有大钱倒了出来 等分成了六份 诸位受了匡骗 或是被拐来 背井离乡 想来身上不会有银钱 李某还有些盘缠 诸位各取一份 明日劳烦掌柜给他们寻马车 送他们各自回家 我目光先扫过几女 最后才看向掌柜 掌柜连连点头 道 李先生放心 能为先生做事 是小人的荣幸 杨青山看我的眼神 同样多了几分思索 很快 桌上的银钱只剩下一份 那五女取了钱 都对我和杨青山鞠躬行礼 感激涕铃 只有纳几儿没有动 她微微抿着嘴唇 刚才还明亮的眸子 这会儿却有些泛红 先前纳几儿站出来 说了 她叔叔被那几人绑了 那莫不是她唯一的家人 或许已经命丧黄泉 我思索至此 正要说话 纳几儿却又看向了我 侧身再次行礼 语气极为千功有礼 李先生 你和道长恩人 能送我一段路吗 我是三天前被他们绑来 不知道现在叔叔 有没有挣脱掉 我想回去 纳几儿这番话有恳求 但却不是那种哀求 虽说看上去 他只有十一二岁 但完全是一副 大家闺秀的风范 而且 他很聪明 虽说刚才是杨青山 出手搭救他们 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没有管 但现在他求的是我 不是杨青山 显然是看出来了 杨青山没有我好说话 我还没开口 杨青山转过身 居然静止朝着驿站外走去了 很显然 他只管救人 确保人没有危险之后 就不会管太多善后之事 你记得方位 还是地址 我问纳吉尔 既然已经出手救了人 我也给其余人安顿了善后 纳吉尔无处可去 我就只能 送佛送到西 如果他半途中 再出什么事情 伤及性命的话 这也会成我和杨青山的因果 我记得方位 纳吉尔的话音中 都透着惊喜 我点点头 要是他现在都还那么镇定 我就得怀疑 他是不是长着一副孩子面孔 实际上是个心智成熟的人了 我又和掌柜交代了两句 帮我安排一下人手 再不及水量 掌柜略有忐忑 小声道 李先生 你要连夜离开 不休息一夜 嗯 我点点头 掌柜眼中更是犹豫不决 去打三头迎麒麟 放置大门处 麒麟头朝北方 今年之内 话你一战中三煞 辟邪招财 来年你将其取掉 或者再找一个先生 帮你看方位 说完 我冲那姐点点头 示意他跟我一起往外 谢过李先生 掌柜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 很快 我就带着那姐回到了马车旁边 杨青山坐在前方 眉头终于微皱了一下 菩萨度人尚且救人性命即可 倒是下山 也是驱邪除恶 我们赶路途中 又要带上一个女童 未免拖延时间 杨青山说道 先生飞僧道 这世上有因果 要么不管 管了之后 就要管到底 你也是半个先生 我和杨青山解释 杨青山闭上眼 我身旁的那家 看杨青山的眼神 却更为好奇了 我没上马车 他就很有礼数地 站在我旁边 不多时 几个小厨出来了 分别拿着草料 刷子 水桶 他们一边刷洗马 一边给其擦干毛发 又为他凉草 还有一个小厨 将干粮送至马车上 料理马 袁某花费了半个时辰 期间我问了一下 那姐方位 他所指的方向 竟然刚好是我们的去处 这倒是不耽误时间了 从驿站离开 便让马慢吞吞地赶路 又走了一段路程后 我们才停在路边歇歇 那姐一直看着车窗外 正正地失了神 我打量了一下他的面相 耳垂饱满 眉骨细长 眉毛浓密 印堂更是风气 不过他的额头发际 有一个明显的美人肩 面相中 发际呈现美人肩者 多为主动离乡 他整体面相很有浮原 周身散发贵气 应是名门望族之后 这不禁让我有些许诧异 这切切实实的大家闺秀 怎么会在这种路上被拐 当然 诧异归诧异 我并没有开口多问 只是和他说了句 让他休息休息 我们明日天亮就会赶路 这马车的速度远超过拐他那几人的最多半天时间就能到他所说的地方 纳吉尔又和我行礼 轻声道 谢过李先生 他不再看着窗外 只是拱起膝盖 撑着下巴 目光却看向了车门处的杨青山 我背靠在车厢最里侧 闭眼休息 不多时 困意生起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次日醒来的时候 纳吉尔居然已经醒了 车门处的杨青山都还没动静 你没休息 我问了纳吉尔一句 李先生 我休息了 纳吉尔冲我笑了笑 又轻声道 黎明记起 是祖训 我皱了皱眉 没多说话 车门处的杨青山回头看了一眼 他拉起来缰绳 架了一声 便开始赶路 这时候 纳吉尔却坐到了靠近车门的位置 他小心翼翼地捧出来了一块干粮 递给了杨青山 结果杨青山没有理他 他小声喊了一声道长 杨青山却依旧没什么反应 就像是冰山 对于此 我就没多说别的什么了 一晃眼 便过了半天时间 我们到了一处山脚村落 纳吉尔放弃了给杨青山吃的 因为杨青山不知道从哪儿取了干粮 赶车途中已经吃完了 这时 纳吉尔小声和我说 他和他叔叔 就是从这个村子出来的时候 被那群人盯上的 从这里绕路出去 约莫一里路 有两座山夹缝的山脚 那里地势险峻 他们就是在那里下手 抓了他 把他叔叔绑了 扔到了山里 我点点头 和杨青山说了方位 杨青山驾车 朝着那方向而去 一里路 也就半盏茶的时间便到了 杨青山先下了车 我和纳吉尔随后下来 此地的确是两山相加的窄路 两侧都是山体 极为险峻 这里山道不少 还有一些山洞 纳吉尔的脸色苍白了不少 小脸上更是露出懊恼之色 我忘记叔叔被拖到哪个方向去了 那些人回来的时候说的 只是绑着他 没有杀他 让他自生自灭 显然 纳吉尔的话音中充满了担忧 他稚嫩的小脸上更是不安 他叫什么名字 杨青山这时开了口 我证了一下 杨青山这是抢了我要说的话 纳吉尔小声道 纳蒙 杨青山微微低头 似是在思索 下一刻他静止朝着东南的方向而去 纳吉尔茫然地看着杨青山的背影 嫩嫩道 杨道长是去找我叔叔了吗 好像就是那个方向 他语气充满了不确定 嗯 我点了点头 纳吉尔茫然的眼神 顿时变得更崇敬 刘道长好厉害 居然听了我叔叔的名字 就知道他在哪 这也好神奇 我倒是没再接话 八卦法 对于普通人来说 的确很神奇 即便是风水之中 普通先生也无法学经 地象堪于是前人精粹 枪足风水术也绝对不弱 杨青山会此法 很正常 时间 一点点地过去 差不多一刻钟的时间后 东南方的陵墓 发出素素的声响 杨青山钻出了树丛 他身上还背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 那几儿脸上迸发出惊喜 身体都在微微发抖 不过 他站在原地 立即抑制了情绪 很快 杨青山将人放下 那人腿脚一软 险些倒下 杨青山抬手 又搀扶了他肩头 那几儿的反应已经告诉我 此人就是那懵了 他生着一张宽阔的国字脸 身材很是魁梧 其实他年纪也不大 最多三十多岁 他双腿颤抖得尤为厉害 其次才是手 很显然 那群人绑住他 是绑着手脚 南蒙的嘴唇未曾开裂 只是因为饥饿 脸颊都凹陷了下去 叔叔 那几儿这才上前 搀扶住了南蒙 南蒙颤抖得更厉害了 他眼眶通红 声音干雅地喊了声尖 再接着 他喷的一下 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冲着杨青山 和我磕了一个响头 即便是虚弱成这样 南蒙都给额头上 磕出来了一个血印子 无须大礼 我皱眉 要去搀扶他 杨青山稍微挪动了一下方位 避过了南蒙的磕头 两位恩公 南蒙谢过你们大恩 若非两位仗义出手 我们叔侄女两人 恐怕在难见面 紧而要遭遇的事情 更是不堪设想了 南蒙的语气很粗重 他眼眶更红 很显然 杨青山救他的时候 应该说了一些事情 命数 我简单说了两个字 已经掺到了那蒙肩膀 那蒙反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他抬头 眼中却多了几分祈求 我和姐 所要去的地方 路途还极为遥远 可否让两位恩公互送一程 那是必有重限 我还没说话 杨青山去皱眉看向我 直接就摇了摇头 他这动作速度快得惊人 我心头苦笑 他是怕我再答应 很显然 我不会答应这种要求 我和那蒙摇了摇头 说了我们还有钥匙缠身 不能送他们 那蒙还要说话 我目光扫过他的脸 一眼看过了他的面相 不过 我眉头顿时微皱了一下 目光在落至那几儿脸上 我眼皮也微跳几分 因为那蒙和那吉尔 居然都是印堂闪过血光之色 而且颧骨 印堂 人中 三处清黑之气 灌入口中 这是三日难过的暴毙响 我们该走了 你可以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自行赶路 杨青山催促了我一句 那蒙脸上出现失望之色 那吉尔也垂着头 他小脸苍白 也提不起来多大情绪 我沉默半晌 才视线落至杨青山的脸上 三天 再走三天 如何 杨青山 我眼神慎重了不守 手放在了人中 给了杨青山一个示意 杨青山微眯着眼睛 便若有所思了 最后三天 我们耽误不了那么长时间 杨青山沉声说了句 我点点头 然后就告诉了那蒙和那姐 让他们和我同行三天 不过 这三天里头 不能走他们 本来要赶路的道 要随着我们赶路 若是偏了路 等三天之后 再绕路而行 那蒙和那姐的脸上 就竟是疑惑了 三天 还要绕路 那蒙脸上露出为难之色 低声道 李先生 我和姐出事 本身就耽误了三天 再三天绕远路 距离计划赶到地方的时间 就更远了 我是要救你们的命 若是想活命 就不要多问 跟我们走 我皱眉 语气严肃了几分 那蒙脸上一惊 他额头上都起了不少汗珠 那姐的小脸 也苍白了几分 救命 那蒙身体依旧有些不稳 他被那姐 搀扶着站起来 还请李先生明言 他又问报 我多说也是无意 你们只需要跟着我们即可 我说完 就让他们上车 我来赶车 青山你也上去休息吧 我又和杨青山说道 杨青山摇了摇头 说他来赶车 我便不好多言 三人上了车 杨青山开始驾车 马车逐渐绕回了 我们要赶路的大道线上 杨青山便没多少顾虑 正常地赶马车 其实 我们本来距离红河 就没有多远的距离了 这种速度下 恐怕四天就能接近红河 那蒙眼中一直有担忧 赶路途中一直看着车窗 开始的时候 那姐儿也有些不安 不过之后 他就放松了许多 我盘西坐在车厢最里面 倒是镇定平静 等这两人跟着我们度过三天 面相恢复正常之后 应该就不会有爱 帮他们 纯属是因为小因果关联 现今我牵扯的事情不少 还是尽量少让因果缠身 还有 多做一件好事 就当是给顿空和和志 积福积德 一天的时间一会儿过 我们临傍晚的时候 已经到了盘江流域 杨青山停车下来 示意我们在这里过夜 纳蒙休息了一天 身体已经恢复了不少 除了脸色还有些差 行动已经没问题 纳吉尔下了车之后 就靠近了杨青山数次 似是要和杨青山说话 但最后都是碰壁反 隐隐地 我从纳吉尔稚嫩的脸上 看出来了几分倔强 说到底 杨青山年岁也不大 只不过他太老成 纳吉尔小小年纪 自然会钦佩杨青山 所展露的伸手气魄 这一夜的时间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又是正常赶路 夜里了就在路边休息 等到了第三天中午 纳吉尔和纳蒙脸上的死相消失了 很显然 如果我不让他们跟着我 改了他们赶路的方向 恐怕今天 他们在那条路上 就要死于非命 我示意杨青山 前往最近的一个镇 杨青山若有所思 不过还是按我的意思驱车 这期间 纳蒙一直没说话 纳吉尔就像是察觉到什么似的 他到了车门旁边 小声地问了句 青山道长 那你能告诉我 你是哪里的道士吗 杨青山似是有些不厌其烦 他用力抽了一下鞭子 马斯明一声 跑得速度更快 马车里头都有了一股推力 纳吉尔惊呼一声 没稳住身体 在马车内摔了一下 纳蒙要去搀扶他 纳吉尔却挣脱 开了纳蒙的手 他眼眶微微泛红 也不知道是委屈 还是因为疼痛 他又到了车门旁边 微咬了咬唇 又要开口 杨青山又驾了一声 马的速度更快 甚至车门内都灌入了一股风 纳吉尔一把抓住了车门 他的手掌都发白了 我摇了摇头 才说了句 枪足柳家 纳吉尔正住了片刻 他低下头 似是在默念 下一刻 他抬起头来 稚嫩精致的脸上 多了几分感激的笑容 没过多久 我们就到了附近的镇上 我取出来一张存票 交给了纳蒙 让他们在这里买车买马 去正常赶路 当然 我检查了他们的面相 再无死相 纳蒙再三对我感谢 纳吉尔安静了许多 侧身和我行礼 我和杨青山离开时 我从车窗注意到 他们一直站在 正口看着我们 忽然间 纳吉尔挣脱了那懵的手 朝着我们的马车追了过来 啪的一声轻响 是杨青山抽了鞭子 马车陡然加速 纳吉尔的身影 逐渐和我们拉远 最后我依稀看见的 是他因为急促奔跑 脸上飞起的两团飞红 像是春日的出逃 又带着几分说不出的挣扎 又过了许久 马车速度稍微慢了一些 杨青山忽然说了句 李阴阳 为什么你不厌其烦 他探头进车内看我 我略诧异 皱眉说了句 什么 那女童 他十一二岁 比你小不了多少 不算女童了 我说道 杨青山 他头收了回去 我又听到一句话 世尊说得没错 女人很麻烦 若想好好修行倒数 最好远离女人 我脸僵了僵 因为我没想到 柳三元居然还叫了杨青山这个 怪不得 那几儿对杨青山的敬佩和嗜好 杨青山都视若无睹 以后你会明白的 这世上有阴有阳 也就有男有女 若是真的一门 钻入山林里头修道 那柳家早就断绝了 我和杨青山说道 杨青山似是被我噎住了 没再说话 我沉凝了一下 本能地又看了看车窗 杨青山 我有一个预感 或许你还会和那几儿见面 这番话 完全是我忽然的心有所感 才会脱口出 回应我的 只有风声 我们两人又赶路了一天左右 等到第四天傍晚的时候 便瞧见了红河 从镇口回去 回到蒋盘家中 一切好似我们刚走一样 顿空和柳正道在练服 何致并没在院内 苏云桐蒋木女 在厨房忙碌 我和杨青山刚进院子 顿空和柳正道就起了身 顿空惊喜地朝着我跑来 和我行礼之后 就过来抱着我胳膊 脸上洗色更多 柳正道和我点点头 他又看向杨青山 不过 柳正道的眉头 瞬间就紧皱起来 眉心促起了疙瘩 深陷下去几条纹路 你画了压阵神皱后半段 用了血皱 嗯 杨青山点头 莫要再用了 柳正道又说道 他重重吐了口啄气 杨青山没点头 也没摇头 柳正道却看向了我 说道 李先生 我有话 要和你说 他侧目 看了一眼顿空 柳正道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我稍微推手 示意顿空松开我 和杨青山点头示意之后 我走向院外 柳正道随我后方跟了出来 走向了镇口 不多时 我们到了镇口码头 晚风幽凉 血色的夕阳在挣扎中 彻底被夜幕吞噬 转眼间 你们离开了一月多 比我想象的要久 柳正道先说道 我点点头 沉默片刻后 报了报权 道 柳道长 你有何话 尽可直言 你们走后两日 顿空画幅昏倒 柳正道开口说道 我瞳孔紧缩 其实刚才柳正道 看顿空的时候 我就隐隐有所察觉 果然 他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柳正道与顿空 一同学服术 他迟早会发现问题 我没有立即说话 柳正道又道 那时候 我心里倒是想看看 那五行镇魂百相 归一符到底有多难 居然让一个天赋一禀的孩子 有离魂之痛 可没想到 我去画符之后 三指变成了符 我猜明白 这其中缘由 其实 那张初方画 七央杀推死符 并不是浮到初黑上 最后一关 那符的确需要熟人 记入心中 是一道特殊的搏命符 最后一关 是五行镇魂百相归一符 除却了资质上的限制 这道符唯一的要求 就是魂魄归一 越心无杂念之人 越容易领悟 我想 你肯定有一些事情 瞒着顿空 甚至瞒着何志 以及蒋先生 我问询他们二人 只知晓 顿空又是离魂 是被人算计 少了一部分魂魄 柳正道说到此处的时候 我脸色彻底变了 因为我完全没想到 柳正道居然能通过福道 推算出来这么多事情 他居然还问了何志和蒋盘 这的确没错 顿空出世 他关心 可他这一问 便坏了大事 我额头上 密出了细密的汗珠 胸口起伏 呼吸也粗重了不少 柳正道目光深邃地看着我 又道 照蒋先生的话来说 顿空的魂已经被弥补了 是那林郑二神的 廖成先生所为 可自我看来 还有这幅的反应 说明了 其实顿空的魂魄 依旧不全 那一部分魂 并没有回到他身上 此时 你是否知情 我脸色在变 柳正道这问话的方式 已经明显有所确定了 如果他认为 顿空魂魄不全 只是料成做事 留了尾巴 或者是有所算计 他应该会表现得 更为愤怒一些 他也不会叫我到一旁 来询问 现在他这样问 就是在他的看法方面 我对这件事情知情 的确如同他所料 此事我知道 我没有回答柳正道 只是更沉默 眉头皱得更紧 柳正道的神色 开始变成了复杂 他轻叹一声 道 你果真知情 可蒋先生不那么认为 何智也不那么认为 蒋先生那日大发雷霆 他认为 廖成并没有处理好事情 便带走了当年 那么多东西 甚至还窃走顿空魂魄 他觉得 是廖成怀恨在心 何智这段时间 一直没有说过话 可我知道 你是顿空父亲 更是地上堪余的传人 蒋先生可以看不出来 但你不可能看不出来 顿空距离出黑 就只差这一道符了 你告诉我 廖成在何处 我去取回来这一部分魂 不管你们有什么缘由 现在都要以顿空为重 柳正道这一番话说完 背负起了双手 红河上的风 吹拂得越来越大 柳正道既像是一颗 不倒的轻松 又像是一眼 深邃不见底的山坛 这一段时间不见 他已经让我看不透 其中有一个原因 他已经画出来了那道 五行阵魂百相归一符 这就代表 他距离出黑不远 他将没有障碍瓶颈 当所有符传完全熟人之后 即可成为符道出黑的阴阳先生 届时 命述庇护之下 困扰生机之毒 自然不足为惧 我还是没说话 只是和柳正道对视 过了许久 我才沙哑地说道 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柳正道眼中 总算出现一抹诧异 他微眯着眼睛 又道 只是不知道在哪里 你却没正面回答我的话 其实 柳正道算不上多多相逼 可他的话 我的确无法回答 顿空之劫难 是廖成去备 我不能说 不能破了廖成的计算 但面对现在的柳正道 我却无从应对 我没有一个万全之法 既能让柳正道平稳下来 还要能劝服讲盘和和制 廖成 有问题 柳正道忽然又说道 顿空之事 你从未懈怠 这代表你对他无二心 这几年解读 你奔波劳苦 更能说明一切 但现在这种情况 你明知道顿空出黑 就可以恢复 但你却说不上来 廖成的去处 那就代表他问题极大 是危险 还是其余什么把柄 居然能挟持你之词 廖兄 没有问题 我呼吸更粗重 眼眶都隐隐发烫 没有问题 为何行踪不定 柳正道眼中 有了几分质问 他又贴近了我半步 低声道 没有问题 那为何 你如此笃定 如此未雨绸缪地 让我学服 让和制学阴阳术 甚至还要再寻觅 善尸丹 你不是怕廖成 那一枚不够 是因为你知道 他根本就不会来 所以那天 你快马加编的 去阻拦讲先生 李先生 这没有问题的话 你是否是 颜知过早了 这最后几个字 柳正道颜知早早 我后退两步 一脚却险些踩空 稳住脚步 我将手背到身后 捏紧了双拳 我极力平稳呼吸 再和柳正道对视 他审视的目光 更为锐利 我摇了摇头 声音沙哑道 此事 请柳道长 莫要过问 我不知道 也不能说 顿空的身体 我很清楚 现今你快要脱险 何止没有大碍 我还有救治顿空的办法 他是我儿子 我绝不会害他 我说完这番话 对视柳正道的双眼 目光坚决 柳正道锐利的眼神 却逐渐变得复杂 他又摇了摇头 闭眼 重重叹了口气 我双手抱拳 和柳正道锯了一躬 我无法理解 为何你不愿意 多说一个字 如果你打算 用这种方式 和蒋先生说 恐怕 他不会认可 柳正道又道 我低头 不再和柳正道对视 两人在码头前 站了许久 柳正道才道 如果你改变了主意 随时可以告诉我 我觉得 你知晓他在哪里 语霸 柳正道先行转身 朝着阵内走去 我在原地停留了许久 才进了阵 等回到蒋盘院中的时候 堂屋里头的桌上 已经摆满了吃食 顿空和何志 坐在蒋盘下方 他另一侧是两张空位 过后才是杨青山 苏云和蒋木女 坐在顿空下方一些 顿空起身 喊了我一声父亲 蒋盘对我点头示意 不足两月时间 蒋盘却生满了胡须 这和往日的他有了不小的变化 并且他双目有一些浑浊血丝 这种血丝 不是生在眼珠表面的血线 完全就是没休息好的疲惫 到了桌前 柳正道先入座 我和蒋盘抱拳 微微躬身行礼 这才做到了柳正道下方 另一头 何志微咬着唇 眼眶微微泛红 何志不只是没休息好 显然 他精神状态也很差 阴阳 你和青山小友刚回来 今日 理应给你们接风洗尘 可微兄 具有事情要说 接风 便踏日再办 蒋盘正经危坐 他视线落至我身上 看来 刚才柳道长 已经和你说过一些了 柳道长所推断 微兄认为 是错 何志也如此认为 我本来既定了一个出发的计划 若是今天你和青山小友没回来 明日怕就见不到我和何志 如此刚好 你和我们同行 去林郑二神的山门 我要找廖长 讨要一个说法 蒋盘前面的话是平静的 到最后的时候 他眼中的浑浊更重 血丝更多 何志微咬着下唇 他和我点了点头 顿空在一旁 眼中露出了几分不安 柳正道瞥了我一眼 未曾多言 果然 柳正道说的是没错的 蒋盘没有怀疑过我 他所有的矛头 都直接对准了廖长 我端起了酒中 给蒋盘的杯中 倒了一杯酒 接着我又给自己 倒了一杯 大哥 这儿的羊蒜 还未曾学好 我声音略沙哑 大志已经叫受了一遍 我将天元橡树 踏影一份 交给了他 此事无需担忧 你已经可以传授他音术 蒋盘端起了酒杯 朝着唇边送去 我手顿时一将 蒋盘喝完了那杯酒 我的酒却还在杯中 闭眼 我将酒一饮而尽 顺着那骨子热气 流淌入腹中 我再次和蒋盘对视 我们 不要去找廖兄 这儿和柳道掌无碍 顿空的身体 我还有一个办法能治 我正准备回来了 就要带他离开 若是不行 我们还能再密善诗丹 我这句话刚说完 砰的一声 蒋盘一手重重拍在了桌上 他手中的杯子四分五裂 苏云和蒋木女 都被惊得后退一下 离开了桌子 何知看我的眼神 都茫然了许多 蒋盘盯着我 他目光给人的压迫更重 如果柳正道是锐利的刀锋 那蒋盘 就是一条厚重无比的江河 你的确知情 蒋盘这五个字 说得很轻 他话音中透着的 却并不是质问了 是几分失望 极为深邃的失望 我心口压着一块石头 其实 进来那一段路 我就在想 到底应该怎么说 可事实上 我了解蒋盘 无论我说什么 都是没用的 这种情况 我和蒋盘之间的关系 必定会开练 我 瞒不住了 可我如果说了 顿空另一部分魂魄的事情 说了李沧之子 蒋盘会理解 可顿空会逃不过命数 那破获力 就不会再出现 如今廖成守了 顿空七年有余 也要白费了时间 我起身 双手抱拳 身体完全弯了下来 和蒋盘保持了 这个行李的动作 这动作 我保持了许久 这期间 蒋盘却一直在看我 他没说话 手还是在桌上放着 有碗的碎片插入他手里 他的手掌在一雪 过了许久之后 蒋盘还是没动 他手掌下方 已经全是血 我眼中愈发不忍 才干哑低声道 大哥 顿空 是我独子 我不会害他 而廖兄和你 是结义兄弟 他自然不会坑害于你 我有我的道理 此时 还请大哥信我 我稍微抬头 脖子都僵硬了不少 蒋盘的目光垂了下去 他另一只手 拔掉了手掌上的碎片 说道 我被廖成蒙骗了 你同样如是 吴尔是蒋家的香火 我觉得廖成能足够信任 才会将吴尔交托给他 可他从始至中都在骗你 骗我 管仙桃的阴阳术 枪足的藏隐观山 阴先生的那本传承术法 他当年获取的已经足够多 可没想到 他还要带走顿空的一部分魂魄 阴阳 你不知晓顿空如今离魂之症 绝对不若于他三岁之时 何至这近两月的时间 几乎夜不能眠 无论廖成和你说了什么 我必定都要去一趟 他临正二神的山门 吴尔 要跟我回家 顿空的那部分魂魄 他要归还 若是他不肯 我便和他一较高下 与爸 蒋盘直接站起了身 他在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目光又落至何至和顿空身上 何至 你收拾行李 明日和我出发 顿空 你和柳道长 依旧留在宅内 此行 不用你们去 阴阳 今夜 你好生考虑 廖成 是将我们当成了当初那些先生 现在及时发现 还能补救 再等以后 怕毁之晚矣 与爸 蒋盘一甩手袖 直接朝着后院走去 我呼吸更粗重 就要跟上蒋盘 可此时 我身旁另一个人 却已经消失不见 我面色在变 杨青山 跟着蒋盘去了 如今枪族所做之事 就是为了藏隐观山 我让杨青山跟我 也是因为我说了 给杨青山得到藏隐观山的奇迹 可刚才蒋盘在愤怒指责廖成的时候 将廖成所做的事情 全部抖了出来 杨青山现在跟着他去 同样也是藏隐观山 我快步朝着后院草屋追去 等我追到地方的时候 草屋门紧闭着 杨青山被拦在了门外 他正在抬手敲门 屋内却没有任何回应 我走至杨青山身侧 杨青山看了我一眼 没露出来其他情绪 他和我点点头 还是和之前相仿 不知道为何 我心下松了口气 其实这会儿 我很想和杨青山说句多谢 蒋盘对廖成观感太差 他认为我无信廖成 柳正道如是 而现在 我还不知道 怎么和何志解释 顿空心中怎么想 我便更不知道了 杨青山的反应 无疑给了我不少慰藉 大哥 我抬手 同样敲了敲门 蒋盘还是没有回应 杨青山又看了我一眼 他眼中忽然露出几分歉意 我脸色在变 因为我猜测到 杨青山想要说什么话了 抬手 我直接就抓住了杨青山的手腕 杨青山皱眉 不过他没挣脱我 我往草屋远处走去 一直到了后院门口 我才说到 你即便跟着去了 你们也找不到廖兄 杨青山眉头眉书展开 为何 他问道 廖兄并不在山门 他能看到大哥的信 已经令我诧异 应该是一段时间 他会回去一次 凭借他的算计 恐怕早就知道会有今天 即便你跟着去了 都是白跑一趟 我慎重解释 那他在什么地方 杨青山又问我 我没有接话 片刻后 我才回答到 我不会骗你 只是现在 不应该有任何人 能找到廖兄 我再次道 其实 只有蒋盘 柳正道 何至 他们以顿空为重 此事我不能提 杨青山若是去找廖城 他也不知道顿空 不晓得任何秘密 这事应该没有影响 可只要我说了 就会有变数 另外 和杨青山同行这一段时间 我也愈发觉得这个孩子 是一块蒲玉 他不应该被秋天元 还有柳三元利用 只有见到柳天牛之后 柳天牛才有能力 彻底将杨青山的思绪 扭转过来 思绪间 我看杨青山的眼神 更为诚恳 杨青山眉心 出现了几道竖文 他忽然道 我好像猜到了缘由 我瞳孔微微紧缩了一下 不过 杨青山没有再继续说话 他只是转过身 朝着院内走去 我在原地站了半晌 再看了一眼草屋 蒋盘的性格执拗 单凭我在说什么 恐怕难以改变 我也转身 朝着院内走去 月光清幽 何志和顿空还在堂屋 杨青山和柳正道 以及苏云蒋木女的房间 亮着灯 我刚过去 何志就匆匆起身 到了我面前 我和何志对视 在让我略松一口气的时候 何志并没有对我有质问的眼神 他更多的还是询问 此外还有几分六神无主 没有大爱 按照我的计划 不会出问题 我陈生 先开口说道 那 廖先生那脸 大哥他 何志眼中还是不安 接着 他又看了看顿空 可想而知 现在何志情绪之复杂 顿空走到了我身后 他虽然没说话 但是这动作 显然说明了一些东西 何志又正了正 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整个人总算镇定了下来 你是一家之主 有什么决定 都听你的 何志这话 让我彻底放松了 我将他揽入怀中 片刻后 我示意他们跟我进房间 我要说一下现金的计划 我们进了屋内 顿空走在最后边 反手关上了房门 屋内桌上的煤油灯 悠悠燃烧着 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桌旁 何志和顿空都在等我说话 我将脑中思绪整理了一遍 才说到 红河现在无大碍 我们尽快离开 还有一人 能治顿空 而且 我们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 还可以寻善师丹 我打算带杨青山 柳刀掌 去见大长老 还有当年罗音婆 对我的恩惠 我逐渐捋清了条理顺序 将所有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何志眼中威胁 他点点头 道 希望和阿婆还能在世 迟疑了一下 他又道 大哥和我说过 天元地象完全学会后 可算生前百年 生后百年 我们一家人全力以赴 肯定能做好所有事情 何志的话音格外坚韧 顿空也重重点头 他脸上总算有了些许笑容 就在这时 何志迟疑了一下 小声道 顿空的离魂 我前段时间和柳道长聊过几次 柳家有福 可以帮顿空 但那一道福 只有大长老一脉可以学到 柳道长并不会 杨青山 他应该有 我恩了一声 说 我去问他要 至此 何志点点头 略松了口气 再之后 我就让顿空回了房间 我和何志也上床休息 离开洪河的事情 要明日再和柳正道商议 他肯定不能拒绝 因为他总不能不见柳天牛 洪河只剩下蒋盘一人 我们一家离开 他就不可能再去找廖成了 思绪间 困意逐渐滋生 何志诊在我怀中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次日 我极为难得地 睡到了日上三杆 我睁眼的时候 何志在床边 顿空居然也在屋内 母子二人都显得极不自然 一直到我醒了 他们两人才松口气的表情 不需要多问 我就知道 必定是蒋盘已经准备好了 起身下床 我给了何志和顿空 一个镇定的表情 便推门而出 院内停着一辆马车 车前头只剩下孤零零一匹大马 蒋盘皱眉在车旁站着 柳正道则坐在车门口 杨青山没出房间 苏云和蒋母女也不在 那母女二人定然是不敢出来 杨青山则是回避了 蒋盘看了我一眼 道 阴阳 你的行李 我已经替你收拾好了 你叫上何志和顿空 我打断了蒋盘的话 低声道 大哥 你应该看得明白 我是什么意思 蒋盘的眼神 顿时变换了数次 他低声道 阴阳 你 非要逼我请出来蒋家的家法吗 他一挥袖子 语气更严厉 昨夜 我也思考了一夜 长胸如腹 你 立即给我上车 我和蒋盘两人对视 蒋盘严厉的不只是语气 还有神色 我还是摇了摇头 蒋盘闭了闭眼 快步走入屋内 等他出来的时候 手中握着一根深黄色的木棍 那棍子约摸一根指头粗细 比之无比 他静止 走到我的身侧 扬起棍子 直接朝着我后背抽下 棍子带起的呼啸风声 格外清晰 啪的一声 长棍重重落在我背上 我一声闷哼 后背一阵活辣辣的疼痛 蒋盘声音都沙哑了起来 严厉道 你上不上车 我闭上眼 还是处在原地没动 背后骑马接连落下了十几棍 那种密集的疼痛 已经让我痛得麻木了 柳道长 帮我把阴阳绑上车 讲盘扭头看向了车上的柳正道 柳正道起身下车 朝着我走来 我睁眼 和他对视 我要去见大长王 柳道长 孰轻孰众 您待能分辨 我一字一句说道 柳正道的身体 顿时僵在了原地 复杂地看着我 他没有再往前了 你 蒋盘双目圆针 又是一棍子 抽在了我的小腿上 好 你以此事胁迫柳道长 那为兄亲自动手 说着 蒋盘的手 就抓住了我的肩膀 将我朝着车上推去 我没有动 还是站在原地 蒋盘的眼睛泛红了 他再一次发力 甚至还闷哼了一声 我抬手 反手就抓住了他的肩膀 再扭头和蒋盘对视 我目光变得极为复杂深邃 大哥 我有我不得不这样做的缘由 吴尔的事情 是我没有来得及拦住你 我答应你 终有一天 吴尔肯定会回到蒋家 我不能跟你去 这儿 顿空 还有柳道长也不能同往 你找不到疗胸的 说完 我的手就开始用力 直接将蒋盘的手 从我肩头拉了下来 你我群同手足 我更深知掌胸如腹 可今日 我要违背兄长了 我松开了蒋盘的手 稍微后退两步 又和他抱拳攻身 柳道长 我再看了一眼柳正道 柳正道面色更为复杂 他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就在此时 杨青山的房门豁开了 他静止走了出来 置柳正道面前后 侧耳在柳正道耳边 低语了几句 之后 杨青山便静止朝着院门走去 柳正道扭头 冲着蒋盘一抱拳 眼神透着歉意 他直接跟上了杨青山 很快就不见踪影 一时间 蒋盘的身影 竟显得有些萧瑟孤单 我虽说内心不忍 但蒋盘的确过于固执 他太坚守自身的看法 我侧身 拉开了我的房门 何志和顿空就在门后 顿空眼中慌张 何志抿着唇 面上也有抑制不住的不安 红河 我们停留得太久了 大哥 今日 或是到了离开之时 我要去另一地 密顿空的解读之法 来日 我会回来看你 我说完这句话 便示意何志和顿空出来 顿空不敢去看蒋盘 只敢躲在我身后 何志出来后 一直低着头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蒋盘一眼 竟然跪了下来 大哥 你既是阴阳兄长 也是这儿师父 这一跪 是师徒之礼 这儿为人父 当尊父命 雨霸 何志才起身 到我身后 蒋盘的身体 微微发抖 他视线在何志身上 可眼神中的意味 却让我觉得 有几分怪异 正当我想注意这眼神的时候 他却又看向了我 今日 若是你不愿意跟我去找 廖成奈斯 执意要离开 那我们这手足之情 便到了远近的时候 你莫要对任何人说 你是我蒋盘的弟弟 也莫要再来红河半次 若是 你知晓自己错了 那便上车去 今日之事就此结果 微凶不会再提 蒋盘的语气 依旧坚决 我心头一颤 脸色却骤变 因为我没料到 蒋盘居然会说 这么决绝的话 可 就算如此 我也无法答应他 大哥 我 我又要开口 蒋盘却在做出一个 请的动作 是要让我上车 我却格外煎熬 摇了摇头 然后 我拉起何志和顿空两人 朝着院外走去 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听到哗啦一声轻响 回头一看 是蒋盘手持一把匕首 直接斩断了自己一截糖妆 我回头 他扬臂 断掉的糖妆 飘至我和他中间 我低着头 声音都完全低了下来 大哥 你未曾完全正确 日后 我会再来找你 码头下的狗狮 你记得等狗家人 到了之后 将其处理掉 若是黄志远再来找你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他身边有一阴阳先生 即便是我 都无法对付 被他反噬 不过 他已经露出马脚 就不足为据 你切莫再被他威胁 说完最后这句话 我摸出来了几样东西 当初科纳先生的牧人 以及我写在之上的生辰八字 我将东西放置在院门的地上 然后带着河志 顿空 离开奖宅 静止朝着镇口走去了 右侧传来一声狂吠 毛发暗红范青的赤骚 冲到顿空身旁 他跟着我们一同 朝着镇口而去 不多时 我们一家三口 来到了红河镇口 杨青山和柳正道 都在这里 柳正道极为沉默 他又看了我一眼 却闭上了眼 多谢柳道长手下留情 我和柳正道抱拳 刚才如果柳正道不听我的 选择听蒋盘的 我们恐怕就只能上车 柳正道摇了摇头 说道 青山姓你 我父亲姓你 你既然知道的更多 那你的坚决就更有道理 我不是手下留情 我本身就成了你不少情分 蒋先生 的确略偏激了 我顿了顿 却露出了苦笑 此行路途遥远 你们等等我 我去镇民那里买车马 何志轻声开口 我点头 又是一顿空跟何志同去 待他们母子二人离开后 我看向了杨青山 我做了个请的动作 道 青山道长 可否借一步说话 结果杨青山却摇了摇头道 借一步可以 可其他的 不行 我胳膊一僵 这时 柳正道的眉心 都促起了一个疙瘩 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刚才柳正道 必定和杨青山 说了关于那道福的事情 杨青山的反应 并没有让我意外 虽然他是外星道士 但他也算枪足之人 邱天元能让他学道术 也付出了很多 他不知道的代价 柳三元肯定也会教授他 柳家 道术不能外传 我在飞速思索 怎么样能让杨青山松口 可一时之间 我还真没想到什么办法 柳正道轻叹一口气 却露出爱莫能助之色 我收回手 没有再说借一步的话 无法劝服杨青山的情况下 借几步都是枉然 不多时 何志就带着马车和马回来了 我们分别上了车 杨青山只是一个哨声 便换来了他那匹骏马 我坐在马车前头 开始驾车赶路 一路上 我们顺着盘江往上游走 何志给我找出来了我 当年用的那一份地图 几乎整个中原地区 都囊括在内 要赶往开阳 这种马车 至少需要一个月左右的行程 这一路上 大家都很沉默 除了第一天是我赶车 第二天便换成了柳正道 因为我要教授何志宅经音术 何志极为认真 他的悟性要比之前更好 理解能力更深 他本身就读过一段时间宅经 又跟着讲盘学天元像术 早已经有了阴阳术的基础 所以学起来音术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过 即便是这种进度 何志想要达到出黑的程度 也需要近十年 并非是他悟性不够 我真正意义上出黑 都是顿空三岁出头的时候 那会儿 我学地象堪余 也至少五六年以上的时间 更何况 何志学的是天元地象 这阴阳术 更难理解和融会 柳正道 实属意外 他本身就是出道的道士 再加上柳家 对于福本身领悟深刻 他才能得天独厚的 使用几个月 至多一年时间出黑 何志现如今的情况 已经令我满意 他肯定能撑住十年 至于顿空 我一定能让开阳那大先生出手 即便是不能 我也会找到下一枚膳师丹 一个月的时间 缓缓地过去了 这一月之内 我找过杨青山数次 甚至就连何志 都单独找过杨青山 可杨青山怎么都不肯松口 不愿意将柳家 那道凝神符外转 不过 我只见顿空离魂了一次 说是离魂 实际上是他夜里头呆坐起来 没有任何意识 等天亮之前 他会恢复 并且恢复的那一小段时间 他的手一直在凭空捏掐 就像是在算卦似的 我隐隐觉得 这不是简单意义的离魂 他应该通过 那五行阵魂百相归一幅 从他另一部分三魂所在的身体里 获得了什么东西 莫非 是料成 传授那孩子的阴阳术 我单独问过顿空 可顿空却表示 他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 醒来了之后 一点印象都没了 以前他能梦到的事情 现在全都梦不到 对此 我沉默了不少 很有可能是料成发现了这一切 他做了一些规避的手段 料成不会害顿空 他所做的 一定是有利的 因此 我没有再执拗于那宁神符了 同时我还劝说过何至几次 让他放心 顿空必定无碍 等一个月快到尽头的时候 杨青山主动给了我们两张符 不过 符是被他折叠起来的 他交给顿空之前 还让顿空启示 不得打开偷看 只能放在身上贴身使用 杨青山语气严厉 说 如果顿空偷学了 他肯定会讨回 顿空自然听话启示 于此 我也格外感激杨青山 杨青山的话 却变少了很多 不知道是因为快到开阳 他知道快要见到柳天牛了 还是因为 最近他和柳正道沟通的太多 沾染了一些柳正道的沉默安静 终于 我们的马车到了开阳界内 走过开阳界碑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了明显的不同 沿途周遭的那些县市村镇 都很贫困 一切都显得灰扑扑的 开阳地界内 却透着很浓郁的生机 尤其是遇到过一些行人 村民 几乎人人都精神饱满 神采奕奕 这足以见得 生活在开阳的人 大多都是无忧无虑 如果为了生计奔波 甚至积一餐宝一餐 不可能露出这些神采 我们顺着阳江往前 一直行走到距离开阳省城 还有近20里地的时候 天黑了 刚好 这里有一个村子 村头的牌楼上 写着陈家村 我示意大家 在陈家村找个村民家歇脚 好好休整一下 明日进城 并告诉柳正道和杨青山 等明日到了开阳城内 我就会立刻找柳天牛 他们两人都同我点头 不过 我却觉得有些奇怪 就好像他们走得近了一点 反倒是和我有几分疏远似的 不 不是疏远 而是有所隐瞒 可我现在也不好多问什么 只能等明日进城再说 进村内后 我们就都下了马车 何志敲了好几家村民的门 结果说了 要借宿之后 都被村民拒绝 我们一直到了村子中央 何志选了一家院子 稍微破旧的院门敲响 很快 院门开了 门后是个脑袋上 扎了一圈布帽子的男人 这男人一只眼睛是正常的 另一只眼睛居然是发灰的 就像得过什么病似的 甚至顿空身边的赤骚 还冲着那男人吠叫了两声 将他吓了一跳 你们是 那男人疑惑地扫过我们一行人 何志回头 他眼神略迟疑地看我 我仰头看了看天 才和何志点点头 何志轻声道 我们一行人要去开阳城内 赶路至此 想借宿一夜 说着 何志便取出来了两条小黄鱼 那男人吞咽了一口唾沫 眼睛都亮了不少 甚至于 他眼眶还有些许泛红 他哆嗦了一句 道 太好了 他飞速伸手 直接拿过来了何志手中的小黄鱼 然后 他就做了个请的动作 道 你们请进 除了正午我媳妇住着 其他房间 你们都自便 我赶着去邻村请接生婆 我媳妇今天摔了一跤 可能要生了 就不能照顾你们了 他话语都透着凌乱 把我们请进院子后 就要匆匆离开 我抬手 直接就抓住了他肩头 目光落在了他的脸上 他神色透着紧张 说 你干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我问道 陈永泰 他立即回答我 你想走水边 我咒没问道 邻村过去有十里地 一路跑过去 要半个时辰 我请到接生婆 就只能走回来了 接生婆年纪大了 至少得多花一个半时辰 我得走水路 乘船过去 这样还能带着接生婆坐船 最多半个时辰打个来回 陈永泰语速很快 他说话期间 瞟了鼠眼房间 从他的话语中 还有这神态反应 我就看得出来 他的确很焦急 我们的突然来到 何止给了那两条小黄鱼 的确是解了他燃眉之急 还有 他老婆的情况 应该不怎么好 他才会这么荒急 只不过 陈永泰的耳边 有一道黑气 从耳边钻入了鱼尾中 这叫做鱼尾暗黑 末度江河 若是违背的话 恐有命损 陈永泰刚说完 我思绪也落定了 道 你不能走水路 我可以将马借给你一匹 我开口说道 这 陈永泰脸上的紧张 没有消散 今夜 若是你走水路 很可能请不回来接生婆 我是个先生 你的面相 不太好 我如是和陈永泰说道 这期间 何止极为认真的 看着陈永泰的脸 更是令陈永泰露出不安之色 赤藕低声乌液 就像是想说话一样 杨青山和柳正道 并未多言 多谢先生 还不知道先生贵性 陈永泰总算稍稍镇定了一些 他和我抱了抱拳 礼 一个字落罢 我便让顿空去解开一匹马下来 顿空立即就照做 从马车上松开一匹马 将将绳和马鞭交给了陈永泰 陈永泰又和我道谢 拉着马出了院子 又匆匆侧马离开 最中间那个屋子 我们都没进去 柳正道同阳青山 去了右侧的两个屋子 何志和我 以及顿空 分了左侧的两屋 我同何志进了房间 何志没多大困意 坐在桌旁看宅经 我刚躺坐在床上 斜靠着床头 何志就小声说了句 刚才那人 另一只眼睛也并非盲眼吧 没有全盲 不过好不了多少 稍微有一些神 但不多 最多能瞧见一个人影 我回忆并且解释 天元像树中 没有这样的眼睛 何志小声道 我这才明白缘由 何志是因为这个才问 我告诉何志 他这个可能是某种顽疾 古像之中 也没有这样眼睛的描述 停顿了下 我让何志 不用多思虑陈永泰的眼睛 何志点点头说好 又让我赶紧休息 我的确要比何志困倦得多 躺下去之后 没多大会儿 就沉沉睡了过去 到了半夜的时候 我耳边隐隐就听到 女人的哀嚎 还有痛哼惨叫的声音 刚睁眼 就瞧见在床边 躲步的何志 他似是想 喊我起床的动作 又没有靠近 我皱眉起身 道 陈永泰没请来接生婆 两个时辰了 何志语气略不自然 我去看了一眼 那女人很痛苦 可我只会智商 并不会接生 何志眼中有些许不忍 为人母者 心都慈软 何志这样的表现 不让我意外 只是 两个时辰了 陈永泰居然还没回来 这很没道理 我看她面向不对 已经提示过她 她走陆路 又有马匹 早就应该带着 接生婆回来才对 恐怕还出了一些变故 陈永泰可能回不来 我皱眉道 阴阳 那你 能不能 何志说完 又自己摇了摇头 她微咬着下唇 低声道 也不行 你是给死人接阴的 能刨开人的肚子 却没办法给活人接生 我还没回答何志 房门就被敲响了 李先生 柳正道的声音传入屋内 我过去开了门 站在我屋门口的 不只是柳正道 还有杨青山 他们两人都眉头紧锁 那屋中妇人惨叫之声 不绝于耳 她气息在变得衰弱 不能见死不救 我曾在蒋先生那里听过 李先生 你曾是接生婆 柳正道 陈生说道 是接阴 不是接生 接阴是给死人 接生是给活人 本质不同 我立即解释 即便是给死人 但现在活人需要救命 李先生 你难道打算坐视不理 柳正道又道 我面色一僵 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没有不理 她男人陈永泰离开之时 我已经管了一些 现在 我的确爱慕能助 皆因有忌讳 皆因数的阴气 会冲撞未出生孩子的魂魄 我去接生 大人勉强能保住 孩子出来 必定是个死胎 杨青山脸色微变 柳正道神色也凝重了不少 她低头思索了半赏 道 你只管去接生 虽说是过路相见 但天道悲悯 大人和孩子 都要保住 不过是阴气冲撞魂魄而已 这件事情 好解决 雨霸 柳正道就从一斗内 取出来了一张符 这张符 有人小臂长短 符顶端是一个八卦的图案 下方却是五行 再之后 便是数个以符文字眼 遍体的人脸 再多的细节 我便看不出来了 总归 只是见了这张符 我就有一种感觉 我的意识稍微一震 变得极为清明 将此符 贴在那妇人的腹部 等到其腹中 孩子出来了 再将符取下来 裹在他身上 此乃五行 阵魂百相归一符 阵魂之效果极强 别说你常年不接阴 阴气极少 就算是你放一个青尸煞在此地 也不可能伤到 那符中孩子的魂魄 柳正道沉声开口 我脸色骤变 柳正道居然取出来了 一张这样的符 只是 我还是没力气动 李先生 你还在犹豫什么 柳正道又道 再等 恐怕要迟了 男女有别 那妇人 我皱眉 又看向了身旁的何志 我同你说 应该怎么做 不过 我用的是接音之法 未必有用 尽量帮他们 何志重重点头 道了个好字 我同何志 立即进了中间那个房间 屋内很简单 靠墙的床上 有个女人正在挣扎不已 怪异的是 她一边挣扎 一边还在掐着自己的脖子 她双目睁得溜圆 嘴巴还是张开的 不停地将舌头吐出来 这一幕极为甚人 而且屋内透着一股怪异的声响 丝丝的 就像是舌在吐杏子 何志立即警惕地扭头四看 我快步走向床前 那女人的眼睛 怪异地缩起 似是有一条竖线 她脖子已经被掐出来了血丝 这并不是撞碎 这反应就像是被武家仙控制了一般 当年我和何志 遭遇过白仙上的白仙 以及那老婆子的黄仙 这女人的眼睛像是舌头 再加上我和何志听到的舌性子声音 这恐怕不只是摔了一脚 她被柳仙缠身 被柳仙缠身 那就不可能直接接生了 若非是我们来这里 即便是陈永泰请爱的接生婆 恐怕都不行 余光瞥了一眼何志 我低声道 找到了吗 还没有 何志的语气极为凝重 她已经走到了墙角 显然是在寻找 我微眯着眼睛 抬手 先抓住了那女人的下巴 随即取出来了一张震煞符 啪的一下 我直接将符纸贴在了那女人的头顶 她身体忽而一下挺直 双眼的树瞳 似是变成了定睛 下一刻 她嘴巴忽然闭上了 嗖的一声 一道黑影从她领口窜出 直接朝着我的面门袭来 我瞳孔紧缩 右手猛然抬起 一把就将那黑影抓住 这赫然是一条 黑背白腹的蛇 我抓住的是她腰身 她身体陡然一卷 就要朝着我手臂咬去 我左手一抬 直接就掐住了舌头后方 手指用掐人鼓缝的力道 狠狠一捏 只听咔嚓一声轻响 整个舌头都被我捏碎了 舌身上卷了一下 便整个垂下来 一动不动了 女人的眼睛缓缓闭上 就像是要昏迷 我面色微变 虽然我不会给活人接生 但是我也晓得 这时候她要是昏迷了 恐怕就是一失两命 将那蛇甩飞至墙角 我直接掐中了女人的人中 稍微用力一下 她吃痛地清醒了过来 这一次 她双眼清醒了不少 可脸色却更为痛苦了 惨叫了一声 双手死死地抓住了床单 站立的声音 从她口中传出 你 你们是谁 我 我当家的呢 何致走至我身旁 眼中透着担忧 我们是借宿的人 陈永泰去请接生婆了 听到你这里惨叫声不断 我妻子想要来帮忙 恐怕陈永泰一时半会儿 不能回来 我指点妻子帮你接生 我语气慎重地说道 停顿了片刻 我心绪也平稳镇定了不少 又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人眼中的恍然 这才减少一些 她颤巍巍地说 自己叫陈华 我恩了一声 再看何致 接着 我便拆掉了 她脸上的那张符纸 这儿 你检查一下 陈华身上 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我去叫柳道长 准备一盆热水 我对何致说道 转身 我走至了门前 开门后 柳正道在院内 被手站着 杨青山则在对面的屋檐上 盘膝而坐 我让柳正道 赶快去准备一盆热水 柳正道点头 立即朝着厨房方向走去 我等了半盏茶的时间 在回到床前的时候 何致已经检查好了 陈华的身上 他告诉我 没有其他的蛇 陈华也准备好了 陈华脸上的痛苦更多 我沉凝了一下 取出来了柳正道 给我的那张符 将其按在了他腹部 再接着 我的手便按压在了他肚子上 活人和死人的肚子 的确大不相同 死孕妇的肚皮极为僵硬 活人的却柔软很多 我摸到了肚皮下的胎儿 甚至不敢太用力 闭眼 我凭借着手指 感受到的胎儿轮廓 确定了他大致 没有难产的问题 又看了陈华一眼 我告诉他 他的胎位没问题 给他肚子上的福 是保护孩子安全 我是先生 还有道士 同行在外 定不会让他出事 陈华的眼神更为镇定了 甚至还透着几分欣喜 不多时 柳正道就敲了门 我过去端进来了热水 何致开始给陈华接声了 我背过身 站在了床头另一侧 耳边听到何致细细柔和的声音 在引导陈华怎么用力 毕竟何致生产顿空的时候 也经历过一次接生 我刚才检查胎位的时候 又顺了一下胎儿的头位 确保能够顺产 整个过程中 何致并没有喊我 陈华的痛叫声不绝于耳 何致一直在安抚鼓励他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陈华的痛叫声越来越紧密 何致忽然喊道 头叫出来了 坚持住 用力 用力 陈华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叫 下一刻便是何致惊喜的声音 生了 我没有立即转身过去 而是低头沉声道 剪断臍带 将孩子身上血水擦干 裹起来 然后轻按产妇腹部 让他将胎盘免出 我听到何致麻利的拿起剪断 剪断臍带 可紧跟着 他就站立地喊道 阴阳 你快看 这孩子的眼睛 怎么会 何致的语气透着不忍 还有一丝慌张 我骤然回头 陈华身上盖着薄背 身体勉强撑起 虽说他很虚弱 但他依旧焦急渴望地 看着何致的双手 何致手中捧着一个皱巴巴的婴儿 婴儿并没有哭 而且怪异的是 他的眼睛是睁开的 更为怪异的是 他的双眼蒙着一层灰蒙蒙的东西 这是一双灰白色的眼睛 就和陈永泰那只残眼如出一辙 我眉头紧皱成了一个疙瘩 盯着那婴儿 喃喃道 天生目盲 这一双眼睛 我沉默了不少 天生目盲 这种残疾 比出生就残手残腿 还严重数倍 咕咕坠地 就看不到任何东西 这孩子 未免太过可怜 他怎么不哭 他呼吸在变弱 阴阳 怎么办 何致的语气焦急起来 面色更慌张 我快速伸出手 接过那婴儿来 将他倒着提起 张开手掌 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他挖的一下张开口 嘴巴里头溢出来一股粘稠的液体 在下一刻 便是响亮地啼哭 我用热毛巾 给婴儿擦拭了身体 又用干净的布 将其包裹起来 放到了陈华怀中 陈华却并没有半点高兴 他呆呆地看着孩子 只是站立地发抖 不停地掉眼泪 我转身回避 何致开始帮他收拾血污 擦拭身体 片刻后 何致到了我身旁 他担忧地看向我 又给了我一个眼神 我回头 看了一眼床上的陈华 他没有抱着孩子了 只是虚弱地蜷缩在床角 那孩子放在床边上 他没有继续哭 一双灰白色的毛子 似是在看着头顶天花 他眼珠在微微转动 我皱眉 这并不怪陈华害怕 他只是一个普通村妇 若是在其他正常村子 生出来这样的孩子 必定会遭到全村的诟病 就如同当年我到李家村 全村人对我和我爹 都是恶言相向 我思索了片刻 低声道 它是你身体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木芒已经带给他出生 就不健全的痛苦 若是连你这个母亲都不想要他 那他就太过可怜 也没有人会怜爱他了 这一时孩子所遭受的罪 大抵是父母今生有所造念 这是报应 也是因果 我这句话说完 陈华却已经闭上了双眼 何致眼中更为不忍 张张嘴 似是要说话 我摇摇头 公身将那孩子 放到了陈华身边触手可及的地方 这才转身 拉着何致往屋外走去 出了屋子 我顺手带上了房门 柳正道还在院内 他面带询问 母子平安 我回答道 很好 五行镇魂百相归一幅 的确可以镇住魂魄 画煞魄音 效果应该不止于此 柳正道点点头 面上露出满意之色 你们两人面色不对 还有什么问题 紧跟着 柳正道就皱眉询问 我简单和他说了一下孩子的问题 柳正道 眉头皱得更紧 他摇了摇头 望了一眼房门 轻叹了一声 人间多疾苦 此子便是其一 柳家也没办法吗 何致小声的问询 别无他法 柳正道摇头 轻微的落地声传来 是杨青山到了我们身前 他并没有说话 只是扭头看着院门 我知道杨青山的意思 陈永泰还未曾回来 之前的两个时辰 再加上陈华产子 已经快天亮了 这一整夜的时间 不过是十里路 就算是慢吞吞地走 也已经走了一个来回 我沉默低头 道 你们先休息吧 我要出去走走 柳正道和杨青山对视一眼 各自进了房间 何致眼中虽有疲惫 但依旧低声道 我陪你 你要留在这里 时而看着陈华 我示意地看了一眼 陈华房门 何致身体微僵 微咬着下唇点点头 顿空的房门还是紧闭着 他这段时间 有了杨青山给的福 夜里头都睡得很沉 即便是刚才的动静 他都没醒过来 何致从我身边离开 到了门前蹲身坐下 我才走向院门口 出去之后 我静止朝着村口的方向走去 陈家村就在杨江的旁边 我现在隐隐有所怀疑 陈永泰并没有完全 按照我说的话去赶路 他的面向只有水恶向 只有可能走了水路 他才会出事 那么长时间没回来 约莫一刻钟左右 我才走到村口 天色快发亮了 七早下水的渔民 已经匆匆开始出村 再等我到了这村子的码头 那里簇拥着不少人 都在张望着江面议论纷纷 我走到了境前 村民见我面生 都微微让开了一些路 不少人上下打量着我 远处的江面上 几条船正围着水面 还有好些个村民下了水 一眼我就看明白了 他们是在水里头捞人 我眉头皱得更紧 四扫了一眼周围 选了一个面向看上去 最为和善的中年人 上前后 我抱了抱拳道 这位兄弟 是有人溺水了 那中年村民哀了一声 道 可不是吗 溺水的不止一个 他摇摇头 脸上叹戏更多 不止一个 还请兄台解惑 我又抱了抱拳 问寻道 中年村民又叹气摇头 道 我也是 听刚才船夫说的 他们是从下游的村子过来的 我们村的独眼龙 陈永泰 老婆摔胶子了 流了不少血 看着要早产 她去请接生婆 但是吧 接生婆年纪太大了 骑不了陈永泰的马 她说自个儿坐马车头晕 就让陈永泰去找了一条船 要坐船上来 这眼瞅着到了地儿 那接生婆居然一头 从船边栽下去了 陈永泰跳下去救 结果她也没上来 现在船夫还和我们村里头的人 在水里边捞人呢 这叫什么事啊 她老婆估摸着 也要难产完了 好端端一家三口 一夜之间 家破人亡 中年村民一番话说完 我眉头已经紧皱成了疙瘩 我走到码头边缘 微眯着眼睛 一直看着水面 我并没有下水去找人 这么长时间了 陈永泰必定已经死了 即便是捞尸人 都不可能在水下坚持那么久 况且 她只是一个普通人 就在这时 水中的村民 忽然发出一声大吼 两个都找到了 江中的村民 立马都聚拢在了一起 约莫一盏茶的时间后 两具尸体被拖上了码头 其余村民都后退了不少 那些个打捞的村民 都在叹气 有人在问 谁去陈永泰家里头报信 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人答话 我低头看着那两具尸体 接生婆的年纪很大了 脸皱巴巴的 死相很难看 她脸上的水恶相 至少有三处 甚至两耳有鬼闻 鬼书 这断然是个命绝水中的该死鬼 可陈永泰 却死得太过冤枉 她的脸极为猙獰 显然死前在痛苦挣扎 而且 她脸上居然开始生出了淡淡的黑色绒毛 这赫然是死不瞑目 她要化煞 转眼间 她整张脸都长满了黑色绒毛 这吓坏了周遭的村民 大家都尖叫着 惊慌逃窜 我并没有阻拦陈永泰的化煞 因为 我还想要和她说几句话 抬手 我直接拦住了一个人 刚好就是和我说过话的 那中年村民 她面色惊慌 哆嗦道 兄弟 你还不跑 闹鬼 诈尸了 我视线和她对视 平静说道 你稍等一会儿 我必有后报 她显然没听明白 眼中更为慌乱 不过在下一刻 她身体忽然僵住了 双眼隐隐地有所变化 似是一只眼睛发灰 另一只眼睛逐渐和陈永泰 那只完好的眼睛 略有重叠 这村民呆呆地看着我 胡闻 她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懊悔 悲怅的哭声从她口中传出 我抬手 按在了她的头顶 叹息道 命数 我尽量救你 可没想到 你依旧逃不过 村民艰难地仰起头 她眼眶通红 眼泪不停地顺着脸颊流下 先 先生 我该怎么办 她站立的开口 声音充满了空洞 还有死记 陈华 生了 一个男孩 我再开口 那村民眼中的站立 成了一丝惊喜 她似是想要站起身来 我的手 依旧按在她头顶 她力气纵然是大 但却没强行站起来 只是茫然地看着我 天 快亮了 你走不到家里 另外 这人和你无冤无仇 撞碎的时间越久 她受到影响就越大 我拦下她 却不能眼看着她受损 我叹了口气 低声说道 可我想看看妻儿 我不甘心 村民口中再次挤出一句话 我停顿一个呼吸 猜到 人死 便灯灭 以死之人阴气太重 婴儿魂魄不稳 女人刚缠子 心更不宁 你回去 吓坏了他们母子 有什么话 我帮你带 村民眼中的布干 浓郁了数倍 地面上 陈永泰的尸身 变得更为漆黑 她身上的绒毛 竟然隐隐有 朝着血色转变的模样 我的手 逐渐压不住村民的头 她想要硬站起来 天 快亮了 真的不打算说什么吗 我语气变得中了几分 眼中更为严厉 那村民的声音 也骤然尖锐了不少 我要回家 她猛然一下冲起身体 那股大力 直接将我的手掀开 我左手早已经按在腰间 抽出来了 通翘分金尺 羊尺那面 骤然按在了 那村民的头顶 她身体猛然抽搐起来 双眼 请客间恢复如常 地上 陈永泰的尸身绒毛 都变得薄弱下来 她双目猛然睁开 一双眼睛 却流出来了血泪 人死灯面 活人是为活人 死人是 已经断了尘世 陈永泰 安心上路 你妻而无恙 莫要伤人 我又说了一句话 从腰间取出来了一张镇煞符 贴到她胸口上 陈永泰身上的绒毛 快速散去 尸体逐渐恢复如常 我做完这一切 地上倒下那村民 刚好行转过来 她站立无比地看着我 要朝着村口爬去 我脉步 走至她身前 她更为惶恐地看我 哆嗦道 兄弟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不要害我 我家有老母 妻儿 我 我取出来了身上的钱袋 直接松开手 鼓鼓囊囊的袋子 就落在了村民的手中 她低头看去 手还下意识地掂量了两下 前 她更茫然 呆呆地看着我 我轻叹了一声 说道 陈永泰死的极为冤枉 你将她送至你们村内藏人之地 找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藏了 她并不会诈尸 我已经用符将其震住 往后 若是能照符的地方 帮忙照顾一下她的妻儿 稍稍停顿了一下 我又取出来了一张符 这是一张化煞符 我伸手将这村民拉了起来 将化煞符塞在她怀里 诱导 这张符 便是我刚才拦下你 让你帮忙而给你的报酬 你将其用锦囊装好 挂在你家墙头 至此之后 白鬼不入你家宅 这村民脸上的惧怕 总算完全消散了 取而代之的 有隐隐的喜色 还有薄薄的不安 她用力点点头 又小声道 您是先生 我恩了一声 她扭头瞅了一眼 陈永泰的尸体 复杂道 独眼龙好运气 死了 居然是先生给她善后 她这会儿 声音也正常了许多 我摇了摇头 面色却更复杂 再次叮嘱了村民一遍 她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之后 我才转身朝着村内走去 等我回到陈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亮了 何智还在陈华房门前守着 杨青山和柳正道 未曾出房门 顿空倒是已经在院内了 他捧着徐福游记 正在来回踱步 赤鸥则是趴在院子一个角落里 无聊地在打哈气 何智站起身 眼中有询问 我走至他面前 摇了摇头 我没有立即告诉他 陈永泰的结果 而是透过门缝 看了一眼屋内 从这个角度 刚好能看见陈华的床 这会儿 陈华睡得很熟 大致能看见 孩子被他搂在怀中 也睡得极为香甜 早晨 他给孩子喂奶了 应该没问题了 没有母亲 会真的厌恶自己的孩子 何智小声解释 我恩了一声 他男人 何智更小声地问道 闭了闭眼 我轻声道 逆亡 这 何智眼中透着不忍 咬了咬唇 低声道 孩子刚出生 就成了孤儿寡母 他怎么撑得住 我们没时间留在这里帮他 就如同青山所说 人间多疾苦 那孩子是奇异 若是今夜我们不来 可能死得不止陈永泰 况且 我已经帮他了 我解释道 唉 好言难劝该死鬼 何智抿了名嘴 又低声道 这话不太好听 不过这孩子 肯定会受苦不少 我们既然见了 能帮 则帮吧 我眉头微皱 何智小声又道 我给他留一封信 再留下一些钱物 告诉他 如果有时间 我会回来 帮帮他们娘俩 我没有回答何智 因为我也在思索 何智低头 若有所思 下一刻 他在抬头 眼神镇定了不少 我知道了 先见过何阿婆 如果可以的话 让何家收了这孩子 这孩子出生丧父 再加上这年月 其命硬似火烧 这只是个开始 将来若是当婆 的确是个出路 我开口说道 何智文言 顿时面露喜色 他立就转身回了房间 片刻后 他出来了 手中拿着一张信纸 接着 他又取出来了一条大 用信纸裹了起来 将陈华的房打开 东放了进去 这一切做完之后 何智才和我点点头 我去敲响了杨山 和柳正道的房 他们两人出来之后 我低声说了一下 要准备出发 刚才的事情 我沿途在解释 柳正道和杨山 都没有其他意 少了一匹 不过还剩下三匹 短时间不影响什么 我们从陈华家里离开 临走之时 何智还同情地 回头看了一眼 我们一行人 从陈家村出去 这个点村路上 几乎没行人 显然 都是被岸边 闹下得不轻 码头上的尸体 已经不留 我同柳正道和杨山 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全都说了一遍 杨山脸色没多大变化 柳正道摇摇头 眼中略有唏嘘 总共二十里路 并没有花费 我们太的时间 一转眼 便到了开阳市城 开阳城并没有 紧邻着阳江 相距差不多 也有十里地 进城之后 我才感受到 此地的繁华 街道上 尽是商贩行人 当年和阿婆 同我所说 到了开阳找他 可具体上哪找 却没太多说 我打算的就是 进城先找个地头蛇 婆子的居所 应该不是什么秘密 柳正道的神情略有紧绷 一直都是微微抿着唇 整个脸色都显得凝重 杨山问我 打算怎么找前任大佬 他自不可能 直接称呼柳天牛名慧 于他来说 现在的柳三元 是现任大佬 自然 这前任大佬救 是他对柳天牛的称呼了 我告诉杨山 等找到我要找的和阿婆 他久居开阳 定然会知道一些消息 杨山若有所思 柳正道一直没多说话 不多话 我们就在城边 找到了一个地头蛇 和志开始说了 我们要找和家婆 那地头蛇脑袋 甩得波浪鼓似的 说他晓得 但不敢去 一直到和志 摸出来一把大钱 地头蛇才改了画风 他并没有继续 带着我们进城 而是出城 朝着城外东边去 又走了几里地 便瞧一个村子 村头挂着牌楼 写着逢村 好些各村正扛着渔船 或者是抬着渔往进村 显而易 这里的人大都靠水吃水 以洋江为生 进村之后 这地头蛇 又拉着一些各村问路 我们才继续往前 差不多快到村里头 四分之三村路的时候 我瞧了一个院子 院墙全都是矮小桑树围城 院内还立着一棵高耸的杨树 垂直下 树叶发出噼啪的声响 和家婆传承多代 弟子开枝散叶 院落都按照一个祖训修建 武术商家宅 却能让和家后人命应 只有命应之人 才能将婆子的术法传承下去 地头蛇指了指院子 低声说了句儿到地方了 紧跟着 他就一溜压跑了 和之略显紧张 他走至近前 轻敲院 我们一行人也走到院前 不多时 院开了 不过开的 并不是记忆中的和阿婆 而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多岁 身材娇小 容貌俏丽的女人 她扎着两条麻花辫 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 腰间还挂了好几个铃铛 一根细的枯桑棒 被她别在身后 从尖头智能出来一截 你们找谁 女人疑惑地打量我们 她声音也极为清脆 我隐隐觉得 私女有些熟悉 皱眉 我上下打量她 和之深吸了一口气 她同样扫过女人一眼 脸上露出的喜色便更多 你 适合七月 女人愣了一下 她眼中一律更多 不过下一刻 她身体就轻颤了一下 你何智 再接着 她立即就看向我 她眼中的惊喜 甚至要比何智还多 你 是李阴阳 你们居然真的来开阳了 何七月伸手就要 来拉我的胳膊 我稍稍后退半步 何智恰逢其时伸手 接住了何七月的双手 她轻声道 我们夫妻早就想来开阳 十余年了 总算赶来 夫妻 何七月娜娜 她缩回了手 又看了一眼我们身后的人 尤为多看顿空两眼 因为在顿空的身边 紧跟着赤鸥 你们先请进 婆婆去小柳村了 估摸着得等天黑才回来 何七月的眼中 隐隐有几分失落 我们全都进了院子 她又将我们请进了堂屋 给我们倒茶之后 何七月情绪好了不少 她问了我们几句话 大致是从什么地方赶来 周劳顿辛苦 最后 她才瞟了一眼赤鸥 试探地问道 这头狼鸥 是要化了吗 赤鸥饭的眼珠 盯着何七月 刺了一下嘴皮 何七月顿时便不敢多问 她显得拘束了不少 看顿空的眼神也好奇起来 顿空友好的和她回应了笑容 又拍了拍赤鸥的头 让她不要吓人 赤鸥呜咽了一声 就趴在顿空的脚边 何七月更为惊诧 难难道 她认她为主 不是认你 这话 何七月就是对着何志说的了 何志笑了笑 点了点头 何七月更为娜娜 她也不再多说话 等待的时间略枯燥 这期间 我问了何七月一些话 我没有直接问开阳市的大先生 而是先问了最近这些年 有没有柳家道士 在开阳市出没 何七月立即就点点头 说道 就是当年那个道 骑着一头牛那个 我点头 说了没错 柳正道和阳山的目光 都落至何七月身上 何七月小心翼翼地后退了一步 才低声说道 好多年前 她忽然出现在开阳 那段时间 她在城外开了一个小小的道观 大致在几年前的时候 又来了个老道士 把她的大牛给带来了 现在那道观里头 应该只剩下当年的老道 和那头牛了 开阳市的百姓 不喜欢道士的 说这话的时候 何七月还有点谨慎 柳正道闭了闭眼 阳山微微皱眉 开阳有大先生 调语顺之下 信奉的都是先生 这并不奇怪 我轻叹了一声道 何七月连连点头 那道观在什么地方 柳正道沙哑开口 城北五里地 那里有座山 山上有个道观 山脚还有个小破道观 那老道士住在小破道观内 何七月立即回答 柳正道同我一抱拳 陈声道 李先生 我和山 恐要先行一步了 这何志咬了咬唇 我抬手拦住了何志 没让他继续说话 对于柳正道来说 他恐怕接近十年 都未曾到柳天牛 他心境之迫切 我们都无法感同身受 况且他现在是福到接近出黑 道书又出道的阴阳道士 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柳正道 甚至在某些程度上 我觉得他应该能胜过柳天牛 安全情况上 自不必担心 柳道 到大佬后 先替我问好 我还有一件钥匙处理 待我问过何阿婆后 就立即来你们 我抱拳通柳正道说道 柳正道腰身一弯 似是行李 再接着他转身往外走去 杨山同样和我抱拳 他紧随柳正道而去 堂屋内就只剩下 我们四人一熬了 何七月不再多说话了 他更多偷偷打量的 还是赤熬 一直等到临近天黑的时候 和阿婆终于回来了 他同样穿着花花绿绿的 何家婆服饰 腰间挂着一柄 袖极斑驳的闸刀 背上别着两根枯桑棒 皱巴巴的脸皮 几乎能夹死苍蝇 十几年没和阿婆 他明显苍老了许多 我一眼观他面相 他知杨寿 恐怕快到尽头了 何阿婆刚进院子 就呆住了 满脸愕然地看着我和何志 何阿婆 我笑了笑 同他打了招呼 何志侧身行礼 喊了一声和婆婆 他又示意 让顿空喊太婆婆 顿空自视听话地喊了人 何七月立即过去 搀扶着何阿婆进堂屋 何阿婆这时才回过神来 神色显得尤为激动 他握着我的手 感叹唏嘘地说道 老婆子没几年好活了 总惦念着当年你问我那件事 心想着 你总要来开阳一趟的 我就怕等不到你 七月这妮子不争气 月姑又盼了家 到时候 耽误了你的事情 老河头含笑九泉 这些年 我听说了你不少的事迹 地向炉的李阴阳 俨然继承了蒋先生的遗志 成了济世读人的大先生了 何阿婆太老了 他语速就很慢 可他这番话 是打心眼里头高兴 大先生 阴阳还不敢妄称 只能尽量不让老爷子失望 不让师尊失望 我诚恳答道 稍作停顿 我就直接入了正体 告诉何阿婆 我此行来开阳 有许多事情要做 找他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个是罗音婆的子嗣后人 另一个 就是我想要何志重回何家 何阿婆愣了愣 顿时眉开眼笑 道 当年老河头 为了平起他婆子的怨愤 也是为了不让你抛弃这妮子 故意将他逐出何家 如今你愿意让他回来 是何家之姓氏 婆子一脉 由女嫁给地上看余的阴阳先生 是光药眉 何志眼眶微微泛红 忍不住落了泪 何阿婆抬手 摸了摸何志的脸 又轻叹了一声 倒是让这妮子 这些年心里 投受了不少委屈 可莫要怨你爷爷 我又怎么会怨恨爷爷 何志哽咽开口 抬手擦拭了一下眼泪 何阿婆紧紧握着何志的手 轻轻拍着他的手背 似是劝慰 接着 他扭头看了一眼何七月 吩咐道 去你姓 通知四方婆 每家派来一个代表 我要祭祖 重新让何志认祖归宗 顺道 我年事大了 要交代一些事情了 何阿婆前半段话 何七月还神色慎重 听得很是仔细 可他说了后半段后 何七月的眼眶也微微泛红 婆婆 您命百岁 怎么会年事大了 又怎么会现在就 何阿婆摇摇头 他对何七月的神态 显然严厉不少 我自然晓得自己的身体 你照我说的话去做 如此婆婆妈妈 还怎么独当一面 何七月微咬着下唇 没接这句话 只是低头说他晓得了 再之后 何阿婆又看向了我 道 罗音婆的儿子 年纪也不小了 他身体不太好 我明日带你去他家 他性格很古板 一直不能接受他母亲 好在他有一子 还有个孙儿 你可以选其中之一 传授接音术 我点点头 略有唏嘘 罗音婆若是知道他罗家有后 我还将尖音术传给他后人 九泉之下 也可明目了 罗音婆儿子便不考虑了 他本身便不能接受这些 倒是其子 还有其孙 我思存到 过之后 我看看其资质 看谁更合适 何阿婆立即就点点头说好 他又示意我们休息一会儿 让七月去弄点吃 晚上好好睡一觉 调整一下赶路的疲惫 这时 何七月在何阿婆耳边低语几句 何阿婆正了正 才喃喃道 还有两个柳家道士也来了 他苦笑道 阴阳 你倒是和柳家的牛鼻子有缘 柳家的大佬可在开阳 他们是为他而来 我点头 没否认 在之后 何阿婆就催促何七月去弄吃了 他则点了几根香 走到了墙的位置去上香 我才注意到 那地方居然放的是何婆的灵位 何阿婆在低声说话 我拉着何志 没让他过去 过了差不多两刻钟 何七月端出来不少吃 让我们坐下吃东 五人围桌儿坐 何阿婆多看的 便不是我和何志 而是顿空了 一餐饭吃罢 他又让何七月 去取一只活鸡给赤鸣 何七月匆匆去了 结果他拿来活鸡之后 赤鸣打了个响笛 根本无动于衷 何七月尴尬地说道 一时半会儿 家里头只有活鸡 找不着尸体 给这话的狼熬赤 何志轻声道 赤鸣自会去找吃的 不用管他 何阿婆忽然低声问了句 这孩子可有点轻 他也要认祖归宗吗 我和何志都僵了一下 顿空同样一愣 我笑了笑 神色缓和不少 说道 这儿回了何家之后 顿空自然也是何家后辈 何来在认祖归宗的道理 他年纪上小 我和这儿 并未给他立定婚约 何阿婆点点头 苦笑地说 阴阳你说的是 老婆子我是看到这孩子 如此天赋一饼 小小年纪 就有话青狼熬认主 假以时日 他成就不可限量 顿空略有脸红 他稍微朝着我和何志 测坐了一下 何阿婆又看了一眼何七月 摇头叹气 七月这年纪 大了太多 是配不上这孩子了 若是何家 有小辈何事 你们夫妇二人看看如何 何志同我面面相去 顿空则坐立不安 婆婆既然有此意 我和阴阳自不能违背 顿空 还不谢谢太婆 顿空小声地说了句 谢谢太婆 何阿婆笑容满面 他褶子更深 笑得合不拢嘴了 我们又寒暄了几句 才问了些 有关于开阳大先生的事情 并且我没隐瞒 阐明了来意 说我要找他帮忙 何阿婆愣了一下 才唏嘘道 姨娘 你们来晚了三年 我面色微变 问何阿婆是什么意思 难道那大先生 遭遇了什么不测 何阿婆苦笑摇头 有道三年前 大先生六十大寿 阴阳宅高棚满座 次日 大先生送走宾客 便宣布闭关十年 要到他七十岁寿宴才出关 三年前 因为他要匆匆闭关 在寿宴上 替不少人算卦 以往的三个条件 只需要一个 所以我才说 你来晚了三年 想要再见到大先生 恐怕要等七年之后了 这 何至脸色也变了 我眉头紧照 眉心都促起成了个疙瘩 七年 何至和顿空事 应该能撑住 而且 何至必定能出黑 问题就在于顿空 若是等七年之后 再出什么变故 那就没机会了 婆婆 她住在何处 城内有一间大宅 大先生闭关其中 何阿婆又道 阴阳 你想 何至略不安问我 我去宅门前一看 闭关未必不开宅门 我说道 何阿婆略有惊怕 她慎重道 阴阳 你可千万要谨慎 大先生不同其他人 她身边可有很多高手 都是她救人性命 那些人心甘情愿在一旁保护 如果破坏大先生闭关 他们肯定会 婆婆 无碍的 我笑了笑 神色很轻松 何阿婆正了正 苦笑道 老婆子始终年纪大了 阴阳你也是名阳天下的大先生 若是等你到了蒋老先生的年纪 也必定是德高望重 何至眼中 依旧还有几分担忧 何婆婆让何七月 给我们安排了房间住处 顿空先进了屋 我和何至入了另一个房间 至于赤傲 他悠哉悠哉地迈不出了院子 消失在了村路中 同何至躺上床 他枕在我胳膊上 正正地看着房梁上方 我陪你去一趟那阴阳宅 以后 我就不跟你出门了 何至低声道 我要尽快学圈阴阳术 我要去算顿空的生机 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身体微微一僵 阴阳 你怎么了 何至略有疑惑地撑起身体 没 没事 算顿空的生机 倒不如算善师丹 我稍微拉开了一下话题 廖成所做的已经太多 若是天元地向之算 必定会打乱他的计算 我怕弄巧成拙 只是找到善师丹 也足够化解现在顿空的危险 当然 这已经是无法请大先生帮忙的后手 何至的速度 还必须得快 即便是他不这样说 我都得在之后 要求他 一直闭关学习阴阳术了 好 何至点点头 轻轻靠近我怀中 一夜无话 四日我们醒来的时候 阳光已经进入屋内 我同何至起床出了屋门 赤鸥趴在院子里头 懒洋洋地晒太阳 毛色更亮了几分 隐隐的湿臭 从他身上传来 他脚掌上 还有一些泥土 顿空在堂屋的木桌前头 站着画幅 桌子另一侧摆着吃食 还有一口热气腾腾的锅 何阿婆和何七月 分别站在顿空两侧 一老一少 竟是瞠目结舌的表情 诺 这叫鸭龙符 这叫定魂符 鸭龙符贴在山上 可震山之生气 这定魂符 可以贴在破湿的头上 破湿无法撞碎 顿空清脆的声音中 透着浓郁自信 平时的顿空 是谦逊有理的 可一旦说到符 他神采自然 就戴上了傲气 何七月娜娜道 那这张定魂符 能给我吗 鸭龙符我不会用 山之生气 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定魂符 很厉害 显然 何七月很紧张 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 顿空直接就将定魂符 递给了何七月 何七月眼中露出惊喜 他慎重接过来之后 小心翼翼地装进怀中 一旁的何阿婆 更是笑得何不拢嘴 他连连点头 还瞟了一眼顿空 又看了看何七月 阿婆 何志轻声喊了一句 顿空立即回头 喊了生娘 又很有礼数地喊了我父亲 何阿婆招手 示意我们进屋吃东西 何七月还有些紧张 小心翼翼地捂着胸口 我哑然失笑 虽说何七月的年纪 同何志相仿 但他应该是一直跟着何阿婆 又被管教极好的原因 心性还像是个孩子一样 我让顿空收起笔墨指宴 何七月则去盛饭 一餐饭吃吧 何阿婆又叹了口气 顿空要真是我重孙 那就好了 当年要是让我早老和头一步 遇到阴阳你 说不定 何志脸色一僵 我倒是没怎么神色变化 笑了笑说 过几日 这儿认祖归宗 顿空不也是何家之人 辈分上 何阿婆 你也是顿空的太婆 何阿婆笑了笑 不过他低着头 若有所思 半晌后 他站起身 示意带我们 去找罗音婆子 我们一行人离开院子 一直往村南边走 走到村中央的时候 那里有棵大树 一大群孩子围在树下 当中有一个少年 年纪约末十六七岁 他老气横秋 戴着一个黑色圆帽 还有一副洋人的眼镜 你们可别不信 我爹娘 真的在大先生那里 学过算命 我家里头 还有一本古书呢 你们晓得 张九卦 这九代表什么吗 一众孩子 都眼巴巴地望着树下 显然被勾起了兴趣 那老气横秋的少年 却摆摆手 道 渴了 也饿了 不说了 都散了吧 顿时 人群中又有个孩子 只能骑手 咋就不说了呢 赶紧说啊 那少年手指 顶了顶眼镜块 垂头 斜眼瞟着那孩子 道 嗓子冒烟了 还说个啥 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 我还得回城里头吃饭呢 不知道是谁喊了句 你等着 我去家里头拿吃食 少年嘖嘖了一下嘴 才道 平时 我可不吃外面的东西 不过今儿个说忘了时间 就勉强吃了 当然 我不白吃 吃了你们的饭 拿了你们的钱 我是可以给你们随便算一挂的 树下的孩子 顿时一窝蜂散开 朝着个家狂奔去 开阳城有大先生 风水先生和算命先生就极多 不少孩子都以做先生为荣 不过这孩子 我倒是面生 照他说 应该就是城里头过来的 和阿婆面色和善 何志摇了摇头 他轻声说道 他 在撒谎 说话时目光歪斜 口有尖牙 神色游走不定 视为骗人 我点点头 何志学了那么久的天元像术 蒋盘都说 他只需要在秦家学习即可 这些基本上的观面相 自然难不倒他 这和阿婆略诧异 就在这时 刚才跑远的一个孩子 已经回来了 他两手空空 到了那少年身前 少年拍了拍那孩子的肩膀 脸上显然有满意 这已经一目了然 少年在前头侃侃而谈 这孩子混在人群中 三两句话 便引得其余孩子 也去家里拿吃食 走吧 阴阳 何志轻声道 只是两个小骗子 不必耽误时间 还是有一些意思的 他能说出来酒这个字 还有他叫张酒挂 这很难是巧合 父母应该是懂一些阳算 当然 我并没有因此耽搁 还是跟着和阿婆往前走 不过没走多远 我就觉得 后背四十被人注视了一下 稍稍停顿 我回头看了一眼 树下 那少年盘膝而坐 守在山峰 却并没有看我 我若有所思 继续和和阿婆往前离开 约莫一刻钟后 我们到了一家人的院子外 陈旧的小院 院墙还都是木棍 竹条弄得篱笆 院门发黑 门锁那位置常年使用 已经变得增亮 在院内 有个约莫六十来岁的老头 他斜躺在一张竹椅子上 抽卷烟 从面向上 我一系能看出来 几份罗英婆的影子 这应该就是罗英婆的儿子了 当年 罗英婆照顾我的时候 他年纪就已经不小 他儿子这年纪 倒也正常了 屋门口 还有个妇女在那鞋垫 这应该是老头的儿媳 我思续间 和阿婆抬手敲了敲院门 那老头起了身 他咳嗽了两声 过来开了院门 和神婆 什么放 把您吹到我这破院子了 老头捶了捶胸口 他语气倒是很和善 同样 他很疑惑地看向我 以及和志 和阿婆笑了笑 又看了我一眼 才道 全明 我是带人来见你的 这位先生 名为李英阳 从九和县里家村过来 这是他妻子和志 接着 和阿婆又给我介绍 这就是罗英婆的儿子 罗全明 我和他抱了抱拳 罗全明的脸色 却瞬间就变了 他抬手就要关上院门 和志的速度极快 一把就抓住了院门边缘 罗全明用力推散了一下 他没有将门关上 而且他年纪大了 稍微用一下力气 就气喘吁吁 和阿婆皱了皱眉 他叹了口气 道 何必 你娘已经去世多年 再有什么事情 早就该放下来了不是 罗全明脸色一颤 他嘴唇温动了一下 道 和阿婆 有的东西 到死了都忘不掉的 他死死顶着门 又死死地盯着我 我为皱眉 示意和志 不要再推门 和志松开手 院门直接被关上 可这院门 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旁边还有篱笆 我跨不进了院子 罗全明睁大了眼睛 跌跌撞撞后退了两步 在屋檐下那邪垫的妇女 慌张起身 冲着屋内喊了一句 也就两三个呼吸 一个精壮的汉子 冲出了屋门 他手里头抓着一柄砍柴刀 惊目地喊了句 哪个敢欺负我爹 这汉子 也就三四十岁左右 皮肤有黑 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我皱了皱眉 他这种面相太过愚钝 根本不适合学英生九术 至于罗全明 他的年纪也太大 而且太顽固 汉子见了我们 本来怒容更多 可他又看到了和阿婆 顿时 他眼中就透着不安和茫然 和阿婆 爹 这是咋回事 罗全明还要说话 我先开口 将其话音打断 我们自久和谢而来 我当年受罗英婆 也就是你奶奶的恩惠 她多年前过世 我未曾侍奉她终老 便发誓要找到她的后人 将其一波传下 还她恩惠 这儿 我回头看了一眼和志 和志顿时心领神会 他从侧腰的布囊里头 取出来了一根大黄鱼 还有一张存票 和志立即跨过篱笆院子 将大黄鱼和存票递给了我 那汉子眼睛都看直了 视线一直在大黄鱼和存票上 不只是他 那妇女更是吞咽了一口唾沫 至于罗全明 他眼眶泛红 低声道 拿着你的臭钱滚 我罗全明发过誓 早就没了娘 那妇女顿时就急了眼 道 爹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立即和那汉子点头示意 那汉子呢呢的 却不敢走过来 那妇女就赶紧到了我们身前 我将大黄鱼和存票交给她 又道 信而得罗英婆恩惠 我当年捡回一条命 倒算是个有些名声的阴阳先生 我许诺她的事情 自然要办 这些钱财 只是一个小数 对于她传下来的本事 钱财只是身外物 我听和阿婆说了 你们还有个儿子 我这话 就完全对这妇女说的了 妇女眼中更多亮色 她用力点点头 马上就喊 当家的 中粮呢 那汉子挠了挠头 他说道 应该是又去河里头摸鱼了 估摸着 还要一会儿才能回来 这时 那罗全明更急了眼 瞪着我说了句 你居然想要我孙子 学那害全家的 给死人接生的手艺 我和你拼了 她回头 抓起来地上一柄镰刀 就朝着我冲来 妇女被吓得不轻 她赶紧喊道 当家的 爹身体不好 脑袋都迷糊了 赶紧把她弄回房间 咱们罗家都快穷第三代了 都说穷不过三代 这是咱们的机缘 咋能和恩人说拼了呢 这妇女也快急眼了 她回头 张开双臂 就挡在了我和何志的身前 那汉子赶紧跑到了 罗全明身前 他二话不说 将罗全明直接举了起来 就朝着屋里头跑去 你个不笑的东西 放开老子 罗全明更是破口大骂 罗全明一直用力 捶打那汉子后背 可他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又怎么可能挣扎过 一个三四十岁的壮汉 转眼 罗全明就被那汉子 关进了堂屋旁边的一个屋子 那汉子锁了门 任凭罗全明在屋里头 叫骂他都没管 他快不出了堂屋 又到了我身前 那妇女总算手放下来 他又小心翼翼地 将大黄鱼儿揣进怀里 再看了看他存票 他眼眶都泛红了 很明显 这是激动的 李先生 我当家的叫罗丽 我叫黄秋兰 刚才我公公的话 你莫介意 他年纪大了 这里不清楚 黄秋兰指了指自己脑袋 我摇了摇头 道 是当年的事情 对他创伤太大 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罗家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罗英婆或许曾对不住家人 但她留下的余音 必定能够弥补她的过错 至少 能让罗家兴旺下去 罗丽正正地看着我 他立马又道 我现在就去找忠良回来 说着 他就跑出了院子 只是屋里头的吵闹太重 那罗全民一直在谩骂 甚至已经开始 咒骂起来了罗英婆 我眉头紧皱了不少 脉部 我朝着堂屋内走去 何止赶紧跟上了我 黄秋兰四世被吓了一跳 他又赶紧来拦住我 小声道 李先生 你别动怒 要不 你们先回去 等忠良被带回来 我再将他送到你那里去 虽说刚才 黄秋兰看见了钱 让自个儿男人 将罗全民关了起来 但现在 也看得出来 他对罗全民没有恶念 至少 我现在脸色不好 他会拦着我 只不过 死者为大 罗英婆更是罗全民母亲 我刚想到这里的时候 身体又是一僵 我才反应过来 自己这要求 是太过盖棺定论 毕竟 在我身上 也发生了不少事情 你知道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扭头 目光落至黄秋兰身上 这 黄秋兰迟疑了一下 他小声道 知道一点点 公公喝醉了说过 同我说来听听 我告诉黄秋兰 同时 我也迈不进了堂屋 拉了一张椅子 坐在了桌旁 何志和和阿婆 坐在我旁边 黄秋兰又迟一片刻 他似是在思索 片刻后 他才说到 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了 公公那会儿还年轻 他媳妇怀了孕 听他讲 那晚上媳妇快生了 结果那天下很大的雨 村口的河海 涨水了 一直淹到家门口了 没办法出门 去找接生婆 公公就喊他娘 给媳妇接生 结果 公公他娘没管这事 甚至公公都给他跪下了 他依旧无动于衷 也就那会儿 有一家人淌水过来 找公公他娘 说家里头的女人一尸两命 喊公公他娘去 给死人接生 公公他娘居然冒着雨 和涨水就去了 何志脸色微变 我眉头也紧皱着 不过这件事情 还当真怪不得罗英婆 她那时候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接音婆 就好比我 如果没有柳正道给我的福 我都不敢去给活人接生 她要是给自家媳妇接生 都不用等难产 一定一尸两命 难道这件事情 她没给罗全明解释 我思索间正想说话 黄秋兰又继续道 第二天早上 公公他娘才回来 公公媳妇尸体都僵硬了 一尸两命 公公夜里头 冒雨去了村里接生婆那里 没求来人 再之后 公公就和他娘一刀两断 结果 公公他娘 却硬生生拽着公公不让走 她还生破了公公媳妇的肚子 把里头的孩子给掏了出来 最后才让公公拖着媳妇残尸 以及一个死胎离开 再之后 公公就一个人背井离乡 到了别处生活 又讨了媳妇 她再没和他娘 有过半点交集 至此 黄秋兰擦了擦额头 低声告诉我们 说她讲完了 何志略不安地看向我 我心头却更是复杂 罗英婆这最后一件事情 也是没做错的 直接让罗全明将尸体带走 必定成母子杀 到时候 罗全明也要死于非命 只不过 她最后又让罗全明走了 不解释清楚 这才令我想不明白 是当年她性格孤僻 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和黄秋兰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接英婆 不能给活人接生 又说了 为什么罗英婆 要抛了媳妇的肚子 把胎儿取出来 这一番话解释完了 黄秋兰都傻眼了 她半晌都没说出来话 只剩下不安和惧怕 我轻叹了一口气 又告诉她 我没有说谎 因为我学了 罗英婆的音声九术 很清楚 接音声意味着什么 虽然我不清楚 当年罗英婆和罗全明之间 还有什么摩擦和误会 导致这些没说清楚 但是 罗英婆没有对不住罗全明 她可能方式用错了 不应该在家中有事的时候 跑去给别人接音 这也和罗英婆心地善良有关 若非她的良善 当年我也不会活下来 我说完这些 黄秋兰眼中都是苦涩 她扭头看了一眼 罗全明被关起来的房门 我却隐隐听到 屋内传来一阵阵 乌液啄的声音 何志站起身来 她走至屋门前 打开了门上的锁扣 往里一推 我扭头看去 罗全明苍老干瘦的身体 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 她捂着自己的脸 睁大了眼睛 哭得满脸都是啄泪 我起了身 走进屋内 一直到罗全明的面前 轻叹了一声 我道 罗全明 你应该也全部听到了 若是你有没听清的地方 我可以和你解释一遍 罗英婆是个好人 话音至此 我又想到了蒋盘 蒋盘 不也是这样的好人吗 这世上唯利是图的人太多 若是没有他们这样的好人 那整个世间都要艰难更多 好人的牺牲 便是难以好命 包括家人 恐怕都要受其负累 思绪至此 我顿了顿 轻生又道 好人是有好报的 我可以给你罗家改宅 受你孙子为基民弟子 我不只是可以传授他阴生九术 虽说我传承的术法不能给他 但我可以取到别的阴阳术 让他也做一个先生 如何 其实 最开始我没想到 说收罗家的孩子做弟子 只是想教过阴生九术之后 再给予其足够的钱财 替罗家改宅 回报罗英婆对我的恩情 之所以改变想法 也正是因为黄秋兰所说 罗英婆的所作所为 她之心善和讲盘很像 更让我想到了 当初除掉龙颠之时 遇到的那两人 这世上是需要好人的 如果好人一直没有好报 再过上一些年头 恐怕好人就不复存在了 我停顿间 又思绪了许多 罗全明正正地看着我 他手从脸上挪开 那苍老的皮肤褶皱里头 已经渗满了泪水 多谢李先生 罗全明做事就要磕头 我立即侧身躲过 又伸手将罗全明搀扶了起来 我是报恩 并不是施恩 不能受这里 罗全明又擦了擦眼泪 他挣挣了半晌 才道 我娘 葬在哪了 九和县 我回答 九和 我这身子骨 恐怕很难再回去了 罗全明沉默 他又道 我想看到忠良学艺 做个有本事 不窝囊的先生 要是我还能多撑几年 一定会回去祭拜老娘 忠良 我一问一句 罗忠良 他爹给娶的名字 想要这孩子以后 又有忠意 又有良知 黄秋兰立即说道 他脸上又露出几分苦涩 道 家里头太穷 管教不了孩子 他现在很多所作所为 和我们想的相差甚远 我若有所思 和阿婆倒是高兴不少 他笑呵呵地说道 不听话 打便是 没有不乖巧的孩子 一定是你们用的藤条 不够认 若是够认 他便不敢了 何之面色一僵 他似是想起来什么似的 我哑然 回想到当初何之 被和鬼婆打的 都有本能的惧怕 何家教养孩子 也是有问题的 疏于管教 可以教 适当的惩戒需要 但更多的 还是寻寻善诱 辞辞我会管 我又开口说道 黄乔兰终于露出喜色 罗全明皱巴巴的脸 也舒展了不少 等了月末小半个时辰 罗丽回来了 他腰间 还夹着一个 干干瘦瘦的男孩 那孩子面黄肌瘦 一眼看上去 就是营养不良 头发脏兮兮 身上的衣服 也是破破烂烂 不过 他眼睛生得很好 一双黑漆漆的眼睛 筋味分明 不凸不凹 正直而又有神采 脖子端正挺拔 鼻翼厚实而饱满 从正面看不到鼻孔 他紧闭着嘴巴 没有留缝隙 嘴唇饱满 两边未曾下垂 眉毛长过眼 眉形清晰不中断 人中身长 还没有杂纹 虽说他脏兮兮的 但整个人看上去 是那种一看 便心神愉悦 在古像之中 这是善人面相 而且其心性谦逊 性格温和 他的品性绝对不会有丝毫的问题 罗忠良 人如其名 我轻声说道 罗莉刚好推开院门进来 他将罗忠良 一下子放在地上 一脚踹在其屁股上 声音严厉了不少 还不赶紧给李先生行脸 我路上都和你说什么了 罗忠良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 他嘀咕了一句 脚还没站稳 又怎么鞠躬 说着 罗忠良就看向我 他双手抱拳 深深和我鞠了一躬 这时 罗莉瞧见了罗全明 他脸上又是一惊 道 爹 你咋出来了 你这里不舒服 赶紧进屋 罗莉当真是憨厚 他先指了指自己脑袋 又朝着罗全明跑去 我哑然失笑 何致也笑了笑 黄秋兰拦住了罗莉 瞪了他一眼 低声说了几句话 我目光 还是落在罗忠良的脸上 罗忠良又抬起头来 他占的板正笔直 不过 他的脸上 的确有两分不好的面相 你的胆子 大吗 我问罗忠良 罗忠良挣了挣 他少年轻致的脸上 露出几分疑惑 要做什么 我胆子很大 城里的富商 让我在棺材里头 陪着女人睡觉 会丢钱 我告诉他 他只要给够 让我躺多久都可以 罗忠良认真地说道 你很喜欢钱 我若有所思 又问道 我家里很穷 我家里很穷 罗忠良小声解释 你鼻梁之好 是财博宫极佳 鼻翼不外散 手财且脸财 而你有盗贼相 便说明了 你手脚不干净 此事 方才你娘已经告诉我了 但你没有小人奸华面相 你又说 你在城里 有赚富商的钱 家里穷 不是你喜欢钱的缘由 我这一番话说完 罗忠良顿时就傻眼了 他看我的眼神 都变得极为恶然 我打算收你为记名弟子 但你要改掉你那些不好的毛病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另外 我要知道 你的财去了何方 我才能教你 如何 罗忠良显然极为聪慧 和他父亲罗莉的木讷 完全不同 他直挺挺地跪倒在地上 双手败伏在地 谢过先生赏识 罗忠良语气透着激动 哦 我还没多说别的 是你父亲和你说了 我是先生 我又问道 罗忠良张红了脸 他摇了摇头 罗忠良抬起头来 指了置我的衣角 我去戏台子里头端过盘子 有很多像是你这样穿着的先生 去听戏圈 他们都是高人 大人物 您是先生 和他们一样 罗忠良更为恭敬了 他又恭声和我行了礼 而且这会儿 他直接就开始行 三跪九寇的大礼了 慢着 我又喊了一句 罗忠良立即就停了下来 三跪九寇还太早 我只是打算受你为弟子 在这之前 你需要改好你的毛病 还有 你是要带我去看 还是你要说 你的财都去了何处 罗忠良脏兮兮的脸上 露出几分迟疑 这时候 黄秋兰和罗莉 以及罗全明都傻眼了 就连和阿婆的眼中 也格外的茫然不解 何至则若有所思 看看罗忠良 又看了看我 那先生 只许你一人来 不能让我爹娘跟来 我笑了笑 点点头 罗忠良眼中露出几分松缓 他麻溜地爬起身 擦了擦脸 又朝着院外跑去 我和何至点头示意 让他和阿婆一起回去 我自会回来 雨霸 我便跟着罗忠良往前走去 我们一直往村后走 一直走出逢村 再往后是一片后山 罗忠良领着我 从一条小路上了山路 悦莫走了两刻钟的时间 大致这座山被绕了小半的时候 我们停在了山坡一处 稍微空旷平坦的地方 这里有一座破庙 庙宇虽破 但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若有所思 罗忠良则领着我进了庙门内 地上摆着许多草席 褥子 还有一些破鞋 不过这里头没人 他们都在城内行起 还没有回来 罗忠良仰头看我 他其实年纪和顿空相仿 最多大顿空两岁 只不过因为营养不良 体格不如顿空 可同顿空不一样的是 罗忠良眼中 是有一股坚韧在内的 这坚韧背后 更多的还是人厚 说来听听 我点点头 是以罗忠良继续说 他这才告诉我 事情的始末 大概三年前 他那会儿刚满九岁 农村难坐近 他爹娘就带他进城买衣服 离开的时候 他看到有一群逃荒的鸡民 当时那些人 正在被驱赶出城 他记下来位置 等和爹娘走回家半路的时候 就偷偷溜走 他回到开阳城里 那些鸡民已经被赶出城 在城门外游荡 他就将那些人聚拢起来 带到了冯村后山的破庙 然后他想办法 偷了一点家里的吃的 给那些人冲击 再之后 大先生六十大寿 开阳城让鸡民进城 虽说找不到什么伙计 但是总算能行起 他也会想办法 进城内做一些小工挣钱 或者有的时候 行一些不得已之法 话语至此 罗忠良小声又说了句 我从来不偷良善之家的钱 我最多拿一些 奸华之人的东西 说书的先生讲 这不叫欠 这叫杰夫济平 罗忠良开始那一段话 让我心中感叹唏嘘不已 一个十来岁的少年 居然有这样的善心 可他最后这话 就让我哭笑不得 杰夫济平这说法 始终是露林之事 行善心善举 还有很多法子 就譬如这庙 我背负着双手 走到了庙门之前 这庙怎么了 罗忠良诧异地问我 我没有立即回答罗忠良 而是站在庙门之前 微眯着眼睛 远眺前方 阳光已经没那么刺目了 我看了许久许久 因为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罗忠良的忠厚 他这性格 应该让师尊很是欣喜的吧 只可惜 他并不是阴生子 不过 地上堪余的每一代传人 并不是都是阴生子 只是阴生子 是最适合学习阴阳术之人 若非阴生子的话 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再找到自身阴阳平衡 又有资质学习阴阳术的人 这要机缘 也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另外 地上堪余 上代死 下代生 即便罗忠良有这个资质 我也不可能交给他地上堪余 微眯着眼睛 我又低下头 本身 我是想罗忠良随便学习一种阴阳术 刚才和罗家人 我也是那样说 他的忠厚 是师尊所喜 我才会生起其他的念头 若是 我不给他完整的地上堪余 就如同合制那般 只有阴术呢 当然 天原橡树不可能给他 我教授他阴术 再让他学阴生九术 若是他有合适的资质 便多补一个阳算 这样一来 我直接将他说为弟子 倒也不影响地上堪余的传承 我思绪了良久 觉得这办法 未必不可行 这样一来 地上堪余 也不会一直是一条独木 此前 我已经隐隐有所猜测 天原有节 地上也或有相仿 只是当年 师尊没算到 窦佳的背后 隐隐还有一个先生 赖谦死前所说 有人在盯着我 甚至于 他要说出来别的 立即就暴毙而亡 地上真若有节 我便有了后手 而且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虽说我不能让地上堪余 成为灵正二神那样的 一门双阴阳先生 但我可以让地上炉 开之散咽 有众多阴术和阳蒜先生 这件事情的可行程度 我还需较艳 思绪落定了 不知不觉间 居然已经日落西山 我身边 已经不只是一个 罗中良了 他毕恭毕敬地站在旁边 在他旁侧 站着好几个脏兮兮的小孩 大的和他相仿 小的则是五六岁 那些孩子都好奇地打量着我 身后的庙内 则是年纪不一的乞丐 还有一些人正在从山路 另一头回来 我一出神 居然就站了这么长时间 天都快入眼 忠良 我喊了一声罗忠良 他立即上前两步 他低声道 李先生 你的忠厚 我很满意 我师尊 也会很满意 你是他喜欢的人 我轻声说道 罗忠良有些茫然 刚才 我说了 行善心善举 还有其他法子 就譬如这名 此庙在山腰之下方 这属于上部级血眼 下不至气口的正常用地 无好处 无坏处 可如果在妙中招财位 放置铜钱 元宝 或是瑞寿麒麟 皮修 便能使得居此妙中人 有德才守财之欲 行其只能活命 靠着你去赚钱 或是行窃 又怎么能改变根源 我这一番话说完 罗忠良眼中更茫然了 显然 他完全听不懂风水相关的话 我沉凝了一下 回过头 指着一个方位 那里刚好有一个草席 上头坐了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还是个脖子 他赶紧挪开了地方 显得有几分惶恐 你连夜进城 去找铜器铺子 买三个铜器铃回来 以一粒贵 摆在此地 说着 我从身上取出来一条小黄鱼 交给了罗忠良 我又道 不出三日 你就知道我所说话的意思了 我去河家等你 罗忠良正正地点了点头 其他那些人 眼睛都看直了 全盯着罗忠良手里头的小黄鱼 不过 他们并没有露出贪婪之色 那 剩下的 我能买吃的吗 最近这段日子 听说到处都是闹饥谎 虽说开阳好一些 但也不好醒起了 大家一天可能只吃一顿饭 罗忠良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笑了笑 拍了拍罗忠良的肩头 给你的东西 便是你的 按照我的要求做了 其余你自便即可 雨霸 我直接朝着庙外走去 身后却传来轻微的喷喷声 我稍稍侧头看了一眼 却发现 罗忠良居然跪在了地上 冲着我刻想头 而他的动作 也促使其余人跪下 那些人的眼中 尽是感激 我长于一口气 便朝着冯村的方向走去 天将黑为黑 残阳欲发 隐没在天边 我临近出山口的时候 瞧见远处前方 有两个人影 隐约还有声音传来 这一票 赚大了 至少能吃半个月了吧 这话音透着崇拜之意 呵呵 这才哪跟哪 总是要吃的 有剩意思 下个地方 我琢磨琢磨 应该弄点钱了 乱世黄金 这年头 刚战乱平息 就又闹饥荒 哥带你整上两条黄鱼儿 就想办法 真找先生学点本事 这声音中 就透着傲气 还有得意了 那我可以学吗 崇拜的声音 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哥哥学了 当然不能亏待了你 张儿 你这脑瓜子不灵光 到时候 先生可能会嫌弃你 等我学会了 我教你 那俱傲的声音 带着几分品头论足 声音呼得戛然而止 那两个人影更近 正是之前村中央那两个人 戴着原貌 眼镜的那十六七岁少年 他身边则是跟着 个矮一个头的孩子 两人没有说话 低头和我擦肩而过 我面色平静 并没有拦下来他们 这世道 这两个孩子 虽说有些坑蒙之举 但不伤人 不害人 无伤大雅 不多时 我就回到了冯村 顺着村路 我静止 就去了和家 等我到和家院子的时候 天早就彻底黑了 堂屋里头亮着灯 和老太再和和志说话 顿空又在一旁画幅 和七月坐在另一旁 他低头看着 眼中极为崇敬 我禁院 赤熬屋了一声 是在和我打招呼 堂屋内 众人都回过头来 父亲 顿空喊了我一声 和志也同我点头 我同样点点头 和阿婆招呼了一句 和七月就朝着厨房走去 阴阳 七月今儿该发的信件 已经发出去了 进的村子 一两天就能来一些人 远一点的地方 怕是得要上七八天 当年的人不多了 和阿婆略有唏嘘 和志抿着嘴 他眼中很复杂 我轻轻拍了拍和志肩头 道 全听婆婆的意思 和阿婆点点头 他认真道 妮子 你也多放心 剩下的那些老骨头 要是乱嚼舌根 我拔了他们舌头 和志却露出苦笑 不多时 和七月端来了饭食 吃饭过程中 和阿婆又问了我几句话 大致就问我 罗忠良这孩子怎么样 我告诉和阿婆 他很宽厚待人 心性极佳 只要有正确的引导 就算不能成大器 也能做一方 为民的好先生 和阿婆连连点头 叹息道 这就是罗音婆 给后人留下的福源 我沉溺片刻 又告诉和阿婆 既然和家来人要几天 那我明天就打算 去长青道观下的小破观 已经两天的时间了 我得去见那几位柳家道士了 稍作停顿 我又道 明日 罗忠良应该不会来找我 若是他来了 你便帮我说一下 让他多等一两日 和阿婆说了个好字 和七月小声问道 那顿空呢 他要去吗 我笑着点点头 道 大长老与我恩惠太多 顿空出生那几年 老黄做伴 我要带顿空见大长老去行礼 也让顿空见见老黄 那 我可以去吗 和七月又问了一句 我略有思索 和阿婆却说道 阴阳 七月听话 跟在路上 倒是能照顾你们 我还有话想和这儿商议呢 既然和阿婆都这样说了 我就没有拒绝的道理了 点头说了个好字 一餐饭罢了 我去房间休息 顿空也进了屋子 和阿婆留下来了和志 以及和七月 我进屋之后 坐在床边 不过 我并没有立即休息 而是取出来 精算盘横放在腿上 当年 我曾在和周金一死斗的时候 在那四金沙县的山崖下面 给自己补挂 我的命数挂 是等待 无论任何时候 等 就是机遇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这挂究竟硬了几分 我却难以判断了 挂世卫自身 我太多的时候 都无法去等 因为 它只能保证我一个人的安全 并不能保全顿空 和志 以及我身边的人 我不确定 这挂箱是否还存在 或者早就被我冻成了乱挂 若是那样的话 我就还得补一挂 可这又有一个麻烦 挂 容易成定局 无挂 命数就更能自定 迟疑了半晌 我手落在金蒜盘上数次 又拿起来 手指离开蒜珠 过了许久 耳边才传来和志低语 阴阳 你怎么了 心事重重 我回过神来 才发现 和志都在我身边了 为顿空的事情忧心 你想给他算卦 和志小声问我 他又道 我看你至少放下去十几次手 又抬了起来 有什么问题吗 和志的眼中 也略有担忧 不 和顿空无关 我摇摇头 道 只是我本身 我应该早已经将自己的卦破掉了 现今如何 还不知晓 将来如何 也未曾定数 话语间 我告诉和志 算卦的好处和坏处 并且 我收起来了金蒜盘 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和志若有所思 他轻声道 那你想好了 再算卦 不过无论有什么 我们一家人都一直在一起 我点点头 再接着 和志眼中又有迟疑 他道 和阿婆 他说的事 我不敢答应 得听你的意见 我略疑惑 问和志他 说了什么 和志脸色微红 他才说道 是顿空 他想要将七月许给顿空 做个童养席 以后甚至可以做侍女做妾 我 此事 过于荒谬了 顿空才十一二岁 七月和我们同龄 我直接摇了摇头 和志细弱文英的右说 和阿婆说 女大三 爆金砖 女大十八 顿空能爆六块金砖 还有 这样更能帮和家 他觉得顿空天赋一柄 即便是七月做妾 也对和家大有弊异 还不影响顿空取亲 我皱眉看着和志 其实 我已经看出来了 和志怕是真有几分心动 他觉得 现在对顿空有好处 可我却觉得 此事压根行不通 而且顿空年纪上小 什么都不懂 最关键的一点 若是他三七四妾 要么没有对七小的眷顾归属 成一个新花之人 要么 就会受其负累 我眼神深邃了不少 摇头道 此事 莫要再提 也不准 和顿空提起 明日 便不让和七月跟着了 和志鸣嘴 他低下头 很低地嗡了一声 我摇摇头 却叹了口气 道 日后你会明白的 和志还是低着头 他躺上床去休息了 侧身面 朝着最里侧 我收起来金算盘 也躺下来休息 四日清晨 我和和志 起床进院子 顿空早就醒了 厨房门开着 和七月在里头忙活 很快 他就端出来吃食 吃饭的过程中 我告诉和七月 今日去见柳天牛 还有一些事情 不方便他在场 所以就让他 别跟着我们一起去了 和七月愣了一下 他呆呆地看着我 再之后 他低下头 声音中明显有几分失落 嗯 他应的这一声 都没什么力气 顿空倒是略疑惑地 看了我一眼 不过他没问别的 和阿婆没在 不知道去做什么了 我也没问 饭吧了之后 我们就离开了和家 静止前往开阳省城 等到了之后 又朝着城北方向而去 隆共过了一个时辰左右 我们到了一座山下 此山郁郁葱葱 远眺就能看见 山顶有一处道观 在山脚的时候 其右侧又一条小道 我们顺着小道往里而去 仅仅半盏茶的时间 便瞧见了一座小小的道观 这道观没有挂门点 门槛居然是断的 旗门上 也有两个小小的凹槽 这怎么像是 被人踩断了门槛 敲凹了门 何止眼中疑惑不少 他是柳天牛 这里又有一座道观 自然会有人不停地找他 我回答道 大长老想清宵 选的地方好像不太对 可若他不想 也没有必要住在此地 何止低声说道 大长老自然有他的用意 我抬起手来 敲了敲道观的门 咚咚的声响传来 可里头没有脚步声 我又敲了敲门 又等了一会儿 可足足半盏茶的时间过去了 还是没人来开门 何止侧耳倾听 他皱眉道 院内似乎没人 我深吸一口气 用力将门推开 迈不进了院内 何止和顿空跟在我身后 这道观之中 杂草横生 像是常年没有人收拾一样 大长老 我沉声喊了一句 并没有柳天牛的回应 接着 我又喊了一声柳道长 还喊了青山兄弟 可依旧没有半点回声 我面色沉了下来 何止神色也微微变了变 他咬着下唇 道 大长老不在 柳道长和杨青山也不在 杨青山不会将他们带回枪族 不可能 现今杨青山 早已经不是柳道长的对手 更何况 他也打不过大长老 我断然摇头 那 会不会正道道长 想要拨乱反正 找柳三元和秋天元算账 何止又问道 我又摇了摇头 说 这更不可能 大长老坚信师尊之卦 他不会回枪族 我低下头 心头同样疑惑无比 三个柳家道士 绝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杨青山和柳正道 也不会有别的事情要做 难道柳天牛 有什么事情缠身 带着柳正道 和杨青山去办事 思索半想 我只能先将思绪压下来了 找不到人 只能先行回去 如果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柳正道和杨青山 必定会来找我 如此一来 暂且只能静观其变 从小坡道观离开 回到山脚下 我们又回返开阳城门 再要回冯村的时候 何止看了一眼开阳城内 他略有迟疑 却并没有多说话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又看了一眼怀表 这会儿都还没到五十 进城 我说着 转头就进了城内 顿空和何止紧跟着我 我又在城门边上 找了个地头蛇 打探开阳的大先生 居住在何处 那地头蛇给我指了去路 我给他钱的时候 他居然都不要 而且眼中都是崇敬 他认真道 我们是去找大先生的 看我的装束 也是一个先生 那他自然不能收我的钱 我便没有再勉强他 三人走出一段路之后 何止才小声说道 道不知晓 这先生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整个开阳的百姓 居然都如此崇敬他 我沉默片刻 若似是师尊那般人 得到这样的崇敬 实属正常 我们刚才打听到的位置 是城东 川城的路途并不近 一转眼 我们都快走了半个时辰了 又走进一条道之后 这里人烟明显要稍微少了一些 路两侧有金殿 还有一些银铺 最前方人头传动 还有人在大声骂道 抓住那个贼 偷东西 居然偷到我商家铺子里头了 抓了这小贼 打断手脚 送他去建官 街道前方 顿时混乱无比 何止见状 要朝着路边闪躲 父亲 我们让一让 顿空也喊了我一句 我眉头紧皱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看着前方 恍然冲出人群的 是一个浑身脏兮兮 最多十二三岁的少年 他手里头攥着一个包裹 跑得飞快 后方还有好几个人在追 这 何止的声音变得疑惑无比 他眉头也紧皱起来 我面色沉了不少 稍微朝着路中间走了几步 刚好就挡住了那少年的去路 他跑得飞快 而且注意力都在路上 慌乱地喊道 让开 转眼 他冲着我身前 我没有让 直接一把 就朝着他肩膀上拦去 少年猛地抬起头来 他眼中都是焦急 可我对视的一瞬间 他脸色骤变 李 李先生 我已然抓住他的肩头 巨大的惯性 让他猛的一个仰头 直接就朝着地上倒去 砰的一声闷响 他痛叫一声 身体蜷缩成了一个瞎子 不过他却紧紧地 抱着那个包裹 没让其落在地上 后方追上来的人 都是面色大喜 当中有一个身材矮小 四肢肌肉发达的汉子 他眼中喜色更多 和我抱了抱拳 他道 多谢先生援手 抓了切勿的小贼 他一抬手 后方几人就朝着少年包围而去 我抬手 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何之立即就看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直接挡在了那几人身前 顿时 那些人面色都露着茫然 还有不善 我低下头 深深地看着那少年 忠良 你要给我一个解释 我语气变得很重 罗忠良颤巍巍地抬起头来 他脸色极为慌张 眼中也透着惶恐 我目光也逐渐严厉起来 抽出来了通窍分矜持 本来 前方那几人都要动手 可现在却又停顿了下来 那矮小的汉子到了镜前 他盯着我 问声说道 你家的孩子 小小年纪 不唠叫 偷人东西 刚好 都别走了 等着去见官 何之冷眼看那汉子 声音更清冷 不要胡乱说话 胡乱说话 这街上人可都看着的 那汉子就要骂起来 罗忠良却咬牙 他翻身站了起来 稍微往后走了两步 将包裹朝着那汉子扔去 那汉子接住包裹 却刚好打断了他的话 紧跟着 他又说了句 退了就没事了 哪有那么简单 不送你见官 也要打断一条腿 我目光落在那汉子身上 平静地说了句 这儿 这东西值多少钱 给他三倍 如果他再出言不逊 就让他闭嘴 何之立即点点头 他从腰身的兜里取钱 那汉子眉头一皱 又道 给钱 有钱就了不起了 你不去打听打听 我伤松是何等人 还没有贼人进了我家 完好无损出去的 我非得教训教训 你们两个 让你们知道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 何之手一顿 紧跟着 他反手一抽 背上别着的板斧 就被抽了出来 直接落在了那伤松的尖头 夫人正对着他脖梗 何之手一用力 伤松闷哼一声 腿都往下弯了两分 他旁边那几个蒲丛面色大惊 却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周遭看热闹的行人 也被吓得够呛 伤松的脸色 骤然煞白一片 他紧闭着的嘴巴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了 罗忠良同样被吓坏了 他脸色更苍白地看着伤松 再接着 他又回过头看向我 罗忠良紧紧地握着拳头 他低下头 咬着牙说道 李先生 见官便见官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偷了他家东西 我认 你们不要商人 我给了你钱 为何还要偷 我没有理罗忠良其余的话 直接问他 既然要收罗忠良 我就得管他 若是被抓走了 我还上哪儿再找个罗云婆的后人 罗力太愚钝 罗全民太老 更何况 罗忠良心善无比 好钱财 也是为了救人 思绪间 我目光更为严厉 罗忠良还是咬着牙 他又低了低头 猜到那两条小黄鱼没了 昨夜你走之后 我正准备同大家伙吃了饭 就连夜进城买同麒麟 可刚好那会儿 庙里头来了两个人 那是两个骗子 一个穿着体体面面 戴着洋人的眼镜 帽子 说他是算命的先生 刚出山历练 另一个是他的书童 他说遇到我们 算是有缘 给我们分了好多吃的 又说了一些话 让大家很相信他 在之后 他告诉我 可以给我算一挂 不过要收钱 还得收两条小黄鱼 这是规矩 我一正 顿时就想起来 我离开时候 擦身而过那一大一小两个少年 罗忠良心善 这种性格 往往是容易相信人 那招摇撞骗的少年 却生得一副伶牙俐齿 他和你说了什么 我问罗忠良 罗忠良脸色胀红 低声道 他说我 今年行大运 有遇贵人之命 如果有人点拨 可以遇到三个贵人 最后一个 能解决我所有的窘境 他是第二个 而第三个贵人去哪遇 只有他才能告诉我 我微眯着眼睛 若有所思 那少年当真是聪明 看出来了罗忠良这副装扮 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钱财的 所以就蒙了他 所谓的贵人 当然 也有可能他们刚到庙前 看到或者听到一些话 因此来设计蒙骗罗忠良 虽说这计谋 在真的先生面前 简直是漏洞百出 但骗罗忠良这样的少年 外加一群精灵乞丐 还真的是足够了 思绪很快落定 我点点头道 所以 你就把小黄鱼给了他 罗忠良鸣嘴 他低声又说道 对 我按照他说的进程 他又让我到这条街的街口等着 说天亮之前 肯定有第三个贵人 把我想要的铜麒麟给我 可我一直等 等到天彻底亮了 而有人给我铜麒麟 我这才知道 被他骗了 没有买回去铜麒麟 放不到李先生你所说的地方 我又无法和你交代 也没办法回去交代 我便想起来 这条铺子上有一家铜器铺 老板是出了名的吝啬 经常客口人工钱 甚至抢买抢卖一些老物件 我就寻摸着 上他们家找找 罗忠良面容愈发苦涩 后方 那伤松面色再变 可他肩头压着板斧 就只是个敢怒不敢言 昨夜 我教过你 善人善举 还有其他法子 即便是出问题了 你可以找我 钱 只是一个工具 但你行妾 总归是错了 之前无人教导你 你错 便是命述使然 将来会有所应报 昨夜既然我教导了你 你还错了 便要有成见 我沉生再道 罗忠良咬牙 他忽而转过身去 背对着我 你背对着我做肾 我问罗忠良 他低声回答 我借你拿了尺子 书堂的先生训诫人 便用尺子 可我的手还得去赚钱 腿也得走路 你到我其他地方 何止回头看我一眼 他的眼中 却露出一丝不忍了 阴阳 这孩子 他刚开口 我扬起通俏分金尺 一尺子就朝着罗忠良臀上 狠狠抽了一下 啪的一声 罗忠良闷哼 他浑身都在发抖 我又啪的抽在了另一侧 罗忠良没忍住 他一声惨叫 直接就软倒在地 站立地双手撑着地面 阴阳 你手下留 何止又要阻拦我 伤松眼皮狂跳 他更是一言不发 旁边看热闹的行人 在焦头接耳的一轮 说 这下这娃子惨了 尺子可是铜的 我面色不改 骨相学到预发后面 人之五行也有分辨 包括其身形之骨 我打 最多痛的是肉 不会伤到骨头 那就是皮外伤 起来 我没理会何止 低声喊了句 罗忠良又站起身来 他双腿都在打颤 不过 他没有躲闪 我再一次扬起通俏分金尺 又一尺子抽在他臀上 这一次 罗忠良惨叫得更大声 直接一下子扑倒在地 我师尊 从未打过 他对我只有几语 我便犯了错 这一错 便是弥天大错 毁之晚矣 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打你 是为了告诉你 你错了 不是所有人 都有知错就改的机会 很多人错了 便要后悔一生 有一个人替师尊训诫过我 让我痛到了骨子里 但我痛得不只是骨肉 还有那后悔不已之心 罗忠良 从今往后 你是否还敢行歉 我语气愈发严厉 这最后的询问 更是一字一句说出 罗忠良双手艰难撑起 他极为勉强 才从地上爬起来 我皱眉 扬起通俏分金尺 再一次一尺子抽下去 啪 罗忠良惨叫的声音已经嘶哑 又一次倒地 阴阳 差不多够了 何志眼中更不忍 他眼眶略有几分发红 我依旧没理会何志 商松眼皮狂跳 他话音都没了多少底气 你要打 就放我走了再打 你要是发脾气 把他打死了 等会儿当差的来了 我还要被你们连累 何志眉头一束 他直接抽回了斧头 从腰间取出来一个钱袋 直接就朝着商松身上一甩 商松立即抬手接过 他拉开袋子点了点 眼中威胁 转身 他就要走 钱肯定不止三倍了 你只准拿三倍 其他的和铜麒麟一起还给我 何志冷声说道 不准多拿 要是你敢收高价 我就到你铺子里来喝茶 商松 他更是敢怒不敢言 从钱袋子里摸出来了一小把钱 就将钱袋 还有之前那包裹 甩给了何志 再接着 他们一行人匆匆离开 何志转身 快不到了我和罗忠良身前 罗忠良挣扎了半赏 才勉强爬起来 一直到这会儿 他才站立地说了句 要是先生 真能给我帮他们的法子 我便发誓 不再行窃 不再以任何非道义的方式 去获取钱财 我手没有再扬起来 只是往身后背去 罗忠良却身体一抖 似是要往前面躲闪 他这是被我打得本能地惧怕了 紧跟着 他又将住身体没躲闪 片刻后 罗忠良才茫然地回过头来 不 不打了吗 再打 你应该是要昏过去了 我还有事要办 不能背你回去 我摇摇头说道 罗忠良显然松了一大口气 可他咬着嘴皮 还是一直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才又说道 昨天让你来买同期零食 我便说过 行善人善举 有其他法子 你现在带着包裹回去 按照我所说的去做 三天之后 自荐分晓 你再来见我 我话音落罢 何志便将包裹递给了罗忠良 他同时也将那钱袋子交给了他 罗忠良本来阻挡退后了一下 可他又游移一下 接住了钱袋子 这算是借的 我以后连本带立环 他迅速说道 何志看罗忠良的眼神 就透着几分怜惜了 不消你华 听话便好 何志轻叹 回去吧 我又说了一句 罗忠良转身 一蹶一拐地朝着出城的方向走去 一直到这时 我身后另一侧的顿空 才赶紧到了何志身后 他脸色也微微发白 看热闹的那些路人 这才散了 路上恢复了正常 盈阳 你下手太狠了 他也最多比顿空大两岁 还是个孩子 何志语气依旧不忍 孩子需要管教 痛到钻心 自然记得牢固 我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便是顿空犯错 我也是要 你敢 何志往前一站 他完全将顿空挡在身后 甚至他抬起手来 那架势 居然是要抓我耳朵 我哑然失笑 又摇了摇头 不再说话 我继续迈步 朝着城东头走去 罗忠良的心性的确坚韧 而且不只是坚韧 还有骨子倔强 我反倒是越来越喜欢这孩子了 等走到城东头 我又找了路人 问寻阴阳宅的位置 甚至那路人 还好心带我一程 很快 我们便到了一个热闹的街口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茶铺 里头摆满了竹纸桌椅 不少人在其中饮茶 谈笑欢声 顺着街口再往里走 绕过两个拐弯 便看见一个巨大的宅院 厚重的院墙 似是有两层客栈那么高 院延更为厚重 院墙中上部分 还开了数个窗户 只不过窗户不大 更多的是透光之用 正下方有一个牌匾 其上书 原是阴阳宅 宅门诸红 满是铜钉 台阶下方两尊石狮 神骏不失争名凶恶 狮子本就是锐兽中的凶兽 多用作于看守家宅 麒麟皮羞一类 更温和之物 才能佩戴于身上 或是坐镇家宅那里 好气派的大院 何志轻声说道 我点点头 道 的确气派 而且这里的气息 很厚重 我看着门扁 眉头却微皱 难难道 不过 这种厚重 我却觉得有些问题 周遭 没有人护了 只有那条街的茶楼 我左右看了一眼 本来我抬手 想要取出来定罗盘 想要确定一下这里的风水 有时候 方位不能确切地说明一切 很多特殊的地方 需要定罗盘的天盘指针来确定 不可妄下推断 可手刚落到腰间 大门却传来 吱压一声轻响 门开之后 从其中走出来一人 此人悦莫三四十岁的年纪 腰背笔直 穿着一身淡黄色的长袍 他头上竖着发迹 整张脸 却长得极为怪异 不过 这只是说来怪异 在骨巷上看 他的骨极好 双拳明亮光洁 风龙怂起 眼尾突出 一马骨饱满 日月脚骨由骨突出起耳 视为将军骨 这乃是双骨俱佳 双眼眶围绕眼睛突起 为龙弓骨 伏羲骨直耸入天庭 龙脚骨丰厚无比 甚至于他的耳后巨凹骨 都能从正面看到一些侧面骨起 此人 居然是九骨完美之相 怪异的是皮囊 可实质 却占据了骨巷中的所有好处 人之模样 往往不在于皮囊 先生看人 只看骨 这骨 若是早生几年 便是九五之相 即便是现在 也必定是声名显赫之人 我和他对视一眼 他眼底如若山渊 居然给我一种深不可测之感 隐隐地 我感觉好似四肢百孩 都被他盯着 他是一双眼睛 却给了我数双眼珠的感觉 我闷哼一声 后退一步 立即便挪开了目光 眼皮微微发跳 我的手按在了腰间 用力按压之下 却没有将定膜盘取出来了 何止撑住了我肩头 顿空不安地看了我一眼 他也看向那男人 那男人轻移了一声 他眼中生起几分异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 定住了心神 在抬头看那人 我并没有再和他直接对视 换句话说 我没观察他的骨相了 虽说刚才看了那么多 可我却不能判断 他到底是什么人 视先生 还是上三流中其他人物 凭借他这副面相 绝不可能是下九流 也不会是普通的江湖中人 双手抱拳 我微微躬身 沉声道 地上堪于李阴阳 自九和线而来 慕名开阳大先生原话哨 求见之 原是阴阳宅 已经封宅三年 客人难道不知吗 那中年男人笑了笑 语气和善地说道 还没等我说话 他又道 还需七年 阴阳宅才开门那刻 客人还请回吧 何至微咬下唇 他往前走了一步 低声道 我们有急事 求见大先生 这世上 有很多人有急事 或是命在旦夕 或是妻儿安康 这是那世 先师多管世人 却不能管到每一个人 况且三位都不简单 这位客人 居然是地相堪于之先生 多年前 我曾听闻 有一大先生游历世间 其名蒋一红 想来 岁月不饶人 他已经先世了 那男人轻叹一声 眼中透着惋惜 我手还是抱拳没松开 声音低哑了几分 那是我师尊 姐 那男人手 斜着按在胸口 微微弯了一下腰 不过 他又和善地说道 地相堪于 已经是天下至强阴阳术 先师为开阳的先师 蒋一红 是天下的蒋一红 若是他来开阳 先师恐要退后 地相堪于都解决不了的麻烦 客人又怎么会觉得 先师能够解决 还请回吧 他抬手 又做了一个送客的举动 何知眼中的交集更多 顿空抿着嘴 他在看我 我总算让心绪平稳下来 手松开 垂在身侧 师尊心怀于名 而天下之 我心性不如师尊 还须时间 但我妻儿之病 难等多年 还请兄台通报 我又抱拳和他行礼 可他还是摇了摇头 转身直接进了宅内 何知迈步 要走上台阶 我迅速抬手 抓住何知的胳膊 那男人进了宅门一半 他忽然停顿了下来 不过他未曾扭头 而是说道 自原市阴阳宅封闭三年来 开阳又生不少事端 痴魅亡两多生 还有凶师在周边为祸 现实的规矩 想必三位知晓 宅门紧紧关闭了 阳光直射在我身上 我微眯着眼睛 心头却在沉思 何知眼中却透着茫然 顿空还是看着我 他眼中不解 三件事 可我们没见到人 又怎么做事 我低难 微眯着眼睛 我又喃喃道 开阳事端 痴魅亡两 凶师为祸 的确是三件事 我们先回去 我扭头同何知顿空说道 没有地点 这三件事 是不是太笼统了 况且 我们的确没见到人 何知透着担忧 他刚才说了 开阳的仙师 开阳便是地点 那原先师圈 一地而居 他闭关之际 应该是不能现身 我们帮他肃清 这里的变动 也算是给足了诚意 再来这里时 应该能进宅内 我和何知解释 何知点点头 他略松了口气 我们转身 朝着街道外走去 何知才小声又说道 刚才我觉得 他不像是一个人 这真怪异 还有 四周应该还有不少人 我恩了一声 道 何阿婆自然不会框我们 略思索片刻 我告诉何知 办事不急于一时半会 当务之急 还是他先出黑 其余的事情 我会和顿空去办 若是能加快他出黑的速度 我们就还有后手 何知用力点头 说了的好字 不多时 我们回到了正常的街道上 何知在街上买了不少东西 最后他还找了一辆马车 这大包小包的 只能用马车 拉我们回冯村何家 结果我们刚到城门口 前方的车夫就吁了一声 马车停了下来 何知略有疑惑 推开了车门 皱眉道 怎么停啊 车夫略不自然 小声道 有个少年挡车 您稍等 我将他喊开 他立即下车 朝着前方走去 何知往外看了一眼 他轻移了一句 阴阳 是那个骗了中良的人 他居然挡我们的车 这小小年纪 他让我想起来了徐白皮 我很不舒服 要好好给他一点教训 说着 何知就要下车 就在这时 外边却传来了车夫的贺骂声 乃来的孩子 莫要挡道 撞了可没人管 你敢撞我 你可知道 我是谁 少年的话音透着严厉 同时还有不屑 我爹娘可是原始阴阳宅内 先设做上宾 动我一下 小心你祖宗八代 祖坟都要裂开 往后八代 都只能做苦劳裂 我抬手 抓住了何知的肩头 然后我先出了马车 阳光刺目 马车当前 正就站着昨日那少年 张九卦 他还是那身衣服 戴着眼镜 帽子 并且 他背负着双手 气势倒是不弱 那车夫站在原地 他额头上冒了不少汗水 一时半会儿 居然不敢动了 也不怪他不敢动 张九卦的话 的确能唬人 他一个普通车夫 哪敢妄动 我微眯着眼睛 看着张九卦 张九卦仰头看我 眼中盈盈闪过一丝激动 不过 这激动只是一瞬 再接着 他就说道 你就是地上堪余的阴阳先生 李阴阳 嗯 我是 我点点头 又道 你找我何事 我爹让我来找你 张九卦深吸了一口气 又说道 他眼神已经伸下去了不少 瞧不见刚才的激动了 你爹 我诧异了几分 他知道我的名字 我觉得奇怪 因为在罗忠良面前 也只有人称呼过我李先生 只不过 这张九卦 是个机敏的骗徒 我奇怪 却不意外 他到我面前 必定是想骗我了 罗忠良和庙里头 那么大一群人 被骗得团团转 也说明 他却有几分本事 没有一点点准备的话 他也不会出手 你爹是谁 我平静地问询 张九虫 张九卦在开口 便又多出了那几分 老气横丘的神态 你叫张九卦 你爹叫张九虫 这可是同辈之人 我开了口 张九卦的身体 明显僵硬了一下 隐隐地 他眼珠也飞速转动一瞬 先生讲究的名字 更多是奇异 什么被不被的 他可不在意 刚才 他和你说话不方便 外边很多人听着看着呢 我瞳孔再紧缩了一下 何志和顿空都到了我身旁 顿空一惊 喃喃道 爹 他是那个男人的 何志眼中也净是惊诧 不过 他很快就若有所思 我大致明白了 这张九卦当时在附近 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他断然不会是 那人的儿子 他们骨巷上没有半分相似 那人是九五之相 不会生出一个只有 市井精灵巷的孩子 那 他让你和我说什么 我还是没有立即拆穿张九卦 与其带上一分疑惑 张九卦在我面前撒谎 他无所遁形 可我要蒙他 说一百句 他也不可能看出问题 我爹让你做三件事 第一件 是开阳城外 阳江内 有大量水尸鬼 让百姓名不聊生 第二件事 近年天灾人祸 先师刚好闭关 百姓收成降低 他要你想办法 赈灾即明 何志若有所思被打断 他眼中有惊疑 在我和张九卦中间那车夫 已经呆呆傻傻 他颤巍巍地退到了旁侧 周遭也有不少过路的路人停下来 眼中透着茫然好奇 张九卦薛瘦的腰身更为挺直 他脸上更是有得意的笑容 至于第三件事 我爹让我跟着你 当时对我的历练 他也想要我和你求教几分算命的书法 只有两件事情是大事 最后一件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只要你能做完 他确保你能见到先师 张九卦双手举起 朝着侧面移抱拳 那些围观的路人眼中 都是崇敬虔诚之色 我笑了起来 再看张九卦的眼神 已经有几分奇异了 张九卦眼皮微跳 他皱眉道 你笑什么 你不是也在笑吗 我说道 我 张九卦开口 他一时间又有几分语色 下一瞬 他眼神更崇敬 沉声道 我那是对先师所做事情的敬畏 还有身为开扬之人的得意 好 路人中有个略显稚嫩的声音 喊了一句 还有一个巴掌声传来 顿时两侧所有人都是轰然鼓掌 连声叫好 我点了点头 道 这三件事情 前两件的确很合理 第三件就像是赠送 张九卦头微微扬起 道 我爹也不是故意刁难人之人 你过来 跟我们上车 我抬手 做了一个招手的举动 张九卦立即朝着我走来 我微微瞟了合掷一眼 给了他一个眼神 转眼 张九卦就要来到我身前 我侧身 让开了路 看似这是让他上车 可实际上 也让开了我和合掷之间的空档 张九卦到了合掷的面前 也就在这一瞬 张九卦忽然身体一顿 他在抬头 眼中出现一抹惊慌 紧跟着 他强坐镇定 我想起来了 我爹还让我抄几遍挂金 才能出门 下一刻 他转身就要跑 合掷冷哼一声 他抬起手来 一把就抓住了张九卦的肩头 他一声惨叫 额头上都冒出了痘大汗珠 你们这是作甚 先师要求的事情可以不做 但你们何故对我一个孩子下手 惨叫之余 张九卦又拼命挣扎叫喊 还真是很聪明 我都没看出来 你怎么察觉到的 合掷说着 又轻贺一声 他抬腿一脚 揣在了张九卦的小腿上 张九卦倒吸一口凉气 直接就跪倒在地 杀人啊 这两个人 要杀先是阴阳宅里的书童 赶紧帮忙 又有一个声音 在人群中炸响 顿时 那些路人都嘈杂混乱了起来 顿空骤然闪身 进了人群里 下一瞬 又是一声惨叫 另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 从人群中被甩飞出来 重重落在了张九卦的身前 顿空快速回到我身后 他满眼的警惕凌厉 周围的路人 有要上前的动作 我抱拳 四方微微转身 同时攻身行礼 彼人李阴阳 自久和而来 未求见先师 已经同先师门前之人伤好 替开阳做三件事 这孩子 在开阳周边 以行骗为生 昨夜刚好骗到 我未进门的弟子头上 现在又来 框骗于我 还请诸位散去 我语气很谦逊 路人才露出恍然之色 他们有的就此散了 有的则 稍微退到远处 去看热闹 地上那孩子 眼中都是惶恐 还有几分绝望 张九卦猛地扭头 他睁大眼睛盯着我 眼中还有几分愤怒 只不过 这对我来说 却毫无意义 我冲着张九卦 伸出了手掌 同时还微微勾了勾 张九卦抿着嘴 嘴皮发白 要杀药寡 稀听尊便 你让你老婆按着我 右勾手 让我站起来 这不是戏耍我吗 张九卦小脸 也是苍白的 看得出来 他现在是强坐镇定 实际上 内心已经惧怕到极点 我只是让你教出来 你从忠良身上 骗的两条小黄鱼 我摇了摇头 道 一个孩子 我倒是无心戏耍 张九卦愣了一下 他忽然低下头 说了句 没了 没了 我皱眉 花完了 昨夜去醉香居度了一宿 还欠了半条小黄鱼的素费 张九卦还没说完 合置的眉头一束 他直接双手 踢着张九卦的衣领子 声声将他提起来 用力地摇晃 巴哒巴哒地声响 他身上至少掉下来 十几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 全都落在了地上 张九卦脸色大变 他惊慌道 你们干什么 昨天那蠢驴的两个小黄鱼 已经花没了 这些都是我的钱 光天化日 有人抢劫了 你的钱 小小年纪便不学好 四处芯片 这里十几个钱袋 却不知道是多少人 这几年救命的口粮 合置嗤喝一声 直接将张九卦往地上一扔 又指着张九卦鼻子道 十六七岁 活儿没长全 倒学着进烟花巷子了 张九卦被摔了个七荤八素 合置蹲身一扫 直接将所有的钱袋 都抱在了怀中 昨夜 你骗了中良两根大黄鱼 这些钱还不够赔 少的便是你欠下的了 合置话音冷冽 张九卦愣了一下 他眼珠子都瞪圆了 道 你怎么信口说来 明明是两根小黄鱼 我还了就是 怎么成了两条大黄鱼了 小黄鱼换来的麒麟 入了庙堂 给他们赚来的钱 齐只两条大黄鱼 合置将所有的钱袋 全都扔回了车上 他又皱了皱眉 低声说了句 这小猫贼 让我想到了徐白皮 小小年纪不唠叫 迟早会做出饿事 我们不要多打交道了吧 我示意让合置和顿空先上车 他们上去之后 我才和张九卦说了一句 聪明才智 要放到对的地方 你并非要行骗才能虎口 还不是骗 来得轻巧 你觉得 这是你的天赋 我提醒你一句 向游心生 你现在生着一张 机敏聪慧的脸 若干年后 却会成贼眉鼠眼之辈 早日行正路吧 你那些钱 我便交给忠良了 你大多从贫苦百姓手中骗来 便是用之于名 替你积德 说完 我转身也回了马车 车夫匆匆上来 赶车朝着城外走去 我下意识地从车窗 往外看了一眼 张九卦极为狼狈可怜 他一蹶一拐地 去搀扶地上 瘫倒的另一个孩子 张二 你赶紧起来 别装死了 他们走了 那孩子才翻身从地上起来 他却眼巴巴地 朝着我们车的方向张望 我迟疑了一下 拿起来的车厢里头一个钱袋 从窗户扔出去 张二眼疾手快 直接将其抓进了怀中 张九卦抬头 不过 我在他和我对视之前 拉下来的帘子 挡住了车窗 阴阳 你怎么还还给他们一个 何智愣了一下 他眼中显然有不满 承接够了 中粮吃得亏 刚好连本带利地讨回来 我当着众人揭穿了他 开阳 他不好行骗 总不好让两个孩子饿死街头 孩子 去烟花柳巷过夜 他还叫孩子 何智明显气不打一处来 我苦笑 心知何智 是想到了当年的徐白皮 才会那么大火气 我没说话了 这时候的女人 不好招惹 顿空也小心翼翼地 缩在马车角落里头 何智又说了几句话 这才开始收拢散落的钱袋子 等我们马车回了冯村 车夫将我们送到何家门口 才离开 我让顿空拿着所有钱 去后山庙子 同时也和他说清楚了方位 院内唐屋 和阿婆和何七月走了出来 顿空匆匆离开 我们将东西全部搬了进去 何阿婆显然有些尴尬 和七月却有点出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收拾完了所有东西 屋内的氛围就有些凝滞了 何智低声说了句 他去房间看书 就匆匆进了屋 唐屋里头只剩下我 何七月 以及何阿婆三人 何阿婆欲言又止 何七月更是微微抿着下唇 婆婆 问你一件事 我在他们想开口之前 先开了口 什么事 何阿婆略疑惑 杨江 是否有水尸鬼为祸 我问道 何阿婆点点头 道 却有此事 你们进城听说了 我若有所思 又道 我进开阳界内 沿途各地都在闹饥荒 天灾人祸 唯独开阳例外 不过这开阳 也快要有饥荒了 我依旧问寻 何阿婆点点头 轻叹了一句 开阳有先尸 可这天灾 天下无人能独善其身 况且 先尸还在闭关 半真半假 怪不得十片九成 我难难道 什么 何阿婆眼中有不解 无碍 我摇摇头 又告诉何阿婆 我要出去一趟 如果柳家道长回来了 让他们等我 何阿婆点点头 我立即转身 走出了堂屋 院内还有我们本来的马车 我解开一匹马 上马之后 静止朝着阳江的方向而去 我记得来时的路 没有用多长时间 就到了阳江 此时天色正亮 阳光照射在阳江上 波涛的江水显得格外的汹涌 江边不少渔船 江面上也有人捕鱼 可即便是大白天 这江水 还是有着一股阴霾感 好重的阴气 我在江边下马 往前走了几步 皱眉看着江水 这风水 我纵观前后 南南道 大江大河 一二十里来 不见回头 一条小干笼 之水 却未曾都见 开阳之声器 逐渐被带走 不应该 我微眯着眼睛 看着这条江 这里风水 是有问题的 没有戒指的江 就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行龙 会带走沿途所有声器 开阳明明有大先生 怎么会有一条这样的江 还是说 这江水的问题 是这三年出现的 可这也不可能 当年地图上就有阳江 我还让柳天牛找到这里来 现在的水 就像是洪水 可即便是没有洪水 这也是一条行龙 会带走开阳声器 大先生 居然视若无睹 我深吸了一口气 停下思绪 风水方面的问题 我暂且抛开 左侧刚好有一个渔明上岸 我静止朝着他走去 抱拳问了句 胸台 打问几句话 渔明停下来 擦了擦额头上的水 问我问什么 我直接就问了水是鬼的事情 这渔明脸色骤变 他赶紧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要来捂住我的嘴巴 我瞳孔紧缩 立即便闭上了嘴 这当然不是我怕 而是入乡随俗 这些渔明怕 我得稳住他们 再探问情况 那渔明招了招手 朝着岸上小跑过去 我跟上他 一直走到离岸边几十米的地方 他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又道 先生 你头一次来江边 这江边 可不心说那几个字 这几年先师不在 那些吃美枉两的东西 又出来作怪了 你可赶紧走吧 不然今晚 指定将那些的东西 把你脱江里头啃了脸啊 他话语中 竟是惶恐不安 啃脸 我眉头皱紧了不少 虽然没有直接说 但我却觉得怪异 水尸鬼很少 有啃人脸的习惯 更不会不让人说 他们都活在水里头 靠着吃死尸为生 也就是红河的水尸鬼太多 再加上被人计算 才会生生 从岸上拖走人 这阳江中 竟然也有这一类的水尸鬼 我思绪间 那渔明连连点头 他一只手挡在脸侧 极为警惕地看了一眼江面 才道前几天 有一艘货船上的人不姓邪 他们是外省来送货的 不但大肆谈论水尸鬼 甚至还说 要打两个上来烤了吃 结果当天晚上 全船人都被水尸鬼掏了肚子 一直到昨天 马山一桩的首饰人 才将尸体拉走 我瞳孔再紧缩了一下 点点头道 还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 渔明摇了摇头 他一脸的紧张 要说哪说得完 这几年 隔三差五就死人 没有一千 也有六百了 就希望先师赶紧出关吧 说着 他就朝着更远的方向 匆匆走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 再一次回到岸边 远眺江面 看着渔明来来去去 我心头的思索更多 时间缓缓地过去 天色开始变暗了 有一些渔明经过我的时候 还有好的提醒了我几句 说这地方天黑了不安生 赶紧回城里头 我回给他们一个善意的笑容 并没有离开 当时间逐渐到虚实中 也就是八点多的时候 天彻底黑了 水面上已经没有船只 只有岸边的码头边缘 停满了船 我身边的码 踢踏了两下蹄子 略有不安地 想要朝着远处走 我牵着江绳 轻轻抚摸马的侧脸 将其安抚 夜里头的水位 似乎上涨了一些 都快蔓延到我的脚边 我正准备去码头上 解开一条船 到江中央去看看 既然要在开阳 做三件事 其中一件是吃梅亡两 那男人所指的 应该就是水尸鬼 当然 这被张九卦听到 他利用这讯息来骗我 我刚好可以 顺手解决了这麻烦 不过 这件事情并不好解决 水尸鬼在水下 即便是柳家道士 都不好下去 我若弄不清楚 为什么这里水尸鬼那么多 就很难将其根除 迈一步朝着码头走去 还没等我上码头 远处却走来了一行人 他们还举着火把照明 我没有立即去动船 毕竟我是不问自取 再引发了误会 就平白耽误事情 不多时 那行人到了码头下边 为首的是一个断腿的瘸子 他一条腿上绑着木棍 借此保持平衡和走路 在他身旁 则是有两个年轻人 这两人模样极为相似 都约摸二十来岁 生着长长的马脸 其中一个偏瘦 另一个要壮一点 他们脸色极为苍白 就像是久不见天日一般 这一行三人上了码头 为首那瘸子 指了指西侧一条略大一些的船 那两个年轻人便静止往前 到了船前头 前头一个少年跳入船里头 很快就拖出来一个 被白布卷着的东西 我一眼就瞧见 那白布最中央是人的头发 那是尸体 年轻人往外拉拽 在码头上的那年轻人 又帮忙去抬 爹 这尸体还没有僵 回去还得灌毒 他家的人呢 咋不出来 偏瘦那个年轻人 话音有点公鸭嗓 那瘸子咳嗽了一声 他道 水里头溺死的人 能赶紧捞上来 已经不容易 他们是怕被水尸鬼盯上了 咱们赶紧走 瘸子说完 就要朝着码头下边走去 这时 他忽然抬头看了一下我的脸 他身体忽然僵了僵 露出几分茫然 其实我开始也在看他 死人身上的衣服 很眼熟 当然 不是说我最近见过的眼熟 而是这装束 分明是敢施将的 除此之外 他的脸也格外眼熟 时间虽然让他年纪增长 脸上皮肤褶皱了不少 但我还是认了出来 此人 是当初断腿后 和我们分道扬镳的马宝金 当年去拿通俏分金尺 我和蒋盘联手 却遭到马宽和马宝金的临时反水 险些折损在山上 再之后 马宝金在山上出事 我们下去救了人 马宝又一次反水 这一次 他放弃了马宝金的命 独自逃生 再之后 蒋盘重伤 我和马宽结仇 马宽走后 我们又将马宝金置信 他也独自离开 说要找一个地方 带着妻儿终老 当年的事情 我只记得这么多了 我万万没想到 居然还会在开阳看到马宝金 白天那渔民说的马山驿庄 居然就是马宝金的驿庄 马宝金 我思索瞬间落定 低声喊了一句 他身体一颤 紧跟着迅速低下头 你认错了 他声音都变了几分 迈着瘸腿上的木棍 朝着回反的方向走去 那两个年轻人 差一抬头看我 不过偏撞的那个 很快低头往前 他低声道 走了地底 瘦一些的年轻人 跟着一起下了马头 他一转眼 马宝金就带着这两个年轻人 走出去了十几米外 我微眯着眼睛 并没有跟上去 只是心头略有几分唏嘘 马宽死在我磕刀之下 没想到马宝金 却嬉下梁子 命数倒是庇护他 也能见到他和马宽的不同 我已经准备上前撑船 我瞧好的 刚好是他们拉了尸体的船 可远处的人影 却忽然变成了两个 我还听到哗啦的水声 惊慌的大吼声传来 你们这些畜生东西 滚 这声音沙哑粗众 分明就是马宝金的 另一个京剧的喊声 也传入耳中 放开我地点 我跟你们拼了 后边那声音赫然是 那个壮硕一些的年轻人 他一下子就朝着 水里头扑去 结果水面窜出 树道黑影 直接将他压入水里头 在更远方的水面上 则还有几个黑影 拽着一个人 飞速朝着江中而去 宝庄 宝义 马宝金的大吼 几乎破了音 下一刻 他脚步格外亮强 朝着我这边狂奔过来 可他一条瘸腿 刚跑了两步 一下子就摔倒在地 发出一声惨叫 我眉头紧皱 立即走上了那条船 不过我没撑船了 快速穿过船身 到了船尾 我纵身一跃入了水里头 朝着那些黑影 快速又去 夜空中的月亮 蒙上了一层黑雾 鬼月朦胧 阳江的水格外湍急 还透着浑浊 这种浑浊的水 压根就不能下潜 因为下去了 也不可能找到方位 我速度飞快 一直在追那些黑影 它们的速度 要比我慢一些 我很快追上了 大半的距离 勉强能分辨 应该有八个水尸鬼 分别四个拉着一人 它们现在也还没下潜 水尸鬼的水性 的确更强 可在这种水流中 它们应该也在 规避危险 更远处的水面上 隐隐约约 飘着一个苍白头颅 距离稍微近了一些 我才认出来 那哪是什么头 分明是一个白毛水尸鬼 它们是在找那 白毛水尸鬼汇合 再等白毛水尸鬼 带它们潜下水中 更深处 我瞬间推断出这个结果 双腿摆动的速度更快 放弃了追赶这八个水尸鬼 我直接朝着那 白毛水尸鬼游去 游动之中 我快速地取出来了捕刀 将其咬在口中 片刻之后 我就超过了那 八个水尸鬼 绕到了那 白毛水尸鬼的前头 灰暗的月光下 它苍白的毛发 紧贴着头脸 硕大的眼珠 几乎要从眼眶里头 瞪了出来 我飞速抽刀 爆发出更快的速度 它如同一条笔直的剑 同样朝着我冲来 我猛然停顿 刀从下方挥出 一道蟹线 骤然从水中出现 那白毛水尸鬼 在冲到我面前的那一瞬间 便被我用捕刀 从腹部开了躺 临死之前 它双眼都格外争獰是血 好似没有猜到 我只是一个人 却能够杀了它 并没有惨叫 白毛水尸鬼 便被水浪吞没 后方那些水尸鬼 却发出尖锐淒厉的叫声 顿时 它们就放开了 抓住的那两人 朝着白毛水尸鬼 快速游去 马宝金那两个儿子 显然简单地汇一些水 在水面上扑腾了两下后 艰难地朝着岸上游去 我没有在水中久留 快速顺着它们的方向上岸 差不多游出去 四分之一距离的时候 我接近了那两个年轻人 抓住略状那年轻人的尖头 低声道 拉住你弟弟 再接着 我静止朝着 岸上游去 马宝金都走到水里 能没入小腿的位置了 到了他近前 我才松开手 撑起身体 他立即去拉拽他的两个儿子 我上了岸 他们父子三人随后上岸 甩了甩头 我在您身上的衣服 马宝金颤巍巍地走到了我身前 砰了一下 他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他那两个儿子 却面色苍白 又面面相去 显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李先生仁义 没想到 再见面 又与我两个儿子 有救命之恩 马宝金声音沙哑 他侧头 低声喝道 马宝中 马宝夜 还不赶紧跪下 谢礼先生救命之恩 那偏撞的年轻人 显然就是马宝中 他砰的一下跪了下去 马宝义则稍微迟了一点点 我轻叹一声 道 起来吧 马宝金这才起身 随后他两个儿子才站起来 先前 你应该认出来我了 我再开口 马宝金低着头 很明显 他有些慌乱 局促不安 你在怕我 看来 马宽的事情 你知道了 我又到 马宝金刚好一些的脸色 又苍白了下来 他苦涩道 多年前 霸州那边 抓了一批挖坟绝木之人 听说是几个先生动手 抓人之后 交给了官家 其头目惨死 在那之前 我收到了马宽的信件 他说抓了你的仆人 想要找到你的下落 他想请我在一起下地 我当时没同意 他死有余辜 刚才见到先生 我心中始终有些难以言说 才静止离开 马宝金解释完了 我点点头 平静回答 冤仇已经了结 你未曾作恶 又到开阳多年 我并不会为难你 马宝金脸色更苦涩了 他扭头看了一下身后 道 李先生以得抱怨 我已经看出来了 再接着 马宝金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道 李先生 随我去一趟医庄吧 救了梁子 马某里应有谢意 我则摇了摇头 道 谢礼不必 我要问你一些事情 就当作酬金 显然 马宝金很懂规矩 他立即又点点头 我就直接问了他 这阳江之中的水尸鬼 他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马宝金迟疑了一下 才说道 来头 倒是不知道 只是差不多三年前吧 忽而一夜之间 就出现了大量的水尸鬼 第一查 死了好多人 全都被啃脸 这周边本来有捞尸人的 也在那天死光了 爹 没死光 还剩一个 后方 马宝中问声开口 马宝义连连点头 马宝金愣了一下 他低头思索半晌 才立即点点头 道 对 我差点忘了 还剩下一个 不过 他和死了 也没多大区别了 我头已询问的目光 马宝金猜道 当年 这杨江少说 有十余个捞尸人 因为此地水尸险恶 总需要人下水捞尸 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水尸鬼伤人那夜 十余个捞尸人联手行动 他们还提前给我打了招呼 让我们过去收水尸鬼的尸体 帮他们练尸油 结果 那晚上 水面都是血红的 捞尸人全军覆没 就在水面上 被啃得成了骨头架子 只有一个人逃了出来 他还被啃掉了半张脸 而且水尸鬼记仇 好长一段时间 都趁着雨夜上岸 想要把他啃了 之后 他就被逼疯了 时间一长 我还以为他死了 我皱了皱眉 又问道 那当年你见过 水面有多少白毛水尸鬼 不下二十 马宝金回答 我眼皮狂跳 瞳孔都紧缩了不少 白毛的水尸鬼 几乎老成了金 这里不下二十个 恐怕数量看比红河 甚至还要更多 想要除掉它们 单凭我肯定不可能 必须将它们引出水面 还得让柳正道 或是杨青山帮手才行 我微眯着眼睛 在飞速地推演思索 再接着 我问马宝金 他们一桩有多少尸体 马宝金愣了一下 他小声回答 近百 有的是赶尸匠存放 有的是十里八香 送来停尸 还没到下葬的日子 我停顿了一下 又道 我要借用二十具尸身 马宝金脸色微变 道 李先生 你不会是 想用尸体引水尸鬼出来 李先生 你听我说 水尸鬼太多了 即便你是地上勘于的先生 也没办法除掉它们 真的 水尸鬼太多了 若是这里有上百捞尸人 还好说 而且李先生你不知道 白毛水尸鬼二十多个 他们那些子子孙孙 都快进迁了 杨江这水尸 死人太多 他们口粮亦多 数量增长得飞速 这都三年了 谁知道又添了多少 我看 就是等那原先是出关了 都很难跟出了他们 除非借此 请来大量捞尸人 马宝金太焦急 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我抬手 拍了拍他肩膀 神色更为平静 莫要惧怕 此事 我能解决 并且 我也不会是一个人 先带我去见那活着的捞尸人 我又说道 这 马宝金露出为难之色 此时 那马宝中却翁声说了句 爹 你和弟弟先回去吧 我带李先生去 马宝金脸上苦味更多 他低声说道 宝义 去把尸体拉起来 我们先上山做准备 再接着 马宝金冲着我身身鞠了一躬 又道 先生 二十具尸体 二十家人 要是出事了 我这一桩就开不下去了 那些人家得把我另一条腿都拆了 宁可千万得有把握 他声音都略发抖 放心 我既然这样说 自有把握 马宝金脸上狠了不少 他又慎重地看了马宝中一眼 低声道 切莫出纰漏 带李先生去吧 马宝中立即就吭哧吭哧地往前走去 我跟在他身后走 约莫一刻钟后 离开了河岸 进了一条小路 又走了半盏茶的时间 来到了偏下游的一处村庄 这过程中 马宝中回头看了我几次 他那张马脸上露出看似憨厚的笑容 我但笑了一下回应 不过对这年轻人 我并没有什么好感 因为他笑的时候都鬼崖外露 看似憨厚 可眼睛略成柳叶形 即便是刚才的瓮声 都有一些飘忽 此人撒谎不少 更是贯偷 我们进村后 七绕八拐地走了不少小路 总算来到了一个破旧的院子前头 这院子的篱笆都塌了 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树棍 土屋的屋檐下头 摆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进院子 靠近门 我就闻到了一股酒臭味 他叫狗粥 脸烂了 老婆也跑了 现在天天喝酒 都快喝死了 我给他提前送了棺材 马宝中指了指屋檐下 我眉头微皱 点了点头 我还以为 这棺材是狗粥自己准备的和寿木 没想到 居然是马宝中送来的 这其中有一些小问题 马宝中的面相 并不是那么好心的人 不但贯偷 而且心眼也不会太大 现在的憨厚只是假象 他的面相已经在改变了 我思绪间 马宝中已经上前 重重地敲了敲门 片刻后 屋门被打开 露出来一张可怖的脸 半张脸是圆的 眼珠子满是血丝 还有很多斑点 他另外半张脸 则是烂的 满是球结的筋肉 没有一点完好的皮肤 就连眼珠子都没有 下眼眶缺了一块 浓郁的酒臭味 即便是让我也微微皱眉了两分 酒呢 嘶哑的声音从他口中传出 又脏又瘦的胳膊 搭在了马宝中的肩膀上 我带了一位先生来见你 老狗 马宝中笑了笑 他低声道 我只要酒 没有就滚 那狗粥顿时面目猙獰 一把推向马宝中的肩膀 马宝中吃痛地闷哼了一声 朝着后方倒去 我抬手撑住了他肩头 更为皱眉地看着狗粥的脸 狗粥又要缩回房间里头 我要除掉羊浆的水尸鬼 想要你帮忙 我微眯着眼睛 开口说道 狗粥愣了一下 他就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一只手捂着肚子 发出了更嘶哑的笑声 再接着 他都没回答我 就要直接关门 我松开马宝中 就要去挡住门 马宝中眼力见显然不差 他猛地一下前冲 砰就撞在了门上 狗粥一声痛叫 整个人都被撞翻在地 那扇木门差不多都要裂了 马宝中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 他粗重地喘息了两声 嗡声道 老家伙 好端端和你说话 你不听 狗粥撑起身体 他死死地看着马宝中 呸了一口 吐出来半颗脏兮兮的黄牙 小杂碎 不要以为 你送了我三年酒 又说给我收尸 我就不动你 小心我把你剁了下酒 马宝中显然脸色白了白 他立即就躲到了我身后 吃死人肉的 只有水尸鬼 这羊将的更怪异 活人的脸都啃 我的确要来除掉他们 既然你不想帮忙 我买你帮忙如何 我皱眉又到 总归你现在如同行尸走肉 好端端的捞尸人 手脚健全 连口酒都喝不起了 赖死了 还不如拼出来争一口酒钱 想来你是怕那些东西 老婆孩子都被逼走了 也不敢如何 我只让你跟一群尸体待在一起 留在船上 如果我除不掉那些水尸鬼 你就跑 跑了一次 应该能再跑一次的吧 我这一番话 说得很平静 不过 我却在细节之中 狠狠戳伤了这狗粥 在某些时候 言语更是利剑 狗粥也并没有封调 它不过是模样太丑恶 情绪太过极端了而已 狗粥那只毒眼更红了 它死死地瞪着我 朝着腰间摸去 你想找到吗 我又说了一句 你不想活了 想去得水尸鬼吃 还不如老子弄死了你 狗粥嘶哑地回答 它抽出来一柄 锈食了的补刀 我眼睛更迷成了一条缝 又道 那这样的话 倒不如你和我赌一把 我让你刺我一刀 你尽可能杀我 如果杀不了我 那你就干脆要不 拿了我的钱 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怎么样 狗粥压根没回答我 它干瘦的身体猛的一窜 直接就朝着我冲来 那锈食的补刀 直挺挺地朝着我胸口扎下 马堡中大惊失色 喊了声 先生 我并没有躲闪 就那么站在原地 叮得一声轻响 狗粥刀刺中我胸口 却没扎下去 反倒是他闷哼一声 手一滑 手掌直接落到了自己的刀上 拉出来了一道斜口子 他痛得倒吸一口凉气 登登登地后退 捕刀 啪的一声落地 马堡中被吓得不轻 狗粥嘶哑地说道 你穿着护身的锁子 我面不改色 从胸口拉了一下 被我拉出来的 是一块骨玉 骨玉的表面 留下一个细小的白点 我用大拇指摩擦了两下 那白点便消失不见 狗粥愣住了 他那半张脸 都变得格外呆滞 脸上的怒气猙獰 成了茫然 骨玉 你 也是捞尸人 狗粥的声音哆嗦了一下 我重新将骨玉带好 再接着一脚 将那补刀 踢回了狗粥脚下 拔出来糖庄下的补刀 屋内光线晦暗 只有一盏油灯 可我手头的补刀 却反射出一道 赠亮的白光 风锐无比 你已经不配做捞尸人了 补刀生锈 你都握不紧刀柄 还惧怕了水尸鬼 赖活着都是煎熬 狗粥眼睛更红了 不过 这一次并不是那种心红 而是透着另一股煎熬的情绪 你要我怎么做 狗粥声音站立 语气更嘶哑了一些 我深深地看了狗粥一眼 才说道 这几日内 我会做一些准备 会用一些尸体 再加上你 饮水尸鬼出来 那些东西既愁 没能吃了你 一定令他们心有不甘 尸体不够诱惑力 有你一定足够 然后 我会除掉他们 狗粥身体一抖 再抬头 他死死地看着我 他更多的 还是看着我身上的衣服 胸口喘息起伏了一下 你不是捞尸人 你是先生 是捞尸人 也是先生 我爹和二叔 都是捞尸卫生 我摇头解释 当了捞尸人 还能做先生 狗粥眼中又有了茫然 再接着 他才颤巍巍地 捡起来了补刀 低声说道 我跟你去 愿赌服输 我不是闹肿 他们太多了 我弄不掉 除了魂恶度日 我还能怎么办 我老婆 没有跑掉 她本来是打算跑的 结果我听说 她半途被拉进水里了 那些畜生 害得我段子绝顺 你真要能把他们连锅端了 把我扒光了 挂在岸边 勾他们上岸 我都不咒没半点 狗粥的嘴边 溢出来了血 显然是他咬破了牙关 他这番话 却让我挣住了一下 闭了闭眼 我才低声道 差不多时间到了 我让马保中来找你 转身 我往外走去 直到门前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 说了句 看在同位捞试人的份上 帮了我之后 我可以替你补一挂 你这年纪 还未到香火断绝的时候 说完 我就走出了门 马保中很快就跟上了我 他吭哧吭哧地 喘了几口粗气 不多时 我们就出了村 我告诉马保中 让他现在直接回他们一桩 做好准备 时机到了 我准备齐全之后 会找人来通知他 马保中娜娜地点点头 他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了 我顺着回到了之前的河边 马还在原地 上马之后 我并没有立即回逢村 而是前往长青道观那座山的方向 花费了约莫半个时辰 我到了山脚下 又进了小路 来到了破道观里 观内还是无人 刘正道 杨青山依旧不知下落 我要除掉水尸鬼 就必须有柳家道士的帮忙 可已经几天时间了 他们究竟去了哪 我在院内站了许久 仰头 眯着眼睛看天 我又想到了一个人 柳化烟 之前我险些忘了他 因为只想着柳天牛 当年柳化烟从唐镇离开 肯定早就到了开阳 他呢 也和柳天牛在一处 柳家道士的方位挂 是正挂 可这一次道士太多 这几日东方我也去过 留意了没有他们的下坡 想要更准确地找到他们 就需要真正的起算和落挂了 我是有柳化烟的生辰八字的 思绪至此 我取下来了长木匣 拿出来金蒜盘 又迟疑了片刻 我进了堂屋内 将金蒜盘放在木桌上 我便坐在旁边 拨动了蒜珠 可我只是拨了一刻 蒜珠却像是汗死在了蒜柱上 怎么都打不动第二刻 我脸色变了变 柳化烟的挂 我居然算不了 我从未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 历代地相看于先生的游记之中 都未曾提起 居然还有无法起的挂 我额头上滋生出来了 豆大的汗珠 盯着金蒜盘许久 夜空中的雾气散去了 皎洁的月光落进了院内 有一部分到了堂屋里头 照射在桌上 金蒜盘反射出微弱的金芒 我深吸一口气 稳定心神 闭眼之后 手指再一次落在蒜珠上 这一次 我极为用力地拨动蒜珠 可指尖却传来一阵剧痛 我闷哼一声 胸口一阵脚痛 抬手 我死死地捂着心口 身体却朝着旁边 颤巍巍地倒了下去 我呼吸格外地粗重 那静盘的疼痛却更强 这下我大致明白了 这是反噬 柳化烟现在的命数 一定是变了 要么是她这几年变得太强 强过了柳天牛 要么就是她得到了大机缘 大造化 命数变得比我还厚重 我算不了她的命 才会遭到反噬 静力平稳呼吸 静盘的感觉稍微弱了一点点 耳边却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 似是有人在靠近这破道罐 我还听到了一个弃脑的话音 自打我张九卦行走江湖以来 十年了 哪吃过那么大的亏 张儿 你晓不晓得 你当年没奶吃 我就说了几句话 让个妇人天天先给你喂奶 才把你养大 眼看我就要存出来三条大黄鱼的钱 能找一位先生收我 结果 那李阴阳 他居然把我身上的钱 都给洗劫一空 简直是气煞我眼 他还揭穿我们兄弟 开阳是混不下去了 另一个声音略有怯懦 哥 这两年到处都闹饥谎 咱们也不能出去 再不借 他们不是没拿完吗 还剩下一个钱袋 下一刻 我就听到了清脆的一声暴力 一个 他老婆拿了我快二十个钱袋 枝丫的声响传来 院门开了 月光清幽 院门处 两道影子拉得极长 其中一个是戴着眼镜 原貌的张九卦 另一个便是瘦瘦小小的张儿 张九卦气得腮帮子鼓起 张儿捂着自己的脑袋 一脸的苦涩 可哥 你不是想骗他教你算命的 张儿又小声说道 张九卦扬起手 又要敲在张儿的头顶 他的动作忽然僵住了 下一刻 他扭头朝着堂屋里头看来 我和他对视 张九卦正住了一下 我眼皮微跳 心头却隐隐一沉 稍微咬了一下舌尖 刺痛刺激我身体 静完的感觉稍稍消失一点点 不过 我还是很难做起来 身体没有恢复 张儿同样看向了我 他脸色一变 惊到 李 李什么李 李先生 张九卦一巴掌 拍在张儿头上 他顿时一脸笑容 朝着堂屋内走近 在这过程中 张九卦极为小心地打量我 随着他越来越近 他眼前越来越亮 额头上却开始冒汗 看他的表情 就像心里头天人交战一般 随着张九卦到了堂屋前 他舔了舔嘴角 忽然道 李先生 你闪着腰了 我 双手撑在地上 我又要坐起来 可胸口的脚痛和静卵 又稍稍加剧两分 手指有温热感 地面上 被我压出来挤到带着血的纸痕 哥 他动不了 张儿吞咽了一口唾沫 猴杰都滚动了一下 咱们要发财了 张儿又难难道 一瞬间 张九卦的脸 都笑开了花 他也舔了舔嘴角 男男道 发财 不 张儿 我就说你 没有眼见 咱们这是机缘道了 说着 张九卦快速走至我面前 他解开了腰间的裤带 显然 他们两兄弟这种事情 干了不止一次 张儿飞速地过来 把我的手掰到了后背 张九卦 则快速将我双手捆住 再接着 他们两兄弟 就快速在我身上翻着 我脸色开始变得难看起来 张九卦 迷途之反还来得及 否则一步错 我还没说完 张九卦就笑眯眯地看着我 他道 李先生 迷途之反 你说得轻巧 当年我跌入了航母 他一走了之 就没再回来过 我们的村子 遭了那些王八高子洗劫 全村的女人都给抓走了 我娘抱着我弟弟不肯走 硬生生给人捅死 我躲在房间里头 不敢出来 等那群杂毛走了 我才掰开他尸体 把我弟弟拉出来 迷途之反 我只知道 要活下去 还要有本事 张九卦说得看似很轻松 甚至脸上的表情 都还是带着笑容 可他眼中的恨意 却极为深邃 一旁的张儿 却有些木讷一样 很显然 这种恨意 他没有完全体会 我没头紧皱 张九卦脸上的笑容 却逐渐消失了 他抿着嘴 眼神逐渐变得愕然 李先生 你堂堂一个先生 居然连个钱袋子都没有 你的钱呢 张九卦瞪着我 伸手要来抓我衣领子了 这会儿 张儿却赶紧抓住了 张九卦的手 他略有几分小心翼翼 哥 绑过了 搜过了 你别再动手 咱别把他得罪死了 张九卦一把甩开了张儿的手 他胸口直喘气 却没来抓我了 他嘀咕了一句 先生不可能穷 还拿了我不少呢 藏鞋底了 说着 他的目光却斜着往上一抬 下一刻 张九卦呆滞了 他直勾勾地盯着桌上 金 金子 张九卦猛地站起身 直接到了桌前 朝着金蒜盘抓去 再下一瞬 他抓住了金蒜盘 劈啪一声轻响 是金蒜盘的蒜珠 巧合地拨动了一下 在下一刻 张九卦僵直地站在原地 他直挺挺地 朝着后方倒去 碰 张九卦板直地倒在地上 他双眼紧闭 显然是昏厥了 张儿被吓傻了 他惶恐地喊了一声歌 铺到张九卦身边 用力摇晃张九卦尖头 张九卦还是闭着双眼 一动不动 我瞳孔也是紧缩 盯着张九卦又稍微撑起头 看了一眼桌上的金蒜盘 隐隐约约 我瞧见第一颗蒜珠 动了一点点 我刚才在算卦 要拨的方向 是柳化烟现金的命数卦像 可我却被反噬 张九卦不偏不倚 顺着我的方向压了下去 所以他才直接倒下 可一般人 又怎么可能拨动金蒜盘 我哥要死了 你救救他 张儿惶恐地跪倒在我面前 他用力朝着我磕头 与其更为恍然不安 过了这一段时间 那种静完的感觉消散更多 我稍稍恢复了一些控制了 手在身后扭动 张九卦和张儿绑的绳子 不够死 毕竟两个孩子 不是专业的匪徒 我对于人骨头更了解 捞试人捆尸的法子 也五花八门 片刻 我就正脱开了绳子 我手还没抽出来 张儿就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 他又慌乱地说道 我松开你 我双手直接从身后抽出 张儿吓得往后一退 不过 我没有对他动手 而是探手到了张九卦的鼻翼下 张九卦的呼吸 虽然薄弱 但是平稳 并没有生命危险 我抬手 掐住了他的人中 用力一按 张九卦双眼颤微微地睁开 他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我这才松开手 张儿几乎喜极而泣 立即将张九卦搀扶起来 我粗重地喘息了一声 起身 将金算盘装进了长木匣里头 挂在了肩头 回头 我瞥了一眼张九卦 张九卦呆呆地看着我 他眼中更多的是茫然 还有隐隐的惶恐 显然 刚才金算盘 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我眼睛又微眯了一些 摇了摇头 说道 不要乱碰先生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教训 明白了吗 张九卦脸色苍白 他点了点头 我又想到 刚才动了一点点的蒜珠 便开口说道 你应该走正路 你或许有一些机缘 张九卦摇了咬牙 他声音沙哑不少 道场的先生 还有长青道观的道士 他们的缘分 都要淫缘 我也不想一直招妖撞骗 我想报仇 可那些杂碎 已经被赶走了 我就想好好地活下去 以后不再被人欺负 我听到你和阴阳宅里 那个人说话了 地上堪于上一代的阴阳先生 都比原先师还厉害 你也肯定很厉害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的机缘 在何方 说着 张九卦就跪在了地上 他几乎整个身体 都拜扶在地 声音格外地恭敬和虔诚 我低头看着张九卦 莫名的 我却从他身上 感觉到了几分熟悉 这感觉很薄弱 可即便是薄弱 依旧让我觉得 有似曾相识 当年我不也是一样 身怀着血海深仇 只剩下一个人 闯荡着阴阳界 张九卦要比我好一些 他还有一个弟弟 可他也要惨一些 因为他的仇人 已经难以触碰 还有 他的机缘不如我 我有二叔 许叔和鬼婆 师尊 柳天牛 蒋盘 廖成 等等 他们莫不是一师一赴 便将我是同兄弟手足 张九卦 就只能带着一个包地行骗了 思绪至此 我又说道 你想要好好活下去 便更需要行正路 走入外门邪道的人 我见了很多 没有一个有善终 要么伸手一触 要么魂飞魄散 张九卦颤巍微地抬起头 他又俯身败了下来 我沉默了一下 才开口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机缘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你去洪元县 那里有一个遗龙道场 找到里头 一个叫做唐九公的人 便说 我叫你去的 要是你有资质的话 不需要银元 也能学到本事 说完 我抬手一甩 一枚六腹符的铜片 落在张九卦面前 不再停顿 我静止朝着院外走去 后方 传来喷喷喷的声音 分明是张九卦在磕头 当年关于唐九公 我并没有多管他的后续安排 一龙道场更多的布局 是蒋盘帮那些英树先生做的 唐九公也是他安排下去的 那些先生里头 只有唐九公年事大 其余人都有可能有变动 唐九公的变动最小 点拨一下张九卦 若他真能有几分出息 也就当我做了一件好事 毕竟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走在正路上行好事 要比他走入歪门邪道强太多 多一个先生 少一个恶人 这世间也会少死很多人 出了小破道观 我便上了马 扬起鞭子 我一抽马屯 马儿思鸣一声 朝着前方跑去 出了山口 我就朝着何家村赶回 等到了何家村的时候 时间都已经过了紫时了 何志还没睡 在堂屋看书 我下马 他就迅速起了身 朝着我走来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何志醋梅 略有几分疑惑 出了一些小事 我去了一趟洋江 遇到了一个旧人 然后我又去了一趟破道观 没找到柳道掌和青山 我解释的时候 何志的手 拉着我胸口的衣服 他紧皱着眉 衣服是湿的 你下了水 还有 你的手 何志立即就拉着我的手腕 烛光映射下 我手指上有很多道蟹线 就像是裂开的伤口 我轻叹了一口气 将今晚发生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何志则惊愕不已 马宝金 居然还有两个儿子了 杨江下头 那么多水尸鬼 会不会和洪河的事情有关 你以前都可以算柳花烟的卦 现在却算不了了 柳道掌和杨青山 何志话音 愈发沉重 再接着 他又低声说了句 张九卦不过是一个 招摇撞骗的小子 你居然让他去 遗龙道场 当年 我也只是一个阴生子 我轻叹了一声 道 多一句话 少一个走偏路的人 并没有什么不好 何志正了正 他抿了名嘴 道 好吧 接着 何志面露迟疑之色 道 那杨江的事情解决了 三件事就少一件 为了顿空着想 咱们不能拖延更久了 没有柳家道士 鬼婆子过几日要全部来 让鬼婆子们动手呢 我心头微灵 低头在思索 水尸鬼很凶 鬼婆子擅长伸手 可只有柳正道和杨青山在这里 我才有把握 我们没有损伤 一旦鬼婆子不是水尸鬼的对手 必定会伤亡惨重 十一间 我摇了摇头 何志咬唇 他没有开口说话了 我觉得 或许可以试试 和阿婆略显苍老的声音 从屋外传来 回头 我就瞧见他皱巴巴的脸 本来想让七月侍奉顿空 可阴阳你也不同意 何家想要得到先生更多的庇护 总不能什么都不付出 再者说 水尸鬼近年让灵河的村镇都困扰不已 何家很多鬼婆子也受影响 根除了 是有好处的 何阿婆停顿了一下 又说道 还有 你们刚才说 为了顿空 虽然老婆子不知道 到底是为何 可顿空 是我何家的小辈 如此天资纵横的孩子 和家当鼎力帮助 何志面带喜色 他轻易地看着我 我又沉默了一下 才低声道 三天 再等三天时间 如果我找不到柳道长和青山 就这样做 何阿婆立即点点头 他脸上的褶子 都笑得叠在一起了 如此甚好 何家的人远一些的 赶来也还需要几天时间 明儿应该能到一部分 我先让七月安顿到村里住下 我双手抱拳 低声道 多谢何阿婆 我对何家 也必有仲谢 何阿婆笑眯眯地说道 仲谢的话 倒不如让顿空以后 做何家的主事鬼婆 如何 我脸色一僵 何志眼中的喜色 就更多了 此事 再等顿空大一些 再一把 何家之主 若是成了外星 这又怎么让何家 其余人负重 何阿婆摆了摆手 道 阴阳 此事你就无需担心了 这一次 你让顿空先一显身手 他那头画青的狼翱 足够让所有鬼婆子 不敢开口说话 何阿婆眼中 带着充沛的自信 我瞥了一眼院内的赤翱 他稍微仰起来头 打了个哈气 我迟疑了一下 才点点头 何志笑着挽住了我胳膊 和阿婆也没开眼笑 就在这时 何志才忽然想起来 什么事的 说道 对了 婆婆 帮我一件事 收一个孩子入门吧 孩子 你们还有孩子 何阿婆眼前一亮 何志脸色泛红 他低声道 不 不是 是前几天我们来的时候 出的一件事情 刚才和阿婆那眼神 其实也让我有几分不自在 这些年来 此前顿空身体不好 此后 我们遇到的事情太多 我和何志 也无暇再要一个孩子 若是此番以后 能平稳下来 倒是可以考虑 我思索间 何志已经将 陈家村的事情说完了 和鬼婆轻叹道 天生木芒 若是想当个正常人 的确是废了 可做鬼婆子 倒还真有几分可能 眼下不能失误 胆子便会很大 瞧见尸体 便没那么怕了 再等个两三年 他能牙牙血雨的时候 我去一趟陈家村 何志亲生和何鬼婆道谢 再之后 何鬼婆才说 让我们去休息 有什么事情 等明天再说 他回了房间 我同何志进了屋 临休息的时候 何志提了一句 他想是试算一下柳化烟 我拒绝了他这个建议 我已然是阴阳术大成 都被反噬到这个地步 何志都没出黑 要是被反噬破了心神 那就坏了大事 他性性然 作罢不再多提 休息了一夜 次日醒来 我叫了何志一些 关于宅经他不懂的地方 在之后 我们去吃了早饭 他回房间看书 顿空依旧在院内学服 赤鸥懒洋洋地 趴在院里头晒太阳 和阿婆又出了门 和七月则一会儿 看顿空画符 一会儿去赤鸥身边 喊上赤鸥几声 赤鸥却压根不搭理他 暂时没有别的事情 我在院内躲步两圈 便离开院子 朝着罗家的方向走去 罗忠良的事情 有安顿 可罗家的其余事 我还没处理好 不能只给钱 和叫罗忠良 想要罗家后辈 有余英庇护 他家那穷宅 就得好好的处理处理了 不多时 我便到了罗家院子 让我愣了一下的事 不过两天没来 本来的破烂篱笆 居然被修起了 一道崭新的围墙 干净的红砖 看上去都整洁了不少 院门也换了一道新的 我脸上多了几分笑容 罗忠良误会罗英婆多年 罗丽憨厚 但罗家有个好媳妇 抬手敲了敲门 院门很快就开了 开门的正是黄秋兰 李先生 黄秋兰脸上浮现出惊喜 赶紧将我让进了院内 我进去之后 一眼就瞧见罗丽和几个村民 正在修缮西侧的屋子 罗忠良在旁边站着 手头拿着个烟杆子 他头上还戴了个崭新的帽子 看上去要体面了不少 要翻新宅院 我问寻了一句 黄秋兰连连点头 他赶紧喊了句 爹 当家的 李先生来了 罗全民立即回过头 罗丽还在屋檐上头堆瓦 他抬头看我 憨厚的脸上 竟是笑容和恭敬 李先生 罗全民急步走过来 我和善地又笑了笑 才说道 先让罗丽下来 这宅子不翻新了 我看了看你家的院子 地势还算不错 可以点一个洋宅 推了这旧宅 所有屋子重新修建 钱这方面 我会让这儿给你们备齐 罗全民呆呆地看着我 他喃喃道 这怎么使得 李先生 你已经 我抬手 打断了罗全民的话 黄秋兰激动的脸上 都是红韵 他深深地和我鞠躬 罗丽更是哀忧一声 从屋檐上摔了下来 不过他体格子壮硕 除了摔了一头灰 倒是没损伤 他吭哧吭哧地跑过来 满脸憨厚的笑容 不停和我道谢 我走进了堂屋内 坐下来之后 便取出来马指 地纸笔 天干燕 略作陈宁 我便开始画图 约莫半个时尚后 一张草图勾勒而出 我点了点头道 此宅新子孙 或是开枝散叶 或是出大能之人 至于钱财 这些本是外物 只要能出有德之人 生活便总会无忧 若是我光给罗家钱 空以后无人能守之 我思索之后还是觉得 人才是唯本 罗全民连连点头 他低声道 李先生说的是 人才是根本 要是以后罗家的孩子 都能有出息 又怎么会怕饿死 罗丽就只是点头 黄秋兰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忠良呢 很显然 黄秋兰这个母亲 更关心自己的儿子 我笑了笑 道 忠良 必成大器 黄秋兰的眼中 就只剩下惊喜了 我在罗家吃了一顿饭 这期间 罗全民问了我不少 关于当年罗英婆的事情 我将能记得的 一一都说了 罗全民唏嘘不已 差不多一点多的时候 我才起身离开罗家 等我回到和鬼婆院中的时候 院内 杨青山居然回来了 只不过 他脸色很不好看 背负着双手 站在院中央 眼神很沉重 虽说他不过十四五岁 但用了压阵神咒的血咒 消耗了兽缘 现在二十来岁 已经给人一种 沉稳和锋芒并存的感觉 他这眼神 让我心头同样一沉 我急步走到杨青山跟前 青山 柳道长呢 出什么事了 我直接就问道 他和柳正道一起离开 现在只有一个人回来 这两天 道观里头也没人 再者 他这种神色 就让我心神极为不宁了 他没有出事 此时在别处 杨青山回答 不过 他眉头皱得更紧 眉心都郁节出来了树文 我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心头又悬起来了几分 他没出事 我瞳孔一缩 南南道 难道是大长老 出了什么事情 这几天 我找过你们两次 都没找到人 我语气都严肃了起来 杨青山沉默 他复杂地低下来了头 堂屋中其实还有人 和志和顿空 和阿婆和和七月都在 不过他们都没敢说话 静若寒蝉 是杨青山的神色太严肃 让他们不敢发出声响 我心开始沉了下去 声音都沙哑了不少 一字一句道 大长老 在什么地方 难道他 杨青山这才摇了摇头 道 他没死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你不要再卖关子 我声音控制不住 大了几分 直接带上了严厉 你见了他 就知晓了 杨青山复杂地说道 文言 我稍稍松了口气 可随之 我心腹而又沉下去不少 杨青山如此凝重 柳天牛如今是什么模样 杨青山往渊外走去 我顾不上去同和志顿空说话 紧跟着他而去 踢他的声响传来 杨青山的马从路另一侧跑到了我们跟前 他先上马 我随后 出村后 杨青山便扬边侧马 他最开始走的是东方 再之后又变换到了东南的方向 约莫一个十分左右的路途 马停在了一个极为寻常的村落外 我们下了马 徒步进村 这村子极为贫困 所有房子都是土墙篱笆 比之逢村相差甚远 等我们到了村中央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稍微大一些的院子 和其他村民院子不同的是 里头没有养鸡鸭 反倒是干干净净 在院子中央 跪着一个人 此人 赫然是柳正道 院子另一头的屋子便不是土屋了 而是村中仅有的一间砖瓦房 其中传出一些质子的声音 似是在送读什么 我皱眉看着柳正道 又侧耳倾听屋内传出的话音 我正住了片刻 有了几分猜测 杨青山没有经院 驻足在院门口 我也站在院门处 静静地看着封闭的屋门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天色开始发暗 焦阳成了夕阳 屋门终于开了 一窝蜂跑出来的 都是约莫七八岁的孩童 他们朝着院外涌出 有一些孩子 甚至都撞到了柳正道 柳正道无动于衷 等所有的孩子全部离开后 又有一个身影从屋内走出 当那人彻底走出屋外后 我的脸色抑制不住地大变 他的确是柳天牛 只不过 这十余年未见 柳天牛的模样 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 他的容貌 是个威严肃然的中年男人 仅仅十年 他居然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索 腰背不再挺直 头上的高官不再 他眼皮搭拉下来 身上弥漫着独属于老人的死气 怪不得杨青山是 那副复杂 严肃 又沉默的表情 对于他来说 柳天牛也是 让柳三元 秋天元格外郑重 小心对待的人物 我同样和杨青山 说了不少关于柳天牛的事情 可现在看柳天牛 俨然和一个普通老人 没有区别了 柳正道的身体 微微颤抖着 好大一个男儿 眼眶泛红了起来 想来这几日 柳正道的眼睛 已经不止一次泛红了 我脉步走入了院内 面色更为沉默复杂 柳天牛停顿下来了身体 他咳嗽了一声 语速缓慢平静 李阴阳 许久不见 我同样停顿 刚好站在柳正道身侧 双手抱拳 我弯腰到了 能弯下得更深 大长老 好久不见 我抑制不住 声音微微有了颤抖 哼 那你是要来和我续救 还是和这个不听话的逆子一样 想带我离开 柳天牛笑了笑 他语气依旧平缓 我 我张张嘴 再看跪地的柳正道 再加上柳天牛的话 我明白了更多 大长老若不想走 又有谁能将你带走 只是 阴阳心中有太多疑惑 大长老续救 可否为我解惑 我轻叹一声 说道 我这把老骨头 天天和孩童们说话 倒是有些困倦 你想听 我便说吧 说着 柳天牛朝着右侧走去 我跟上了他 杨青山跟在我身后 柳天牛脚步微微一顿 侧眼看杨青山 我和他一样 杨青山抬手指了指我 如此可叫 柳天牛的眼中有满意 跟着他走了几步 便到了旁侧一个屋子里 简简单单的浓屋 墙角摆着浓具 墙上两道门 一个是厨房 一个是起居的卧室 柳天牛让我和杨青山坐下 便进了厨房 一刻钟后 他端着两碟子素食 以及几碗青粥出来 坐在我和杨青山面前后 他将食物分给我们 我才瞧见 他的左右手腕上 居然有两道很深的伤口 伤口早已经愈合 成了疤痕 这么近距离看 他的手是微微发抖的 就像是刚才端菜都用了他不少力气 大长老 您的手 我声音低雅问询 嗯 前些年 出了一些事情 天干和赤心找到了我 自那之后 我时常被他们烦扰 他们想要回去 说 要主持所谓的大局 大局 他们焉能体会 什么叫做大局 蒋先生运筹帷幄的计算下 才是真正的大局 他们 始终愚钝 想要回去 不过是我在柳家为最强 辈分最高 索性我挑了一部分手筋 柳天牛这话说的轻描淡写 可与我来说 却像是惊涛骇浪 自断手筋 也对 除了柳天牛自己 谁还能够将他伤到这种程度 我心头有了懊悔 之所以柳天干和柳池心能找到他 还是因为我补挂计算 说出他在开阳范围 阴阳 你在想什么 想你不该说 我在这里 是吗 柳天牛再次开口 我苦涩 低声道 二长老和赤心道长和您说了 柳天牛摇了摇头 他道 天干的嘴 就和枪族祭坛下的磐石一样硬 他并没有说是你透露 不过除了你 除非地上堪余 还有一个传人 否则没人能找到我 我正了正 脸上苦味更多 这时 柳天牛脸上 却露出了几分笑容 又道 不过 他们两个始终是听话了 我和他们说明了蒋先生的安排 还有你的卦象 他们安安分分地离开 我这一切 都是为了枪族 四方之命 便安稳留在四方 枪族 柳天牛喃喃 他看着屋门外 眼中还是出现了浓郁的思念 一旁的杨青山没说话 他眼中更多是复杂和正然 盈阳 你还想问什么 尽可能问吧 我时而能梦到师尊 就快从这句皮囊中解脱了 柳天牛的眼中 又露出几分轻松 我脸色在变 视线盯着柳天牛的眉头 人中 柳天牛实在是太衰老了 他眉毛脱落了很多 人中也有了许多褶皱 他废了手精 相当于几十年倒数修行 一朝散去 没有了充沛的二五精气 损耗了自身 寿命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影响 我许久都没说出来话 最后才重重地叹息一声 大长老 我本来想说 您何苦 但那话 如了您的意志 阴阳对您之坚韧之心 敬佩 您 随我去冯村住吧 让这儿和我儿顿空照亮您 柳天牛摇了摇头 他拿起来筷子 开始吃粥 加菜 阳青山同样拿起来的筷子 随着柳天牛一起加菜吃饭 我站起身来 抱拳 躬身 是请柳天牛答应的动作 过了许久 柳天牛吃完了饭菜 他放下碗筷 阴阳 若是有一日 你有同我一样的心 你就会觉得 山林小村之中 一方小院 几个孩童 便是你最后想要的宁静 我这一生 教了很多弟子 最得意的有三人 三元 锋芒毕露 他的胆量却太大 若非你和蒋先生 他可能会被我清理门户 郑道 是我儿子 他本身人如其名 可我没想到 他居然这么偏激 跑出来便罢了 他还想杀回去 将枪足闹个天翻地覆 至于化焰 柳天牛摇了摇头 他轻叹道 他太自信 就如同我年轻一般 自信 便只信自己了 若是他一路平稳 走下去还好 若是偏了 恐怕不会善终 我很失败 没教好儿子 没教好弟子 临游进登窟之前 还是想再教一些孩子 柳天牛说完这番话 他将碗筷收拢起来 朝着厨房走去 杨青山起身 他侧眼看我 许久之后 他道 走吧 我眉头紧皱 因为我 无法完全将柳天牛的话 感同身受 只不过 我们不可能改变 柳天牛的信念 转身 我和杨青山走出了屋门 杨青山转过身 他却跪倒在地 冲着屋内磕头了三次 我正住了片刻 杨青山的叩头 让我完全没有预料到 这世上 有很多人各行其道 我爹走的是一条道 师尊走的是一条道 前大长老 您顺的是命述的道 如您所说 一切 为了枪足 杨青山 也会为了枪足 如您一样 可舍己为道 杨青山的话音 认真到了极点 我看见柳天牛 回到了那侧屋门口 他略有思索地 看着杨青山 不过 柳天牛没有再开口说话 片刻后 杨青山站起身来 他不再游移 转身朝着院子的方向 走去了 我停顿了许久 又和柳天牛 居了一躬 我将这儿和顿空带来 和您行礼 您不愿离开这里 我便让顿空多来侍奉 柳天牛没回答 我往后退去 跟着杨青山 一起回了院内 柳正道依旧跪在地上 他不曾起身 柳道长 我轻叹了一声 又道 大长老心意已定 柳正道没回答我 他还是保持跪着不动 我心知劝说无用了 每一个柳家道士 都有各自坚韧的信念 这必须等柳正道自己想通 三天内 我打算联合合家鬼婆子 解决杨江内水诗鬼 若是柳道长能想通 便来找我 我又说完了这句话 这才示意杨青山随我离开 出了村之后 杨青山的马跟上了我们 不过这一次 杨青山却没上马的动作了 走了一段时间 杨青山扭头看我 他开口道 我大致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和杨青山对视一眼 沉默 我没说话 我想要杨青山见到柳天牛后 被柳天牛教导 改变 虽然我没达成所愿 柳天牛自己费了双手 但是 杨青山已经受到了柳天牛信念的影响 否则他不会跪下叩拜 师尊所求和前大长老相同 同是为了枪足 可现在 我却不确定我爹的想法了 我要回去一趟 杨青山说道 我眉头微皱 此时我略有迟疑 这是时间问题 我没有打算 现在将杨青山从身边放走 还没等我说话 杨青山又开口道 你在犹豫 关于藏影关山的事情 不过现在 你不需要告诉我 这一趟反程 我需要问我爹几件事 你们所说之事或不是作假 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误会 我需要弄清 之后 我会来找你的 届时若是需要 你再给我藏影关山的下落 我点点头 道 好 我在看杨青山的眼神 就透着几分深意了 小心 抬手 我拍了拍杨青山的肩头 嗯 杨青山又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 我问他 我以为你会让我再留一段时间 杨青山摇了摇头 他语气有几分其他 我说不出的意味 你既然说了要走 我总不好抑制你的想法 再者说 我抑制不了 我如实说道 杨青山笑了笑 他伸手抚摸马身踪毛 又仰头看天 玉师曼说会阴阳 自处堆立金木棠 不按仙金声狂语 只凭几件自称阳 李阴阳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雨霸 杨青山纵身上马 他扬起鞭子 重重一抽马屯 一声嘶鸣 那马化作一道残影 很快便消失在了我视线中 我在远处站了许久 莫名的 我生起了一种 惜别和怅然之情 和杨青山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我的确将他当成了好友 却不知道此行 他何时会再归来 若是他和秋天元之间 闹出矛盾 他是否能够自保 虎毒不食子 这件事情在秋天元身上 似是不成立 天色越来越暗了 月光灰洒 透着难以言喻的孤寂 我不再停顿耽误 朝着冯村的方向返回 等我回到冯村的时候 又到了后半夜 何志依旧在等我 他略有几分不自然 低声问我 发生了什么事 大长老怎么样了 我停顿了一下 便说了今天的所有事情 何志呆呆地看着我 喃喃道 自废道横 他低头沉默 道 水是鬼的事情解决了 我就带顿空去见大长老 让顿空行碗背里 我说了的好字 这时 何志又略不自然地 抬起头来 低声道 可我还是觉得 有的地方 有些不对劲 柳化烟呢 这种情况下 他为何不在大长老身边 我皱眉摇头 表示不知 何志轻咬下唇 他低声道 或许是我多想了 柳化烟也有 自己的事情要做 在这个问题上 我没有多聊 同何志两人 正准备回房间 去休息 院外却匆匆跑来了一个人 这人衣衫蓝绿 是个乞丐的装束 他进院之后 就神色慌慌张张 我顿住脚步 目光有所疑惑 很显然 这人是后山庙宇内的乞丐难民 他跑来找我 难道是罗忠良那里 出了什么事 李 李先生 他跑到了堂屋前头 胸口上下起伏 喘息不止 出了何事 我与其平静 那 那两个骗子 又来了 忠良让人 把他们扣了 他们去口口声声 说来包我们的 大家伙准备把他们送去见官 可忠良说 要来问您 那人捂着胸口 快速说完了之后 总算神态平稳了一些 那两个骗子 张九卦 还有他弟弟 何志语气不善了许多 他脸上更闪过几分冷意 道 白天刚把他们骗人的钱给了忠良 他们倒是腿脚快 又找上去了 就送他们去见官 那难民正要点头 我抬手 做了个阻拦的动作 难民眼中疑惑 何志也不解地看我 我这才简单地同何志说了 我在破刀罐内算命 遇到了张九卦 他无意中拨动了金算盘的事情 也说了 我点拨了张九卦几句 让他去红元县找唐九公 何志神色恶然 他皱眉 低声道 即便是他有一点点资质 也不该 我和何志摇了摇头 何志又闭上嘴 下一刻 他才小声说道 好吧 就当是日行一善 可他不去红元县 又去找忠良 这是打的什么算盘 暂且由他去吧 如果他能将心思都放在正路上头 能帮帮忠良 也当赎罪 我说道 同何志说完 我就告诉那难民乞丐 让他回去后 和罗忠良说 不要为难张九卦 让张九卦做一些事 看看能给他们多少帮助 难民乞丐点点头 他才转身 又朝着来处跑去 我同何志回了房间休息 一夜的时间很快便过去了 次日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一晃眼 便过了三天 这三天内 何家的鬼婆子逐渐赶来 他们几乎都会先到何阿婆家里 同何阿婆碰面 也和何志打了照面 本来 那些鬼婆子最开始都略有不善 可当他们瞧见赤鸥的时候 一个人都不敢多吭半生 对于鬼婆子最简单的震慑 就是赤鸥这样的 画青狼鸥 何阿婆和我们简单商议了一下 将何志的认祖归宗 推迟到了我们对付完 羊江水尸鬼之后 这事何志没有意义 我同样点头答应 只是柳正道没回来 让我心头略有唏嘘 我们商议完了之后 何阿婆集结了所有何家鬼婆 简单地说明了计划 我则是让何七月 去了一趟马山驿庄 告诉马宝金 将尸体运到羊江岸边 并且 我还让何七月通知马宝中 去将那捞狮人狗舟叫来 等到何七月回来的时候 已经临近深夜 近百合家鬼婆子 都准备就绪 何七月告诉我 他从马山驿庄回来的时候 马宝中就出发 马宝金也在准备 我估计了一下时间 认为差不多了 便让大家启程 直接朝着羊江赶去 当我们一行人 到达羊江边的时候 时间快临近子时 在距离岸边约莫近百米的地方 我瞧见了马宝金 马宝中 以及马宝义 还有在另一侧 狗着腰背的狗舟 在马家父子的身后 则是一群立着的人 他们乘两列站着 一列约莫十个 头顶都带着斗笠 死记和僵硬的气息 不停弥漫 那些可都不是活人 而是一桩的尸身 停顿下来脚步 我抬手示意 何阿婆立即做了一个停下的动作 后方那近百鬼婆子 全部停顿下来 散 何阿婆低声说道 连带着何志 顿空一起 后方的何家鬼婆 都四散开来 很快 他们就消失在岸边 何阿婆最后一个离开 我一个人 到了马家父子跟前 此时的马宝金 已经看傻了眼 马宝中和马宝义两兄弟 同样瞠目结舌 狗舟脚步略盘跚地到我面前 他眼中的金色 才逐渐散去 这么多鬼婆子 你将方圆数百里的鬼婆子 都弄来了 狗舟话音中的金色 却更多 应该有把握了 我没有正面回答狗舟 而是直接说道 马宝金连连点头 他眼中隐隐有振奋 道 这么多鬼婆子 那的确有把握 李先生 怎么做 我沉凝了一下 说道 你们将尸体 全部挪到岸边 进水的位置 狗舟 你下水一圈 我在旁边等你 等水尸鬼冒头之后 狗舟你便上岸 马宝金 你也将尸体 往岸上赶 差不多到水尸鬼 要停下的时候 就让尸体停下 就是用羊毛勾他们上岸 狗舟眼中 闪过一抹金色 不过他没有拒绝 只是点了点头 马宝中和马宝义 面面相去 马宝金面色正重 他低声道 明白了 李先生 下一刻 马宝金就挪动瘸腿 到了尸体前面 马宝金抖了抖手袖 似是抓住了什么东西 再接着 他抬起手 手中出现了一个 铜黄色的铃铛 叮铃的一声轻响 夜空中都弥漫着回音 马宝金朝着前方迈步 后边的尸体 几乎同时动了 他们的动作 格外整齐标准 马宝金一步 他们便跟上一步 马宝中和马宝义两兄弟 分别在尸体两侧 他们手中同样举着铃铛 手中还拿出来一柄 铜钱拼接成的剑 转眼间 马家父子便到了 岸边进水的地方 有一部分尸体 甚至都走进水里头了 狗舟一直没落下 他随后就跳入了水中 稍微往前游了机米 狗舟就只剩下一个脑袋 在水面飘着 月光照射下来 他孤零零的头 更显得猙獰 我微眯着眼睛 站在旁侧 格外警惕地看着洋江 狗舟极为警惕 他目光同样在 瞄着后方水面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 远处的江面上 出现了几个半圆形的 漆黑头颅 我瞬间就提起了警惕心 只不过那些水尸鬼 却并没有朝着我们靠近 他们就像是察觉到什么似的 一直在远处静静观察 狗舟的脸色不太好看 他缓缓地朝着 江水深处游去 这时 那些水尸鬼 隐隐开始蠢蠢欲动 狗舟忽然抬起手 另一只手拔出来的补刀 刀尖直接在掌心中一条 鲜血顿时见识而出 狗舟用力一甩手 那血抛洒到前方的江面上 那些水尸鬼 却忽然完全消失不见了 刹那间 江面变成了极度的安静 我脸色微变 眉头也紧皱起来 可在下一瞬 狗舟的面向皱变 我大惊 低声喝道 狗舟 回来 狗舟却没有转身 他低声骂道 这些狗娘养的水尸鬼 一个个比什么都精 还不上岸了 老子就是下去 也要弄死几个 显然 之前狗舟的窝囊 在到了阳江之后 完全被怨恨给覆盖了 一转眼 他就游出去了二十多米外 压根没有管我的阻拦 与我来说 狗舟的面向 是水恶相众的暴毙象 命门都出现了蟋蟀脚 狗舟 赶紧给我回来 他们来了 我语气更重 几乎是立合出声 在下一瞬 狗舟忽然在江面顿住 他死死地盯着斜前方 眼中忽然闪过几分惊疑 紧跟着 狗舟猛地掉转的身形 朝着岸上疯狂游动 我清晰地看见 狗舟面前的水面 出现了好几道暗涌 暗涌 是代表水尸鬼在水下 未曾露出水面 这暗涌的幅度之大 代表水尸鬼的数量绝对不少 而且 更远处的水面上 漂浮出来了 至少十几个惨白色的头颅 月光映射下 这些头颅 都像是人头一般 这些 全都是白毛水尸鬼 刚才那几个黑色的不动 是因为在等后方的白毛水尸鬼 带着其余同类过来 我的心顿时都沉下去了不少 手随时做好了 抬起来的准备 狗舟只有回来了 不到十米 然后 他忽而一下子 就直接陷入了水里 这过程中 他根本就没有挣扎 就那么直接搜的入了水中 仅仅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水下咕嘟咕嘟冒出几个血泡 水面一瞬间 就变成了红色 我陡然抬起手来 低声喝道 马宝金 上岸 另一侧的马宝金 用力地摇晃铃铛 再接着 他调转身形 朝着岸上脊步走去 后方的那些尸体 全都顺着马宝金的动作 无比整齐地同时上岸 我急不朝着马宝金的方向走去 并不是我不想管狗舟 而是因为 他不听我的话 本来就说好了 只是在岸边 他下水过深 已经有不少危险 他居然还赶下去那么深 我喊他 他也不回来 被那么多水尸鬼拉下去 已经没有救了 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 马宝金带着尸体 刚走出了四五十米外 那些水尸鬼已经上了岸 月光下 密密麻麻的水尸鬼 至少有二三百头 漆黑色的毛发 凸起的眼珠 睁獰的五官 他们每一个都格外地逝血 尤其是前头那几个 毛发都是黑红色的 那红色是血染成的色彩 他们飞速地朝着 马宝金冲去 显然 白毛水尸鬼的出现 再加上狗舟的血 已经让这些水尸鬼 彻底疯狂 那些尸体 更是成了莫大的诱惑 几十米的距离 转瞬极盪 他们不但追上了马宝金 还直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将马家父子包裹在其中 马宝金面露恐惧之色 马宝中和马宝翼 更是惊慌无比 水尸鬼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围上马家父子的时候 我才来得及喊了一声动手 约某百米之外 空地和草垫各处 鬼婆子蜂拥而出 有的三两个结成一起 有的则是单独 净白鬼婆子 形成了一个扇形 直接朝着水尸鬼冲来 鬼婆子本就擅长伸手 他们的速度极快 距离虽然远了 但是那些鬼婆子 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就将所有的水尸鬼 包围在了一起 对峙形成的瞬间 那些水尸鬼 停下来要攻击 马家父子的动作 全部掉转了身形 对外朝着那些鬼婆子 鬼婆子最前头的是 顿空 何智 何阿婆 以及何七月 何阿婆一声令下 所有的鬼婆子 几乎同时抽出来了 炸鬼刀 这场面 已经格外壮观 本身鬼婆子的 炸鬼刀 就很长很大 鬼婆子身体 大都瘦小 往往都是刀 有半人高 上百鬼婆子举刀 夜空的月光 都被刀光的 寒芒所压制下去 那二三百头水尸鬼 几乎同时退后了一步 显然 鬼婆子的刀 渗透出来的杀气 将他们的胸利 压制了下去 阳江上 忽而传来了尖锐的笑声 这声音似是威胁 又似是在唤 这些水尸鬼回去 鬼婆子 又怎么可能 为这些威胁所动 和阿婆为首 何至何七月其后 其余的鬼婆子 同时上前 手起刀落之下 那些水尸鬼 纵然反抗 甚至有的猛地 朝着鬼婆子 脸上窜去 等待他们的 却只有冰冷的刀锋 以及建设的 同类鲜血 惨叫声不绝于耳 夜空中 都弥漫出来了 一阵泄光 两三百头 黑毛水尸鬼 在半盏茶的时间 就被所有鬼婆子 屠戮一空 马家父子三人 缩在一起 那些尸体 还是一动不动 地面上 完全被鲜血浸透了 有一个鬼婆子 走到一具 水尸鬼尸体前 直接割下来了 他的头颅 狠狠朝着水边一泡 当然 一百多米的距离 头颅根本 不可能甩到水里 但这已经是 足够的挑衅了 杨江的岸边 一瞬间变得黑了 不是因为月光消散 而是因为出现了太多的水尸鬼 它们漆黑的毛发 挡住了岸边的水 这密密麻麻的数量 我一时之间都无法分辨出来 这到底有多少水尸鬼 并且 这里不只是普通的黑毛水尸鬼 大约基尼的距离 前头就有一个白毛水尸鬼 它们的速度快到了极点 朝着岸上急冲而来 我心头一沉 因为这些水尸鬼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而刚才没有动的 顿空和赤鸥 却骤然朝着那些水尸鬼 迎面冲去 月光下 赤鸥青黑色的毛发 透着一股无法言语的死迹和凶力 化青狼鸥的本事 绝不弱于一个活青尸 至少在单独的凶器上 它是压过了那些水尸鬼的 转瞬间 顿空和赤鸥 就冲到了水尸鬼跟前 本来那群鬼婆子 见了那么多水尸鬼 也被震慑了不少 但顿空和赤鸥的出手 显然给了他们极大的士气 借和气 启和葵 斩尸鬼 顿空轻烈的鹤声 在夜空中响彻 嗖嗖嗖的声响中 一串指符弹尸而出 每一张符 都击中了一个水尸鬼 大部分符指击中的 都是普通水尸鬼 它们七粒惨叫中 直接倒地不起 有一个白毛水尸鬼 被和葵斩尸符击中 它头顶就只是冒出来一道黑气 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甚至都没有受伤 好 和阿婆惊喜得大吼一声 他又赤鸥道 我和家有后人李顿空 是老河头留下来的余音 不能教顿空一人拼命 所有和家鬼婆听令 屠灭这些伤人害命的鬼东西 护住我和家而郎 显然 和阿婆说的和家而郎 就是顿空 本来 当赤鸥和顿空出手的时候 和家众多鬼婆子 就已经多了很多士气 和阿婆这一番话下来 众人更是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在冲向那些水尸鬼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快 顿空那一头 水尸鬼忽然分了流 一共有五个白毛水尸鬼 带着月末四五十普通水尸鬼 将顿空和赤鸥包围起来 白毛水尸鬼手当其冲 直接扑向赤鸥和顿空 赤鸥嘶吼一声 双爪扑出 分别攻击两个白毛水尸鬼 同时 他后半身狠狠一扫 击中第三个水尸鬼 有两个白毛水尸鬼 攻击的是顿空 顿空双手 飞速在腰间扶串上一抓 水尸鬼的快 完全赶不上顿空的速度 顿空每一只手 都至少抓出来了十数张扶转 他双手分别击向两个白毛水尸鬼 一瞬间 赤鸥和三个白毛水尸鬼碰撞 顿空也和另外两个白毛水尸鬼交锋 赤鸥丝毫不落下风 顿空也是略胜一筹 五个白毛水尸鬼瞬间后退 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他们处于前力刚散 后力未生之时 那四五十个普通的水尸鬼 猙獰地铺上顿空和赤鸥 将他们完全淹没其中 你们找死 何智的赤鸥声响彻夜空 他和和阿婆最快 已经要和其余的水尸鬼接触在一起 赤鸥并没有消散 反倒是形成了回音 何智同时拔出了身后的板斧 他一手扎鬼刀 一手板斧 呼啸声中 扎鬼刀劈飞而出 板斧则向着前方横扫 不过这一次 完全没有刚才他们斩杀 那二三百水尸鬼那么轻松 很显然 第一次那么容易的手 是鬼婆子出现的突然 而且速度太快 动手即是杀招 再加上一个关键的原因 没有白毛水尸鬼 普通的水尸鬼 就是群龙无首 现在这些水尸鬼 不但看到之前 何家鬼婆怎么杀的同类 更是还剩下 二十个左右的白毛水尸鬼带头 何智劈飞的扎鬼刀 被两个冲出来的白毛水尸鬼接住 至于他横批而出的板斧 至少有十几个普通水尸鬼 同时冲出 他们没有去应接着 接不住的斧头 反倒是攻击何智的手臂 瞬间 水尸鬼又开始分流 三个白毛水尸鬼 带着普通水尸鬼 冲向何智 其余的所有水尸鬼 则和井根上的何家鬼婆 拼杀在了一起 凄厉的惨叫声 在夜空中响彻不断 受伤的普通水尸鬼 瞬间就不下几时 可那些水尸鬼 一个比一个凶狠 几乎是不要命一般 就算是死 也要拼命 从一个何家鬼婆身上 带下来一块肉 何智没受伤 他自保绰绰有余 还批得三个白毛水尸鬼 无招架之力 顿空同赤鸥 也并没有被那一批水尸鬼 给为死 他们斗得有来有回 普通的水尸鬼 伤亡得很快 五个白毛水尸鬼 却极为聪明 不停地消耗顿空和赤鸥 时间一瞬间 过得像是极为迅速 地上的水尸鬼尸体 又添上了一二百 可这次倒下的 不只是水尸鬼 还有何家鬼婆 第一个丧命的鬼婆子 就是刚才挥刀斩水尸鬼头颅 将其抛飞出去挑衅的那个 他身下至少十几个水尸鬼的尸体 甚至还有一条白毛水尸鬼的胳膊 可他的心口 却被一双利爪给撕开 露出血肉模糊的内脏 在他之后 还倒下了十几个鬼婆子 他们并没有直接被杀 只是受伤不清 已经无法站起来了 水尸鬼伤敌三百 自损一千 可即便是这样 水尸鬼的数量 也远远超过何家鬼婆 混战之中 马宝金父子三人 带着尸体跑出了老远 我盯着他们 却并没有出声阻拦 叫他们留下 也不过是炮灰 额头上满是细腻的汗珠 我飞速地在脑海中推演 却得出了一个结论 若是在没有白毛水尸鬼的情况下 或者其数量不够多 只有十个左右的话 这杨江的水尸鬼 不是何家鬼婆的对手 可现在这数量对比下 何家鬼婆要是和水尸鬼缠斗 恐怕要全军覆没在此处 我并没有轻敌大意 只是这里的水尸鬼 多得完全超出了想象 我的计划 被水尸鬼的数量 完全冲散了 深吸一口气 我保持镇定 低声喝道 何阿婆 下令 让大家退 可场间的混斗太厉害 我的声音无法贯穿全场 何阿婆也没回应我 甚至何志 也无法到我身边来 本来 我准备进入他们厮杀之中 阻拦几个鬼婆子 马上大家 就能反应过来 可隐隐的 我却觉得 一股阴冷和芒刺在背 我回过头去 身上顿时生了不少寒意 鸡皮疙瘩都冒出来的大片 因为在我身后 居然有三个白毛水尸鬼 它们和正常的水尸鬼 还有几分不同 这几个的毛都掉光了 露出来的是 苍白无血的皮肤 第一个白毛水尸鬼的背上 背着一具被开膛破度的 白毛水尸鬼尸身 我第一个反应 那被开膛破度的 白毛水尸鬼 是我就马保中 马保义兄弟二人时 杀了的那一个 本来 白毛水尸鬼 在水中的战斗力很强 我虽然这些年 对付的东西很多 身手和经验 都有长足的进步 但是按道理来说 杀一个白毛水尸鬼 完全不可能那么轻松 我能直接得手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轻敌大意 必定是他们 常年在阳江中横行无际 对于我上前 他的戒备都不够 再加上 我出手就是杀兆 才能直接毙命 杨江中这些鬼东西 也当真是聪明 知道用厉害的 去对付厉害的 这三个白毛水尸鬼 此间来围住我 端地是不让我加入战局了 一声闷响 那被开膛的水尸鬼尸身 被甩在地上 其余的三个缓慢散开 成了一个弧线包围的形式 朝着我围过来 三个水尸鬼 直接呈现了一个三角 将我包裹在其中 我一手抽出来了通鞘分金尺 另一手拔出来补刀 我冷眼盯着他们三个 余光注意着鬼婆子 和水尸鬼的厮杀 战局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不过 这平衡是合制和盾空 完全被牵制 他们无法奈何白毛水尸鬼 白毛水尸鬼 也不能伤到他们 鬼婆子再不停地伤亡 水尸鬼也在大量地殒命 我们绝不能脱下去 不能用这种代价 和水尸鬼消耗 要令寻觅他法 思绪只是转瞬间 我低声喝道 这儿 带大家离开 话音还没罗罢 那三个白毛水尸鬼 骤然从地上弹尸而起 直接朝着我冲来 我面色不变 注意力瞬间收回 低声喝道 你们这群畜生东西 说你们聪慧 知道用战术 可你们也愚钝无比 对付我儿子去五个 对付我 居然就三个 通鞘分金尺举起 直接砸向一个水尸鬼的鼻梁 捕刀横斩 斩向另外两个水尸鬼的胸腹 被我攻击鼻梁的那个水尸鬼 骤然双爪举起 直接架住了通鞘分金尺 那两个水尸鬼爪子 横着在胸前一挡 捕刀被他们挡住 双手分别都传来距离 使他们要将我手头的家伙夺夺走 我陡然身体一跃 双腿狠狠踹向 抓我捕刀的两个水尸鬼 凭借这惯性 我另一只手往后用力一转 通鞘分金尺被我夺回 我双腿也将另外两个水尸鬼踹飞 我落地之后 登登登后退了树步 稍稍定住了身形 再接着 我直接拔腿往前冲去 那三个白毛水尸鬼 也瞬间稳住 又朝着我冲来 就在这时 另一侧的战局中 忽然传来一个凄厉的惨叫 婆婆 惨叫声 赫然是合七月的 在下一刻 又有一个悲愤的声音大吼道 众鬼婆听令 这畜生水尸鬼 害我合家领头鬼婆 今日 我们合家众鬼婆 和他们不死不休 那悲愤之声同样苍老 再下一瞬 战局一瞬间升腾了数倍 那些鬼婆子 下手更加狠力 水尸鬼的残肢断壁 已经漫天飞舞 我心头却压抑到了几点啊 因为合阿婆 她居然中招了 目光快速朝着战局之中扫过 我才找到合阿婆 她此时呆若目击地站在原地 在她的肩头 趴着一只白毛水尸鬼 咬着她的脑袋 水尸鬼的嘴巴 本来就长得极大 她半个头颅 几乎都被咬了进去 合七月悲愤无比地 冲向那白毛水尸鬼 白毛水尸鬼 赫然一蹬和阿婆的尸身 又朝着合七月冲去 合七月 你冷静 我一声大吼 这瞬间 那三个白毛水尸鬼 已经攻至我面门前 这一次 我准备不充分 再加上和阿婆的伤亡 让我乱了心神 直接就被三个水尸鬼 击中身体三处围着 不过 他们并没有伤到我要害 命述庇护没起效 我反倒是那三处 地方疼得钻心 鲜血瞬间就染满了半个身体 你们必将被错骨扬灰 我嘀吼一声 再次挥动捕刀和通鞘 分金尺 将那三个白毛水尸鬼 逼退之后 我迅速取出来地支笔 和天干燕 干脆就用了受伤流淌出来的血 我几乎完全用血染墨 等他们再次冲上来之后 我立即就用了六腹符 和何奎斩尸符 虽说我的符不如顿空 但因杨先生的血 再加上地支笔 和天干燕的加持 那三个白毛水尸鬼 在我落符之后 就直接失去了行动力 我毫不犹豫 直接用补刀 将他们三个斩首 另一侧 战局却比我想象的 要惨烈得多 何家鬼婆 至少倒下三分之一 地上成片成片的 普通水尸鬼尸体 约莫还有十四五个 白毛水尸鬼 正在连同普通水尸鬼 对付众多鬼婆子 何志和顿空 还是被牵制 我刚冲出去十几步 要赶紧去帮忙 立即结束 这场两败俱伤的争斗 也就在这时 顿空那边 也已经脱离了战局 有两个白毛水尸鬼 身亡在他扶转下 一个白毛水尸鬼 被赤骚 咬掉了大半个身体 何志同样不落下风 在他面前的水尸鬼 几乎全部死亡 那三个白毛的 其中一个被劈掉了脑袋 另外两个 要么断腿 要么断臂 这时 那些白毛水尸鬼 忽然同时尖笑一声 再接着 他们居然脱离了战局争斗 直接朝着阳江之中冲去 普通的水尸鬼 飞速地跟着他们逃窜 何家鬼婆早就杀红了眼 嘶吼着朝着前方冲杀 有一些水尸鬼没逃掉 被何家鬼婆炸鬼刀分尸 绝大部分的水尸鬼 都冲进了阳江中 我在后面 大喊他们停下 到了水边 那就是水尸鬼的主场 我们肯定得出事 那些鬼婆子倒还好 没有像是狗舟那样 不听劝谏 追出去的所有何家鬼婆 都停顿下来 也就半盏茶的时间 岸边居然彻底安静了 不过 这安静指的是 没有厮杀 没有水尸鬼 并不是没有人说话 何家鬼婆悲愤之余 有的人在喊一些人的名字 将一些人拉起来 一部分人受伤 可更多人还是丧命 何止和顿空 朝着最中心的位置走去 和阿婆的尸身就在那里 何七月库的无比凄凉痛苦 我也急不朝着他们走去 只不过刚走到半路 我就踩到一个硬物 低下头一看 我瞧见的 居然是一个震物罗盘 我将罗盘捡了起来 低头看着 这罗盘很怪异 只有三层 可这三层的风水盘 却格外地复杂 第一层为天盘缝针 一百二十分斤 这一层是运用孤须望向 归甲空王之说 第二层则是银缩六十龙 第三层是魂天星度五行 这两层是配合使用 根据生克关系 推断吉凶 正常的罗盘 必须有天盘 以及最内层的八卦盘 这种非正常的罗盘 就只能做震物之用 而无作看于风水法器的能力了 这是阳江的震物 可有这样的震物 又怎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水势鬼 我顺手将罗盘收入了衣兜里 又急不朝着中心位置走去 等我到近前的时候 所有合家鬼婆都已经围拢过来了 我粗略一看 死伤超过三分之一 剩下的六十多人 也有不同程度的伤势 最中间和阿婆静静地躺在地上 没有丝毫的动作 和七月在旁边悲怆哭泣 整个人都显得无比绝望 和志很沉默 低头看着和阿婆 她的眼眶同样泛红 顿空的小脸紧绷 她眼中有挥散不去的杀鸡 赤鸥在一旁 她的嘴皮一颤一颤 范青的眼珠里头满是杀意 不应该有这么多的数量 我从渔民口中有打听 也和马保金聊过不少 若是知道有这么多 我还没说完 和七月忽然抬头看我 她流出来的眼泪更多了 和志微咬着下唇 她声音微颤 阿婆还没有断气 现在迷流之际了 她有一言要说 和志的前半段话 让我惊喜无比 可后半句 无疑给了我一盆凉水 当头浇下 我猛的抬步 走到了和阿婆身旁 立即蹲了下去 她头上的伤口极为争鸣 密集的牙印 破坏了头部右侧的皮肤 甚至露出来了一些骨头 不过 牙印并没有将头骨彻底咬穿 否则和阿婆当场就会暴毙 可粗看之下 这伤的确会致命 而且刚才和阿婆也一动不动 我会误解她死了 那些和家鬼婆 刚才那么疯狂的原因 同样因为一个缘由 只是 即便勉强流着一口气 也很难再在这种伤势上活下去了 我手指先停留在和阿婆的鼻翼间一会儿 她呼吸已经格外薄弱 她处在地上的手指忽然动了一下 皱巴巴的嘴唇如动两分 七 七月 和阿婆挤出来了这两个字 她嘴唇变得更为无力起来 只剩下颤动 没有声音了 众多鬼婆子更为悲痛 和七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跪在和阿婆身旁 眼中的绝望更多 婆婆 我在这里 和七月哽咽地应了一声 和阿婆却依旧没发出来声音 这种压抑的情绪 愈发地蔓延 不知道哪一个鬼婆子 嘶哑低沉地喊了一句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这些水尸鬼必须偿命 即便是把这条江想办法断流了 都要他们死 她这一番话 顿时又引起了鬼婆子的骚动 我却在心头压抑之余 想到了一件事情 猛然间 我抬手在腰间摸索 取出来了一个针带 取出来几根银针 直接刺入了和阿婆的人中 紧跟着 我又去刺入她的眉毛 和阿婆的双眼忽然睁开了 她显得格外痛苦 站立地发出了一声哀嚎 阴阳 阿婆不行了 她这伤势致命 你没办法续命 只会让她更痛苦 何止抬手 一把就抓住了我肩头 这一瞬间 和七月惊恶地看着我 那些鬼婆子 更惊恶地看着 醒过来的和阿婆 婆婆很痛苦 你不要 和七月站立地也开了口 柳家的丹丸 给我一枚 我没有理会任何人 只是回过头盯着和志 低声说道 和志正住了一瞬间 她的目光 先看向了顿空 我眼神严厉了不少 这时 和志才取出来了 一个小小的玉瓶 我接过来之后 立即倒出来一颗丹丸 血色的药丸 散发出来的 也是一股血腥气 其中又混杂着 很多特殊的药箱 当初柳正道 因为透支使用 符术和倒数 以至于游进灯窟 杨青山就取出来了这种 只有先师子嗣 才能服用的丹药 若非这丹药救了柳正道 他根本没有时间出黑 就已经命丧黄泉 柳正道 并没有将所有的丹丸留下 而是给了我两枚 这两枚 我是准备给和志和顿空用的 现在 和志距离出黑不远 留一枚给顿空足矣 我毫不犹豫 直接将丹丸 塞入了和阿婆的口中 再接着 我一拍他的下巴 和阿婆将丹丸吞了下去 本来 他苍白的脸色 一瞬间就开始红润起来 尤其是他额头上的伤口 居然开始淌血 之前他生机断绝 现在又有了新的生机 这才会流血出来 帮他止血 治伤 还有叫 我低声喝道 紧接着 我起身后退 和志飞速接近和阿婆 他立即冲着下方的 和家鬼婆低喝道 谁随身带了金疮药 针线 给我送上来 立马就有和家鬼婆 匆匆上前 和七月一直到这会儿 才反应过来 他立即从身上摸出一个小包裹 拿出来了十几个瓶瓶罐罐 一群人 开始给和阿婆智商 我才总算松懈下来半口气 可紧跟着 我心又沉沉地压上了一块石头 和阿婆冰死 我尚且有柳家的丹丸救命 可其余那些丧命的鬼婆子 却没那么好的机缘和运气了 还有 这地方的问题太大 渔民在我面前不会说谎 除非他不知道 可马宝金作为赶尸人 他能知道的 绝对比渔民多 他所说的 有偏差正常 偏差的幅度太大 就透着诡异了 我转身 朝着江畔走去 三两步路 我就走到了江边 手下意识取出来了 我刚才捡来的那块锣盘 我又盯着锣盘正面看了许久 本能我翻开了锣盘 看了背面 这一眼之下 我身上就近是鸡皮疙瘩了 锣盘的背面 是一个猙獰的水尸鬼 头颅浮雕 这证物 不是给杨江 也不是给人用的 全是给水尸鬼的证物 含义从不停地爬上几两骨 我盯着锣盘背面 看了许久 杨江的这水尸鬼 果然和红河的有关 红河的水尸鬼 是天元之节 来自于人祸 这杨江的水尸鬼 也是人祸 父亲 你发现什么了吗 旁边传来了顿空的话音 嗯 有一些问题 我将锣盘递给了顿空 顿空接过去之后 低头去看 他脸上多出了几分金色 喃喃道 父亲 怎么会是水尸鬼的浮雕 杨江被人动了手脚 水尸鬼和红河的一样诡异 动手脚的人 很有可能和想害你伯伯的 是同一个 我沉生说道 顿空眼中的金色更多 我微眯着眼睛 低难了一句 有人动手脚 就一定会留下马脚 在红河掣肘太多 你薄薄心软 但我们不一样 先画一张能镇住这条江的符 我直接取出来了天干燕和地之笔 将其交给顿空之前 我又从身上的伤口挤出来了一些血 弄进了燕台里头 顿空慎重地接了过来 他蹲身在地 开始持笔画符 不多时 顿空就画出来了一张符传 我伸手要将符传接过来 顿空却没递给我 他迟疑了一下说道 父亲 我去找位置贴下吧 这张断鹰龙符 可以中断这整条羊江的阴气 虽说江水多生气 但这里的混乱 显然是因为阴气太重 我将其压下后 江水就会平静下来 我沉溺中 扭头看了一眼上游方向 才点了点头 让顿空快去快归 他立即转身 同赤鸥一起 快速朝着上游的方向离开 我一直在江边站着 静等着江水中阴气的变化 时间约莫过去了半个时辰左右 阳江中肆虐的水浪 逐渐平缓了下来 浑浊的江水 也有朝着清澈变化的趋势 月光甚至穿透了江边的江水 我一直在思索 推演 这动手之人的目的和可能性 又等了半个时辰左右 顿空和赤鸥回来了 顿空略有气喘吁吁 赤鸥倒是没什么疲累 父亲 我江湖放好了 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顿空慎重地开口道 嗯 我点点头 隐隐的 我有了几分猜测 如果说 在红河阳江放下大量水势鬼的人 是同一个的话 他与蒋盘 是天元之节 那阳江 应该也有他要杀害之人 这个人并不会是我 阳江的水势鬼 也已经多年 那我 恐怕就是他的变数 阳江的变化 被我终止的话 那这人就会被逼出来 这样一来 还会有一个连带的效应 我将他牵制在此处 甚至是斩杀 那他就再无去红河的可能了 思绪至此 我眼睛微眯成了一条线 虽说这只是我的猜测和推演 但这事儿 有超过九成的可能性 而且 此人针对的人 应该是大先生元化少 元化少刚过六十大寿 就选择闭关不出 恐怕大概率也是因为此人 元化少门前那人 引导我要做三件事情 明面上是平稳开扬 可实际上 这水是鬼的事 不只是和开扬有关 更和元化少息息相关 这是我到了此地 他刚好去世利用了我 当然 是有因果 我若是除掉了那人 等同于帮了他 那他便不可能拒绝我的要求 我思绪彻底落定 即便是这事情 和元化少无关 我也必须得做 顿空 走 我低声开口 朝着鬼婆子 那行人的方向走去 他紧跟着我在后方 等到了进前后 我才发现 何七月和何阿婆 已经不在了 其余鬼婆子的数量 也少了多半 只剩下一些伤势轻微的 在收拾伤亡鬼婆子的遗体 何志本来也在帮忙 他见我们回来 又到了我身前 何阿婆的气息平稳了 伤势也得到了暂时的控制 七月带他回去养伤 何志和我说道 我点点头 心头稍微松缓了不少 在看其余鬼婆子 那些人时不时地会看我一眼 其中流露的情绪 有种我说不出的复杂 当然 那些鬼婆子 更多的还是时不时看杨江 眼中露出的就是恨意 我低声同何志 说了我的猜测和推断 何志愣住了一下 他喃喃道 那我们 就要和这条江中的水尸鬼死磕了 水尸鬼的数量 让鬼婆子很难对付 恐怕还得另想他法 就在这时 顿空忽而小声说了句 为什么柳道长没来 父亲 他不应该不来的 顿空这话 让我沉默 杨青山要直接走 是因为柳天牛的心境 直接让他怀疑了 邱天元和柳三元 这事情对于杨青山来说 是命述中的头等大事 他恐怕没有料想到 柳正道会不来杨江 其实与我来说 这也打破了一些 我对柳正道的认知 他跪在柳天牛的院子里 一直不起 真的是因为柳天牛 不肯和他回枪族吗 如今柳天牛已经自费道横 他带柳天牛回去 也不可能有用 反倒是危险十足 当日我在那里 我是当局者 今日我在他处 在以旁观者的态度 去想这件事情 此事 恐怕没那么简单 我和柳正道 说了水尸鬼的事情 他都没来 必定是有一件事情 将其牵制 而且这件事情 也和柳天牛有关 那这到底是什么事 一瞬间 我想到这些事情 深吸了一口气 我告诉顿空 等会儿我要离开一趟 再去见一下柳正道 顿空点点头 他认真地说道 父亲 我同你一起去 这时 其余剩下的鬼婆子 已经收拾好了一切 何之问我要不要先回去 我点点头 现在我肯定不能直接走 鬼婆子伤亡惨重 我走的话 肯定会引起其他的反应 一行人从阳江边缘离开 我们朝着冯村的方向赶去 等回到冯村 和阿婆的院子外食 已经过了五更天了 院内和院外 都有不少鬼婆子 他们相互在帮忙治伤 我们进院后 那些伤势轻微的鬼婆子 又上前帮忙 我同何之点点头 他也立即去帮忙 至于我 则带着顿空 静置进了堂屋 又敲了敲侧屋 和阿婆的门 门开了一条缝 和七月憔悴的脸 出现在后边 他见我后 稍微让开一些 门也被打开了 我点点头 进了屋 和阿婆静静地躺在床上 他受伤的头部 被纱布包裹起来 还有一些血一出 眉骨上方 各穿透了两根银针 人中的银针 也还稳固着他的面相 和阿婆的眼睛 是须睁开的 他并没有睡下 至床边 我面色复杂地 看着和阿婆 还没等我开口 和阿婆嘴唇颤动了一下 一声道 阴阳 无需自责 任何事情 都有伤亡 况且此事 本就是我和家 要为顿空做的事情 我身后的顿空 眼眶都泛红了不少 他低着头 眼中尽是傲盲 和阿婆另外半张脸 却又露出苦涩 他眼睛稍微睁开了一些 更为疲惫虚弱地说了句 只是 鬼婆子一脉 无法在这件事情上 帮到更多了 和婆婆 已经足够了 若非你们昨夜出手 我也不会发现 羊江水是鬼的一个秘密 顿空以后 必定会护好和家 和家有任何事情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 我沉声说道 和阿婆的情绪 变成了疑惑和证燃 和婆婆 你安心养伤 等你伤好之后 我自会全部告诉你 我又道 和阿婆脸上露出几分柔和 他点点头 闭上了眼 回头 我就和顿空要出房间 和七月跟上了我们 等到了误外后 我稍微停顿了一下 回头看和七月 他这动作 已经让我有所察觉了 和阿婆 是有事情还没说 顿空也极为聪明 他轻声问道 七月姐姐 还有什么事情 你但说无妨 和七月抿着唇 他迟疑了一下 才说道 婆婆刚才 她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 她想要尽快让和志 和顿空回归和家 不然 她怕她闭眼之后 这事情再出变故 只是 你刚才着急 婆婆就没说 可我 和七月的话很清楚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略一沉宁 我说道 明日 你准备一下可好 和七月的眼中 顿时就一阵喜色 他用力点头 说了个好字 再接着 我们便没耽误时间 我直接带着顿空 静止离开冯村 朝着柳天牛所住的村子赶去 等我们到了地方的时候 时间已经到了半晌午了 柳天牛的院内 并无柳正道的身影 甚至也没有送毒声 我脸色微变了一下 低声先喊了句大长老 这才直接推门进了院子 堂屋侧边 一个略苍老的身影 走了出来 此人 不正是柳天牛吗 柳天牛的眼中 透着慈祥 今日 孩童们休息 阴阳 你浑身带伤染血 下一次 不能这样来 否则会吓坏了孩子 我身体一僵 脸上露出几分苦笑 我先点了点头 才匆匆说到 大长老 正道道长呢 柳天牛却没回答我 而是看向了顿空 他眼中的慈祥更多 这 就是你的儿子 李顿空 我点了点头 可我眼中 却抑制不住我的疑惑了 柳天牛 在转移我的话题 顿空 还不给大长老行礼 我低声道 顿空立即胆了胆袖子 就给柳天牛行了一礼 我又继续开口 低声道 正道道长他 柳天牛却没有理会我 他神色更祥和地看着顿空 道 孩子 你跟我来 顿空略迟疑和不安地看我 我眉头皱得更紧了 可我只能点点头 柳天牛带着顿空 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我则是跟在他身后 到了上一次 柳天牛带我和杨青山吃饭的屋内 柳天牛示意顿空坐下 顿空坐下后 他依旧有些不安 柳天牛却转身进了房间 片刻后 他又走了出来 手中却拿着一样物饰 那是一根沉旧的粗麻绳 他将麻绳放在了顿空面前 顿空愣愣地看着绳子 我略有几分不解 孩子 你带着这根绳子 从村后出去 那外边有一座矮山 去了之后 你就明白了 柳天牛祥和地说道 顿空又扭头看了我一眼 显然是在问询我 我点点头 试意顿空听柳天牛的话 他这才立即起身 拿着那截粗麻绳 转身出了屋子 等顿空走了许久 柳天牛都还在看着屋门 我深吸了一口气 已经要抑制不住自己的疑虑了 低声道 大长老 我 正道 走了 柳天牛的叹息 打断了我的话 我脸色微变 问道 去什么地方了 去找化验 柳天牛又道 我瞳孔紧缩 又要开口 柳天牛摇了摇头 才道 这件事情 是柳家的事 你便不要再多问 正道这孩子 性子太执拗 尤其是如今 我需要叮嘱你一番话 柳天牛看我的目光 深邃了不少 大长老 您但说无妨 我拱了拱手 算是行了里 柳天牛这才开口道 顿空这孩子 根骨齐家 正道同我说了一些 现在我关他 他却太听你的话 太听话的孩子 的确深得父母之喜 可 一旦将来出现什么事情 他不想听你的话了 也会变得很反逆 你们无法劝说 让他想做自己的事情 你只是引导 这才是教好了他 我身体一僵 柳天牛的话 当真是说到了我 顿空的确很听话 可顿空有什么 想做的事情 我却不知道 还有 他这是在暗示柳正道 曾经也和顿空一样听话 现在柳正道的逆反 他管不住 可柳正道去找柳化烟 为何是逆反 我深吸了一口气 又在开口问询 大长老 顿空的事情 我会注意 可正道道长的事情 我却还是想问 他去找化烟 恐怕是你不许可的事情 他才会一直跪在院中 对吧 柳天牛沉默片刻 他点了点头 柳化烟 也做了逆反之事 我又问道 这其实是我忽然想到的事情 若是正常的话 柳正道要去找柳化烟 那柳天牛又为什么要拒绝 唯有一个可能 柳正道去找柳化烟 并不是透着善意的 而对于柳天牛来说 柳化烟是嫡传弟子 柳正道又是亲子 若是柳正道 要做什么决然之事 柳天牛肯定不会接受 自然不会让柳正道 去找柳化烟 那柳正道跪在这里 是要得到柳天牛的许可 如今他直接离开 柳天牛必定没有同意 而柳正道 不会莫名其妙 对柳化烟下手 只有柳化烟 做了忽逆反之事 才会让柳正道如此 一瞬间想清楚了这些 我眼神都变得淋漓了不少 柳天牛的面色 却变得极为复杂 他又叹了一口气 许久之后才说道 还记得当年的挂吗 化烟的那一挂 硬挂了 我身体再一次一僵 很快 我就回忆起来了 当初给柳化烟算的那一挂 何叫灭儿 此挂所言 柳化烟将作掌刑之人 他不够中正 导致自身遭受祸患 至此后 他又要刚正不阿 坚守道心 心存敬畏 整个挂项 都是对柳化烟的魔力 而挂项最后 为何叫灭儿 是双耳被蒙蔽 以枷锁遮挡 不听他人劝告 我低难之中 再看向柳天牛 又回想到 当年柳化烟来了一趟唐镇 又禁止离开 我眉头紧皱成了一个疙瘩 复杂到 大长老 恐怕会吻合 我们当年的推断 柳化烟在做某件事情 他认为是对的 所以 他用枷锁罩耳 不想听任何人的话 的确如此 柳天牛又叹了口气 那 这是一件什么事 我再问柳天牛 杀人 柳天牛摇摇头 复杂地回答 我脸色再一次骤变 杀人 柳化烟 想要杀什么人 我立即又问柳天牛 他想杀谁 袁化绍 柳天牛再道 我一时之间 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半晌后 我才看看回过神来 问道 为什么他要对 开阳大先生下手 我不知道 柳天牛摇了摇头 又道 化烟没有说 他只是告诉我 他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便离开 袁化绍 做了不少为苍生黎明之事 我无法阻拦化烟 可之后 我想了许多 化烟应该有自己的理由 我教他 他绝非一个恶徒 他不想告诉我 应该是不想有变数 只不过在正道看来 我如今 这副老太隆中的模样 是化烟没有照料好我所致 他不要去找他 我不同意 正道便认为我老了 化烟也是忘恩负义 可如果正道找上了化烟 凭他的性格 知道化烟所作所为 免不了两人成仇 柳天牛这番话 才让我恍然大悟 没错 柳正道的秉信 他若知道 柳化烟是要杀袁化烟 他又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定然会阻止 那两人 绝对少不了一场恶战 无论胜负 都是柳天牛 无法接受的事情 还没等我说话 柳天牛又轻叹一声 道 此事说来和你无关 但也和你有关 你需要袁化烟就顿空 正道是做顿空为师兄弟 此事他更不可能坐视不理 或许与你来说 也不会让化烟这样做 这一挂的确是大凶 我沉默了 柳天牛所说的没错 即便是柳化烟 现在有自己的理由 要杀袁化烟 但袁化烟 也绝对不能现在死 更让我疑惑的是 为什么柳化烟要这样做 他难道发现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时 屋外却传来了一阵牛猫声 我扭头看去 院外顿空回来了 不只是顿空 在他身后 跟着一头老太隆中的大黄牛 柳天牛给的麻绳 正套在了老黄的脖子上 顿空的脸上 竟是洋溢着欣喜 老黄 居然没有被二长老带走 而是留在了您身边 我扭头看柳天牛 天干认为 三元不配做黄牛 他将老黄留在我身边 可保护我一二 我点了点头 明白了柳天牛的意思 福建 顿空喊了我一声 我没有立即走出唐屋门 又看了柳天牛一眼 道 大长王 你要让老黄跟着顿空走 嗯 柳天牛点点头 如果你遇到了化烟和正道 让正道手下留情 如今的化烟 不是他的对手 还有 如果化烟真的错了 你劝他 莫要他太执拗 当着化烟的面 将这件东西 交给正道吧 柳天牛从身后一抽手 他拿出来的 是一个高官 我正住了一下 才接过那高官 大长王 你 我知道柳天牛的意思 可那话却到了嘴边 又说不出了 柳天牛拿出来的高官 这就代表 他是认可柳正道的 他让我当着柳化烟的面 拿出来 就是在告诉柳化烟 此事他的看法 我又轻叹了一声 说了个好字 以后 莫要再来找我了 柳天牛背负着双手 他后背更鱼捋了一些 苍老的感觉更重 我这才明白 柳天牛还有一个意思 他将老黄交给了顿空 相当于放下了最后一件 需要嘱托善后的事情 恐怕 在之后的时间 他已经做好了 迎接寿终的准备 老黄摸了一声 他要朝着柳天牛走近 顿空脸色也略苍白 即便是柳天牛最后一句话 也足够说明很多东西 顿空也能看得出来 柳天牛的意思 柳天牛看着老黄 他一甩手袖 低声道 当年 留你在地香炉 便说明了我的意思 你太过忠厚 我这四方之命 不能拖累了你 跟着他们走 老黄又摸了一声 他身体往前一倾倒 两条前腿 居然直接就跪了下去 一双牛眼 却勤满了泪水 还有几滴顺着眼瞼滚落出来 柳天牛转过身去 他进屋的瞬间 砰的一声 便关上了房门 老黄更是伤感地摸了一声 他身体也仿佛鱼履了不少 顿空 跪下 我低声道 顿空直挺挺地跪倒在地 我同样跪下 并且朝着柳天牛三拜 顿空随着我的动作一起跪拜 再之后 我才起身 朝着院外走去 顿空拉着老黄 老黄一步一顿 我们花了许久 才走出院子 出村之后 又静止朝着冯村回去 路上 我一直在回忆柳天牛 所说柳花烟的事情 又想柳正道去找他 他们 应该都在原市阴阳宅 我又想到一点 柳花烟想要杀元化哨 即便是没有柳正道的阻拦 恐怕也是空谈 那阴阳宅里的高手不少 绝不会坐视柳花烟下手 我反倒是还需要担心柳花烟的安全 毕竟柳天牛对我有恩 我们同柳花烟 也相处了很长时间 至少 我不能让柳正道和柳花烟成仇 很快 我们就又回到了冯村 等到了和阿婆家的院子时 院内的鬼婆子都已经不见了 何七月在院内打扫 何智则坐在一旁的屋门口看书 顿空去推开了院门 老黄垂头走了进去 在院子一侧的赤傲 骤然站起身 他眼中透着威胁 警惕地看着老黄 老黄只是瞥了他一眼 并没有理会赤傲 走到了院子一脚趴下 何七月略有惊疑 他没多说话 何智则收起了书 匆匆刚走到了我和顿空面前 又看了一眼院角 他低声道 老黄怎么 说来话长 我轻叹一声 简单说了一些柳花烟的事情 以及柳正到现在的下落 何智难难道 怪不得柳道长没来 袁化哨的命 他又叹了口气 道 自然比鬼婆子的命重要 柳家的道士都会取舍 我沉默片刻 点了点头 何智又小声问我 那现在是什么打算 我告诉他 先认祖归宗 再之后 我要跟出了杨江的水士鬼 这一次 得用狠利的手段 柳化烟和柳正到的事情 我也要去一趟原石阴阳宅 看看情况 如果那里没人的话 我再想办法找他们的下落 何智点点头 又回到了屋檐下看书 我思索了一会儿 招呼过来了何七月 何七月致敬前后 眼神略有疑惑 我问他 鬼婆子有什么毒罪狠利 之所以没问何智 也是我不想耽误何智的时间 如今我在洞水士鬼 也等同于帮和阿婆出气 让何七月来和我说 再合适不过 何七月小声道 因尸毒 用养尸地的尸体炼油 最后取下指甲 牙齿 这些尖锐物 磨成粉末 这种毒 见血封喉 李先生 你问这个做什么 数量多吗 我又问道 不是很多 不过别的鬼婆子身上应该也有 我去弄过来 何七月再道 嗯 我会再去一趟马宝金那里 他昨夜直接离开 虽说无大错 但道意上 却说不过去 我会再问他要一批尸体 就用这因尸毒给尸体下毒 投入阳浆中 我直接告诉了何七月 何七月眼眶顿时都放红了不少 他站立道 我马上去找其他人要 一定弄够数量 不够 我们现在就去练石油 接着 何七月又问我 还要他办什么事吗 我摇头说 不用了 他匆匆走出了院子 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正准备回屋休息一会儿 院外却又匆匆跑来一人 死人 不正是罗忠良吗 他满脸兴奋 甚至有些冒冒失失地 冲进了院子 赤傲猛地扭头 盯着罗忠良 就低费了一声 就像是在发泄怒火似的 罗忠良被吓了一跳 险些没摔倒在地上 老黄抬了抬眼皮 他还是趴在那里 我哑然失笑 显然 赤傲是看了老黄 心生了危机感 可他也有灵性 知道老黄不是他能触碰的 他也不会是老黄的对手 现在罗忠良上门 就刚好 让他发泄怒气了 忠良 有何事 我笑了笑 和罗忠良说道 他这才稍微好了一些 脸上傅儿又有了笑容 李先生 庙里那些难民乞丐 这两天去讨饭 总能碰到大户人家施舍 一时间都拿回来了不少银钱 然后 那张酒怪和张儿小子 虽然两兄弟行骗不少 但是他们也出了几个主意 让大家弄回来很多口粮 就这几天赚的钱 都足够让大家吃喝几个月不愁了 你说的果然没错 那三尊铜麒麟改变了我们的境遇 大家伙商议了一下 就像你之前说的 签庙 罗忠良极为认真地看着我 言语也很认真 我点了点头 道 庙 是可以签的 不过 不是我来签 罗忠良正住了一下 楠楠道 先生 不是你 我恩了一声 又道 你去准备一些东西 摆在庙内 罗忠良抿着嘴唇半嗓 才低声说道 先生 要准备什么 明显 他眼中透着失落 酒 三声 空白的文书 我停顿了一下又道 明日夜里 我会来后山庙里 届时 你就明白了 好 罗忠良眼中 又出现一丝丝亮光 再接着 他又迟疑了一句 那李先生 那两个骗徒呢 我略作思索 才道 明日 我会点拨他们两句 让他们离开 其实 说这话的时候 我已经猜测到 张九瓜的目的 不过 我没有理由收他 他也并不是非我不可 而是只需要一个授意之师 收罗忠良 是因为他的心性 是因为罗音婆对我的恩惠 更是因为 罗忠良会是师尊喜欢的徒孙 张九瓜虽说和我有相似之处 在这命述 苦海之中挣扎 但他这样的人 也很危险 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略沉默了一下 台涛 我看着天空 阳光已经变得刺目 微眯着眼睛 便能看见四白的赤阳 当年师尊收我 一来是时间 二来 我是他等的阴生子 如果同有两个阴生子 另一人心性忠厚 或许这一任的地上堪于传人 就不是我了 去吧 忠良 我又开口说了句话 罗忠良点点头 他匆匆转身离去 我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 才回到房间 我换掉了身上染血的衣服 牵动了昨夜受伤的伤口 又流了一些血 和志过来 帮我处理了一下伤口 简单包扎之后 我才换上干净的糖妆 在屋内休息 睡了半日 养足了精神之后 我吃过和志准备的饭菜 才牵了一匹马 离开了冯村 临出村的时候 我找了村民 问清了去马山益庄的路 策马赶路 我大约在夕阳暮色之时 穿过了一个叫做小柳村的村落 再往后走了一段路 便到了马山益庄所在的山 远观这山 形似头颅 更有两条长笼 形似盼官帽 也不知道是马宝金有人点拨 还是说阴差阳错 他选了这样一个阴山 作为益庄的落脚地 阴山盼官仰氏地 此山风水完全适合益庄 马不方便上山 我便将其拴在山脚 静止朝着山上走去 矮山不高 两刻钟 我就快到山顶 最后经过一片竹林 我便看见一个大宅 门头挂着马山益庄四字 门前先是一片空地 两侧则堆放着一些棺材 益庄的大门 却是紧闭着的 上山耗费的这些时间 天已经完全漆黑了 月亮还没出来 光线一时间 会暗到了极点 我上前敲了敲门 咚咚咚的闷响声 几乎都形成了回音 只不过 并没有人来开门 我皱了皱眉 沉声喊了句 马宝金 依旧没有任何声音传来 大门依旧紧闭 人不在 马家父子又去其他地方赶尸了 还是说 他们在躲着我 思绪间 我手上带了一些力气 直接将一桩大门推开 枝鸭的声响中 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湿臭 这湿臭带着一股冷剂 还有一些怪异的味道 一桩的大堂宽阔 墙边还摆着两个竹架子 其上有蜡烛微弱燃烧 薄薄的烛光映射出来了很多狭长的影子 大堂的另一侧 密密麻麻地摆着 至少有上百口棺材 这棺材 有的是漆黑色 有的是深黄色 还有一些白色 甚至有红棺 马家父子三人 的确不在一桩里头 隐隐地 我觉得身后似有注视感 我微眉着眼睛 直接转过身 一眼我就瞧见 一桩门后的墙上 居然立着一排人 当头的那一个 整张脸都被啃烂 其余的那几个尸体 则正常一些 都是村民打扮 我简单了解一些赶尸将 他们入关之前 需要将尸体占至尸将 沉宁了片刻 我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准备在这里 等马家父子回来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天色愈发地阴沉了 约莫等了一个多时辰 一桩远处的竹林前头 出现了一个人影 我眉头微皱 只有一个 静等了片刻 那人影靠近 我才发现 那并不是马家父子中的 任何一人 而是一个 我没见过的陌生人 他穿着赶尸将的布衣 布鞋 相貌声的极为丑陋 而且他的脸色极度难看 眼中透着杀鸡 那人到了一桩门前 近距离之下 我看清了他的五官 一张圆脸 骑上满是马点 眼睛很小 他杀意十足地眯着眼 就感觉眼睛只剩下一条缝隙了 而他眉毛稀疏 人中也杂乱声闻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细小的眼睛里头 透着的就是疑惑了 你 是何人 他细声质问 等人的人 我面色平静地回答 等人 等谁 他语气冰冷 等这里的赶尸将 我依旧平静地回答 他们不在 那人又问了一句 我点点头 那人迈不进了一桩内 却开始四下探视 甚至去掀了堂屋中央的一个木箱子 我眉头微皱了几分 扭头看他 你坐肾 我沉声道 找东西 那人冷冰冰道 我前几日在这里住下 掉了一些东西 你可以在这里等 等马宝金回来了问他 不问 而翻人家中 视为偷 我又说了句 他停顿了一下 忽然道 好像先生你说的 也有道理 他不再翻找 而是慢慢隐没进了那片棺材的阴影中 我略有思索 不过 我并没有再多问他 而是继续等 时间 又一次一点点的过去 差不多过了子时 终于 竹林子那头 再一次出现了几个人影 一眼我就看出来 这是马家父子三人了 马宝金 一瘸一拐地走在前头 后边跟着身材壮瘦的马宝中 以及瘦高的马宝义 那兄弟俩抬着一口尸体 正吭吃吭吃往前走 额头上 还有汗水 他们走了几步 马宝金就先僵住了一下 马宝中和马宝义 更是面面相去 我面色不变 还是站着等 他们父子三人 到了一桩门前 马宝金冲着我一躬身 略不安地喊了句 李先生 马宝中和马宝义 也小声地喊了我李先生 昨晚 马宝金张开口 他脸上都是苦涩 不是我马宝金不讲道义 那些水是鬼 太多了 我不想把儿子折进去 显然 马宝金在解释 我并没有听他这些解释 而是直接阐明了来意 说昨夜的事情可以作罢 我今夜来是要讨一些尸体 马宝金身体一僵 他不安道 又是去引诱水尸鬼的吗 会不会有 危险 不是引诱水尸鬼 是给水尸鬼吃 我又道 马宝金脸色陡然大变 他马上就说道 不行 你这里是有无主尸体的 他们或多或少 都带着化煞怨气 是无法投胎之时 我淡淡地又说道 马宝金神色在变 他额头上已经觅出了汗珠 马宝中和马宝义将尸身放下 他两眼中就透着不安 就在这时 一桩的大门忽然砰的一声 重重地关上了 一个细长的声音音意道 你们有什么事情 等会儿你们慢慢谈 老子现在还急着要赶尸上路 另一侧的阴影中 之前那麻子圆脸的赶尸人 走了出来 他手持着一柄铜钱剑 眼中的杀意更凶 马宝金瞳孔紧缩 他皱眉 而且疑惑无比地 看着那赶尸人 苗三贵 你不是京城就赶时间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马宝金问道 马宝金隐隐地 生起了几分警惕之色 那苗三贵冷笑了一声 语气中杀意更重 怎么又回来了 难道不得问你马宝金吗 白天我赶尸还好 夜里头 没了射魂灵 还怎么震尸 不得回来你这脸 马宝金更是皱眉 道 你没了射魂灵 和我有什么关系 老子就在你这一桩过了夜 一晚上 射魂灵就丢了 你说和你没关系 苗三贵语气更冷 他猛然踏步 直接弹射而出 朝着马宝金冲去 这过程中 他扬起那铜钱剑 端得是要取马宝金的命 马宝金面露金色 他陡然拔出一柄铜钱剑 直接朝着苗三贵接去 这期间我脸色却越来越沉了 苗三贵带着杀鸡而来 我却没想到 一言不合 他就直接先动手 马宝金不是苗三贵的对手 这打下去 马宝金伤了 要给我办的事情 就得推迟 铿锵一声 两人碰撞之处 铜钱剑迸射出大片火花 马宝金登登登后退竖步 马宝中和马宝义 撑住了他的肩头 苗三贵重重落在 马宝金刚才站着的位置 他扬起铜钱剑 又要上前 我踏步往前 速度极快地来到了他身后 苗三贵侧头 他脸色极为冰冷 老老实实一边站着 你要办什么事 等你老子办完了再办 不然小心我弄断了 你细胳膊细腿 他语气更凶利 我脸色陡然一变 眼睛也微眯了起来 你是谁老子 本来 我只是想中断他们的打斗 先让马宝金给我办事 他们有什么因果 好好说 好好解决变形 可此人的嘴巴 却太臭 太脏 呵呵 老子说了 是你老子 当个先生 穿个糖装 居然还喘伤了 老子最不稀奇 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口舌之呗 他陡然转身 铜钱剑朝着 我头顶劈下 而且他话音未顿 又骂倒 等你老子好好教训你一顿 我脸色更沉 抬手 直接抓向他的下额 赶尸将纵然伸手不错 可我多年在下九流中打滚 运用命术庇护 甚至也和柳家倒是过招 这苗三桂虽然厉害 但在我看来 破绽还是不少 我抓他 他居然都没躲闪 还是劈我脑袋 瞬间 他身体歪斜了一下 脸色吃痛 更是闷哼了一声 他同前见滑落 劈向我肩膀 这下 我先抓住了他的下额 手指瞬间瞬着 掐进了骨缝之中 我只是稍稍一用力 他口中就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整个下巴 都直接被我卸到脱臼了 再接着 我仰起左手 啪啪两巴掌 抽在了他的脸上 他面色争獰胸利 再次挥手朝着我劈腱 我手再用力 他脱臼的下巴 都开始变形 惨叫之中 他整个身体都软倒下来 砰的一下跪在地上 哪儿还会得出剑 好 一旁的马宝中 传出兴奋的大喊声 他还用力地拍了两下手掌 马宝金脸上金色不减 至于马宝义 他则透着不安 你们的事情 等我走后 你们自己解决 那两巴掌 是对你出言不逊的教训 我淡默地和苗三桂说了一句 再接着 我一脚踹中他的胸口 他闷哼一声 翻倒在地 再接着 他仓皇失措地爬起来 捂着自己的下巴 狼狈地朝着一桩外冲去 马宝金闪开身 苗三桂撞破门 冲出了一桩 冷风朝着一桩里头罐 吹得蜡烛忽明忽灭 马宝金和我躬身 他脸色愈发苍白 不过这一次 他没多说别的了 只是问我要多少口尸体够 我告诉他 有多少 就送多少到冯村和家门口 马宝金额头上 密出不少汗珠 他点点头 低声说了个好字 我多看了他几眼 目光又落着他身后 扫过了马宝中和马宝义 马宝中的眼中出现几分闪躲 马宝义则和马宝金差不多的惊怕 我深深看了马宝中一眼 马宝中登登登后退两步 他看我的眼神更透着几分不安 其实 之前我看马宝中 就已经有偷到相哥 现在 住在马山驿庄的苗三桂 丢了射魂灵 他没有说谎 那必定是有人顺手牵羊 马宝中 有九成九的可能 不过 我没有再多说其他 这事本就不是我应该管的 我静止走出了一桩外 下山之后 我找到马匹 上马之后 静止朝着冯村回去 等回到和家院外的时候 已经三更天 和七月没睡觉 在院内来回踱步 不只是他一人 院内 还有好几个鬼婆子 我禁院 和七月就匆匆到了我身前 其余鬼婆子则在后 抬手 和七月先拿出来了一个 黑漆漆的陶罐 月光照射下 陶罐中反射着银润的光泽 不过里头装的东西是漆黑如墨 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恶臭 阴尸毒 李先生 够吗 和七月抿着嘴问我 其余那几个鬼婆子同样看我 眼中透着迫切的问询 应该是够了 我微眯着眼睛 低声喃喃 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另一个鬼婆子问道 等马山一桩的赶世人马宝金 送来尸体之后 先下毒再去扬江 我和他解释 那鬼婆子迟疑了一下 又道 天亮 就要开始认祖归宗的祭司 唐屋那头 传来了一个微弱的声音 如此 甚好 何至回何家的第一天 咱们就能办一件大事 除了那些水氏鬼 咱们何家 也能想到一些情欲 婆婆 你怎么起来了 何七月立即回头 立马朝着和鬼婆走去 我也看向唐屋 和阿婆扶着门框 她身体还微微发抖 我低声道 何婆婆 你进屋休息吧 这里无碍 何阿婆笑了笑 她这才让何七月搀扶 又回到了屋内 再之后 我就让何七月他们也休息 等到天亮 就按照何阿婆所说 先认祖归宗 那时候 马宝金应该差不多将尸体送来了 何七月等人没有再坚持 她遣散了其余鬼婆子 便回房间休息了 我进屋也小气了一会儿 等到天亮的时候 我才被何至叫醒 此时的何至 居然已经画上了一副精致的妆容 更是换上了一件极为干净的鬼婆子 花花绿绿的衣袍 往年何至跟着我 都一直在穿素衣 她在换上这衣袍后 恍然间 给了我一种梦回之感 就好似一眨眼 还是十三年前 何至还是那个轻质刁蛮的小鬼婆子 岁月的沧桑 给我留下来了不少的痕迹 而何至 依旧年轻靓丽 大家都来了 何至抿着嘴 轻声喃喃 我坐着身体思绪清醒过来 无碍 平稳心态 我轻轻抚过何至的脸颊 他眼眶微微泛红 低下头 道 如果爷爷还在 那就好了 我沉默后 轻声道 何鬼婆泉下有之 一定会很欣慰 嗯 何至用力点点头 你出来吧 顿空或许就没那么紧张了 何至又道 我整理了一下糖妆 跟着何至出了房间 院子中央 摆着一张大桌 其上并不是三生祭品 反倒是密密麻麻的 炸鬼刀 以及枯桑棒 院子四周 站着密密麻麻的鬼婆子 不少鬼婆子都负伤 身上还缠着纱布绷带 桌前摆着一张藤椅 和阿婆坐在藤椅上 她穿着更为厚重 膝上放着一根细长的枯桑棒 糖屋内 顿空也换上了一身 花花绿绿的鬼婆子服饰 赤鸥趴在她身旁 眼皮翻了两下 无聊地打了个哈气 很显然 赤鸥对这些鬼婆子 丝毫不感兴趣 众多鬼婆子 却眼巴巴地看着赤鸥 眼中充满了渴望 我送和志到堂屋门前 和志先一步迈入 之后 我便听到和阿婆的话音 除和志和李顿空 其余人还请在外观摩 和阿婆的话语 都显得中气充沛了不少 我驻足停步 同和志 以及屋内的顿空点点头 和志到了顿空身旁 母子两人并排站好 和阿婆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她将手中炸鬼刀 举起过头顶 眼中都是前程 历代何家鬼婆在上 何金花 今日其认祖大典 列祖列宗有灵 受归家跪礼 和阿婆话音落下的瞬间 院内四周所有鬼婆子 同时抬起一只手来 所有人手中 都拿着一个铜铃铛 这是鬼婆子所用的震魂灵 清脆的叮当声在院内响彻 形成了回音 和阿婆的眼神和语气 都凌厉许多 他沉声赤鹤 何志 李顿空 还不跪下 给列祖列宗行礼 何志砰的一声跪下 他双手举过头 拜了下去 顿空紧跟着一起跪下行礼 三扣三败之后 何志在抬头 已然是泪流满面 顿空抬起头 他亲自的脸上 认真无比 和阿婆四是想到了什么 眼眶同样泛红 一晃眼 十三年了 老何头将 何家领头鬼婆的身份 给我 我这些年虽不如他 但也将何家护得不错 当年和耕夫之争 历年来也稍稍平息 当年 老何头迫于无奈 将这儿你赶出何家 如今你兼顾观恕 甚至还成了阴阳先生 依旧对何家念念不忘 何家也当有反馈 如今重归何家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和阿婆转过身 手中的扎鬼刀 狠狠一下扎穿地面 老何头走得突然 领头鬼婆的交替 是没有走列祖列宗规矩的 这儿 你置我身前来 和阿婆前面半句话慈祥 还透着叹息 最后这句话 就带着几分严厉了 众多何家鬼婆 都一瞬间 面色沉默下来 他们看着何智 有人眼中抵触 可更多人 还是透着几分渴望 我眉头微皱 我清楚 他们的抵触 还是因为 当年鬼婆子和庚夫那一斗 几乎让鬼婆子灭族 渴望 恐怕就是现在何智的本事 棺树 阴阳树 还有顿空身边的赤鸥 恐怕只有赤鸥 是距离鬼婆子最近的 其余的 都是可想而不可求 可我的皱眉 并不是 因为他们的眼神 是因为 和阿婆 要将整个何家交给何智 我并没有立即 开口阻拦 何家交给何智 这是一件麻烦事情 但何智 毕竟是何家人 曾经的何家领头人 是何鬼婆 如果何智要接受 这也是他的选择 何智处在堂屋内没动 他抿着嘴 手锤在身侧 智儿 何阿婆沉声又喊了一句 他侧身 目光看向那桌上的 炸鬼刀 何家所有鬼婆 炸鬼刀都在此处 智儿 你将炸刀染血 受全足跪拜 即可成领头鬼婆 何智依旧没动 何阿婆的脸色 微微苍白 他在看何智 身体略有发抖 何阿婆又要开口 何智却躬身 他又跪倒在地 婆婆 这十三年来 智儿反省过自己 以前做的所有事情 当年 我害得何家蒙受大难 更和庚夫死斗多年 仇恨不散 如今能回归何家 于智儿 已经是恩赐 且不说 智儿犯错多少 我还是外嫁之女 此生是先生之附庸 又怎能再让何家依附 说这话的时候 何智抬头看向我 我眼中也只剩下柔和 何阿婆的眼中 却出现一阵失望 众多何家鬼婆 面面相去 有一些先前抵触之人 他们的目光也恢复正常了 甚至还带着几分唏嘘 领头鬼婆 当有得者居之 若是能带领何家 走上新的高度 那就是有得者 这儿身兼多家树法 必定有这个 和阿婆又开口说道 不过 他话还没说完 人群之中 一个鬼婆子站了出来 他低声道 阿婆 何智已经说明了缘由 何家鬼婆虽需要发展 但也不能依附于他人 况且 何智无心做领头鬼婆 你又何必逼他 那鬼婆子只是其中之一 紧跟着 又有另外的鬼婆子上前 所说的话都相仿 所有鬼婆子 都劝说和阿婆好好养伤 领头鬼婆之事 自不能在这个关卡提起 和阿婆就只能作罢不谈了 只不过 她的目光 更多是看向顿空 我隐隐有所猜测 可现在也不好提起 再之后 和阿婆采取出自己的同龄 用力一晃 发出清脆的叮当声 任祖归宗已成 何智挟子李顿空 重回我何家族谱 众人都是松了一口气的模样 何智更是松缓不少 他拉着顿空站起身来 刚才第一个说话 那鬼婆子小心翼翼地 走进了堂屋 智顿空同何智面前后 他看向了赤鸥 南南道 何智 还有顿空侄子 你们这头画青狼鸥 用了多少年画青 是怎么样出来的 不到十年 何智先开口说道 那鬼婆子面色恶然 更是瞠目结舌 不到十年 居然就 可以画青 他眼中 已经全是震惊了 紧跟着 他又小心翼翼地试探问道 那你怎么养的这头狼鸥 若是咱们何家鬼婆 都能培育出来画青狼鸥 再遇到更夫那妆事 又何须再死斗 驱使狼鸥 即可将更夫全部铲除 这时 其余的鬼婆子 都凑进了堂屋 他们全都眼巴巴地 渴望地 看着何智和顿空 何智目光略有思索 他才轻声道 顿空 将这些年赤鸥怎么喂养的 全部都写下来 事无巨细 交给太婆 顿空立即点点头 低声道 好 顿时 本来有所颓废怅然的何阿婆 腰身都直立了不少 其余何家鬼婆子 眼中都是狂喜 甚至有人喃喃开口 等何家培育出石头化青狼鸥 何仇不振兴 下酒流中 都要以何家为首了 我自然没多说其他 关于赤鸥的培养 其实方式都是 按照何家养狼鸥的方法 唯独不同的 就是赤鸥从小吃的尸身 都足够凶 被包掉皮的青狮 他就吃了不止一头 当初给指人许带回去 八口青狮 尸肉全都落了赤鸥的肚子 更遑论这么多年 顿空和何智 更是带他吃了 不知道多少凶狮 能够划清 全凭了狼鸥的特性 约莫一课钟后 顿空将写好的 四养狼鸥之法 交给了何阿婆 不多时就有人露出迷茫之色 还有人难难 青狮煞 从小就吃这样的凶狮 这也太过艰难 何家众多鬼婆 显然有所颓然之色 何智则从唐屋走出 至人群中 他轻声道 此见杨江试了之后 我会看目点学 尽量多名凶狮 众人才在露出兴奋 一晃眼 时间便到了正午 远处的村路上 迟缓地来了三辆马车 赶车的三人 便是马宝金父子三人 我静止走出院外 何智和顿空 跟随在我身后 马车到了院门前 马宝金先跳下车 残腿杵着木棍 到了我身前 李先生 耽误了一些时间 马宝金 此时显得极为恭敬 他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示意我看马车 马宝钟和马宝义 则迅速拉开了马车门 每一辆马车中 都堆积了三层的尸体 这些尸体 莫不是化白煞 就是黑煞 在我看来 这些凶狮太弱 即便是成了破狮 全部化煞 都不足为惧 可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极为棘手可怕 马宝金将其都放在一桩中 一旦出什么事情 对周遭百姓 也是极大的隐患 李先生 五十具尸身 够了吗 马宝金小心翼翼问我 嗯 我点了点头 这期间 何七月搀扶着和阿婆 来到院前 其余鬼婆子都盯着马车 他们眼中透着杀鸡 还有人对马宝金 露出不满和厌恶之色 马宝金小心翼翼地 朝着我身前躲了躲 避过那些鬼婆子的眼神 何七月朝着我露出询问之色 我点点头 他立即神色肃然 低声道 各位书版 我们一起动手 尽快给这些尸体下毒 他将和阿婆送回屋内 端出来了刚才的阴尸毒 众多鬼婆子一起上前 将所有阴尸毒 全都下在了这五十具尸体里头 这过程中 马宝金父子三人 一直在旁边看 他们的脸色 一直都是苍白的 差不多半个时辰 所有的尸体 都被处理完毕 被下毒的化煞尸 面上都隐隐浮着一层黑气 我示意他们父子三人 可以离开 后续的事情 就不需要他们帮忙了 马宝金父子三人 匆匆离开了冯村 何志同顿空跟着我 我又让何七月 叫上了几个何家鬼婆 一行人赶着马车 朝着阳江方向赶去 等到了江边的时候 何七月找了一艘船 这船是冯村 在开阳城内做生意的一个冯姓家族的 我们将尸体挪到了船上 然后我找了一个僻静的气口 再将尸体一句一句地投入了阳江中 在阳江的阴气被压制下来后 江水清澈了不少 在刺目的阳光下 甚至能看到水下不浅的地方 尸体很快完全沉了下去 气口是生机汇聚之地 即便是水尸鬼 其实也更喜欢生气充沛的地方 他们只是能在恶劣的阴气肆虐的江水中生存 我推断 那人用这种方式搅乱阳江 是为了给水尸鬼防护 如今我让顿空将阳江平稳 水尸鬼就失去了这种隐蔽 他们依旧会聚集在气口附近 画煞尸更吸引水尸鬼 最多经验 毒尸就会见效 当所有尸体都完全投入江中 我们便开船原路返回 到了江边之后 我并没有立即离去 而是静静地在江畔等待 办这件事 我并不打算要隐蔽 既然要成为那人和原画哨之间的变数 要替蒋盘解决掉麻烦 我就得将它彻底引出来 本来我让和七月他们也离开 结果他们不肯坚持要跟着我一起 我便让他们在旁边同等了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江上于传来往不停 渔民传夫都在为了生存而劳作 我等在这里 还有另一个缘由 毕竟投了那么多毒尸 虽说画煞的尸体 几乎不可能被人打捞起来 但也需要注意 若是连累了普通百姓的姓名 不但背负因果 更得不偿失了 天色逐渐变暗 临天黑之际 和七月去弄来了吃食 我们吃罢了东西 继续在江边等 当天彻底黑净 江边上的渔船已经不多 只剩下几艘了 有一艘渔船掠靠近我们 他们正在起网 沉甸甸的渔网 传言足足五六个人才拖动 不多时 忽然有人一声惊恐的大吼 操 水尸鬼 那几人吓得三魂不见七魄 甩了渔网 渔船飞速驶离 那网都被拉上了水面 此时被松开 水面上就飘浮出来了几具尸身 漆黑的毛发 圆溜溜的脑袋 浮出水面的半张脸 睁大的眼珠子 透着怨毒和争鸣 这些 果然是水尸鬼的尸体 和七月面露兴奋之色 他喃喃道 见笑了 其余鬼婆子 都兴奋到了极点 一直盯着水面上 几乎目不转睛 与此同时 水面上剩余几艘船 也有拉网的动作 再接着 他们就同第一艘渔船一样 飞速地逃窜 水面上不停地 飘浮起来水尸鬼的尸体 密密麻麻的尸身 逐渐给人一种 头皮发麻的感觉 甚至在漆黑的水尸鬼尸身中 偶尔还夹杂 一两个惨白的身影 一夜的时间 很快便过去了 羊江水面上的水尸鬼 起码浮出来了上百个 而且还在继续冒出 我取出来了之前 捡到的那正物罗盘 拿出来接音匕首 在上面刻下几个字 地象堪于李阴阳 除灭水尸鬼于阳江 奸邪之辈弱智 无必诛之 再接着 我直接将那正物罗盘 埋在了脚下一处位置 这样做的缘由 也是我怕那人不知道 是我做的这件事 如此一来 他必定会找上我 七月 安排几个鬼婆子 在这里看着 再找一艘渔船 将水尸鬼的尸体 搜集起来 将它们全部焚烧 避免因尸毒 连累到百姓 何七月迟疑了一下 小声道 狼傲 是不怕因尸毒的 婆婆没养狼傲 不过各家鬼婆子都养了 只是那些狼傲还很弱 大部分相当于黑莎的实力 这一次 他们都没带上 我觉得 可以将水尸鬼的尸身 各家分了 带回家 必定能有很多好处 何七月话音落下 他身边的几个鬼婆子 都连连点头说没错 他们甚至有些渴望 看着水面中 白色的水尸鬼尸身 很显然 白色水尸鬼更凶 他们更渴求 他们的尸体 我略思索 便点点头道 注意安全 何七月重重点头 我便让顿空 在这里守着帮忙 同何志两人 回返了村内 我们两人稍作休息了半天 何志醒来了 继续领悟宅经 加深天原橡树 而天色临近傍晚 我朝着后山的方向走去 此前和罗忠良说了 让他做好准备 我差不多到了 去见他的时候了 夕阳有一半隐没在天边云层中 火烧云通红刺目 甚至形成了麒麟一般的模样 似是祥瑞之招 我到后山的时候 夕阳刚好隐没 夜幕出零 我站在一棵老树下 驻足了片刻 淡笑地看着庙中 庙内极为热闹 众多难民乞丐 正在将自己 当日乞讨而来的物品取出 罗忠良则在当众收拢 并且安排用处 张九卦和张儿两人猫 在庙门边缘 张儿眼巴巴地看着庙内 他嘴巴如动 似是在说什么 结果张九卦一抬手 直接朝着他脑袋上 扇了一巴掌 我听见张九卦说了句 眼界别那么窄 我怎么会有你 这么个蠢笨的弟弟 啥也不是 张儿摸着脑袋 一脸沮丧 我摇了摇头 从树下走出 静止朝着门口去 到了近前 罗忠良他们也发现了我 众多难民乞丐 眼中都是恭敬之色 罗忠良更是崇敬 他立即朝着我走来 我在门前停下 罗忠良站的笔直 又和我躬身行礼 准备好了吗 我问道 罗忠良立即点点头 他做了个请的手势 示意我看庙内右侧 那边摆着一张大长桌 其上有三生贡品 酒坛 以及一册文书 抬出来吧 我说道 罗忠良立即侧头低声道 随我来 有几个难民乞丐上前 跟着罗忠良一起去抬桌子 片刻之后 长桌被抬到了庙前的空地中 除了桌上的东西 罗忠良从庙内又拿出来了香烛 铜顶 他们将供品摆好 罗忠良站在旁侧 他额头上微微冒汗 略紧张地看着我 我走至桌前 取出来的地支笔和天干燕 摸摸之后 我将那文书取过身前 提笔站墨 浸满墨汁的豪间 落至纸张上 我速速落字 片刻后 文书便被写满 拿起文书 我回过头看着罗忠良 罗忠良神色更为紧张 我和善地笑了笑 道 无需害怕 这是你的机缘 罗忠良瘦小的身体 便站直了几分 还没等我再说话 他就直挺挺地跪倒在地 身体又倾斜浮倒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手持文书 沉声道 罗氏有子民忠良 其心人厚 其人忠义 石庚子年 以有月 雾虚日 白鹿时 无收其入地向 看于门下 为英树弟子 雨霸 我便垂目看罗忠良 罗忠良肩头一直在发抖 他仰起头 眼眶都微微泛红 他砰砰砰地磕头 开始给我行礼 三跪九寇的大礼之后 他又端起酒坛 到了一碗酒 毕恭毕敬地递给我 他明显是强忍着语气地颤抖 道 师尊 请 结果酒晚 我深深地看着罗忠良 道 入地向勘于之门 需紧记几条门规 其一 需秉持人后之心待人 其二 绝不允许 以英树形为非作歹之事 不能将英树外转他人 其三 秉承祖师一致 当心怀天下百姓苍生 你可知晓 我与其格外严厉